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87集 贴身内衣 小姐 这两个碗带四条袋子的东西 到底是要做什么用的 看起来真奇怪 采连剪堆线头 用手在两个碗上面小心地拍了拍 再递给何小乔 后者将东西接过去展开看了看 满意地点了点头 之后才解释道 这个就跟你们穿的肚多一样 是女人贴身的东西 我们那管这叫文凶 说着话 一边将内衣转开往自己身上比划 看见没 就是这么穿的 采连跟索儿两人都是一副恍然大物的模样 采连嘴巴张了张 正想开口夸上两句 冷不防门外突然一个女子的娇斥 滚开 你们是什么人 居然敢拦着本宫 信不信本宫当场摘了你们的脑袋 这声音 何小乔忍不住翻了个白牙 还来不及吐槽老天爷不够义气 那边半场的门已经被大力推开 一条心绪窈窕的红色身影 已经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 带起一阵相风 看看停在他面前 你们都退下 没本宫的命令不准进来 错过头朝身后 还要跟过来的宫女吩咐了一声 见她们唯唯诺诺 守在门外 竟和公主这才清了清嗓子 抬头看向何小乔的方向 吐 画刚起了个头 猛地想起何小乔的身份 已经今非昔比 连忙将到嘴边的葱姑二子吞了回去 挣扎了下 才搅着手帕 别扭地喊了声 见过十七婶 何小乔挑了挑眉 虽然奇怪 他今儿怎么就突然改了称呼了 但却没有将疑惑问出来 只是面无表情地点了下头 公主殿下 喊公主殿下太见外了 竟和公主下意识地摆摆手 勉强扯出一个算得上讨好的笑 十七婶 你喊我静和就好 这姑娘今天吃错药了 疼 不对 十七婶 你身上挂着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看起来怎么那么怪异 像是没有看到何小乔探究的表情一般 清禾公主的目光在房内溜了一圈 最后全都集中在何小乔脖子上挂着的 类似笔屈泥版的文胸上 甚至好奇地拿手捏了你 软的 废话 贴身内衣自然是软的 要是硬的 那不成了西瑞公主了 这是我们那儿的内衣 难得竟和公主如此温柔闲静 何小乔也就不好再给人家甩脸色 耐着性子给她解释 外面是软布做的 缝成这样的两个袋子 然后往里头塞上棉花 穿起来不仅舒服 而且能更好地显出身材 啊 话说到这里 莫得一顿 何小乔像是财反应过来一般 猥琐的目光在静和公主 凹脱有致的曼妙身材上 让了一圈 双眼神闪发亮的 像是发现了熏大怒 三两下将脖子上的袋子解开 素面的衣被捧着 递到静和公主面前 为人十七傻 数得扬起邪恶质疾的下 不怀好意的 轻声又哄到 嘿嘿嘿 来 穿上试试 哎 哈哈哈哈 且不说何小乔是怎样哄着金和公主 去试穿内衣 再往府令一边 江峰浩的书房里 气氛却略有些凝重 和尚手里的小册子 江峰浩手间的拧起了剑眉 这么说来 神鹰的人 也不知道真正雇佣他们的人是谁了 没错 坐在他右手边 身着一身洗得泛白的长竹衫 头发挽起来 树椅方巾 长相平凡 扔到人群里就再也无法找出的年轻男子端起茶中 动作颇为文雅的解开杯盖 撇去浮沫后再轻敏了口 负责跟神鹰接头 也只是地方上的一股小势力 领头的混混一口咬定 是他自己想要你的命 具体原因是看你不顺眼 说着话 自己却先忍不住为这个荒唐的理由小抽生 抬头看了眼似乎兴致缺缺的江峰浩 黑亮友人的毛子里满是细血 我说师弟啊 趁着有空 你还是赶紧拿把刀子往自己脸上划两下吧 省得整天有人看你不顺眼的漫天追杀你 你不嫌烦 我都替你累得慌 有劳师兄寡心了 江峰浩脸上带着笑 不温不火的反击回去 不过依师弟我来看 要往脸上动刀子的应该是师兄你才对啊 顶着那么张 频繁到连佛祖都聚不住的脸 无论白天黑夜 往街上一站立刻捞都捞不着 往上头划几刀疤认起来就方便多了 师弟死言诧异 年轻男子伸手 弹了弹衣服上根本就看不着的灰尘 放下茶钟 摇头晃脑 好似白考不中 以致精神有点错愣的酸如一般念当 须知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即使父母所赐 我又岂能罔顾父母之恩 做出如此不孝之举呢 同是丁生父母养 合着他自己往脸上划两刀就是不孝 丢别人身上就没这顾虑了 少废话 还知道什么赶快说出来 一甩手 将抓着的小侧子朝他丢过去 见他轻轻松松 眼都不长一笑地拼头躲过 江峰浩便忍不住哼了声 哼 我就不信以你通天晓的名声 在那土匪窝里待了大半个月 都没摸到半点别的线索 那还不如趁早回家去睡大觉 别出来混 丢人现眼 本集完 您给我点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八十八集 无事献殷勤 要说线索吗 年轻男子黑亮的毛子半背着 下意识地伸手抚平袖子上的褶皱 慢悠悠地补了句 自然是有的 少拿你胡有别人那套来我这卖关子 我没空听 投过去个鄙视的眼神 江峰浩美好气地哼了声 实在看不过去他总万年老龟似的一副纷吞吞的模样 浪费大家的时间 说吧 到底还查到了些什么 年轻男子脸上笑容不变 只单单端了茶中 在旧江饮的时候 却突然受到 在豫州一带也存在同样的势力 规模虽然不大 数量却不少 而且 而且什么 据我的人了解 不只是豫州和淮州两地 江南以及许川等地 也有类似的组织存在 其中有以淮州最多 淮州也有 长街垂下 遮住毛子里的情绪 江峰浩低声重复了遍 曲起修长手指 在桌面上 有一下眉一下地轻敲着 玉州 淮州 江南 许川 还有一个 香香 每说出一个地名 并用手沾了茶水 在桌面上点了一下 江峰浩沉默了好一会儿 舒得滑动手指 用水字将几个地方 连了起来 正好是个圆圈的模样 年轻男子低头瞧了一眼 随即训令神会的 深指在圆圈中间 加了一点 嘴里总是开玩笑似的 来了句 将军 江峰浩眼里的笑意 尽数消失殆尽 嘴角却依旧往上勾着 看起来有点诡异 如此明目张胆 倒是有些意思 我查过 这些小谷势力的首脑 虽然彼此互不相识 互不干扰 但他们之间有个共同点 就是在每月月初 都会秘密会见一个 他们称之为使者的人 将搜刮来的银两 上交给他 只是银两 你觉得呢 年轻男子倒是相当了解江峰浩 微微笑了笑才到 除了银两 当然还有他们领地上 收集到的各路消息 以及新丁名单 能拿到那些名单吗 江峰浩垂下言解 似乎对此一点都为意外 能倒是能 不过需要费些时间啊 年轻男子沉引了下 继续道 那些被招揽进去的 大都是附近家中 难以维持生计的人 只要稍微一打听就能知道 比较麻烦的 是早就送到使者手里的那些 要同时收集这么多东西 光是一个使者 肯定不够吧 江峰浩若有所思地 摸索着光华的下巴 漂亮的桃花眼 微微眯起 除非 除非他们也只是 微不足道的小卒子 年轻男子顺口接过话 略带晚息道 之前我也曾跟踪过其中一人 可惜的是 没等我掏出有用的消息 他就率先咬破毒囊服毒自尽了 这么说来 那些所谓的使者 应该都是死士了 十有八九 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 见江峰浩只是半垂着头 没说话 明星男子沉默了话 又迟疑着开口 我在那人临时下榻的地方搜到一封信 虽然具体收信人是谁并没有写明 不过我想内容 你一定会感兴趣 说着话 伸手从怀里摸出 折成两半的信封递了过来 江峰浩也不跟他客气 当场间信封拆开来看 越看 脸色就越发的古怪 像是疑惑 又像是大难得解后的试染 伴赏之后 将信纸重新叠好 装回信封 江峰浩脸上的表情 是前所未有的平静 偏一眼悠闲自在 戳眼明察的自家师兄 江峰浩起身走到门边 背着手 沉声朝门外吩咐道 立刻去把白手跟红方给我找来 实际室 这 这当真是嘟嘟吗 何小乔的卧室里 已经换好衣服的静和公主 用手按着挺拔了不少的胸口 任由何小乔围着他转了两圈 眼看他嘖嘖有声地顶着头 一副满意的模样 当场就两耳发热 脸红得差点能滴出血来 怎能 感觉如此怪异啊 虽说重点部位让心形内衣挡住 并且上提 但胸部以下没有任何遮挡 却让人感觉空空荡荡的 肚腑周围的皮肤摩擦着微凉的礼衣 如如没有衣物蔽体一样 静和表示虽然有些羞涩 不过更多的却是发觉到新鲜事物的新奇与兴奋 第一次穿 难免会不习惯 以后就好了 何小乔安慰的 伸手撩起他的头发 替他调整 系在井后的内衣袋子 现在还有没有觉得喘不过气 静和摇了摇头 难得粉面害羞的轻声道 没有了 现在感觉还不错 胸口的重担有了内衣的分担 走起路来 似乎也跟着轻快方便了不少 更重要的是 因为胸部变得挺拔 身材越发显得窑窕 喜欢的话送给您好了 何小乔拍拍手 顺口收到 菜铃跟索儿几乎是一口同声的喊出声 王妃 小姐 静和公主朝他们两人狠狠动过去一眼 面对何小乔的时候 又克制不住地喜自自笑了去了 不多客气地就收下了 本集完 您给我点瓶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八十九集 无事献殷勤 谢谢十七婶 金鹅公主说完话 人也像是放开了似的 张开双手就在原地转了两圈 目光落到自己高挺的胸口上 表情是说不出的满意 不客气 你喜欢就好 伸手拍了下还拉着长脸的彩莲 和小强无声安抚了两句 一拍淡定地示意她继续准备制作第二件 第一件送出去了 她自诩的还没着落呢 彩莲偷偷窥了下还在自得其乐的镜河一眼 面有不甘的笛声嘟囔着 小姐 这可是你费尽了心思才做出来的 怎么就白白送给她了 原来是在纠结这个呀 当然不是白送了 何况就是白送 咱也不快 何小强笑了下 撞色漫不经心地翻了翻 装针线的布落 同样压低声音的 我自有别的打算 以后你就知道了 见彩莲还是一脸的心疼 何小强便忍不住拿手 取拉她的脸夹肉 唏嘴的 别老拉长着脸 当心路上撞见马 那你当亲去看 来 赶快笑一个 小姐 就爱拿奴婢开玩笑 彩莲不愿意地撑了一句 脸上却是慢慢地笑开了 都知何小强有自己的成算 她胜利当场就轻松起来 又朝静和所在的方向瞧了一眼 沉淀心情开始传真眼线 屋子里突然就安静下来 过了一会儿 就听静和公主突然开口道 石七婶 你还是叫我小乔吧 石七婶听着别扭 何小乔打断她的话 实在不习惯 贝格看去了跟她差不多大的姑娘 喊人婶 不行 静和似乎动摇了下 不过很快又坚定地摇了摇头 一本正经地说道 石七叔交代了 理不可费 所以只能喊石七婶 不准乱喊别的 哦 何小乔默 还真是个死心眼的孩子 那算了 随便你吧 石七婶 我 静和走到桌边坐下 似乎有些不习惯地 拿手往脖子上摸了摸 刚张开嘴巴 看到还待在屋子里的彩莲 跟索儿又慢慢地合上了 你们先出去啊 我有话跟石七婶单独说 小姐 彩莲两个人都有些不放心 去吧 没事 是 两人这才站起身 低着头退了出去 却还是不放心地 在门口不远处守着 公主想说什么 那个 我 我 静和公主 念容了老半天 最后才说弱地 从尺缝里憋出一句来 对不起 何小乔下意识地拿手指 掏了掏耳朵 几乎要以为自己出现幻听了 嗯 为什么跟我说对不起 美艳的小脸仗得通红 静和声音还是滴滴的 略带点别扭 之前是我不好 其实 我不是故意要对石七婶你那么凶的 哦 原来是她道歉的 怪不得要将其他人支开 这姑娘还挺好面子的 不过这人格分裂似的 前后两个样的表现 看起来还真挺像吃错药在发神经 心里虽然这么想 不过何小乔也没有笨地将这话说出来 静静和完全没了之前生气凌人的样子 像个做错事的小孩 可怜兮兮地垂着头 手间一转 反当安慰起她了 啊 没关系 谁都有年少青狂不懂事的时候 以后被老动不动就喊着要摘了人家脑袋 或者动手打人就行 静和嘴巴张了张 令少像是有点不高兴 不过还是乖乖地应了句 是 静和都听石七婶的 何小乔再次肯定 这姑娘一定是吃错药了 而且剂量还不小 你 何小乔努力控制着想把手背 贴到静和额头上探探温度的冲动 一边试探地问道 你来这里的时候 没发生什么事吧 哦 该不会是不小心脑袋让门板改家了 现在还没清醒吧 静和让何小乔同情的目光看得有点莫名其妙 没什么事啊 除了刚才那几个不长眼的想拦着我之外 不过 石七婶你放心 我没摘了他们的脑袋 只是吓吓他们 让他们滚开而已 哦 那还真是谢谢你了 嗯 那就好 那就好 何角乔眼角直抽抽 静和却向没看出来何小乔的应付 过了一会儿又小心翼翼的问道 石七婶 你 你现在还在生我的气吗 生气 我干嘛要生气 何小乔有一瞬的茫然 直到看见她的目光飘向门外的彩莲才反应过了 哦 原来你说那件事 我知道虾兵他们自作主张欺负石七婶你的人 还故意找上门来骂石七婶是我的不对 静和看起来有点小紧张 急切的想要表明自己的立场 不过我发誓 这是最后一次 以后我一定不会了 石七婶你要相信我 何小乔差点喷笑出声 不过转的一想又马上控制住了 嗯 审视的目光落在一脸期待的静和身上 不嫌不淡的开口呢 我可以相信你 不过你得坦白的告诉我 你今天来到底是为了什么 大白天的突然无视线殷勤肯定飞奸极荡 比如说静和从一进门开始就乖巧的各种反常 是个瞎子都看得出来其中的不对劲 原本以为提起彩莲的事何小乔会生气 静和正躲躲闪闪的不敢与何小乔的眼神对上 冷不妨让他这么一问 几乎是下意识的就脱口而出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来是 话还没说完 人已经反应过来 连忙反手捂住自己的嘴巴 抬头正好对上何小乔面无表情的脸 小心肝立刻不是控制的颤抖了下 石七婶 你听我解释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回家吃饭 作者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九十集 兵释前嫌 说吧 我听着 何小小给他倒了杯茶 随即双手还胸 一脸平静地看着他 说得好了是一回事 要是不说的话 那我就只能找你石七叔帮忙 查明真相了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威胁 竟和抬头看他腕上 嘴窝张开又合上 挣扎了好一会儿 才泄气一般选择了坦白 其实 我没别的意思 就是 就是想让石七婶 你教我烹饪 因为他最后两个字 说得极轻 何小乔琢磨了好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 心下有些诧异 烹饪 米小学做饭 嗯 竟和点了点头 竟和小乔脸上 没有半点不高兴的模样 这才松了口气 解释道 我听石七叔说 石七生里做的饭菜和糕点 好吃的让人恨不得 连舌头也吞下去 所以 所以你就特地来找我教你 何小乔嘴快地替他接下去 对 就是这样 竟和连忙用力地点着头 然后又眼巴巴地看着何小乔 脸上总是摆出一副 你不答应我 我就赖在这不走的模样 石七婶 你人这么好 一定会教我的 对吧 这个嘛 何小乔沉眼了一下 没有正面回应 只是四两薄千斤地 把问题丢了回去 据我所知 宫中玉厨 各个都有一身顶好的厨艺 宫主 你又何必 玉厨做的饭菜 不对石七叔胃口 可是石七婶做的 石七叔爱吃 竟和不等何小乔说完 就巴巴地打断他 就怕他找到借口推脱 宫主玉厨确实厨艺高超 但江峰号是出了名的嘴掉 宫里的御膳他瞧不上眼 却夺爱何小乔的手艺 由此可见 何小乔一定有什么独家秘方 这也正是他想学的 何小乔看不到 静和心中的小九九 维言只是眼神怪异地看他一眼 你想做饭给你石七叔吃 都说想要抓住一个人的心 得先抓住他的胃 亲自下厨这种事 除了孝敬父母 照顾兄弟姐妹 同时也是谈情说爱 搞浪漫必备 难不成这姑娘有练书情节 观石七叔什么事 静和几乎是下意识地就把江峰号排除在外 之后猛地想起他是自己的长辈 这样说似乎有点不妥 连忙又补充道 我是说石七叔有石七婶给他做饭 就够了 嗯 那你学下厨是想做饭给谁吃啊 何小乔挑挑眉 嘴小不坏好意地勾了去了 当然是给上 没有防备的镜盒 差点让何小乔给框了 反应过来后 联盟把后眉的话吞了回去 垂下头 心血的零食拉了两个挡箭牌出来 当然是给母后和皇帝哥哥吃的 啊 原来是为了皇上和太后呀 何小乔一脸地恍然大悟 随即有大声的自言自语道 真可惜啊 原来我还以为你是为了新上人学的 正好有几道菜要交给你呢 静和文言果真是双眼发亮 二话不说 抓住何小乔的手臂 急确地问道 是什么菜 好吃吗 难不难学 有什么特色 我 但见到他脸上醋暇的神情 静和才知道自己的小女儿心思 已经无意间表露无疑 脸上瞬间染上淡红色彩 尴尬的只想找条地缝钻进去 讨厌 居然烫我的话 你是无意的 何小乔哈哈一笑 脸忙实相的白白手 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没有没有 我什么都没听到 话说完大概是觉得不过瘾 又是又嘴贱地补充了菌 不过话说过来 你这个年纪有喜欢的对象也很正常 没什么好害羞的 你还说 静和跺了跺脚 双手搅着手帕 整张脸更是红得仿佛能滴出血来 好好好 不说了 不说了 俊他当真红了眼 一副悬然欲去的模样 何小乔连忙举手投降 我们说别的 说别的 那你要教我做饭 静和吸了吸鼻子 趁机提条件 没问题 看在你 何小乔本来想说 看在你今天态度不错的份上 勉强教你 后来想起 人家好歹是公主身份 这么说有点不妥 于是当机立断地改考 嗯 看在你是江峰号直纳的份上 大家都是一家人 这事儿就包我身上了 谢谢石七婶 静和公主双眼闪闪发亮 嘴里卖乖地奉承的 石七婶最好了 何小乔见状笑了笑 但又生怕静和公主以后 会拿身份压自己 脑子里转了两圈 随即不慌不忙地 欲嫌泼了桶冷水过去 但是我先说好了 将是一回事 你能不能学会是另外一回事 到时候可不能怪我 或者耍小姐 嗯 公主脾气 另外 下厨的时候 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不要找借口推问 停下喝口茶 润润嗓子 何小乔最后很人性化地 补充了一句 当然 如果你觉得实在不能接受的话 也可以现在就选择放弃 嗯 一切都听石七婶的 大约是觉得何小乔的要求 有点难度 静和考虑了好一会儿 才点头答应 醋着眉笨折地保证的 哼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学习 不耍脾气不夺懒 不给石七婶添麻烦 就算他想找茶 也得先颠了颠了 要知道他家石七叔现在 对何小乔可是宝贝得很 跟他作对 别开玩笑了 他爱小胡的酒的 长长久久的当人锐呢 嗯 很好 何小乔满意地点点头 一是望情深少 就往他肩膀上拍过去 又拍着胸口大言不惭地说道 有慈等觉悟的都是好苗子 以后有石七婶罩着你 放心大胆地出来混就是 静和当然不会把他这话当真 不过为了给他留下一个好印象 还是响亮地应了一句 是 石七婶 乖 贪妥了拜师学艺的事 和小乔当即将守在盲外的二人 换了回来 采雷依旧负责穿着引线做绣活 素儿则被使唤去端茶送水 送点心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九十一集 兵士前嫌 趁着金河公主在她屋子里转来转去 打量其中摆设的时候 和小乔将画着内衣图样的纸张 又翻来覆去地看了好一会儿 总觉得好像还少点什么 咬着毛笔杆 琢磨了好久 最后才想起来 哦 原来少了个钢托 怪不得刚才那个内衣拿着 软绵绵的 没什么手感 当即大笔一挥 在纸上又描了两个细细的半圆 找了个丫鬟 将钢圈的大小跟厚度 大概说了一下 便让她带着找铁匠铺去了 一转身 却和静和充满探究的双眼对上了 和小乔愕然 哦 干嘛 什么看着我 静和双手脱塞 坐在她对面 顺也不顺地盯着她瞧 小嘴掘着 两道柳眉也微微皱了起来 一副疑惑不解的模样 石七婶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问问题 这是什么节奏 何小乔只是愣了下 随即挑眉 你问 答不答赞我 明明就是乡眼里长大 为什么何小乔有时候看起来 比他这个拥有正统皇室血统的公主 还要高贵冷艳 真是见了鬼了 静和兴兴地想着 但又克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好奇 你是不是很早之前就认识石七叔了 他为什么会带你回来 这问题问的 真有深度啊 何小乔嘴角抽抽了下 被这一针尖血的问题 得戳得大湿血 哦 他又不是江峰浩肚子里的回丑 怎么可能知道 他带她回来的原因 虽然表面上说是要报恩 可是在他看来 江峰浩这家伙分明就是决心不良 想为自己转个可心的厨娘 真是够黑的 见何小乔脸色不大好看 静和还以为自己说错了话 连忙很是自觉地把话题转开 若是实际事有苦衷 大可不必回答 我们换个问题好了 换什么问题啊 何小乔嘴长嘘了口气 温解郁门的心情顺口问道 静和立刻来劲了 凑上前去 无比亲热地拉住他的胳膊 仿佛之前两人之间的针锋相对 都是幻觉 实际事当初 为什么会跟我实际叔一起回王府 你喜欢他吗 垂头看一眼 被他挽住的胳膊 再看看离得自己寂静的美艳小脸 何小乔暗自在心里纳闷 奇怪 我们已经数到这种地步了吗 别装听不见 石器婶 你就说嘛 我保证不会往外传 我发誓 说着还像不像样地 举起三根手指头 发誓到不用了 何小乔撇他一眼 淡定地把他手按回去 说喜欢 那肯定是有的 朝夕相处那么久 何况江峰浩 人长得又帅 又挺照顾他 还给银子 让他胡作非为 说不喜欢 那就太假了 至于当初 为什么跟他一起回来吗 蜡梅歪嘴 想了半天 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何小乔最后 只能两手一摊 善善地吐出一句 嗯 好吧 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 镜河宫中脑门上 瞬间垂下数十条黑线 不过很快又反应过来 一副我什么都了解的模样 语调轻快地做了个总结 肯定是因为石器书 长得太好看 所以石器婶 你才抵挡不了 话说完 不忘点了点头 当强调 对 没错 一定是这样 因为江峰号的长相 何小乔咽了下 嘴唇不屑地啼啼嘴 别逗了 我这是你石器书那话 叫他那模样 估计倒贴几本两银子 都不一定有人敢证明看他 那时候的江峰号 中了毒又没吃解样 中天顶着声 撒满了黑芝麻的发明馒头脸乱晃 无恙 那叫丑得一等一 别说是人 就连妖魔鬼怪见了 都不敢轻易靠近 就这种情况下 还能因他的外貌而把持不住 被色诱的 如果不是两眼瞎了 那就是脑子有问题 何小乔个人表示 他视力良好 而且神经每条都很正常 是绝对不会做出 如此人神共分的事情来的 怎么可能 清禾不清楚歌中原有 自然是难以置信地瞪打双眼 何小乔往自写的杯子里 加了些茶 淡定反问 为什么不可能 当然不可能了 作为年度石家好侄女 清禾自然是纷纷不平地 想要为自家叔叔美貌证明 石器叔可是公认的 京城第一美男子 少女爱慕她的姑娘 多得简直数不过来 怎么可能出现 你说的那种情况 那是因为你没有看过 她之前的模样 默默在心里回答 何小乔不无坏心地想着 若江峰号真顶着那张 能把人吓得心脏停摆的大饼脸 出现在你面前 真不知道你什么反应 紧叫着晕倒 还是直接一个大锅饼砸过去 真是让人期待呀 对了 何小乔自顾自地乐了好一会儿 突然想起一件事了 话说认识你这么久 我还不知道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 静和大大愣愣下 随即捂着嘴 扑吱一下笑出声了 实际上 你该不会跟他们一样 也以为静和就是本宫的封号吧 难道不是 当然不是 难得搬回一城 静和笑得甚为开怀 本宫的名字本来就是静和 至于父皇赐给本宫的封号 则是单字一个静 寓意九州宁静 天下太平 也就是说 他其实是静公主 而非静和公主 只不过因为两者发音相像 故而很多人都误以为 静和才是他的封号罢了 原来如此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九十二集 水煮鱼 送走协商成功 心满意足的静和公主 何笑笑抬头望往天 刚想回去喝口水 歇歇 顺便把午饭煮了 没想到 才刚一只脚迈进门槛 后退声 娘子就抢心 飘进了耳朵 反射性一扭头 就见一身长服 俱美一长的江峰号 手里摇着扇子 一步三晃 笑得格外灿烂的 走了过来 鹰童在他身后 一步一驱地跟着 手上提了个大篮子 里面装的 全都是鲜嫩郁滴的果蔬 一看就知道 是刚从地里 刚回来的 菜叶上 还沾着湿润的泥土 忍不住朝天 翻了个大白眼 何笑笑对江峰号这种 老爱提着材料上门 让人给他加工 做料理的行为 表达了最高层次的比试 以及不吃 杨子 江峰号完全无视 何小乔拉得老长的脸 加快几步走上前去 习惯性地 列出两排白牙 给他看 吃过午饭没有 吃了 何小乔面无表情地 瞟他一眼 抬脚就往屋里走 江峰号见怪不怪地 露出脾气十足的笑 是一婴筒将东西送到小厨房 自己则是不慌不忙地 跟了上去 伸手拉住何小乔 将他往桌边带 可是为夫还没吃啊 娘子再陪为夫 吃一顿可好啊 何小乔眯着眼 毫不犹豫地拒绝 不好 再次被拒绝 江峰号当即垮下脸 顾不得装牙皮 林王记住必杀绝技 酷淋嘻嘻地唤了声 娘子 见他硬是装出一副 受虐小媳妇的滑稽模样 何小乔终于忍不住 扑斥一声笑了 眼珠色转了两圈 趁江峰号没注意 在他俊脸上掐了一把 顺口调侃的 来 快给爷笑一个 笑得好 就去给你做饭 江峰号文言 立即从善如流 挽起嘴角 夹边两个酒窝 深深地凹了进去 工人的桃花眼 则是顺也不顺地 盯着何小乔看 只把他看到面红耳赤 手足无措 哼 年子觉得为夫 笑得好不好看 就连声音 都充满了蛊惑的味道 低沉词性地 让人忍不住 从脚地板 一路垫麻到头顶上 好看 当然好看 平时里这家伙 总是一副 吊儿郎当不误正义的 痞子模样 谁想到 真正笑起来的时候 居然能 妖孽魅惑到这种地步 看来军成第一枚男子的头衔 果然不是盖的 风花绝带 都不足以形容此刻的江峰号 被那双带笑的漂亮毛子 深情地盯着 何小乔差点就忍不住 想当场把他给生吞了 用手捏了捏鼻梁 再往下摸了摸 何小乔长须叹了口气 哇 好家伙 还好没喷鼻血 嗯 你给我在这乖乖坐着 我去做饭 不准到外面招风引蝶 听到没有 娘子 你就放心地去吧 得到自己想要的 江峰号当即双眼一亮 也不管彩莲跟索儿 还在屋外 就朗生保证 除了娘子你 为父谁也不勾引 那又是别人勾引你呢 何小乔挑挑眉 江峰号黑黑一笑 刷得甩开轴扇摇了摇 见了巴唧的回答 那就告诉他们 我家娘子很凶 让他们不要轻易来勾引我 否则后果自负 哼 这家伙 什么时候都不忘锁我一把 何小乔默认一般地轰了两声 也懒得为自己反驳 只是颇有深意地 看了江峰号一眼 起身就往外走 弟妹 耳边默得响起陌生男人 清朗的笑声 正低着头走路的何小乔 反射性抬起头 左右看了看 却是什么都没发现 呃 奇怪了 难道是今天坐太久 气血不循环 颤声唤听了 弟妹 正当何小乔摇了摇头 准备继续走人的时候 陌生男生又再次想起 就这一条天外非宣式的白影 搜得一下从天而降 直挺挺地荡在她的面前 冷不妨遭此倾吓 何小乔眼睛一瞪 几乎没任何考虑地 就拉开喉咙放声尖叫 同时一抬脚重重地朝来人踹过去 没想到雷人伸手比他想象得更为灵活 只是轻飘飘地往后退了一步 并避开了攻势 反倒是何小乔 因为瞬间用力过猛收不回 整个人立刻失了平衡 控制不住地往后摔倒 要不是江峰号眼明手快 圈住他的腰把他接住 现在他早屁股着地 躺地上了阳块去了 娘子 你没事吧 子虚查看了何小乔一番 确认他没有半点损伤 又邪腻了眼一副无诗人模样 站在前头的家伙眼 江峰号语气里竟是嫌弃 你来干什么 对面那人脸上挂着笑 一派理所当然的回答 当然是来看弟妹了 不然师弟以为呢 师弟 整个人都陷在江峰号怀里的何小乔 总算从呆着状态回过身来 目光落到面前长相气质的普通的不能再普通 稍微一个不注意就会将其彻底忽略的年轻男子身上 嘴巴张了张 突然扭过头去 求证似的看着江峰号 那家伙 我是说对面的人兄跟你认识 江峰号不情不愿地点了点头 抽着脸给他做介绍 那家伙叫陆紫棋 很不幸维夫比他慢了半个时辰 拜到师父门下 所以他就侥幸成了维夫的师兄 师兄两个字还咬得特别重 想来对师兄弟头衔的排序这件事 依旧相当的怨念 何小乔文言没了个 而对面的普通青年陆紫棋 却早就见怪不惯 完全无视江峰号的怨念 小咪咪地朝何小乔弯腰做了个一 尔文弟妹厨艺了得 维兄心生向往多时 不知今日是否有幸得以异常夙愿 呸 什么异常夙愿 说白了不就是讲蹭饭吗 脸皮真他妈厚 文秋忘了自己早先喂了吃的 也是各种不要脸的江峰号 等了陆紫棋一眼 转过身将何小乔整个人都挡住 只留个背影给他瞧 一边扭头超无厉害的 彩莲 到大厨房里拿碗白饭给他 让他自己到一边啃去 喂喂喂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 被刻薄对待了的陆紫棋 简直哭笑不得 不给饭吃也就算了 至于连弟妹也一起藏起来 护士到连给自己做饭的媳妇 都不想让别人看到 这种事情大概也就一位喜欢胡椒蛮产的江峰号做得出来 这是我娘子 我媳妇 我喜欢 江峰号重重的哼了声 宣誓主权一样将何小乔搂得更紧 昂着下巴一副天下屁腻的模样 大有 谁敢跟我抢人 我就灭你全家的气势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九十三集 水煮鱼 江峰号虽是说得嫌弃 脸上却没有半点不耐烦的模样 何小乔略一思索 并知道这家伙并不是真的讨厌陆子齐 只不过是在闹别扭罢了 当下倍感好笑 挣脱他的手 转身朝陆子齐点了点头 陆师兄是吧 你别跟那一般见识 他就是小孩子脾气 一会儿就好了 娘子 自家亲亲娘子突然胳膊肘往外拐 江峰号表示有点小受伤 没关系没关系 我都懂的 陆子齐白白少 脸上带笑 又如林家大哥哥一般 亲切地说道 另外弟妹你也别见外 喊我师兄就好 再不然 欲闻也行 欲闻 居然让我家娘子喊她的字 这果然是要翘强角的节奏吗 想到这里 江峰号那张棱角分明的俊脸 当场就黑了 眼角瞄到他变脸的和角强 脸盲抓住他的手 制止他做出任何攻击性行为 一边朝陆子齐当 既然这样 那我还是跟江峰号一样 喊点师兄吧 偶尔也该服唱服髓一下不是 江峰号文言总算脸色稍近 当时陆子齐一脸的遗憾 莫了不忘天油加醋的控诉一番 果然还是弟妹通情打理好相处些 不想失地 小气吝啬又一肚子坏水 一肚子坏水你大眼 陆子齐话还没说完 何小小只觉得身边一阵风吹过 扭头一看 原本站在他旁边的江峰号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冲过去 跟陆子齐缠斗在一起 拳脚相向还不够 两人甚至还肚子亮出了兵器 打了个痛快 陆子齐的武器 是尾堆悬着掌线大小 银色圆锥的流星锁 锁身细细闪着耀眼的冷光 长长的锁链在他手里 就像有了生命一般 简直是指哪打哪 百发百中力不虚发 至于江峰号 他并没有用之前何小乔看过的软件 反而是用手中的御谷扇作为武器 是要命开合中 轻松地将陆子齐的严密攻击 都一一化解并反击回去 兵器交接的声音叮叮当当响个不停 打斗中的两个人都没有把地心眼力当回事 在屋顶上飞来飞去 出招的速度快得肉眼难以捕捉 何小乔看得眼都红了 没想到江峰号经常拿着的折扇 居然也是个好宝贝 等一下一定要有从江峰号那里 摸过来研究研究才行 不过话收回来 鹿子齐看起来明明是个 手无腹居之力的衰秀才 没想到拳脚功夫居然也如此了得 果然是人不可貌相 仰托在门口看了好一会儿 绝两人根本没有停下来握手言和 或者掀一些喝口水再继续地记下 何小乔梦了梦发散的后警 想起现在已经是晌午了 连忙圈起两手抵在嘴边朝空中大声喊了句 喂 上面的打完了 记得下来吃饭啊 知道了 也不知道是谁应了这么一句 不过声音很快又淹没在新一轮的打斗中 何小乔嘴角抽出了响 收回目光 海上同样看呆了的彩莲一起上厨房准备午饭去了 鹰童带过来的菜不少 除了现摘的青瓜白菜 还有发得正好的水淋淋的豆芽 拿来做水煮鱼正好 小姐 就这么让王爷他们继续打下去 真的没关系吗 彩莲一边按照何小乔的吩咐逃着米 一边不住地抬头往门外看 就怕等下会从天上掉下来两个血肉模糊的人来 有什么关系啊 反正也不会死人 何小乔漫不经心地应了句 从木桶里唠出昨天买回来的草鱼 拿刀在鱼头上狠拍了两下 原本还活蹦乱跳的草鱼立刻安静了下来 乖乖地躺着任他去鳞并开膛破肚 彩莲原本还想说点什么 不过见何小乔老神在在的模样 嘴巴张了张 摸了摸又把话咽回肚子里 皇帝都没表态 他这个太监跟着着什么急啊 但是说实在话 虽然他现在是何小乔的贴身丫鬟 但之前毕竟跟了江峰浩好几年 现在见何小乔一点都不为他担心的模样 心里还是多多少少有点不愤 何小乔压根没料到 就在刚才那一瞬间 财莲已经将自己像成了没心没肺的人 屋子快手快脚的将草鱼收拾干净了 斩下鱼头和鱼尾 鱼头剁成两半 再沿着中间将鱼骨鱼肉分成两边 鱼皮朝下 将其片成薄厚适中的鱼片 鱼骨则是切成段备用 丰富彩莲将晒干的辣椒掰成小段 何小小取了个大海碗 将偏好的鱼片放进去 麻溜地打上蛋清 再加盐和少许面粉黄酒 抓匀后放在一旁等待腌制入味 将和蒜切片 豆芽和白菜下水 焯熟铺到扩点的大瓷碗里 肉锅下油 下花椒爆炒出香味 之后再加辣椒爆炒至变色 好香啊 正在门口摘菜的索儿 吸了吸鼻子 被马屋子弥漫的香味勾得口水直流 就连原本应该在拳头厚着的鹰桶 以让那股子又香又辣的味道勾得不能自已 偷偷地跑到厨房门口扫着 不时地往里头张望 见何小小看过来 便悬着脸问道 王妃 您这做的到底是什么菜呀 味道闻着也太香了吧 这是水煮鱼 闻着香 吃着更香 捞出一半的辣椒油混合物被用 何小小笑着回答 顺手把姜和蒜头倒到锅中煸炒 之后再将鱼头鱼尾和鱼骨放进去 加盐酱油和少许白糖 炒匀后倒入适量热水煮沸 索儿 菜洗好了没有 趁着鱼片下锅的档口 何小小抽空问了句 手上不忘将粘在一起的鱼片轻轻地搅散 已经洗好了王妃 索儿在门外大声应道 奴婢这些拿进去 很好 菜莲 帮我拍几个蒜头 再拿点醋和香油过来 嘴里有条不紊的吩咐着 何小乔将已经煮熟的鱼片 起锅倒入破了底料的大碗里 再趁热就热辣辣滚滚的辣椒油 呲啦一声淋到鱼片上 嗯 一道素酉 麻上头辣过眼美鱼 在全天朝流行的一塌糊涂的水煮鱼 就大功告成了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九十四集 隐瞒 换来 樱桐 让他将水煮鱼端到屋里 洗了菜刀 麻利地将青瓜拍背切成段 加盐腌制了化 等空出多余水分 再放入蒜蓉 新鲜的辣椒块 酱油 以及香油和醋 一起调匀 最后盖上盖子 埋到冰堆里放着 等待青瓜凉透的空档 和小乔又快手快脚地 做了虎皮尖椒 竹笋炒肉丝 脆皮豆腐 以及撕起丸子去倒菜 另外还有一小碟 包了壳的煮盐花生 就连作为饭后甜点的 桂花马蹄糕 都一并准备妥当 当江峰浩和陆子齐 这对师兄弟 互相搀扶着 回到屋里的时候 桌面上 早就已经摆得满满当当 一样过去 全都是从未见过的菜式 打完了 过瘾了没 坐在周边的和小乔 正一派悠闲地喝着 冰镇花茶 见他们进门 一派悠闲淡定地 用手指了指 放在旁边的水盘 要是过瘾了 就洗把手 坐下来吃饭吧 食物的香气 一阵阵地往鼻子里窜 就像一只无形的少 在亲吻着味觉感官 两个大男人半点意义都没有 当下各自洗了手 在桌边落座 因为保温措施做得好 桌上的饭菜都还热乎乎的 除了散发着 丝丝凉意的拍青瓜 最醒目的 当属最中间的大盆水煮鱼 保温用的青花盖子 刚一掘开 浓厚诱人的麻辣味 瞬间飘散开来 葱碗中飘着鲜亮养眼的红油辣椒 中间翻腾着的是白一般的细薄鱼片 最上面就是撒了装饰用的青葱和香菜 先不论味道如何 光这颜色搭配的就足够让人胃口打开了 江富浩仗着自己是主人 二话不说迫不及待地加了鱼片就开吃 鹿子齐见状连忙举块加入 生怕下手晚了就啥也吃不到了 由于加了蛋清和面粉腌制过 所以鱼肉非但没有因熬煮变韧 反而口感更加的爽滑 有而不腻 足料里的辣椒花椒和葱姜 既愁了鱼的腥味 又保持了鱼肉的鲜嫩 只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 至于底下的豆芽和白菜 因为吸收了汤汁的精华 自然已是美味非常 辣得纯粹 辣得上瘾 江峰浩在彩虹村的时候就没少吃辣椒 过而吃水煮鱼的时候根本半点压力都无 形象全无的左右开弓不舍 进食速度更是快的吓人 当时陆紫棋可能不习惯 一开始吃的时候脸都扯歪了 后来才慢慢恢复过来 放下茶杯以后 不输给江峰浩的超强战斗力加入护士大战 好在何小乔有先见之明 把每洋菜都给自己留了一小碗 不然按照他们这凶残的吃相 自己最后能不能捞到点汤汁淋饭都是个问题 一顿饭吃得两个大男人酣畅淋漓 心满意足 纷纷摸着肚子直呼过眼 趁着戳下菜盘的空档 何小乔亲自到厨房取来两碗兑了盐的温开水上来 让他们说说口去掉嘴里的辣味 今儿个真是有口福了 鹿子齐斯文的用把破扇子挡着嘴打了个宝格 满足的叹道 连腥味那么重的鱼肉也能做成此等美味 弟妹果真好手艺 估计就是宫里的玉处来了 也未必能挤得上弟妹半分呢 师兄过奖了 这话说的有些夸张 不过好话谁都爱听 然后是何小乔也逃不过被哄的乐昏头的下场 其实不止是于 何虾和螃蟹做好了 也都是不可多得的美味呢 螃蟹 莫得听到这个 鹿子齐瞬间整张脸都亮去了 双眼急切地看向何小乔 后却快速地滑动了两下 不知弟妹打算 以螃蟹做什么菜 这个嘛 何小乔为难地拿手抓了抓下巴 挫着头开始思考 虽说现在正是吃螃蟹的最佳季节没错 可她也是刚才临时想出来的 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才好 娘子不必理会她 以后你要把螃蟹做成什么菜都跟她无关 何小乔还在犹豫不决 那边种在喝茶的江峰号 却先听不下去了 扭头朝鹿子齐的方向重重哼了声 不高兴地开始赶人 你不是还要到豫州去找你的青梅竹马吗 赶着上路就别老赖在别人家里蹭饭 看了就碍眼 快滚 快滚 这话说的可真是够不客气的 而且什么叫做老赖别人家里蹭饭 她总共也就吃了刚才那么一顿好吗 拜托 笑颜颜的撇了用手赶苍蝇似的乱汇一通的江峰号一眼 陆子齐沉默了万上 平凡到极点的脸上突然叠出一抹极其古怪的笑容来 就在江峰号斜腻着他一副见了巴结的模样 抖着腿装大爷的时候 陆子齐却突然放下扇子 慢吞吞地抚平自己衣服上的褶皱 头一转 笑得非常和善地朝何小乔的 弟妹 韦兄突然想起有件事 忘了告诉你 何小乔愣得想 反射性地顺着他的话问出口 什么事啊 刚才不是还在说螃蟹吗 怎么话题突然就转了风向 跟他扯上关系了 不瞒弟妹 其实韦兄这次回来 是专门替我僵尸地送信的 陆子齐弹了弹手指 故意在僵尸地三个字上咬了重音 然后继续笑得人畜无憾 送信 茫然也不过一瞬间 很快何小乔张住了其中的纤维头绪 抬头定定地看着陆子齐 然后呢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九十五集 隐瞒 陆子齐别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 难道弟妹不好奇 维兄为什么要跟你提起这些事吗 为什么要跟他提起 当然是跟他有关了 陆子齐 大概是已经知道他想说什么 江峰号眼里又惊诧地神色略过 姐妹微醋的同时 话里也不由地带上了一丝警告 换维兄何事啊 陆子齐气定神弦地摇着扇子 故作风雅 一种 唯有你把柄 最好乖乖听话的愉快眼神 回望过去 江峰号盯着他看了许久 莫得笑了 垂手不紧不慢地端起茶杯 哼 看师兄如此悠闲自在 想必是不记得上次在虚和谷的事了 虚和谷 一听到这三个字 陆子齐已经反射性地背景一凉 想起那件事 整着脸瞬间仗得通红 也不知道是血气太祖 还是见习性地关公赏身 脑子一昏 舌头也跟着不利索了 剑禾小强好奇地看过去 连忙扭头 倾壳几声 努力掩饰自己的尴尬 好端端的 你提那个做什么 不为什么 江峰号头也没抬 气定神险地喝着茶 长长的睫毛唇一下 眼中了惊弓四射的黑亮毛子 只是想让师兄了解一下 线下是什么状况而已 公然跟我叫板是吧 小样 也不看看现在是在谁的地盘 不好意思啊 打断一下 在旁边等了半天 只等来一头雾水的河小强 终于忍不住跳出来 为自己刷了一下存在感 你们师兄弟两个 到底在打什么呀没呀 为什么我半点没有听懂 先是陆子齐没头没脑地 说了什么来送信的话 然后从江峰号嘴里 又突然蹦出来 一个老神子的虚和谷 而且看样子 陆子齐似乎非常忌惮 这三个字 看来这其中的故事 肯定很精彩 就是不知道谁是主角 谁又是配角了 我突然想起 我还有件侍卫座 就不继续讨扰了 贝河小强毫不掩饰的 探究目光盯着看 没吃到羊肉反惹一身 骚到陆子齐 尴尬地抹了抹鼻子 终于坐不住 起声告辞 后会有期 话说完 人一军逃一般地奔出了门口 脚尖一点 飞身上墙 不过眨眼的功夫 便不见了人影 师兄还真是个怪人 何小强感叹 没错 就是这样 江峰浩笑眯眯的 给予肯定回答 一副无视人模样的 给自己又倒了杯茶 很是顺理成章的 将自己也经常被人喊怪胎这件事 给自动忽略了 话说回来 何小强突然转过头去 目光平静地盯着他看 沉默了半晌之后 才迟疑地问了句 刚才师兄想说的是 跟我有关事吧 说到跟娘子你的关系嘛 确实是有那么一点 江峰浩倒也没有否认 脸上挂着招牌的一号笑脸 往后靠在椅背上 桃花毛微眯着 似乎相当感兴趣地 转动着手里的翠玉茶杯 声音也是懒洋洋的 不过那只是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为父自会妥善处理 娘子就不必放在心上记挂着了 不必记挂 说得倒挺轻松 是这样吗 安静地垂下眼瞼 右手无意识地拨弄着 用来压裙子的水驴丝汤 何小乔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那我知道了 说到底 他也不过是王府里的客人而已 对于身为主人的江峰浩 身在人家屋檐下的他 还没那个资格去质问 既然他存心想让他装懵懂 装糊涂 那他就装吧 左右最坏的情况 也不过就是一死 说不定死了 还能回到原来的世界去 多好不是 自嘲地笑了笑 何小乔自我开解了一番 可心里依旧跟堵了团棉花似的 除了愤怒 还有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愁 闷得有点闯不过气来 怎么了 脸色看起来怎么那么苍白 即使何小乔已经极累地 克制自己的情绪 但急促的呼吸和僵硬的肢体动作 还是透露出他的内心 江峰浩将他的不同寻常的 安静模样看在眼里 眼皮突然跳了跳 伸手欲贴上他的额头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没有 我好得很 下意识地措身 避开江峰浩的亲近 可以忽略掉他眼底的诧异与不解 何小乔猛地站起身 夸张地高举双臂 往后伸了个懒腰 又用手掩着嘴打了个喝起 半眯着眼睛转了两下脖子 又懒洋洋的声音补充道 吃饱就犯困了 这很正常 现在我眼睛都困得快睁不开了 要先去睡个午觉 没事别喊我 厨房里还有蜂蜜连子羹 就放在冰桶里 想吃的话请自便 话说完 也不管江峰浩到底什么反应 提着裙脚 头也不回地进了内室 眼前内室的门在他面前关上 格局了何小乔的身影 江峰浩这才慢慢地收回 尴尬的被晾在半空的手 脸上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虽然不明白何小乔到底在生什么气 不过就刚才的情形看来 八成跟陆子羲那家伙 跪漏口风提的事情脱不了干系 可是为什么呢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回家吃饭 作者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九十六集 夜席 入秋之后 天气就渐渐冷了下来 葫芦喝了碗面汤当晚饭 一整天都心不在焉的何小乔 很早就把彩莲索儿赶了回去 独自一人关了门 在屋里待着 窗外树影婆娑 寒风萧瑟 屋内却是暖阳如春 扮演着的窗户里 透出些微 橘红烛光 何小乔盘腿坐在床沿 下巴抵在怀里抱着的被子上 目光直愣愣地 盯着不远处桌面上的茶壶 感觉胸里空落落的 虽然 婴儿再地告知自己 要有自知之明 但今天江峰浩那种 遮遮掩掩的态度 还是让他不痛快了一把 从陆子曲话里的意思来看 他今天想说的事 必定和他有关 但江峰浩却偏偏拦着 不让他说 他到底在隐藏什么呢 这种被蒙在鼓里的 什么都不知道的感觉 真的是让人万分憋屈 更别说其中还牵涉到 信任问题 用手拢了拢批散在后背肩膀上的长发 将挡在眼前的一缕青丝塞到耳后 何小乔重重地呼了口气 唉 看来今晚注定是要失眠了 将被子抖开 披在身上 只剩下一张脸露在外头 沉浸在自己思绪里的何小乔 压根就没发现 就在他安生叹气的时候 一条奇长黑影 轻轻松松地跳上围墙 从外头翻了起来 隐藏在树上的护卫刚想动 旁边另外一个人连忙拦住他 两人定睛一看 顿时了然地又缩了回去 望着那条黑影 大摇大摆 畅通无阻地进了院子 然后再无耻地放着大门不早 直接推开窗户 一种滑稽的大批刹方式 飞进门去 树冠剧烈地抖了两下 似乎有两声苦苦掩饰的喷笑 激烈响起 随后又被树叶相撞发出的 沙沙声所掩盖 仿佛从未出现过 窗户转动的声音 惊醒了还在发呆的何小乔 等他反应过来 抬起头的时候 黑影已经带着一阵风 跳到他的面前 反说性的一瞪眼 何小乔默得张大嘴巴 啊 突如其来的南高音直冲云霄 在整座王府上空 荡气回肠地飘啊飘 不止何小乔猛了 连屋外的护卫都给惊出一身的冷汗 二话不说 刷得将兵器都晾了出来 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盯着屋子里看 就等着一有什么不妥 就立刻冲进去进行抢救行为 吓人的家伙物质毫格不停 本来应该被吓到的人 则是完全傻眼地待在床上 现在到底是怎样一种情况啊 仰头看着眼前 穿着一身高端大气上档次的 优质男人 跟神经病似的碰着张俊脸 模仿名画呐喊飙高音给他看 何小乔吞了吞口水 发现之前明明已经卡在喉咙口的尖叫 已经给吓得自动缩了回去 任凭他深情呼唤 喊都喊不回来 够了 好半赏之后才回顾神 眼角没烧都在不受控制的强烈抽抽 再也忍受不了魔音穿脑的何小乔 护得站起身了 用手把江峰浩鼻子嘴巴统统盖住 再恶狠狠地立出两拍白牙 以更高的分贝后回去 给我闭嘴 大半夜的你发什么疯 明明要尖叫的应该是他才对吧 他来凑什么热闹 被迫笑声的江峰浩一脸无辜的拿眼睛往下描了描他的手 再用手点了点嘴巴的位置 示意自己现在有口难言 何小乔又狠狠地瞪他一眼 这才哼了声 不情不愿地收回手去 鼻端似乎还留有何小乔身上的带香 江峰浩一脸惋惜地瞅了瞅他的手 这才清了清嗓子解释道 为父这可不是在发疯啊 而是担心娘子你尖叫过度会伤了喉咙 所以才抢先替你分担一些罢了 将两手一摊 江峰浩脸上是一副悲天闽人的模样 表情神圣的仿佛连背后都炸出万道金光 就只差没炫上几声佛号来衬托气氛了 何小乔嘴角抽了抽 简直恨不能一口老血喷在他脸上 哼 那还真是谢谢你了啊 江峰浩笑得分外得意 毫不客气地将这声咬牙切齿的感谢给收下了 为娘子陪有解难遮风挡雨 本来就是为父应该做的 娘子不必太过感动 已经感动得无数次想用大慈大悲观音掌 送他到西天面见佛祖的何小乔 用手揉了揉 突突直跳的太阳穴 美好气地问他 这么晚了 你来干什么 当然是可娘子你啊 毫不客气地在何小乔的身边坐下 江峰浩理所当然地打道 魏凤殿的桃花眼不住地朝他狂送秋薄 左手则是悄悄地伸过去 打算揽着他的腰 何小乔悬腻他一眼 不着狠拒地把屁股往旁边挪了挪 很是淡定地将两人之间的距离拉开 谁知道江峰浩健壮居然也跟着有样学样 他挪几步他就跟着挪几步 非常坚定地将临距离这个词贯彻到底 床班总共也就那么一大兵点 两人并排坐着挪了两三次之后 差点被举得贴到墙上去的何小乔 终于忍无可忍地咆哮出声 我差你大爷 江峰浩你到底有完没完 江峰浩文言宣誓一愣 随后又端出一副说教的模样 正儿八经地咳了声 娘子 咱大爷的骨头这会指不定都画成渣渣了 你去醒醒好 别打他老人家的主意 不敬老爱幼的事咱可不能做 江峰浩小嘴微张 等弄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整着脸瞬间长成猪肝色 几乎是反射性地脱口而出 我你 对 对 就是这样 笑得具猥琐的江峰浩 根本不等他把话说完整 带着机会 就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意思接了上去 有什么剧烈肢体冲突 特别是关起门来两个人开打的那种 娘子 你就不要大意果断地冲着维夫来就对了 不管娘子要玩什么 维夫都一定奉陪到底 一夜七次什么的 以他辈棒的体格来说完全不在话下 现在订购 还免费送餐浅 猛男推秀 入场劝一张傲亲 包牛傲亲 赶快来把他扑倒吧亲 谁痛不再跟他扯这个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九十七集 夜席 何小乔瞠目节省老半天 最后只能扶我感慨 剑谷不要脸的 还真没见过像你这样不要脸的 江峰浩黑黑一笑 最后也跟四川变脸似的 瞬间换上满脸的婉裙 将大头靠在何小乔肩膀上 提起他的袖子 灯手帕擦着脸上并不存在的眼泪 哀怨的控诉 娘子 你都好几个时辰没力为福了 独守空归 实在寂寞呀 他不开口还好 一提起这件事 何小乔就想起之前他欲盖弥彰的模样 原本快要熄灭的一把无名烟火 又再次熊熊燃烧起来 深吸口气控制住情绪 何小乔一脸平静的用手推开他的脑袋 接着不动声色的拉起他的胳膊 在江峰浩不明就里的眼光重视下 将他的袖子全都撸了上去 露出肌肉结实的手臂 挑戏怪一样用手指拍了拍 眼中凶光一闪 莫得露出两排寒光闪闪的白牙 用力往他胳膊上那么一咬 十打十的惨叫声刚一响起 心惊胆战的受在门外 等了半天的护卫们 终于再也忍不住 纷纷亮出兵器 由护卫统领冷千山 带头一脚踹开大门 其他人争先恐后 从门口窗户透气口挤了进去 甚至还有两个不走寻常路的 破开屋顶就往里头窜 早在门背踹开的同一时间 江峰浩就已经眼眉手快地扯过被子 将指着中医的何小乔 给裹个严严实实 只留下个脑袋在外头 结果破门而入的王府护卫们 就有幸见识到了以下诡异的场面 他们家王爷面不改色地端坐在床上 以一种极其艰难的右手左抱姿势 抱着身边被滚成一只粽子的未来王妃 另一只手总是抬高掉在半空 袖子碗一直碗到胳膊 肌肉结实的小臂上还挂着两排 来自未来王妃的大白牙 啊 捆绑肯咬什么的 这这这 这也太重口味了吧 一时反应不过来 手里拿着各式兵器的护卫们全都愣在当场 死一样庆幸的屋里只有被踹破的房顶上 还在哗啦啦网下吊着琉璃瓦 响得格外欢快 一片鸦雀无声肘 当事人质疑的江峰浩总算反应过来似的 慢吞吞的抬起头 死笑非笑的扫眼 窝里突然多出来的十多条黑衣大汗 但凡被他看到的人都是背脊一阵阵发凉 简直恨不能当场夺门而出 眼圈和小桥松开嘴巴 尴尬的缩回被子里 江峰浩这才不嫌不淡的问了句 看够了没有 看够了赶紧滚 大门在那边 好走不错 今晚的月亮不错 有大有远 牛头不对马嘴的硬了声 走在最前头的冷千山 端着张面瘫脸 抬头看眼漆黑一片 连半颗星子都没有的夜空 淡定的转过身抬脚往外走 啊对对对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其他人见状也连忙收了兵器 连理由都懒得想一个 各自胡乱硬核两句 然后干笑着 逼来时更快的速度狂奔而出 跑得跟后头又融化在挥着小手转猛追似的 最后一个离开的 估计长了一颗体贴的心 跑路的时候 不忘替两人把一旧摇摇欲坠的房门 又给顺手关上了 那屋子里又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 和小乔从被子里探出头来 看一眼狼藉的地面 再瞅瞅开了两个大窟窿 正漏风的屋顶 想起刚才一群大男人 大眼瞪小耳的尴尬情况 忍不住扑斥一下笑出声来 见他笑得开怀 江峰浩嘴角也跟着微微勾起 高兴了 和小乔用力点点头 毫不掩饰自己的好心情 高兴 不胜为负得气了 这个嘛 眼这次咕噜噜地转了两圈 何小乔刻意拉长了尾音 见江峰浩看过去 这才哼了哼 将剩下的话补充完整 哼 我考虑考虑 江峰浩挑挑眉 锁回右手继续问他 为什么生气啊 不为什么 何小乔垂下眼帘 心不在焉地应了句 请身到抽屉里翻出金创药 拉过他的胳膊 仔细地将药涂在 刚才自己发痕 咬出来的两排牙齿印上 江峰浩看着他边擦药边多呢 甚至孩子气得 朝伤口上吹着风 眼里不知不觉地 被染上笑影 心里某个地方 乱得一塌糊涂 其实上次的事 我不让师兄说 是怕你知道了 会不高兴 何小乔正忙着收拾东西 维言头也没抬 顺口便回了句 为什么我知道了会不高兴 被蒙在鼓里 反而更让人不爽好不好 别的事情 或许你不会在意 江峰浩伸手拉住他 让他在自己身边坐下 再抬起他的下巴 让他看着自己 针住了下才低声道 但如果我说 我曾经让师兄 仔细调查过你的身世背景呢 什么 何小乔说的抬起眼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九十八集 无节操 江峰浩故意往他那边挤了紧 为防止他跳起来逃开 还故意把他的手紧紧牵住了 娘子 你先别激动 冷静下来 听我解释 解释什么 何小乔一脸平静地看着他 调查我的事吗 嗯 江峰浩呛咳了声 低头略思索了话 开始酝酿情绪 这个 你听我解释 这事以后再说 显然何小乔并不打算听他啰嗦那么多 很干脆地摊开右手往前 拿来 江峰浩一头雾水 什么 资料啊 丢过去一个白眼 何小乔美好气地说道 你不是找人调查我吗 到底都查了些什么 统统拿出来我瞧瞧 哪泥 为了让何小乔平静接受自己接下来要说的事情 江峰浩思考了一整天才想到先用美男计迷住他 然后在各种卖萌撒娇求包养的让他晕头转向 忘记所有事情这一招 他甚至想好了 如果何小乔要是不能接受被窃窟之后 该怎么应对 再不然 若他二话不说开打 那他也已经做好了十二万分挨打的准备 结果人家在第一个环节上就直接小手一挥 跟他来了句没关系我不介意 甚至还跟没事人一样兴致勃勃地跟他讨要调查结果 这这这这这简直霸气错漏的 他都没办法接下去了好吗 江峰浩表情凝重 用手摸了摸何小乔的头顶 突然有种冲动想劈开他的脑袋瓜 看看里面的回路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 干嘛这样看着我 难道说你突然爱上我了 何小乔拍开他的路山之掌 又用胳膊肘撞了张他 催促的 快点快点 别磨蹭 老实说 他对现在这副身体的过去 一直都维持着一知万解的状态 之前大多事情都是从别人嘴里套出来的 现在有人免费帮他做了个全面调查 不带着机会 看一看 未免太对不起自己了 面对何小乔 你要是敢不拿出来 你就死定了的吸了眼神 江峰浩默默地感慨了个 早有准备地 将藏在宽大袖子里的卷宗拿了出来 何小乔一把抢了过去 迫不及待地翻开 虽然来到这个世界才半年时间 但拜这具身体的父亲不知从哪儿挖出来 当爸爸样收着的烂书所赐 现在 那些笔划多得让人看一眼 都觉得头晕眼花的繁体字 并难不倒他 一路看下来 半点有特色的地方都没有 这副身体的主人还真的就跟彩虹村那些大爱大事形容的一样 孤僻自闭 除了人生还特别胆小爱哭 长大后更是连门都不敢出 天天躲在屋子里头做绣活 身边半个要好的朋友都没有 也难怪当初他刚从河里被捞出来的时候 一堆看热闹的村民围着他瞅了半天 就是死活想不起来他父母是谁 最后还是有人认出 缠在他手腕上韭菜条一样的西盐镯子是属于何家的 这才将他送了回去 早在彩虹村的时候 江峰浩就知道何小乔会对对子 当时他以为那只是口口相传的传家宝 但是现在 亲眼看到他毫无障碍的 将用迎头小凯写得密密麻麻的卷宗流畅地读完 说不亚异那是假的 娘子是字 陆紫棋送来的消息里可没有提这个 何小乔不已有他 目光牢牢锁定在卷宗上 下意识地应了手 嗯 认得一些 只是认得一些而已吗 江峰浩用手摸了摸下巴 眼里泛起了一丝性味 却没有急着拆穿他 何小乔将卷宗翻过来倒过去地翻了个遍 没发现什么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又兴致缺缺地将其还了回去 等他兴冲冲地向江峰浩讨用那把能打能扛的玉骨扇 过去把玩的时候 让两人纠结大半天的神秘调查事件 就这么顺利地接过去了 去了新节 何小乔又精神起来 虽然每天都让江峰浩气得跳脚 堵得无语 但终归没忘了照料他的三餐饮食 让江峰浩过得既幸福又满足 日子过得飞快 在王府的生活打打闹闹又过去大半个月 说好夜来学习厨艺的镜河公主 却再没有出现过 何小乔自然而然地将他之前的行为 归类于小屁孩的三分钟热度 本想将其置真脑后 没想到 就在十月过后的两天 秋风瑟瑟的时候 镜河公主就这么大咧咧地 骑着一匹马 一路狂奔进了常年王府 甚至还提了一搂子 去收拾精挑细选过的大螃蟹当进贡 这个时代的人对吃螃蟹没什么概念 就算偶尔建党 也会当成昆虫之类的东西 一脚踩死 之前他在集市上问 有没有这东西卖的时候 大伙都只当成笑话亭 甚至还有人好心地告知他 那东西有剧毒不能吃 当然也就没人将其当成 餐桌上的食物了 何乔乔还在纳闷 他怎么知道自己想找这个 藏不住心思的镜河 已经抢先一步 把幕后主使抖了出来 石七叔叔 你能把这东西做生美味佳肴 何小小简直不知道该如何指示江峰好 当之无愧的吃货呀 小心地拿筷子翻了下那些还活蹦乱跳的生猛螃蟹 每只豆三分之二他的巴掌那么大 蟹壳是带着光泽的青灰色 肚脚边还带着泥 甲壳结版 蟹土的毛肠而黄 就连蟹爪都是接近金黄一样的颜色 完全符合现代人对大闸蟹 特别是上品阳城湖大闸蟹的认知 常言道 为是阳城溃对目 不识螃蟹 孤腹腹 这个世界虽然没有阳城湖 但有阳城湖标准的大闸蟹足矣 看来江峰浩为了吃 可没少在食材的方面下功夫 这些螃蟹可全都是照足了他之前说过的条件找来的 才刚用过早上不久 现在做午饭的话未免有点过早 呼叫桥想了想 吻吻不舍的将螃蟹拧到厨房通风的地方放着 又吩咐彩莲到账房领了买菜钱 回头喊上兴致勃勃的聚合 一羞人浩浩荡荡的杀上早逝 挑选料理午善的材料区也 天字脚下永远都是那么热闹 无论早晚 其中由于百姓买卖最多的东大街肉菜市场 人流最旺 净和清热的挽着何小桥的手在路上早着 刚才出门的时候 何小桥特意让他换了一身低调的素素衣裳 虽然同样是上好的料子 但换了个颜色 整个人也好似变了一番 在街上逛了好一会儿 居然都没有人认出来 他就是平时里 悬疑怒骂四处闯祸的刁蛮长公主 何小桥对这个效果表示很满意 净和也乐得不用被人指指点点 一路脚步轻快 心情雀跃像飞起来似的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九十九集 无节操 选好了做螃蟹用的材料 何小桥又转到街口老王羊肉铺那撑了些新鲜的羊肉 之后又在旁边的菜摊上挑了些还沾着水珠的芥兰和大白菜 捡完银子后 年轻的老板还乐呵呵的给了把水灵的青葱当天头 何小桥倒过戏正想离开 一转头却发现原本跟在他身后的镜河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跑了出去 现在正蹲在一个卖野味的摊子面前 好奇的拿手指头取出被关在笼子里惊慌失措的肥朔野兔 探主看起来是个大约三十来岁老实巴交的乡下汉子 肤色有黑 眼睛有点外突 眼角因为过度操劳而现出明显的细纹 眼间静和不客气的动动那些猎物也不恼 只是笑了笑 习惯性的问了句 姑娘可是喜欢这兔子啊 要不买了去吧 肉可掀着呢 一斤就十二文 十二文 倒是比猪肉贵不了多少 好 我买了 镜河还没开口 省里一有钱 就忍不住想表现下财大气粗的何小桥 就抢先的 这位大哥 两只兔子我都要了 你算算看大约多少钱 实际婶 你要买兔子做什么 镜河文言连忙站了起来 呛脸上有些小焦急 兔子这么可爱 不能吃 何小桥瞥探眼 谁说买回去是要拿来吃的 不是吃的 你不是喜欢吗 买回去养着好了 顺一踩连上前赴帐 何小桥也蹲下山来 捏了捏兔子的长耳朵 目光不经意地落在旁边半摊开的口袋上 双眼瞬间亮了起来 伸手将口袋拉开心 拧起一个里子大小的野果看了看 又放到鼻子下闻了闻 一股熟悉的清香 果然是青梅 这个要怎么卖 摊主显然没有想到何小桥会问这个 愣了下才反应过来 这东西是家里孩子在后山采回来的 小孩子不懂事 说是要卖了钱帮补家里 可这野果谁都知道 酸得很 根本就没人买 也不值钱 说着话 手下麻利地将那袋子青梅收拾好了 临统装着野兔的笼子 一起推到何小桥面前 憨憨地笑了起来 姑娘要是有用 就一并拿回去吧 左右 她也只是为了不让孩子们失望 才将这野果一道带到局势上 现在有人帮她收走 也省了待会儿还要背回去 丢掉是万万舍不得的 好歹是几个孩子的一份孝心 既然是孩子的心意 我可不能这么白拿 何小桥笑着从荷包里摸出块碎银子再给她 这些青梅我买了 以后若是还有 通通地给我送过来就是 青梅可以做成咸水梅 梅胚 雪梅干 还能做成果谱 果酱和果酒 她正愁没有咸水梅 可以做酸梅老鸭宝呢 这下可好 这么多青梅 拿回去腌上各把个月 就有原材料了 贪主让这突出其来的好事 砸得有点发懵 好半生才看着掌心里 橙色极佳的银饺子 结结巴巴的解释 可 可 这 这钱太多了 不过是几个没人要的野果子 居然比她半个月的收入还多 何小桥在心里咳嗽两声 半两就是五百个铜板 怪不得贪主要傻眼 果然古代的银子就是值钱呢 拿着吧 买点好吃的回去 让家里孩子高兴一下也好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能体谅父母辛苦的 都是好小孩 值得嘉奖 让她这么一说 贪主似乎有点心动 不过犹豫了下 又把银子递了回去 这银子太多了 我 我不能要 站在一旁 自顾自逗着兔子玩的静和 健壮 将柳梅一挑 很是不悦地开口 你这人怎么这么奇怪 跟你银子还推三推四的 那可是我实际少的心眼 你别不知好 静和 何小桥皱了皱眉 伸手扯了下她的袖子打断她 随后又换上一脸和尚 看向摊主 这位大哥 我给你的银子 顺来预定 接下来两个月 每预一筐青梅的钱 你就拿着吧 经过何小桥一番解释 摊主总算是心安理得的把银子收了下来 跟何小桥约好 下个月十五号将青梅送过来后 并喜笑颜开地离开了 何小桥一直站在原地 看着她在不远处的摊子上 自去挑了两个小唐人 拿油纸包好了 拱着腰宝贝似地放到怀里捂着 鼻子一酸 眼泪慢慢地就沿着领夹滑了下去 老爸 我好想你 彩莲一见何小桥掉泪 顿时就慌了 忙不迭地掏出手帕 想要替她擦掉 小姐 你怎么哭了 是不是刚才那人做了什么让你不高兴 我这就去找王 我没事 何小桥推开她的手 自己拿袖子胡乱擦了把脸 石七神怎么哭了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青河将怀里的兔子 随便往后面跟着的人怀里一塞 一分田鹰地说着挽着袖子 不用怕 我这就去给你报仇去 没事 只是不小心让沙子迷了眼 何小桥胡乱找了个借口 吸了吸鼻子 把荷包收回随身的小背包里 好了 我们回去吧 小姐真的没事啊 彩莲还是有点担忧 没事了 何小桥深吸口气 虽然眼睛还是红红的 情绪却已经平复下来 我们走 走字话音未落 三人前方不远处 一个穿着残坡的老太太 突然就这么毫无预警地软倒下去 随后一个男人坚弱的叫声 乍雷一般响起 哎呦 撞死人了 快来人了 有人撞死人了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一百集 让你玩碰瓷 不论何时何地 人类都是一种 喜欢凑热闹的族群 住声尖叫一起 立刻就有十来个人 围了过来 而且看热闹的人数 还在不停地增加 很快就将整条街道的 中央地带围得水泄不通 和小桥跟静河排出万难 挤到最前面 就见到 被里三层外三层 围起来的中间空地上 头发散乱的老妇人 正躺在地上 双眼紧闭 悄无声息 看着确实像是晕过去了 在她瘦小的身躯旁 跪着个身着破烂长衫 尖嘴猴腮的二十来岁男人 那男人面色蜡黄 双甲凹陷 虽然戴着瓦龙帽 却是半点都市人气质都没有 再加上脚上还套着一双 磨破了边的草鞋 更是显得有些不伦不赖 一双绿豆小眼 金光四射 嘴里毫无形象地叫嚷着 撞死人要以命抵命的话 贪婪的目光 却紧紧地盯住了周围的人 没有半顶书生甘有的儒雅模样 奋斗猥琐得可疑 那猥琐男子便扯开嗓子哭听抢定 骨瘦如柴的手紧紧扯住了旁边 绿显妇态的中年男子衣裳下摆 大家快来看啊 就是这家里的小崽子把我娘给撞死了 都说杀人长命 大家可要为我讨回公道啊 这位大哥你可别乱说啊 那中年男子伸手护住自己身后 显然已经被吓傻的妻儿 一边焦急地争辩的 我家生子明明是听你家老太太说脚崴了 让他过去帮忙扶一把了 怎么这么就突然就变成撞人了呢 胡说八道 猥琐男子眼中凶光一闪 马上急呼呼地叫了起来 我娘有我在身边跟着 要是脚崴了怎么可能不喊我扶着 偏喊你家的小崽子来帮忙啊 依我看 是你们自己心虚撞死的人不想负责任 想趁机逃跑 天理可见 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 你们哪哪就不怕 遭天打雷劈吗 你 你别含血陪人啊 这种诬陷 诬陷 被猥琐男子 红指白牙地将事情活生生地扭曲 中年男子气得脸都白了 想再辩解 却是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只能紧紧地用自己的身体 挡在瑟瑟发抖的孩子面前 尽量不让他们被吓到 大家都听到了 这家人装死了我娘 现在却翻过来说我这个 可怜的没了娘的人是在诬陷他们的 大家可要为我做主啊 不然我娘 我娘她死不瞑目啊 猥琐男人吊着难听的尖锐嗓子哭诉的 说着话又用袖子掩着脸 爬在他老娘身上 贝贝窃窃地哭起来 做足了十分悲惨模样 这番表现果然赢得不少人的唏嘘同情 立刻就有人开始对着那家人指指点点起来 躲在中年男人背后的清秀妇人 忍不住反驳回去 却是立刻召来更多怀疑的目光 最后只好红了眼 仅仅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搂在怀里 用手捂住他们的耳朵 不让他们听到那些尖酸刻薄的嘲讽 何小乔将正要抽头的镜河拉了回去 示意他先看清楚情况再说 众人又是热切地讨论了半傻 那中年男子神情萎靡 听着四周或鄙夷或叹息的声音 似乎脸面上过不去 再加上身后两个小的也在哭闹着要回家 最后迫不得已 只好咬了咬牙 低声朝猥琐男子那边说了句话 过不了一会儿 就听那猥琐男子哭声剑一些 抬头看了看那中年男子 用脏兮兮的袖子 砍了砍眼角 慢悠悠地说道 要想不偿命也行 我娘生我养我 我都还没能及报答她 现在我要把她的身后事 风风光光地办起来 让她老人家走得体面些 这样吧 你们就给我这个数 举起一个手指 想了想 又贪婪地加了一根 你们就给我两百零 这件事咱就算两清了 你们可以不用再为这事负责 我也不会将你们告上官府 你们看怎么样 果然最终目的还是要钱 而且还不是普通的狮子大开口 什么 中年男子文言倒吸口凉气 声音也不由得跟着拔高了 两百两 这可是一笔不折不扣的巨款 别说是两百两了 就是二十两 他都不一定能拿得出来 旁边围观的人听到这个数目 也是各种抽携不断 何小小讽刺地弯了弯嘴角 目光落到躺在垫上的老妇人身上 却见她蜷缩在袖所里的手 微微动了下 眼珠子也刻着不住地 往左右两边动了动 心里立刻明亮起来 感情这是遇到古代版碰瓷了 老实告诉你们 两百两那还是要少了的 大概是终于谈到了点子上 猥琐男人很是得意 虽然脸上还是一副悲屈的模样 嘴角却时不时地走往上勾一下 我娘辛辛苦苦把我养到这么大 供我念术中了秀才 我正打算某个好前程 让她老人家想想福 没想到你们却让她当机寒暄而不 我现在只要你们两百两 您还是看在我娘一向教育我 要与人为善 所以才格外宽松你们的 你们可不要不识好歹了 我一所男人这话刚说完 那边立刻有人忍不住 惊讶地喊了声 原来还是个秀才先生 忠念男人面如死灰 嘴唇蠕动了两下 却是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如果说刚才他还从来心思 想私底下把钱压少点 可现在是半点指望都没有了 对方跟自己一样是个平民百姓 还好说话 可若是个秀才爷 有官府必要着 那两百两银子他就是不拿 也得拿了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一百零一集 让你玩碰瓷 慢着 冷眼旁观了好一会儿 胡小乔拧了拧手指骨 终于决定 趁着大伙都在焦头尖尔的时候 来个华丽出场 那老太太根本没死 她的手指头还在动呢 原本还在汪汪 讨论个不停的人群 顿时静了下来 大伙的目光 全都集中在老妇人两只手上 反应过来的猥琐男子 眼睛一瞪 脸盲将老妇人两只手的袖子 都往下扯了扯 正好将她的手指头掩盖住 是谁 是谁在胡说 我可没胡说 你娘亲根本就没死 她的手指头刚才可还动得欢呢 何小乔也没打算藏着自己 大道芳芳往前一站 空枪有力地指出 要是你娘的手没动 你干嘛不敢大道芳芳 让大伙看个明白 反而要把袖子拉下来挡住 分明就是心里有鬼 猥琐男人一颤 这来人是个穿着朴素的姑娘 立刻换了表情 轻蔑一笑 你这娘们眼花了吧 我娘连气都没了 手又怎么可能还会动啊 那难不成是诈尸了 哎呀 好可怕 何小乔收得憋了脸 一脸后怕地拍着胸口 一边不忘神色慌张地 往后退了两大步 受她影响 不明决定的围观群众也跟着白了脸各自往后散 你们别听着乱说啊 我娘不可能会咋尸了 猥琐男子眷状 生怕人群离去 被人帮着自己讨不到好处 急急忙忙直起身招呼道 大家别害怕 不会诈尸 不会诈尸 是不会诈尸 可是会装死 何小乔冷笑一声 随即装作一脸不解 既然不是诈尸 那就肯定还活着 不然死人怎么会动 不可能 我娘明明就已经让他们家的小崽子给撞死了 猥琐男人一口否定 手指用力地指向中年男子一家 何小乔面色一整 输得厉声道 大夫都还没看过 你说死了就是死了 难不成你还是个大夫 能一下就看出你娘已经死了 猥琐男人让她这一抢白 顿时愣住 我 如果你娘并没有死 而你又不肯及时将她送医 让她白白送命 那就是不折不扣的拾目 连亲生母亲都能下得了手 你肯定也不是什么好鸟 你 你 这一下 换猥琐男子去得哆嗦了 你胡说八道 我要 我要到官府告你 好啊 出乎她意料之外 何小乔居然很痛快地就答应了 正好让福尹大人看看 到底是我看错了 还是你母亲根本就没事 实在 装死 你胡说 猥琐男子双眼 默得睁大 脖子上清清清晰地跳动了几下 惊慌到左右看了看 声音里是掩饰不住的慌乱 你是哪儿来的臭娘们 居然敢来这里捣乱 到底是谁在这里捣乱还说不定呢 哼 你说你娘让人给撞死了 那你敢不敢现在就让大夫来瞧瞧 看看人是不是死透了 不用大夫 我娘已经没有脉搏了 我说死了就是死了 猥琐男子供着脖子尖叫 眼神闪烁似乎已经没了章法 那好吧 我们换个说法 何笑瞧瞇了瞇眼 似乎是玩上眼了 背着手绕着那对母子走了一圈 突然开口道 这样 既然你说是那边的小孩故意撞死你娘 那我们不如到衙门里找个舞座来 替你娘咽咽失 如果真的是受撞击而死 再来讨论赔偿的事也不迟 说着话 他转头向四周 朗声地问道 你们大家说是也不是呀 啊 是这个理啊 没错 就应该这样 你 猥琐男人刚想说话 何笑瞧却不给他开口的机会 很快就用更高的音点 把他的声音盖了过去 啊 对了 听说现在五座验尸 都是要开膛破肚的 你们不知道那场面可恐怖了 让我想想 好像是先拿锋利的刀子把肚皮给划开 刺拉一声 拉开皮肉 然后用手把里面的心啊 肝啊肠子之类的都拿出来看看 确定没问题 再一起塞回去 说这话的时候 何笑瞧手上不停地配合着 比划着 撕开 掏捧的动作 眼睛总是格外肉却的 盯着老夫人的脸看了半晌 果然见他领夹抽动了下 眼皮色底色眼珠子 转动得更快了 似乎正在考虑 到底要不要现在就睁开眼睛 见这边效果良好 何笑瞧满意地在心里给自己 竖了个大拇指 又转过头去 格外语重心长地 对猥琐男子提出百分百 业界良心建议 我说这位秀才 大笑子 到时候 你可得在旁边 帮你娘数着点肚子里的东西 免得到时候弄丢了那样 五脏不全肚子扁下去一大块 模样太吓人可就不好了 猥琐男人脸色煞白 似乎眼前真的出现了 祖家娘亲被人开膛破肚的场景 忍不住就伸手捂住了嘴巴 许是何小乔说得逼真 围观的人都出了一身冷汗 甚至还有人当场就干呕了起来 余下的人看着何小乔 都跟看怪物似的 何小乔倒是不坚意 欣赏够了众人的表情 又乐呵呵地抛出一句 说不定到时候 你娘到了阴曹地府 阎王爷见了她那副模样 直接就让人拿了下油锅 砸上几个回合 哎哟 真要是那样 可就太糟腻了 贱人 你才有开膛破肚 你曾下油锅受苦 秋天的早晨本就凉得很 躺在地上半天早就冻着直向打摆子的老妇人 听到这里 终于再也忍不住 眼睛一睁猛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有点声美娘养的小超妇 我恰死你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02集 大获全胜 俗话说 自作孽不可活 现在摆在众人面前的 就是这么个活生生的例子 轻松淡定的 拍了拍一摆 和小桥双手怀胸 居高临下地 看着被她一脚半倒在地的老妇人 笑咪咪地问道 这位大娘 地上躺着可还说她 哎哟 杀人了 杀人了呀 当众摔了个结结实实的狗肯尼 一下子抠掉两颗大门牙的老妇人 从地上爬起来 按着撞弯了的鼻子 冰窟并用力地拍着自己的大腿刚好 恶毒的小长腹 有点声美娘叫 你不得好死 嘴巴放干净点 别动不动就往长辈身上扯 我爹娘可比你爹娘有这样多了 起码他们交给我的都是圣钱之道 而不是像你一样在街上做这种装死鹅人钱财的缺德事 来一下正要冲上去再补上一脚的镜河 何小小一点不客气地比一道 另外 我以后是不是不得好死 我不清楚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你和你儿子 目光瞟向原本见状不对 这样逃跑 却被醒悟过来的围观群众 自动自发扭了胳膊 抓住的猥琐男人 何小乔梳得眯起眼 嘴角弯起讽刺的胡动 你们两个接下来的日子 可未必有现在这么好过了 天资脚下都敢胡脚蛮缠地玩碰瓷 真当满城的权贵观怀是瞎得不成 那老夫人以为何小乔是在吓唬他 嘴一张就想再度地破口大骂 没想到头一抬 就见好几个穿着官服的牙钗 手里提着刀正气势汹汹地朝自己走了 当场全是发软 锤打双腿的动作不由停了下来 连嘴巴都忘了和尚 就这么呆呆地坐着 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才好 这下完了 官爷 这是误会 误会 老师是愿望的呀 直到被两名官差推散着站起来 老夫人这才慌了身 连连摆着手磕磕巴巴地解释 老师什么都没做 老师是冤枉的 你们可别抓错了好人呢 少啰嗦 其中一个官差用力推了他一把 现在有人告你们母子俩当街行骗 有什么话留着等福音大人声唐的时候再说 哎呦 当街行骗 哎呦 官爷 你可千万别冤枉好人呐 老身可没胆子做这种事啊 那夫人 一双浑轴的老眼左右瞧了瞧 正看到一旁淡然围观的何小乔 连忙伸出一指指向他 浑身颤抖激动不已的尖声叫道 是他 是他 就是那个小长夫在闹事 是他先打的老身 哎呦 官爷 快把那个小长夫抓起来 快别让他跑了呀 被点名了的何小乔嘴角抽抽了下 如果不是两人距离有点远 他早一巴掌上过去了 去他的经浪 不懂得什么叫做死心的老女人 就该受底教训 不然他还真当自己是根葱了 为首的观察被他这么一说 怀疑的目光立刻落到 没有半点情绪波动的何小乔身上 信不就走了过去 你 林葡萄 一直跟在何小乔身后的侍卫 冯三闪身上前 恰恰好将他护在身后 你是 林葡萄打亮了一眼冯三 粗粗的眉毛皱得老高 冯三不打算多话 从怀里摸出一面金灿灿的腰牌 在他面前晃了一圈 又利落地收了回去 就见林葡萄脸色一变 林葡萄往后退了两步 婉腰抱拳当 在下无意冲撞贵人 还望贵人海涵 不予计较 何小乔踩那腰牌 应该是身份证明之类的东西 抬头见冯三正询问地看着自己 估摸着林葡萄口中的贵人 可能是在说他 于是略思索了 便应当 林葡萄奉公守法 一心为民 我感激都来不及 又怎会和你计较 不过那母子俩 当街行骗是真 其行为恶劣出口恶言 麻烦林葡萄好好 教教他们二人 何为口德 贵人放心 在下一定会 妥善处理此事 林葡萄刚正不阿地回答 又是一抱拳 在下还有要事在身 就不打扰几位 先告辞了 话说完 人已经往前走几步 单手握着刀柄 喊道 来人 把这两个胆敢 当街行骗的刁民 给我压回去 本来还等着 看着何小乔被抓的 老妇人紧撞一瞪眼 顾不得捂着鼻子 再次尖叫起来 官爷 官爷你怎么不抓他们呀 分明就是那个小长俯 住口 林葡萄皱击两条眉毛 统领大眼一瞪 浑身蹦射出肃杀之气 大胆刁腐 当街行骗讹 还敢攀扯无辜路人 再敢如此乱喊乱叫 休怪本捕头对你不客气 大概是惧怕虎被熊摇的林捕头 真的会对自己动手 老夫人下意识地抖了两下 连忙用手捂住嘴 浑着的眼珠子 不甘心地瞪向何小乔 却是不敢再多说一个字 义兄人就这么推推嗓嗓 在众人的围观下走远了 待人群慢慢散去 警警护着亲儿的微胖中年男人 这才面带感激地迎上去来 多谢姑娘仗义相助 这次要不是姑娘 恐怕我们一家早就找了他母子的道了 要白白赔上二十两银子了 官哥 师娘 还不快来谢官人 中年男子含笑 拉过两名子女 示意他们走到何小乔面前 两个脚步点一人一边 紧紧抱着父亲的大腿 窃窃地抬头 用圆滚滚的大眼睛看着何小乔 声音懦懦地非常可爱 谢谢姐姐 何小乔一颗心 差点正萌化了 顿下身来 笑眯眯地摸了摸兄妹俩的脑袋 从胯包里找出牛嘎糖 一人塞了个过去 真乖 姐姐请你们吃糖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03集 大获全胜 送走千万事的中年男人一家 何小乔刚一转身 就见从头到尾都没有机会 出过声的静和 正一脸崇拜地看着自己 干嘛这么看着我 嗯 她这是头上长脚了 还是脸上开花了 实习婶 你真厉害 静和双眼闪闪发光 努力地控制着自己 右手大拇指 不给竖起来 能酸言良语 不带半句脏话的 就逼得那对母子现行伏法 这可不是一般层股 能够做到的 那必须得是高等级的层股 好说 好说 表面上装得云淡风轻 实际上何小乔早就得瑟的 不知道今夕何夕了 再怎么说 她也是隶属 时尚穿越大队的 就算之前再怎么穷酸 类似轻易就能 呼怒人这样的小外卦 还是有的 不然怎么好意思 出来混呢 实际婶 你是怎么看出来 那个老妖婆没死的 明明她都已经不出气了 这个嘛 嗯嗯 何小小单手握拳 挡在嘴边 一本正经的轻壳两声 当然是用脚趾头想出来的 是哦是哦 你家脚趾头真厉害 渐渐和一脸鄙视的望过来 何小乔哈哈一笑 那李青思绪后才解释道 其实啊 只要稍微想一下就知道了 除非是只剩一口气掉着 不然哪有人 让人撞一下就死的 刚才买东西的时候 我曾注意过那个老 腰婆 她的脸色虽然有些白 不过走起路来 虎虎生风的 根本没有半点病人该有的模样 又怎么可能 给一个六七岁的小孩 就撞死了 而且 那个猥琐男人的表现 也很可疑 自己母亲都让人撞倒了 非得没有立刻 去找郎中来救治 反而就地拉高嗓门 装模作样的 把所有人都引过来 看她哭天抢地 这只能表明两件事 一是 她心里有鬼 必须用假哭来撞生事 二是 她想制造混乱 好浑水摸鱼 原来是这样 清禾一脸的似动飞动 自想在宫里被保护得太好 虽然有时候相当麻痕难缠 但不能否认 她的内心世界 还是很单纯的 不说这些了 何小小抬头望望天 估摸着大概快到晨午了 联盟朝身后几个小跟班 招招手 走 回家吃螃蟹去 静和没有意义 彩琳从来都是以 何小乔马首是瞻的 她说什么就是什么 当然也不会反对 于是跟蓝石一样 何小乔把人数和采买的食材 大概清点了下 确认没有落下什么东西 一群人便浩浩荡荡地 满载而归了 只是踩走不到几步 领头的何小乔 就突然缓一下步伐 不是扭头朝身后看过去 秀梅威尼 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一样 嗯 是她的错觉吗 从刚开始 就一直感觉 有人在背后看着她 可是当她转过身的时候 却又什么都没看到 那种被人当成猎物一样 盯着的感觉 让何小乔背起一阵恶寒 想到全是那种 被盯梢杀人的戏码 鸡皮疙瘩 立刻不受控制地冒出来 噢 阿弥陀佛 不会是刚刚她拆穿 那对母子背后 还有更大的势力在吧 要是人家是有组织 有劲力地 传销团伙 那自己今天 这么大咧咧地去踢场子 以后出门 岂不是很危险 金河公主不明所以 坚河小乔看得认真 忍不住也跟着探头往前看 结果瞪着眼瞅了半天 瞅了满大街的人 根本没看到半点 值得特别关注的地方 不由撅了小嘴 石七婶 你到底在看什么 哦 没什么 何小乔扯了扯嘴角 慢腾腾地收回目光 大概是我太敏感了吧 回去吧 甩掉脑子里 各种吓死人 不偿命的猜测 任由静河亲热地 挽着她的胳膊 想起还在等着自己 去办的螃蟹宴 何小乔的心情 立刻好了起来 吃饭皇帝大 烦心的事情 统统都闪一边去 一心想着回家 当丑娘的何小乔 并没有发现 几乎就在她放弃 打探回过头的 同一时间 在她所站位置的 斜对面 越来扣在 二楼大厂的窗户内 一双平均无波的黑毛 也慢慢地将视线 从她脸上移开了 骨节分明地修长手指 直起精致地 银制酒壶 满条丝里地 将桌面上 唯一的一杯酒 注满 手腕一翻 一口将杯中美酒也敬 男人低沉浑厚的声音 随之响起 去查查她到底什么来历 别打操惊手 属下遵命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04集 清蒸螃蟹 义雄人高高兴兴地 填了东西往回走 手上把玩着尚未变黄成熟的酸霉 心心念念计划着酸甜好滋味的何小乔 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已经成了别人的眼中的异类 更不知道在她走后 街上的人立刻手口相传地 把她随口胡宗 验试过程的事 给添油加醋 演绎出了无数经典版本 有说她本是父母双亡的孤儿 打小行曲流浪 最后 在一个能冻死人的大雪夜里 被某个深藏顾语名的地方老五座 亦是同情收纵了徒弟 阴俊得老五座的真传 此番隐姓埋名 就是为大伙神张正义而来 也有说 她本是尚未开化的三位蛮夷 天天过着如毛银血的日子 所以才能眼都不眨一下 将淘心蛙飞的场景形容出来 够有甚者 把她形容成从阴君来的妖魔鬼怪 披了人皮 等着天也黑就抓了小孩当点心吃的 吓得一干小孩 哇啦哇啦直哭 除此之外 京城中但凡家中有十零年龄儿子的妇女 也开始不一余力地打听起何小乔来 不是因为欣赏她 耿直善良 乐于助人 且好打包不平的高品质人格 而是纯粹为了警告泽家带坝的孩子们 娶鸡娶狗娶如花 千万不要娶到这一家 真是开玩笑 连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能摔得下手踩得下去 如此凶悍的女人要是娶回家里当媳妇 那做婆婆的还不得每天都提心吊胆的过火 平时没事也就罢了 要是万一哪天不小心惹恼了她 人家一活起来 直接把公婆都给揍趴下怎么办 拜托 那简直就是噩梦好吗 这种事千万得度去 不成功 母宁死啊 外头将何小乔的真实身份 传得是沸沸扬扬 有百有雅 隔着好几条间远的常年王府里头 从冯三那里 听完事情什么的江峰号 也忍俊不禁地勾起了嘴角 眼睛里闪着灼灼光滑 是算了 早知道有这等好玩的事 本王也该跟着去瞧瞧热闹才是啊 冯三嘴角抽了抽 心想 你哪次不是这样说的 大概是笑够了 江峰号懒洋洋地往后靠坐在椅背上 一手直至卷宗 一手端着杯茶 修长的腿总是脚踝部分娇娼 一起翘高搁在桌面上 除了这件事之外 还有别的吗 没了 不过属下倒是发现 王妃在回府的前段时间 似乎有些困扰 哦 怎么说 属下也不是太清楚 当时我们正要走 王妃突然就转身往后边看 表情很疑惑 像是 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一样 找东西 江峰号不动声色 目光依旧落在书卷上 心里却已经转了千百个念头 冯三健壮 又忙不迭地补充了去 公主当时就问王妃在看什么 不过王妃没有正面回答 只说可能是自己太过敏感 江峰号可不觉得 何小乔是在找什么东西 按照他的反应来推断 最有可能的 应该是当时有人在什么地方盯着他看 让他感觉不自在了才对 放下茶杯 江峰号微微促起见眉 无意识地拿手指轻敲桌面 找人去查查 看看当时附近都有些什么人在 把那些可疑的人都给我过一遍 属下遵命 打着要半生悬疑的棋子 竟和谈儿皇之的进了风筑雅院 虽然不大指望从没进过厨房的精致玉业能帮上什么忙 不过秉着试一试的念头 何小乔还是把摘菜洗菜的任务交给了他 自己则是去翻放在阴凉处装螃蟹的篓子 从里面挑出个个儿大高肥的放到一起 全部放到兴师的白酒里灌醉去腥 然后拿猪毛棕刷洗干净 将卸去两旁 隐隐透出红色的九支母蟹 用细线扎牢 直接放入蒸笼做清蒸蟹 略小一些的则是放回清水中养着 打算等过两天吐干净了泥沙 用酒灌入嘴中 加适量的盐料酒葱姜糖 种入小口坛子 夹杆蜜蜂做成醉蟹 做完这一些 何小乔又抽空把新鲜的老姜洗净去皮切成末 喝加了少许白糖和黄酒熬过的酱油 以及白醋一起倒入小碗中当酱料 清蒸既不会破坏螃蟹本身的营养 又能保持最足的鲜美 没有将任何调料味的蟹肉配上精心调配的蘸酱 味道将会更往上提升几个层次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一百零五集 清蒸螃蟹 十七婶 菜洗好了 两只袖子碗的老高 衣服下摆湿了一大片的镜盒 气喘吁吁的将在彩莲指导下 洗好灰里的蔬菜 装在木盘里端进厨房 再啪的一声放到灶台上 何悄悄伸手在里头翻了翻 没看到一丁点的黑泥和黄叶 当今满意的给出十分奖励 嗯 不错 洗得挺干净 有前途 等了夸奖的金盒 瞬间笑成一朵花 嘿嘿嘿嘿嘿 好 供的洗菜这关 接下来就该学切菜了 抽空把木盘里的韭菜 都剪出来放到砧板上 和小小顺手 把菜刀递了过去 等静盒傻愣愣的接了 再把彩莲喊过来帮忙 彩莲 你在旁边看着 别让公主把自己的手指都给切了 哦 是 小姐 将监督指导 静盒切菜的重大责任 丢给彩莲 和小乔从纱布底下 找出已经醒了半个多时辰的面团 要抽半勺面粉 撒在另外一个清洗干净的 大块砧板上 用刀把面团切成一个个的小面剂子 再拿擀面状擀成中间略厚周边较薄的饺子皮 等静盒那边手忙脚乱的把韭菜切好都碎 再加上已经打成米的瘦肉一起调成馅 和小乔忙着炒菜 蔡莲和索尔负责包饺子 静盒就在旁边咽巴巴的看着 最后实在忍不住 也跟着下了手 结果 包出来的饺子不是胀破肚皮 就是瘦巴巴的没几两馅 贫富超级最大的脉象 十分挑战人的脸部神经 和小乔摇头太心 蔡莲和索尔 则是憋笑憋得脸都红了 手忙脚乱的炒完菜 蒸笼里的螃蟹也到了出锅的时候 自古就有蟹肉上洗百味淡一说 为了不夺走其他饭菜的原味 也为了避免等一下光吃螃蟹吃不饱的问题出现 孤尔和小乔并没有一开始把螃蟹端上桌 而是让彩莲先把三十来个白白胖胖的韭菜饺子 连同快活炒出来的葱爆羊肉和青炒鸡兰一起送上去 当前菜给大伙儿垫垫肚子 去厨房觅食无果反倒被轰出来的江峰号 本就已经饿得肚子直叫唤 饺子一上桌就被消灭了大半 刚从厨房里出来的镜盒健壮 也顾不得擦干净双手 上去就一筷子把剩下的饺子都扒拉到自己盘子里 江峰号将威胁的眼神放他那一瞟 竟和公主憋了憋嘴 最后敌不过自家十七叔的眼神飞刀 乖乖地把剩下的饺子分成两份 一份给自己 另外一份则留给何小乔 吃完饺子和小炒也不过半吧 何小乔这才将青蒸螃蟹端上了桌 示范地拿洗净的剪刀将蟹爪一一地剪下来 等放凉了再用手包开蟹壳和蟹鳍 清理掉蟹腮等杂物 将螃蟹一分为二 蘸上调料 转手送到正眼巴巴等着头时的江峰号盘子里 今秋十月正是螃蟹肉厚鲜嫩 蟹油肉黄又多的时候 何小乔挑的这几只螃蟹又结实上品 不仅肉质细嫩 而且高如凝枝 橙红色的血糕晃得人眼花 蘸上特殊的酱料 香甜鲜美中带着点酱料独有的微辣 这味道简直绝了 江峰号双眼一亮 几乎是第一口就爱上这绝妙的好滋味 迫不及待地吃完第一只 又开始朝第二只进军 百蒙之中不忘分出一半给老苦功高的青春娘子享用 另一边的镜河也是如出一辙的表现 叔叔俩不约而同地丢开进餐礼仪 两手并用 恨不能将所有螃蟹都扫到自己盘争独享 不过蟹肉性寒 何小乔不让他们多吃 每人顶多三只 再多就没有了 从花园里摘了几朵开得正旺的波斯菊 莲花蛋液一起丢到锅中熬成水 正好能洗掉手上的蟹腥了 何小乔刚洗完手 回头就见树枝两个都拿欲求不满的哀怨眼神看着他 嘴角忍不住抽抽了下 最后还是被馋得没办法 不得不将本来打算留到晚上才吃的蟹粉小笼包 也蒸熟了端了上来 皮薄馅族汤轩之浓的蟹粉小笼包自然而然的又获得了众人的一致好评 静和甚至不停地嚷嚷着一定要带何小乔回宫 这样他就能天天吃到好吃的小笼包了 对于自家侄女的呼叫蛮馋 江峰浩只是淡定的一个眼神过去 立刻就有人偷偷地进宫报信去了 过不了半盏茶时间 还在抱着何小乔的胳膊 想向未来美好日子的静和 就这么须里糊涂地让太后派来的教学嬷嬷给压上了轿子 连挣扎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火速带回宫里自生自灭去了 整个过程一气何尝 赶紧利落 让人不得不感叹 连自家亲侄女都能如此云淡风轻地卖得漂亮 江峰浩这伙绝对是个腹黑的主啊 只是可点了静和公主 被江峰浩当枪使了一回不说 最后还悲剧地 在没过河前就被河对岸黑了心盖的自家实习书 把桥给拆了 何小乔想想都忍不住要替她净一把心酸泪 如此过了几天 静和公主都没在王府出现过 当时何小乔收到了一封据说是静和写给她的信 说是信其实也不过是几幅简笔画的小人 何小乔连梦带猜地看出个大概 原来是太后不知道从哪得知静和写字太吵 被太傅训了得上 坏人去找她对质 又发现她偷偷溜出了宫 于是大怒之下便令嬷嬷把她带回宫中 面壁思过 不止如此 还得抄上两百遍的百交信和三子经 不把子练好就不准出宫 木棍落在小人头旁边 犹如秋眼一样扭扭歪歪 还缺个不少腿的旁白备注上 何小乔默默地合上信之 心想 难怪太后要震怒 就这子 果断还是把静和再多关几天吧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一百零六集 富贵赌方 天刚萌萌亮 还在睡梦中的何小乔 就让一脸神秘兮兮的江峰号 从被窝里挖了去了 娘子 起床了 何小乔迷迷糊糊的 探头往床外看 键桌上还燃着蜡烛 又梳得缩了回去 嗯 才几点 什么几点啊 江峰号还没听明白他在说什么 何小乔已经抱着被子飞速往床的另一边滚了过去 脑袋往被子里一缩 只留下一头黑亮长发在外面 不但一会儿功夫又睡着了 不屈不挠的王爷大人健壮 当局再次上前 坚决地把人怒醒 顺便丢了个伊甸园苹果过去 娘子 赶快起床洗漱 微风 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何小乔的反应是 从被子里抽出手去 一把将他凑过来的脑袋推开 果断拒绝 太早了不去 娘子 为父保证那里真的很好玩 赶快起来吧 江峰号不死心地往床檐上移坐 伸手就把卷成一只小小蜜的何小乔捞起来 用手扶着被子底下他肩膀的位置轻化 行行 太阳晒屁股了 何小乔半睁开眼睛看他一眼 懒得跟他多说 干脆甩开被子 张开双手 拦住他的脖子 然后以非常爷们的姿势 将他扑倒在床上 再像这八爪爷一样 手脚并用地压住他 脑袋往他宽阔的肩膀上蹭了蹭 找了个舒服的位置靠着 别吵 老娘困死了 睡觉 睡觉 大概是没想到何小乔会突然头怀送抱 江峰号又一瞬间的僵硬 随即又放松下来 将手搁在他背上 哭笑不得的挨了声 娘子 何小乔整个人都压在他身上 少女独有的心香 只往鼻子里钻 刚好能一手掌握的两团柔软 就压在他胸口上 大清早的 江峰号感觉到自己胸压似乎有点高 下半身某个部位也开始蠢蠢欲动 别吵 几乎是在他话音刚落的同时 何小乔立刻举起手 往他监视的胸口上拍了下 再往上盖住他的下半张脸 熊巴巴的警告 闭嘴 睡觉 好吧 睡觉 被暴力压迫 一致无法翻身的某王爷 长叹口气 挣扎不开 只好乖乖地当起他的大型抱着 壮着无奈地拉过被子盖住两人 漂亮的桃花眼里 却盈满了笑意 用手理所当然地 缓住他的腰肢 江峰号将下巴抵在他发胸上 嘴角微微勾起 慢慢地闭上双眼 睡就睡吧 天大的事情 睡醒再说 这一觉 一直睡到日上三杆 何笑乔自动醒过来为止 见他睁开双眼 已经被抛弃到一边的江峰号 立刻双眼发亮地凑过来 娘子 你终于醒了 那我们收拾一下 赶快出发吧 出发 干嘛去啊 何笑乔打着喝气 身着懒腰 问道 江峰号伸手 替他把挡在眼前的头发拨开 神秘兮兮地拍胸脯保证 待会你就知道了 绝对是个好玩的地方 什么好玩的地方 何笑乔撇撇撇嘴 看一眼已经整理完毕 又是帅得吊渣的王爷一枚江峰号 你今天早上不用上早朝 不用 今日凶末 皇上规定所有人都不用上朝 江峰号面不改色地扯着话 一边吩咐采莲去打热水过来 给何小乔洗漱 正端坐在龙椅上 劈盖奏折的当军天子 突然连打了两个喷嚏 旁边厚着的于公公 连忙示意旁边的小太监 赶紧去寻多些的烫火来点着 免得冻伤了主子龙体有样 到时候大家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你说的那个好玩的地方 到底在哪 洗漱完毕和小乔一边吃着早饭 一边不停地拿眼睛去赶江峰号 这里我都走遍了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难不成是要带她到宫里逛逛 认识下她家那些boss等级的亲戚 比如皇帝和皇帝的老婆 皇帝他妈 皇帝的儿子女儿等等 如果真是这样 那确实让人期待 相信我 这城里还有很多地方 娘子你没去过的 江峰号似乎半点不意外 她会这么说 只是笑眯眯的身上 将她冻都没冻过的那盘 酸甜珍珠惠拿过来 换上似乎更合他意的腌辣萝卜 快吃吧 吃饱了我们就走 贺小乔扒了下一边的眼皮 吐着舌头炒她半个鬼脸 知道了 飞送姐姐弄完早饭 按照江峰号的吩咐 换上男装 为了效果逼真 何小乔还往自己的脖子上 贴了个假猴截 怎么样 何小乔张开双臂 在她面前转了一圈 江峰号一本正经的 将站在自己面前的矮个子男人 打量了一番 最后勉强点了点头 嗯 嗯 还可以 之前早就看过何小乔男装的模样 江峰号不得不承认 她的脸圆是圆 个子也不高 但装起男人来还挺像那么回事 怎么看 怎么潇洒发 可以的话 那就走吧 何小乔黑黑一笑 上前一步拉住她的手 只见偷偷往她宽阔的手掌心里挠了两下 江峰号微眯着眼 嘴角翘得老高 似乎很享受她的小动作 半手之后 才反手招住她不安分的爪子 伸出另一只手 捉一捉她竖起的长发 走吧 躲在暗处的影位们 看着两人手牵手走出门 个个都憋红了脸 两个男人手拉手去逛街 这 这果然是要给自己打上 搞集中女人巫绕的牌子吧 王爷 您的节操 还能碎得再彻底一点吗 本集完 您给我点瓶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07集 富贵 赌方 大概是不习惯 还没走到门口 何小乔就自动松开了江峰号的赏 盖尔拉着他的袖子走 江峰号略有点小失望 不过转的一想也就释怀了 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 以后肯定有很多机会是可以偷吃豆腐的 怎么突然笑得那么尖诈 你在想什么 背后小乔用怀疑的眼光盯着看 江峰号连忙收了笑 一本正经的清了清嗓子 没什么 没什么 出了门 按照江峰号的指示坐上轿子 也不知道到底晃动了多久 就在何小乔忍无可忍 差点当场躲门而冲 吐个稀里哗啦的时候 轿子终于停了下来 下次 再有下次 双手紧抓着先放好的衣服 郑贵人差点挂到他身上去的何小乔 惨白着脸 手按着胸口干呕了两下 泪眼汪汪的控诉 下次再有这么远的路 你敢让我坐轿子 我就 我就吐你身上 好好好 都听你的 都听你的 江峰号连忙拍着他的后背 给他顺气 一边又是心疼 又是好笑的绑着 以后我们坐车也好 骑马也好 再不然走路都行 就是不坐轿子 行了吧 来 喝水 何小乔抓过水袋 一通猛灌 又闭着眼睛闪闪脑 这才觉得好受了些 抬头看看周围的景色 似乎有点熟悉 这里是 顺景大街 没错 江峰号微微寒少 拖着何小乔的腰 让他转过身 又下巴挪了挪 不远处随风招摇的 滚黑边黄旗 其上一边画着 骰子的图案 另外一边 总是大大的堵字 看那里 富贵赌方 将烫金牌匾上的字 各个念出来 何小乔觉得 自己的脑袋 转速似乎有点跟不上 江峰号思维的跳跃 这就是你说的 好玩的地方 好不好玩 待会就知道了 江峰号并没有反驳 只是神秘一笑 哥俩好的把一只胳膊架到何小乔的肩上 就这么懒着完全不在状态的何小乔往里走 赌方的大门比普通人家的要高 门口有两个打手模样凶神恶煞的壮汉守着 一幅画着元宝模样的得胜彩挂在门上 门两边挂着用红木刻成的对联 上连写的是四方起红韵 下连则是百万从中发 横批只有两个字 风雅 似乎是见他们两人穿着还不错 门外的壮汉不由多看了他们几眼 其中一个甚至还粗声粗气的 朝门内吆喝了声 里头立刻有人热情的迎上来 一见江峰号二人 那双眼睛立刻笑得眯成一条直线 哟 二位爷可是生面孔 第一次来嘛 赶紧的 里面请里面请 虽然对赌方相当的好奇 但何小乔可没忘了 这里是鱼龙混家的地方 在进门的时候 果断紧紧抓住了江峰号的衣服 就怕他突然一个转身跑了 丢下他自己一个人 身无分文 脚天天不应 脚地地不灵 那就悲剧了 感觉到他的紧张 江峰号弯一下腰 用只有两人才能听到的声音 低声道 不用担心 一切有往 有他这一句话 何小乔虽然没有完全放下心 但好歹没那么紧张了 起码他现在总算有精神 打量自己现在所处的地方 跟电视里演的有些不一样 赌方类人确实很多 虽然有些昏暗 但却没有想象中的乌烟瘴气 挑高宽敞的中堂里 错落有致地摆了十来张桌子 每张桌子前都围满了人 看不到赌的是什么 倒是猜大小的吆喝声 不绝余耳 领络地把两人带到兑换筹码的地方 就在何小乔还一头雾水的时候 江峰浩已经大手一挥 将不知道从哪儿摸出来的 一块小碎银子丢到桌上 负责兑换筹码 小眼男人 翘了翘别具特色的老鼠须 拿起碎银子 对着光线瞧了瞧 再抬头打亮了两人一番 目光里是毫不掩饰的鄙视 哦 穿得跟土豪似的 结果居然只是抠门的土鳖 将那半两银子收藻 再数了五个铜钱大小 上面用小钻写着 一百文的筹码丢上来 老鼠须男人又看了眼江峰浩 哼了一声之后便跌下头 继续拿起笔在纸上写写画画 狗眼看人低 何小小倍感不爽 眯起眼 触底忘了刚才的顾虑 将袖子一撸 就想上去拍桌子找回场子 江峰浩却像是早有所料 脸上依旧是云淡风轻 借由拿筹码的动作 将他的手拦了下来 声音低的只有两个人听得到 不过是个跑腿的 不用跟他一般见识 何小乔这下不情不愿地收了手 可那双直定的性眼还是不甘心地往那边看 总觉得不先桌子大闹一番不过眼 生气可是会变老的 江峰浩顺嘴调侃 伸手在他气鼓鼓的脸上掐了一把 经他猛猛目光转到自己身上 当即笑得风味邪气地将手中的筹码抛到老高 在耍帅似的 以极快的速度一把接了回来 你信不信 等会我能用这半两银子 把整间赌方给买下来 买下整家赌方 好大的口气 何小乔的抬头看他 双眼瞪得老大 你在开玩笑 是不是开玩笑 等会你就知道了 江峰浩自信十足地勾唇一笑 夹边的酒窝若眼若现 何小乔有些呆 难道这交话还是传说中的赌神不成 拿着 将五个筹码全塞到他手里 再把他转了个身 让他面对着前面那十几张赌桌 江峰浩双手搭在他肩上 低声笑问 想玩什么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十一旦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08集 钱财滚滚来 在江峰浩的解说下 何小乔从一大堆让他眼花缭乱的六博排酒翻摊 翻金豆 丹双 头子 四门方宝 打贺 足鬼 麻将 围棋 鸭宝 花卉 出蒲中 回过山来 古顿选择了最荣誉的头子 也就是传说中的赌大小 就近选了一张赌桌挤进去 江峰浩示意何小乔站在最前方 自己足时往他身后一站 以保护者的姿态 圈出大约半壁宽的空间 不让别人靠近他半步 要要哪一个 何小乔往标注着各种点书和赔率的赌桌上 看了一眼 下意识地回过头去问江峰浩 大还是小 都可以啊 江峰浩完全一副不在意的模样 弃定神弦的 抖开扇子 扇着风 想要哪个 就选哪个 何小乔犹豫地看了看手中的筹码 最后才咬咬牙 下定决心似的伸长手 将筹码放到左边硕大的红字上 那我压大 好嘞 买定离草多地不回头 庄家习惯性地喊了句 目光在桌面上绕了一圈 将手搭到了七成黑色的甩钟上 开盖的同时将点数也一同抱了出来 三五六十四点大 桌边围着的人或激动或沮丧 还有人当场就哭了起来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怎么会是大的 怎么会是大的 从庄家那里取回翻倍的筹码 完全沉浸在迎权状态的何小乔 格外兴奋地回头 去看江峰号 接下来要压哪个 这一次江峰号倒是没说让他自己选 目光在骰钟上停留了晃 将手中折扇比向右手边 压那个吧 何小乔毫不犹豫地将手中所有的筹码 都压到了七点上 江峰号嘴角含笑 目光露到他认真专注的侧脸上 眼神越发地温柔去了 等待的时间没有过太久 很快庄家洪亮的声音再次响起 二三 七点小 赢了 赢了 何小乔嘴角咧得开开的 抱着江峰号的胳膊就差没跳起来 十倍 十倍的赔率啊 这就意味着一两的筹码现在可以拿到十两 怪不得人人都爱懂 看着白花花的银子越聚越多 那感觉真是太爽了 再来 再来 接下来的几局就见何小乔跟个疯子似的 各种尖叫狂热地守在桌边连喊 开大 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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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腿一拳人跟着他各种鼓劲 大 大 大 庄家猛地将闪中揭开 四五六十五点大 耶 何小乔举高双手一扇鬼嚎 转个身结结实实地给江峰号一个大拥抱 后者始终嘴角还笑 淡定自若地任他各种吃豆腐不解释 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着 连赢十多把 两人面前的筹码很快堆成了一座小山 江峰号这次简直就是铁口直断赛败先 他说压哪个点就绝对会出哪个点 要不是闪中一直稳稳地抓在庄家手上 何小乔几乎都要怀疑他出老圈了 因着这边一面倒的超望运势 越来越多的人跟风过来凑热闹 眼前何小乔将全部筹码都推到十五点上 周围的人立刻跟着把手中筹码都丢了过去 庄家的脸色很不好看 虽然做足了讯理准备 可是揭开中盖看到点数的那一刻 还是控制不住的想痛哭流涕 不等他把点数念出来 跟着吓住的人也就卯足了劲 以雷弓声爆出了结果 四五六十五点 果然是十五点 赢了又赢了 何小乔欢呼一声 双双往前将那堆又长了不少的筹码 扫回自己眼皮子底下 笑得整张嘴都合不拢 江峰号屈指在他脑袋上敲了下 何小乔连忙回过头看着他 双眼亮晶晶的满是崇拜 我们下一局压什么 江峰号看眼桌面 把筹码换成大一点的面质吧 你这样拿着不辛苦吗 何小乔想了想 在瞅瞅都快抱不过来的筹码衫又笑开了 说得也是 那我们先去换筹码 从跑堂的伙计那边借了个盘子 把筹码衫堆上去 江峰号单手拖着 何小乔屁颠屁颠的跟在他身后 两人在一干人等羡慕极度恨的注视下 转向兑换处 缩在黑暗里的老鼠须 看到那堆筹码 现实双眼一亮 等认出拿筹码的是江峰号 当场就把茶杯给碰掉了 血压根是整个直线飙升到最高 这里起码有上千两银子的筹码 难道 难道都是用刚才那半两银子 迎回来的 这得是多走运才能办到呀 看看看 看什么看 没见过银子啊 何小乔傲昂起下巴 便撸起袖子 并用鄙视的眼神给他看回去 还不快帮我们把筹码换成大一点的 我们哥俩还等着用呢 话说完 还强调式的垫高了脚尖 把胳膊往江峰号的肩膀上挂 后者肩壮 立刻背有眼力见了 温小妖配合他的身高 便甩着扇子装十三 并憋着笑 看他抱老鼠圆 但老鼠须心情复杂的将筹码对好 何小小从中挑出来一个 手一扬抛了过去 少你的 不用谢了 说吧 心情大好的 拉着江峰号 扬长而去 手里捧着那个一百文筹码的小费 目送那对十足嚣张的兄弟离开 老鼠须觉得自己整个人都不好了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09集 将手中的筹码 螺成一叠 何小乔很有领域意识地 拉着江峰号 回到原来的地方 原本围在桌边的人 见状 当即自动自发地 让出一块宽快的地方给他们 侧过脸看着江峰号 何小乔习惯性地问道 接下来压声 啊 话还没说完 也不知道从哪儿 缺德的在后头推了他一下 没有任何防备的何小乔 惊叫了声 整个人立刻往前扑过去 眼看着就要脸朝下 砸到堵桌上 旁边的江峰号 连忙僵守一伸 快手快脚地 把他捞了回去 没事吧 没事 惊鸿未定地挂在 江峰号的胳膊上 何小乔反应过来后 第一件事 就是挣扎着往堵桌上看 我的筹码 可惜还是慢了一步 原本被他抓在手中的筹码 此刻已经全都滚到了最顶端 看看停在 画了三个六的牌面上 何小乔看眼底下的赔绿 当场就愣住了 一百倍 反应过来的人群也是抽气声四起 除了吃笑和小乔的不自量力 也有不少为他惋惜的 单单指定六点的豹子 赢命卷着低得无法估算 就算赌上一千把 都不见得能出现一次 好不容易赢了那么多钱 这一下可全都要交回去了 遇到这种棘手的点数 就算之前江峰号运气再好 大伙也没敢再跟下去 只好按照之前心中所想 把筹码压到别的地方 这样一来 就算赢不了 起码也不会受得太惨 庄家眼里闪过一丝轻蔑 身体浅轻 双手交叉 开合在桌面上 笔合了下 买定离手 落地不回头啊 回过神来的何小乔 急得眼睛差点都红了 没办法将筹码拿回来 正好紧紧拽住 江峰号的袖子 江峰号 他的钱 他的钱呢 江峰号脸上始终挂着笑 不慎在意地 盼了拍他的脑袋 给他顺毛 心心十足地安慰他 不用担心 待会就能拿回来了 还想拿回去 哼 这一把让你全都输回来 庄家不屑地在心里哼了声 正想揭开中盖 爆出结果 没想到前头突然骚动起来 有个男人 大着嗓门急切地喊道 等一下等一下 随后 一只粗壮的胳膊 从人群里挤了出来 顺手一抛 两个十两面值的筹码 就这么轻飘飘地 落到桌面上 跟和小乔一样 压的是三个六的豹子 众人有一瞬间的沉默 随后又开始热烈地讨论起来 江峰号面无表情地 撇过去一眼 胳膊的主人连毛 往人群里缩 奈何个头太大 无论怎么弯腰 都是鹤立鸡群 最后只好放弃撞矮人 用手抓着后脑勺 讨好的朝前面笑了笑 江峰号哼了一声 总算慢悠悠地把头转了回去 人群后铁塔似的高壮汉子 这才松了口气 用手抹掉额头上的冷汉 生活真不容易啊 没人瞎住了吧 庄家只叶性地问了句 竟没人说话又重复了一遍 买定了一手 落地不回头 开 猛地将骰钟提了起来 全场死一般的寂静 原本还是志得意满 等着看江峰号出球的庄稼 见状不对 低头一看骰钟 顿时无语凝页 三颗骰子 三个六 十八点 豹子 通杀 豹子 许久之后 不知道神用变调的尖细嗓音 率先喊了出来 人群里顿时像炸开锅一样 乱成一团 豹子 真的是豹子 三个六的豹子 神了 神亮 何小焦完全呆住 好问上之后才反应过来 尖叫一声就往江峰号的身上扑上去 像八爪鱼一样紧紧地扒在他身上 赢了 赢了 十万两 重重十万两啊 江峰号你真是太厉害了 美人再报 江峰号自是安日赏到不行 一手搂着何小乔的小腰吃豆腐 一手摇着扇子无比风骚自讯地回应 微夫说了 会回来的 这不都回来了吗 对 都回来了 都回来了 乐乐找不着北的何小乔 胡乱地点着头 心想 现在就算江峰号跟他说 地球总有一天会变成风的 他也信了 拳头一片热闹滚滚 人声鼎沸 看别过大劫 躲在阴暗角落里 换了老奔天圈圈的庄稼 终于再也熬不下去了 烈眼汪汪地找了个人顶替自己的位置 按儿话不说就往后院跑 二爷 不好了 不好了 混账 谁不好了 瞎扔什么 晦气 正悠闲地听着小曲的 赌方管事高二爷 脸色一沉 手上端着的茶杯 就这么毫无防备地砸了过去 被迫了一身茶水的庄稼 脸毛唯唯诺诺 改了口 二爷大人有大量啊 千万别跟小的一般见识 是小的嘴臭 小的我自我张嘴 说着话 当真举手朝自己脸上删了两下 高二爷这才缓下脸 是以身后的漂亮丫鬟继续替自己垂背 小爸 到底什么事 霍准发言 心理承受能力已经达到极点的庄稼 摸得双心一软 手指着外头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二爷 外面 外面 外面来的那俩兄弟 已经 已经参赌咱们这 迎走十万两银子了 什么 晴天一个大霹雳 兜头就往脑袋上劈 高二爷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 双眼瞪得老大 胸口更是剧烈的起伏 你再说一遍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一百一十集 一本万例 在高二爷的逼问下 被受煎熬的庄稼 只好含着热泪 战战兢兢地将全部构成 副数了一遍 事情就是这样 小的原本想让他们一次输个干净 没想到最后会那么巧 竟然真的出了三个流 现在外门已经闹开了 声音越说越低 高二爷的脸颊也越发抽搐的厉害 十万两 不到半天时间居然就输了十万两 这要是让东家知道了 那还了得 废物 眼里凶光一闪而过 高二爷扭曲着脸 抬脚将趴在地上的庄稼 一脚踹开 狠喘了几口才冷静下来 伸手指着他道 你给我到前面去 赵人把那两兄弟给我围起来 要是让他们跑了 我就拔了你的皮 是 小的这招去 这招去 扶着被踹了一脚隐隐作痛的腰 庄稼不敢再多停留 连滚带爬的跑了出去 高二爷站在院子里好一会儿 随即阴沉着脸抬脚往外走 他倒看看 到底是谁那么胆大包天 居然敢来他富贵赌方来砸场子 后院乌云密布 中堂里同样是一片死寂 不同的是 高二爷那边是杀气腾腾 江峰浩跟何小乔这边 总是因为震惊太大 没人能开口说话 一连两局都出了报子 虽然点出不同 但赔率是一样的 三个四一出 刚才的十万两 瞬间翻倍成了一千万两 哇 一夜暴富果然不是梦 不是梦啊 在场的人已经完全呆滞 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内心的斯巴达之情 至于新来的庄稼 总是愣愣地看着那三颗一模一样点数的骰子 再瞧瞧压在同样点数上面的真金白银 在心里默默地算了算 得出总额的瞬间 两眼一翻 直接晕了过去 你妈 这运气 你这是直接把财神爷跟幸运女神都给绑回家去了吧 除了淡定地江峰浩之外 其他人全都被这笔巨额赌金给吓傻了 至于刚才被动了的魁梧大汉 则是缩在人群后头 便搬着手指头 便自言自语 老白说 二十两的十倍是两百两 二十两的一百倍是两千两 那两千两的一百倍是多少来着 卧槽 好像有点数不过来了 感觉像是被黄金大饼杂中的何小乔表示 他也有点算不过来 不知道被漫天胡萝卜围着的兔子 是不是就是他现在这种心情 激动 狂喜还带着点小小的忧愁 话说赢了这么多钱 待会他跟枪复号还能完整地走出赌方 回到王府吗 怎么想怎么感觉 会被人抛尸荒野一样 想到这里不由打了个寒战 从狂喜中回顾神来的何小乔 抬眼一看四周 冷汗瞬间就冒了出来 护去你大一道 我不就是随便小小而已 要不要引得这么快啊 喂 江峰号 用手沉了扯江峰号的袖子 何小乔瞅一眼 不知从哪冒出来 已经将他们俩团团围住的八名壮汉 弱弱地问了君 那个 你能打得过他们吧 这个吗 江峰号沉引了下 随即笑眯眯地 抛出一个让他吐血的打 还真不好说 翻译过来也就是说 他冰巢莫急 双全难敌四手等种种 所以待会儿 要麻烦大家得自力更生 听天由命 逃得了就逃 逃不了的就 大家都不是小孩子 你懂的 你这个混蛋 何小乔狠狠地在他大腿上掐了一把 江峰号抖了抖 脸上的笑瞬间扯歪了 原本还围在堵住周围的人 早就被请了出去 空荡荡的大厅里 除了江峰号跟何小乔两人 就只剩下八个 受之长刀目棍的壮汉 看来二位今天 是没那个运气带走十万两白银了 之前跑去报信的庄稼 排开人群走了进来 宁笑着朝两人说道 乖乖地跟我们走 待会儿或许我还能求二爷开恩 给你们留个全尸 江峰号慢悠悠地应了声 分外淡定地扇着自己的扇子 似乎完全不为所动 倒是坐在他背后的何小乔 嘴角抽了抽 忍不住探出半个脑袋 好心地提醒了句 不好意思啊 刚才是十万两没错 不过现在已经变成一千万两了 一千万 刚得了消息从后头赶过来看现场的高二爷 一进门就听到这个天文数字 差点一个没站稳 往地上栽下去 你你你 你说什么 什么一千万两 这还不简单 就是你们付给赌方 欠我们的钱呗 虽然怕死 等更管不住嘴巴的何小乔 再一次跳了出来 非常善解人意地补了个住戒 顺便说一下 不是十万两 是一千万两 谢谢 继老鼠息之后 高二爷也觉得自己整个人都不好了 一千万两 就是当今天子的国库里 也不可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的钱好吗 二爷放心 小的今天 一定让他们走不出赌方 只要两刀 庄家紧于讨好他 连忙凑上钱去 拿手往脖子上比了个切割的手势 何小小直接一根中指 加大板眼免费送过去 哼 那就赶快解决干净 这种黑吃黑的事 高二爷可没少干 手底下的伙计 又能耐替条把麻烦解决掉 他还巴不得呢 就算以后东窗事发被人找上门 还能顺道 拿那伙计当替死鬼挡当 一件双雕的伤 谁会傻得往外推 来人 把他们都抓住 拉到后边一瓶解决了 那庄家的声音已经兴奋的变调 又见又细 活像刚从精神房里出来的太监 趁早搞定这件事 晚上我请大伙喝酒 那八名壮汉 大概是已经习惯了做这种事 二话不说 轮远了木棒 就朝着两人砸过去 眼见的木棍就要落到江峰号头上 而他却还是一派悠闲的 坐着不知道躲闪 何小乔脑子里有一瞬间的短路 几乎是反射性的就冲了出去 本能的伸手抱住他的脖子 想用后背替他挡下着致命一击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一百一十一集 一本万利 预料中的痛楚并没有如期出现 紧闭双眼的何小乔 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再回顾上来的时候 整个人已经被江峰号 牢牢地抱在了怀里 刚才那个挥着棒子冲过来的壮汉 已经不知所踪 现在挡在他们面前的 是一个穿着青色短打的 魁梧男人 何小乔仔细看看 才发现 就是刚才一日躲在人群后 跟着他们下咒的那个 洛塞湖壮汉 阿雷 现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 欠本王的钱不还也就算了 现在还打算干净利落地处理掉本王 高管事 你胆子不小啊 一直都沉默不语 如老僧入定的江峰号 这时候总算开了军考 声音冷得让人发颤 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 原本正准备回去坐等下手报告好消息的高尔爷文言 抬脚的动作僵了下 双手握了又松 松了又握 最后还是控制不住地 战战轻轻轻地转过了头 结果只是一眼 整个人就仿佛被雷劈中了 面色如土地往后连退了好几步 再碰的鱼像跌坐到地上 手指着江峰号 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 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何小乔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自己也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认识江峰号那么久 他还从没在他脸上看到过 跟现在这样的表情 眼神冷冽 没有半丝温度 嘴角虽然挂着笑 却阴致残忍的可怕 看来他是真的被惹毛了 王爷 许久之后的高二爷才反应过来 猛地翻过身 双膝着地朝江峰号跪了下去 小的有眼无珠 无端冲撞了王爷 扰了王爷的哑戏 小的嘴该万死 你确实该死 江峰号垂下眼瞼 周旧毛子里的视血光芒 接下来的事 高管是知道该怎么做吧 高二爷神情绝望 推然坐倒在地 是啊 等等 眼见江峰号起身要早 已经被土珊安放在一边的何小强 连往上前拽住他的袖子 一手指向已经从地上爬起来的高二爷 让他把钱先付了 好不容易赚了个盆满钵满 他可不能让煮熟的鸭子给飞了 钱嘛 当然是要拿到手里才安心 这位公子啊 小的这里 现在根本没那么多现银啊 高二爷真的很想累奔 没现银 那就换成银票 银票你们总该有吧 何小小将手一摊 以付饭是好商量的模样 啊 高二爷连哭都哭不出来了 一千万两的银票啊 大哥 你以为这是一鸣病 说多少就多少吗 小的还得将这件事 告知东家才能拿到钱啊 麻烦公子 快献个几日可好 最好是无限期的 延长到大家都进了棺材 那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这样啊 何小小当真很认真地低头想了想 随后扭头看了江峰浩爷 伸出爪子拍拍他的胳膊 那这件事就全情交给你处理了 不管是银子还是银票 能收购的多少是多少 虽然富足下咒的是他 但力鼓力地把银子赚回来的 可是江峰浩 严格来说 那一千万两可都是他的 江峰浩嘴角含笑 虽然接下此重大责任 哼 没问题 那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何小强嘿嘿于笑 如是重负的白白手 嘿 你们慢聊 我去那边逛逛 等 愉快决定你妹呀 慢聊你妹夫呀 不用那么快地做决定好吗 那边那位公子 你回来 我还是宁愿跟你谈谈这个问题的 伸出去的手江家半空 本来还心存一丝侥幸的高二爷 眼睁睁看着何小强头也不回地离开 再看了身旁 笑得格外亲切和蔼的江峰浩一眼 瞬间面如死灰 杜家救命啊 趁着江峰浩提着失魂落魄的高管士到一边商议赔偿事宜的时候 一群看起来相当眼熟的黑衣人默默地从四面八方翻进了屋里 然后很有同情心地继续默默地将八名被揍晕在地的打扫 和显然已经处于痴呆状态的庄稼拖了出去 临走的时候不忘体贴地送上烧军一只 糕点若干 外加清茶一壶 夜绝良心呢 除掉上次这些家伙 莫名破门而入 害得他一晚上都吹着凉风睡觉的事不停 何小乔简直要为江峰浩身边这群上得了树 破得了墙 抓得住小偷 打得了群像 还能随时送出粮食的 全能保镖感动了 真的 在院子里灌了一圈 确认危机已经解除的 何小乔干脆回到屋里 把依旧倔强地守在旁边的魁梧丹汉喊了过来 大方地将烧鸡糕点分了他一半 开始无聊地套话 喂 大胡子 你怎么会在这 之前没留意 他还以为他也跟其他人一样都被赶出去了呢 大胡子倒是不客气 结果何小乔递过去的鸡团就啃了一大口 含糊不清地说道 他们还欠我两千两的一百倍银子没还呢 不能走 走了没钱娶媳妇啊 两千两的一百倍 那不就是二十万两 我靠 敢经这家伙也在不声不讲那么生发大财呢 再一次见证土豪是怎样练成的 何小乔表示自己依旧不能太淡定 对了 话说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这压迫力十足的身高太让人印象深刻了 少说也得有一米九以上 正在往嘴里塞糕点的动作一顿 大虎子低头想了想 用空着的手把挡在额前乱糟糟的头发全都往后拨 露出底下宽阔的额头和那双泛着蓝光的漂亮毛子 何小乔瞪着他高挺如西方人的鼻子看了半天 恍然大悟 哦 原来是你 孙一元那三个陌生男人之一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12集 第7 破于江峰号的引威 即使高二爷再怎么不愿意 又只好乖乖地听从吩咐 火速地找人去把富贵赌方的真正东家请过来 大家一起喝杯小酒听听小曲 顺便商讨一下 怎么把这一千万两的巨额赌债给他老人家吐出来 彼时富贵赌方的大东家正躲在自家后院 和新抬进来的八一娘大玩妖精打仗 接到消息的时候 当场就被那一千万两的天文数字给砸蒙了 从八一娘身上爬下来 把屋里的东西都砸了个稀巴烂 套上裤子后又急急忙忙 劝人去把能动用的关系人物都给通知了一遍 最后才苦着脸坐上轿子 忐忑不安地赶到赌方里去见人 这样换座在以前 换了别人 野高管是不收给自己的心狠手了 早就敢把赢权的家伙 剁碎了丢荒郊野外 喂野狗毁尸灭迹了 哪里还会闹到他的面前 可是江峰浩不是别人 要知道 这一丝可是江城里出了名的浑士魔王 背景够硬 神家够疯 连当今皇帝都奈何不了他 传闻他能够想出一万种 把人折磨得生不如死的办法 不带宠样的 一旦把他给得罪了 那就等着下半辈子都生活在噩梦里吧 想到这里 富贵赌方的东家 牙都要咬碎了 心穷欲解 恨不能一爪子 把那个带江峰浩进赌方的家伙 给活活掐死 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 把这煞星给放进去的 虽然有高二爷提前给了消息 但真正听到江峰浩 笑脸迎人的身手 向他索要一千万两赌债的时候 富贵赌方的东家 正着壮年的张向远 还是忍不住脸色发青 手脚发软 王爷 这 这其中是不是有点误会啊 张向远满头大汗 狠狠地瞪了高二爷一眼 后者缩了缩脖子 脸盲低下头 往后退了两步 假装自己只是路人家 误会 江峰浩悠闲地拿取茶中看了看 似乎对上面的花纹很感兴趣 你说本王赢了钱是误会啊 还是你的人想谋害本王这件事是误会啊 谋杀黄青国戚 一个说不好的话 那可是株连九族的大罪 这样的后果谁也承担不起 王爷手气好赢了钱是应该 是我这辆人不懂事 眼珠子没带在身上冲撞了王爷 张向远捶着头 领声闪过一丝狡猾的神色 狡辩的 狗狠王爷误会了 那几个不张眼的下人 并非想谋害王爷 还是想请王爷到后院相谈呢 原来张老板这里的规矩如此独特 拿着刀枪棍棒 架在别人脖子上是请客啊 江峰浩慢悠悠地用杯盖 撇去茶水中的浮沫 声音漫洋 那按照这么说来 给本王留个全尸 该不会是有烤全羊之类的好东西 想请本王闪脸吃上一顿吧 这 张老板被堵得说不出话来 铃碎一阵清一阵白 毫不精彩 江峰浩却不打算那么快地放过他 一副亲切和蔼的模样 关切问道 张老板怎么不说话了 难道本王说的不对 不 王爷说的对 王爷说的对 是小人记错了 没有误会 没有误会 小的一定尽快查清楚这件事的真相 尽快给王爷一个满意的交代 张校园就只差没有泪流满面地给跪一下了 江峰浩放下茶杯 浩征已夹大 用手弹了他衣摆上压根看不到的灰蝉 看来本王的推断也不算全错 不知道张老板 打算给本王什么样的交代呢 张校园咬了咬牙 双手紧紧地抓着椅子的扶手 手背上又轻轻直跳 小人 小人 既然张老板没办法立刻做出决定 本王也没耐心继续等着 不如咱们换个地方来解决这件事 怎么样 虽然知道江峰浩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主意 但迫于他周身无形的威压 张校园咽了口唾沫 还是战战兢兢地接过了话 王爷 请说 那些不长眼的狗奴才 本王会全部带走 就不劳张老板你去查什么真相了 至于你欠本王的那一千万两 唇下长节 演去眼中的算计 江峰浩不嫌不淡地将剩下的话说完 就拿这间富贵赌方来递吧 张校园倒抽口气 数得抬起头 什么 用一千万两买下你这赌方 本王可是亏大了 难道张老板觉得不划算 江峰浩站起身 背着手满条丝里地走到窗边 微微侧过头 或者说张老板这里藏着什么秘密 怕换了主人会被挖出来 对上江峰浩那仿佛能动心人心的眼光 张向元心下一惊 刺骨的寒意从脊椎处蔓延至整个后背 整个人开始不受控制地发起抖来 难道说 难道说他已经发现我和那个人之间的敲意了吗 可是那个人明明说过 不 不会的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13集 第7 张老板不说话 本王就当你是同意这个交易了 江峰浩可不管张向元心里是怎么想的 目光朝守在门边的黑衣人看了过去 后者立刻会议 将紧闭的房门推开 原本等在外头 一声官服的矮胖男人俊壮 立刻聊起衣白走了进来 看也不看错的张向元一眼 满面淡笑的走到江峰浩面前 弯腰行了个大礼 下官玉成拂引 李昌拜见王爷 起来吧 江峰浩不行不淡地应了句 头也没回地问道 东西都带来了 带了 带了 李昌忙不提地点着头 从身后的师爷手上 接过纸笔和观印 讨好的问道 王爷 是要现在就办理过气吗 江峰浩没有回答他 只是用眼角余光 看着已经完全呆滞的张向元 嘴角勾起嘲讽的笑 张老板 你说呢 居然连福尹都找了过来 这已经不是说好的协商 而是早就计划好的民抢啊 可是现在这个形势比人强 根本就没有他选择的余力 富贵赌方虽然有 吏部尚书承扬 但比起江峰浩这个 连皇帝都要领让三分的 常宁王 那完全不够看的好吗 现在朝中三足典地 局势正是紧张的时候 尚书大人为了避选 肯定不会出头和江峰浩对着干 最重要的靠山已经失去了作用 其他人就更帮不上忙了 就算现在去求那个人 恐怕也来不及了 一千万两的巨债啊 江峰浩说得对 就算把整个富贵赌方 和他自己的房产铺子 全都卖了 也凑不够这个数 现在除了按照他说的 交出地气细事宁人 他根本别无他法 至于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 就只能指望那个人收到消息后 尽快派人来毁食灭迹了 颤抖着回到家中取到地气 隐正正看着 李福尹三两笔就将富贵赌方医了主 张校园再也支撑不住 软倒在地 完了完了 这下全完了 江峰浩回到何小乔面前的时候 他正缩在太深以上 手里抱着几块骨牌 在一边自娱自乐地玩鸡膜游戏 老鼠须拱着腰 在一旁战阵兢兢地后着 负责倒茶兼陪笑 看到江峰浩 何小乔迅速将手里的骨牌 往桌面上一排 高高兴兴地迎上前去 怎么样怎么样 银子拿回来了吗 当然 江峰浩咧嘴一笑 夹边凹进去两个深深的酒窝 何小乔愣了想 正被他迷到找不着北的时候 就听到他见了啪唧地 又补充了两个字 没有 反应过来被耍的何小乔 毫不犹豫地晾出两排小尖牙 抓起他的胳膊就要往下咬 等等等等 我有这个 江峰浩见状赶紧喊咖 拿出了叠仗方块 略有些残疚的东西 在他眼前晃了下 又故作神秘地快速收了回去 什么东西 何小乔果然上当 当然是好东西 江峰浩黑黑一笑 趁机把手抽回去 架到他肩膀上 不由分说地 拦着他往外走 饿死了 先去找个地方 填饱肚子 然后 我再慢慢跟你说 正式准备 要来一篇长篇的英雄史的节奏吗 饿了半天的何小乔摸了摸肚皮 果断没脾气了 好 都听你的 吃饭皇帝的 有什么事 吃饱了再说 出了富贵赌方 何小乔还以为 江峰浩打算上酒楼去吃饭 没想到 从京城第一的太白楼路过的时候 他连眼都没卸一下 屋子带着他 在这周围乱七八糟的巷子里 绕来绕去 直接把他绕得 头晕目眩 差点自己跑去撞墙的时候 才停了下来 到了 何小乔抬头一看 居然是洞隐藏在高楼大院中的小小民宅 门口铺着青石板 门板上的红漆 早就落了个干净 看起来有些陈旧 见何小乔用疑惑的眼神望着他 江峰浩便笑着给他解释 七婆婆做的红焖羊肉包 可是京城一绝 不过他俩人家现在已经不开店了 说着话 抬手就去敲门 来了 来了 门内拖得响起把红亮的女声 就在何小乔正愣的瞬间 那扇陈旧的大门嘎吱一声打开了 找谁呀 是我 江峰浩似乎对这家很是熟悉 门一开 立刻拉着何小乔走上前去 笑咪咪地说道 婆婆 我又来找你 叫羊肉包吃了 我就说嘛 这个时候还有谁会来拍我这老婆子的门呢 原来是你这只小耗子 满头银袜的胖老太太哈哈一笑 伸手去拍江峰浩的胳膊 快快快 到屋里来 让婆婆我看看 长胖了没有 胖了胖了 江峰浩似乎心情很好 闭笑咪咪地和老太太说着话 一把将还在状况外的何小乔 拉到自己面前 婆婆 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 何小乔何姑娘 我的妻子 一旁的何小乔嘴角一抽 正想纠正她 是未婚妻而不是妻子 没想到那位精神绝朔的老太太 压根不给她开口的机会 江峰浩这话一出 她老人家立刻转移目标 惊喜万分地抓住她的手 一连说了好几个好字 喵 瞧瞧这小脸 长得真顺哪 像足了婆婆我年轻的时候 瞇着眼睛 仔仔细细地将何小乔打亮了一番 又豪爽的身手 在何小乔的屁股上拍了下 七婆婆满意的点着头 胸大 屁股也大 一看就是好生养的 将来啊 保准能给你们家开枝散叶 很好 很好 啊 很好个头 被光明正大吃了豆腐的何小乔 真心想泪奔 他此刻还是一身的宽袍大秀的男装呢 婆婆 你不是应该先对江峰浩这种 疑似搞急的行为做下痛彻心扉的教训 以及重新洗脑才对吗 为什么 却反而先来自来熟的 各种点评他这个陌生人 胸大 屁股也大 婆婆 你真是够了呀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14集 鸿闷羊肉堡 所以说你拿一千万两 把富贵赌方换了回来 坐在收拾整洁的院子里 闻着从厨房里时不时飘出来的食物香气 何小乔一只手拿着地气认真的研究 另外一只手总是往下提趴在他脚边的小黑狗 二状顺着毛 江峰号脸上笑容不变 伸手摸了摸左胳膊 上面还有刚才何小乔发喊留下的牙印 赌方赚的钱虽然比别的营生多 但要一下子拿出一千万两来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与其让他们开张遥遥无期的欠条收着掌虫 倒不如我们自己把赌方接过来 以后想赚多少都行 有道理 何小乔点了点头 非常赞同这个低风险且一本万利的计划 虽然一间赌方再怎么也值不过一千万两 不过话收回来 事实上他们也只是出了半两赌资而已 后面的钱都是利滚利赚回来的 只用半两银子就赢换来一座钱力无限的赌方 怎么想都是他们赚大方了 至于没见过面的一千万两 这种时候就让他随风而去吧 丁战二状的顶瓜皮把他抱在怀里 何小乔心情大好的拿手指头轮流去挠他的脖子 二状乖巧地仰着头任他蹂躏 半眯着眼一副响哨的模样 娘子 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 江峰号突然开口 神情是少有的严肃 一人一狗同时抬头看向他 何小乔代表发问 什么事啊 江峰号嘴角抽了抽 桃花眼巢二状那边一瞪 跟何小乔做出同一副表情的小黑狗 危机意识瞬间激增 呜呜叫了两声 可怜兮兮的趴回何小乔的心上 把头埋在两只爪子底下装死 清了清嗓子准备开始说叫 没想到何小乔去抢先一步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当然是像你这么大个人了 还跟只小狗斤斤计较 玩傲娇卖萌 当然 这一话何小乔没敢说出口 没事没事 白了白手赶紧将话题往正确的方向带 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来着 江峰号服额 被他这么一打断 原本严肃的气氛荡然无存 就连刚才想好的开场白 也不适合派上用场了 以后别乱出头 保护好你自己就行 千言万语浓缩成一句话 他也够不容易的了 虽然富贵赌方里发生的一切 都在他掌控之中 但是当何小小突然冲到他面前 想替他挡棍子的时候 江峰号还是狠狠地震惊了一把 当时心里受不感动 欣慰是假的 但准你一想 那些屁的感动 就全部变成刷刷往下流的冷汗了 我靠 这女人以为自己是无敌铁金刚呢 居然什么都不带 就冒冒然地冲出去 也不看看自己那副小身板 要真让人往后背上砸上一门滚 后面的情况他根本就不敢想象 真是 真是傻得够可以的 比起这种情况 他还是宁愿背搜的是自己呢 起码他皮糙肉厚 还有内力加持 挨上那么两棍子 根本不是问题 总之 差点被吓出心脏病的当事人 语众心长地再一次强调 以后要是遇到别人手上有武器的 你就尽量有多远跑多远 找个地方躲起来 别去凑热闹 懂了吗 拜托 这种事情是个傻子都懂得好吗 早就忘了自己先前英勇举动的傻子 不耐烦地撇撇嘴 不过见江峰号一脸的严肃 还是很伤道地 排着胸口电耳锒铛的保证 懂了 没问题 都听你的 你确定你真的知道我在说什么 江峰号万分忧伤地抬头望天 真心不敢奢望 一脸状况外的何小桥 能把自己的话听进去 罢了 还是以后自己多费点心 看着他吧 两人不招编辑地又聊了话 把富贵赌方的地契 重新叠好 交给江峰号收着 何小桥伸了个懒腰 把睡得直打呼噜的二状 也一通地丢给他看管 站起身就往厨房走 我去那边看看 被留下来当奶爸的江峰号 和醒过来的小黑狗 四目相对 半晌之后 某江姓男子突然拿扇饼 戳了戳小黑狗圆溜溜的小肚子 阴侧侧的咧嘴一笑 肥了不少啊 阿自尾阴刚落 曾经无数次饱受狗肉火锅惊吓的小黑狗 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从他腿上跳下来 夹着尾巴一溜腰的跑远了 还算实相 甩开桌上 慢悠悠地扇着风 江峰号半眯着眼 悠闲地给自己倒了杯茶 唉 真是天良好个秋啊 虽然已年纪六十岁 但生性乐观豁达的七婆婆 身体质硬朗 就是连时下小年轻都比不上 往灶台前那么一站 单手拎着把 看起来很笨重的菜刀 嘟嘟几下 轻轻松松地将新鲜的羊肉 斩成麻将模样的肉块 而且块块都是相同大小 几乎看不出太大差别 麻利地把羊肉 丢到一旁的照例里 洗净备用 用手抓起一根大白萝卜 咔嚓一下从中间丘着两段 选了其中一段 同样麻利地去皮切块 眼看着同样大小的萝卜块 卷刀听话的从真板上 飞到旁边的大海碗里 何小乔不由择舌 我的个乖乖 怪不得江方浩说 七婆婆以前是开饭馆 自己掌勺的 瞧瞧人家这一手功夫 切菜都切得这么霸气 婆婆 我来帮你吧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15集 红闷羊肉宝 扭头见识何小乔 七婆婆脸上 虽然有一瞬的惊讶 不过很快便笑开了 将手中拿着 装了鼻气的 婆罗递给她 正好你来了 这东西 就麻烦你帮忙削一下吧 没问题 看我的 削鼻气而已嘛 那可是从小干到大的活 将袖子撸高 刀致手肘 何小乔端了张小板凳坐下 将婆罗放在脚边 鼻气已经洗干净了 还沾着水中的紫黑外皮泛着光 顶上的牙很短 一看就知道 里面的果肉肯定又嫩又香甜 拿小刀切掉两面的皮 刀绳贴着鼻气绕一圈 然后再把牙口上的皮去掉 一颗鼻气就算削好了 今妻婆婆忙着给羊肉飞水 去腥没空往他这边看 何小乔做贼似的 将白云一样的皮气肉 放到水里泡了下 然后飞快地塞到嘴里咬了一口 咔吱一声 又脆又甜 真是让人怀念的味道 等何小乔将 婆罗里的皮气都削完 那边妻婆婆 已经开始姜油下锅 将切好的大蒜 和其他足料一起爆香 然后再加羊肉块炒入味儿 烧得正往的油锅里 不时传来滋啦滋啦的声音 妻婆婆从旁边的壁橱里 取出一个密封的小瓦罐 也不闭着和小乔 直接打开 拿洗净的勺子 咬了一些放到锅里 黑褐色的浓稠酱料 刚一下锅 一股海鲜特有的浓郁香味 便迷茫开来 味道闻着就像是虾酱一般 其中似乎还夹杂了点豆酱的甜香 味道很是鲜美 独特 眼角一光瞥见何小乔正眼巴巴地看着他 漆婆婆愣了下 随即笑咪咪地拿筷子蘸了些酱料 递到何小乔的嘴边 尝尝看 何小乔毫不犹豫地张嘴 带点颗粒感的酱料 刚碰到舌尖就是一股微辣的味道 除了像虾酱和豆酱的混合体 一样又鲜又甜 里面应该还加了辣椒 嗯 好吃 就是有点咸 何小乔很老实地坦白 傻姑娘 这是拿来拌菜的酱料 像你这样干吃 当然咸了 哈哈哈哈 七婆婆哈哈一笑 将瓦罐重新封好 放回橱柜里 又转身去除了已经爆香爆透了的羊肉 不是我自夸 我们老七家的仙将 可是这周边十里八乡都有名的 无论是拌饭还是做菜 都是一流 不信你问问外边那臭小子 他可是爱吃得不得了呢 七婆婆说着 笑咪咪地用下巴奴奴 坐在院子里等吃的江峰号 手下麻利地将切好的笔器 萝卜 当归等佐料和爆香过的羊肉 一起放到瓦罐里 加上熬好的鲜汤 然后盖上盖子 放到罩上等待闷熟 做完这一些 似乎是想起什么 又错过头去看何小乔 面容慈祥地说道 哎 婆婆我可听说你做饭功夫不错 等待会儿你们回去的时候 我装上一些让你带回去 你可以拿一些放菜里 试试看 何小乔双眼一亮 毛不迭地映下 谢谢婆婆 正所谓长者赐不可辞 送上门的东西 哪有不接受的道理 更别说还是独门秘制 不可多得的好量 不要 那是脑袋嗅豆了 等待的时间有点漫长 就在两人都饿得 前胸贴后背的时候 其婆婆这才用软布 垫着将烫手的瓦罐端了出来 浓稠的汤汁还在 咕嘟咕嘟地冒着泡 吸收了各种佐料的精华 又闷得熟烂的肉块 鲜红油亮 上面撒一把清脆的葱花 咬到嘴里又软又痰 爽口还不油腻 好吃的让人恨不得 连舌头都一起推下去 一口米饭 一口羊肉 再来上一杯自家酿的小米酒 简直就是人间享受啊 从今夜年轻过的七婆婆 放下筷子就拾去的回房去了 院子里就只剩下江峰浩 跟何小乔两人 另外还有一只眼巴巴 等着天上掉馅饼的小黑狗 午后的阳光暖洋洋的正好 有风吹过的时候 冰牌挂在房檐下的竹篮 便互相碰撞 发出脆响 墙角边上立着几株山茶花 也跟着摇摆个不停 慢点吃 没人跟你抢 这话一出口 江峰浩忍不住哑然失笑 仔细想想 这话好像以前都是 何小乔对他说的 什么时候 他们之间的角色 居然调缓过来了 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 用手将他垂当额前的几里长发 塞回耳后 见他捧着碗 避狼吞虎咽 避发出满足的呜呜声 江峰浩停下筷子 只单单看着他 眼里满满的都是笑意 只可惜和小乔忙着拿勺子 舀汤汁淋饭 还要抽空掰一些肉 分给旁边猛摇尾部的二状 来个有福同享 并没有注意到江峰浩一样的温柔 太好吃了 又眼不起来 嘴里塞满了东西 何小乔模糊不清的说道 你要是再捧吃 我跟二状就不客气了 出乎意料之外 这次江峰浩居然没有立刻加入抢夺战 而是不温不火的端起酒杯 顿了顿又说道 你吃吧 我已经饱了 要是你喜欢 以后我天天带你过来 好 这可是你说的 何小乔将嘴里的东西嚼不嚼不咽一下 习惯性的伸出小指 来 拉个勾 不准反悔啊 好啊 江峰浩眼中带向 一口眼镜 杯中美酒 也伸出小指 勾住他的 永不反悔 吃过饭 将二两银子偷偷扣在碗点 结果装了仙将的小马褂 两人心满意足地挥别七婆婆 小黑狗二状一直在后头呜呜地叫 模样像是很不舍 要不是有绳子拴着 估计能一路跟着他们跑回去 育成虽说只有五六条大街 但小巷子却是多得受不清 回去的时候为了不让自己再被绕晕一次 何小乔坚决目不挟视 什么都不去看不去听 就只乖乖地跟在江峰号身后往前走 在迷宫式的小巷子里绕了半天 一时兴起的江峰号又顺便带何小乔去讨了些兴趣玩意儿 比如用牛骨做成声音清脆悠扬 却长得像五角星的异形笛似 麦芽糖加特殊调料 蘸了这么厚 用竹管吹出来的特大号糖葫芦 还有市面上比较常见的 用稻草编成的榨芒 小猫小狗等等 等两人重新回到大街上的时候 太阳已经快下山了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16集 逛夜市 与其待会儿回去没事做太过无聊 不如趁着现在滑灯初上 到夜市里逛逛 找点吃的 先填饱五脏妙 免得晚上睡一半 出现不按时吃饭的副作用 饿肚子 同样身为吃货的江峰浩 对何小乔的提议 表示高度赞同 于是两人脚步一转 直接往东大街去了 入夜的风有点凉 不过就算再强的冷空气 遇到东大街的夜事 也会马上变得热乎起来 白天的东大街聚集的 只是固定在这里 做买卖的商户 晚上才是各家流动摊贩 大显身手 大放光彩的时候 那烟巢没有宵禁 只要是在不扰民的情况下 就算是普通老百姓 也可以想玩到多晚 就玩到多晚 晚贵的小摊贩 发现冬天的夜晚更具商机 于是开始尝试着 晚上出来摆摊 专门向那些晚贵的旅人 售卖热饮和食物 为别人挺够方便之余 也能赚几个小钱 一来二去 不仅是住在附近的人 喜欢出来觅食吃夜宵 就连隔壁 芝兰街的青楼姑娘们 晚上都爱选人来 买些特色小食 回去解法暖胃 而随着晚上 出来夜游的人 越发的增多 在朝廷的默许下 小贩们也都纷纷涌向 夜晚的东大街 慢慢的 便形成了如今 规模最大的京城夜室 一开始只是卖热饰 后来连手工艺品 粮油 针线 绣品 灯笼 纸洒 书画等 也都相继出现 有的小贩 则是当决点了火把 让大伙可以更方便的 玩投壶 射箭和套圈 甚至还有的摊位 为了吸引眼球 推出钻火圈 拿大顶等表演 吃的玩的 看的用的 统统都有 可谓是包罗外相 不仅如此 现在一到夏天 还有拓定收卖 冷饮的摊位 而且生意更加火爆 住在京城里的人 都已经习惯了 晚上没事 到夜市里绕上一圈 就算不喂吃 去凑凑热闹 看看表演 高兴高兴也好 嗯 好香啊 真是天天来也不腻挽 何笑桥吸了吸鼻子 摘着江峰浩的衣服 也是左看看右瞧瞧 兴奋得不得了 各种食物的香气 混杂在被炉火加热的空气中 最具人气的臭豆腐 面条包子和饺子 馄饨就不用说了 还有各种面食 如火烧 糊饼 锅馈 炸面鱼 至于甜品类的 则有红枣糕 绿豆糕 甜饼 甜米肠 酿酒丸子 糖葫芦等等 甚至还有架起了火堆 叫卖烤驴肉的 总之五花八门 眼花缭乱 每个小吃摊前 都排着落落长队 几乎把整个东大街 夜市挤得水泄不通 真正的人气十足 忘到不能再往 之前在小巷子里买的东西 早就有影卫 帮忙送回府里去了 总累了的两人 干脆找了靠近街口的 小茶摊歇脚 刚煮好的热茶 摆在桌面上 两只手才能碰起来的 大茶碗 热气生腾 茶香阴晕 何小族霸气十足地 翘着二郎腿 坐在桌边 一只手抓着串 炸面鱼 轻晃 嘴里还咬着一颗 弹葫芦 江峰号塞过来的 何小乔怒瞪过去 自己不想吃的 别老让他几句 江峰号淡定自若地 无视他的抗议 回头给他一个 倾国倾城的微笑 乖 吃完 带你去抓萤火虫 萤火虫你大呀 这基金哪来的萤火虫 想到这里 何小乔就各种抓狂 之前看到有人 放河灯的时候 他不过是顺口提了句 萤火虫是男女约会 玩浪漫必备之力气 结果他还真的惦记上了 而且从刚开始 就各种不分季节场合的 拿出来用 沸沸的嘴里的唐葫芦 当成江峰号的脑袋 咯吱咯吱咬得用力 何小乔用力的一撇头 当心女的脖子 己所不欲 勿施于别人的江峰号 憋着笑 淡定的伸手 将他的脑袋搬了回去 何小乔泪搬 卖萌卖温柔卖什么的 姓江的你真是够了呀 两人坐了不到一会儿 隔壁座又来了 三个风尘仆仆的男人 高矮胖瘦刀摇 看他们身上揹着的大包袱 和将近磨烂的鞋子 应该是常年在外的 行脚商人才对 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男人 放下包袱的同时 不忘高声吆喝道 老板 赶紧给我们哥三个 都上碗热茶 再来十二个大肉包子 整饿着呢 好嘞 三碗热茶和十二个大肉包 马上就来 茶台老板热情洋溢地重复了一遍 手脚麻利地捡了十二个包子送上桩 老板娘紧随气后送上热茶 刚才出生的男人虚了口气 心满意足地端起茶碗 灌了一大口 总算到家了 还好赶得及进城 要是再晚一点 被关在外头那才叫仇人呢 是啊 还好赶上了 要不是遇到刘四哥一家 正好要进城 指不定咱们现在 就得窝在城门口啃干粮了 等过几天 风收尽了 咱哥几个 把这次盘头的货出手 就能好好休息一下了 另外一名 全国高拖的瘦巴巴男人 也是一副心有戚戚烟的模样 其他两人盲点头附和 确实如此 风收季 嗅到八卦信心的何小强 蒙不迭地竖起耳朵 就怕漏掉什么重要的意见知识 没被科普的 一旁的江峰号 似乎看出他的疑惑 风收季是每年十二月初一 为感谢上天 在过去一年的恩赐 而举行的寄天仪式 听起来好像跟中秋节 没什么区别 何小强撇撇嘴 原本快要爆棚的热情 顿见一半 热闹吗 热闹 比其他的节日都热闹 江峰号点点头 嘿 本集完 您给我点瓶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17集 望夜市 何小强听说热闹 都是来了精神 正想心问 没想到 隔壁周才休息了下 又开始聊起来 对了 都说今年风收起 有那个什么 百花还是万花游行来着 你们听过没有啊 年纪较大的男人 边往嘴里塞着包子 边模糊地问道 什么百花游行 根本没听过 那是什么玩意儿 三人之中最胖的那个 又是一口包子一口茶 顺嘴问出了何小强心中所想 我听说金陵那边过花招节 节庆当天都会举行花卉游街活动呢 咱这的百花游行 应该也是一样的吧 当然不是 瘦甘巴男人也是一头雾水 邻居小大的男人一口否决 随去懒洋洋的抖着腿解释 说了你们不懂了吧 百花游行可不是指的那些 寻常的花花草草 告诉你们 那可是整条支篮街的姑娘 一起出外巡游的正式呢 支篮街啊 风尘味这么重的名字 难道 何小小眨眨眨眼 很快将在这两指之间做了个等式翻译 百花街游行 等于红灯区世俗妇女联名大游街 嗯 何小小的这个猜想很快得到证实 寿干巴男人和他的朋友 抖不约而同的露出垂涎的神色 那个胖子甚至下意识的用手背擦了擦嘴一脚 原来是支篮街的风嫂娘们 怪不得要叫百花 哥哥都穿那么少 那可不就全都是写白花花吗 两人说半像是一笑 受干巴男人又收了两个荤段子 惹得其他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 收集到想要的信息 剩下的那些话何小小便没再去注意 柳头却看江峰号 去见他一副没事人的模样 慢条丝里的将他吃不下的烤驴肉解决完 仿佛压根没听到那三人的谈话一般 估计是何小小探究的目光过于强烈 江峰号被看得莫名其妙 下意识的伸手摸了摸鼻子 再递过去一串备用的弹葫芦 来一串 何小乔的反应是直接丢给他一个大白眼 你自己留着吧 我都吃撑了 那现在要干什么 肚子都被搞大了 再往里头才知道那就是作死的节奏 江峰号眨眨眼 本无辜的和他对视 直接回去 何小乔歪着脑袋想了下 过断点头 好 玩也玩够了 吃也吃够了 还是回去泡个热水澡 舒服些 走吧 将茶钱放到桌上 江峰号站起身 朝何小乔伸出手 后者先是愣了下 随即笑弯了双眼 细速将手放到他宽厚的掌心里 走了走了 一天之内连续两次牵手 虽然不算是最亲密的接触 不过和小乔心里却有种异样的小欢喜 飘飘然像是要飞起来一样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超够多恋爱体验初天一级吗 感觉真的不错啊 小心 在熙熙攘攘的人潮走了好一会儿 江峰号突然低声提醒道 不等和小乔做出反应 手一伸揽住他的腰肢 轻轻松松地把人抱去了 从左手边挪到右边 直接避开几名互相追逐 忘形的小孩冒失的冲撞 怎么了 一头雾水的和小乔眨了眨眼 压根没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没什么 江峰号抬头看眼前方 似乎见到了非常不愿意见到的东西 漂亮的桃花眼眯了眯 脸上笑容不变 笑意求未达眼底 你不是说肚子撑得不舒服吗 迅速将和小乔转了个身 不由分说拉着他往反方向走 微夫突然想起来 离这里不远处有家专卖开胃山楂茶的铺子 我们去喝一碗吧 哪泥 山楂茶 大晚上呢 你确定喝这个真的没问题吗 何小乔刚想发问 江峰号却根本不给他开口的机会 一串糖葫芦塞过去 他就只能瞪着眼被迫消音了 被迫去找山楂茶喝的何小乔根本就没发现 就在他们两人刚才站立之处几十米远开外的地方 这有一名气质卓越的白衣男子坐在茶摊上 安静地喝着茶 衣架子一样的身材 销瘦高挑 昏黄的灯光照出他刀枭一样精致完美的侧脸 鼻梁高挺下巴坚硬 紧密的薄唇则是少了点血色 现在有些淡漠 修长的手指搁在茶壶上 指尖碰触到的壶身已经慢慢变凉 人心是否也是如此呢 偏过头 将目光头向隔了几条街 依旧能看得见灯火通明的高楼 白衣男子沉浸如深潭的毛子里 闪过一丝复杂难解的情绪 抬手在额前轻暗 一声饥不可闻的低叹 便从喉咙里溢了出来 这一声 差点揉碎了躲在周围 偷偷拿爱慕眼光盯着他看的所有大姑娘小媳妇的心 到底是什么样棘手的事情困扰着 才会让眼前折心似的人露出如此忧郁的神情 大人 立在他身后挤不知遥 唇上留着凉铁小胡子的中年男人 见状立刻迎上前去紧张问道 是不是 我没事 白衣男子垂下眼帘 一声说道 声音沙哑低沉 长长的衣摆垂落在身侧 安详而宁静 叶峰顽皮地 撩起垂落在他额前的一缕长发 悠悠摆动 轻浮过死惊心雕刻的眉眼 天色不早了 回去吧 是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十一旦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18集 黑历史 张向元将手贴在墙面上 偷偷地用眼角去看走在他正前方鬼魅一样的蒙面男人 密道里没有一丝光亮 周围的空气里有种池塘里水澡的腥臭碗 每走一步 脚下都像是踩到了粘稠的液体一样 变调的咯吱咯吱声让人起了满身的脊皮疙瘩 努力控制着恶心反胃的感觉 张向元伸长脖子 近前方已经有些微亮光透了出来 原本才放下的心瞬间提的老高 到了 蒙面男人突然开口说道 把张向元吓得差点跳起来 是 是 到了就好 到了就好 蒙面男人没有回应 只是目不斜视地伸出手去 举高了火把 在通道尽头的石门上敲了敲 三长三短 就见那扇厚重的石门 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动 随即慢慢地向右边划开了 蒙面男人转身看了眼张向元 目光里像是没有一点焦距一样 随后低下头 率先从石门里钻了进去 张向元被他刚才那一眼看得手脚无措 等他转开目光 连忙战战兢兢地拿袖子抹掉额上的冷汗 又握紧双拳 将想好的话在心里默默地演练了一遍 这才一同进了门 完全没有一丝接风的厚重石墙 围成了宽敞 却阴冷的地下密室 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墙角的火把发出微弱的光芒 被不知道打哪来的风一吹便摇摆不定 蓝绿色的火苗若隐若现 显得诡异非常 主子 人带来了 带路的蒙昧男人双手抱拳低声说道 头垂得滴滴的 张向元见状 连忙也跟着照做 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坐在暗处的人影冷淡开口 背着光的脸看不真切 倒是能从声音里听出来上了年纪 粗雅 暗沉 见旁边的蒙面男人没开口 张向元马上反应过来 这话是在问他 灰主子 小的 小的 本来已经演练了无数遍的副稿 临到头 却一个字也想不起来 感受到来自前方的威压 张向元结结巴巴了半天 依旧没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小的 那个 赌方给 给 给 肠 那个肠 一块像是玉石的东西猛地砸到他头上 张向元只觉得脑门上嗡地响了一下 下意识地膝盖一软 跪倒在地 脸色惨白 不敢再发出半点声音 继续说 好好的说 暗处的黑影收回少 声音里尽是不耐于狠力 是 是 是 小的该死 小的马上改 马上改 惊吓过度 张向元又是一阵结巴 但很快反应过来 脸盲从跪坐的姿势翻过来 并成低头跪在地上 用手往自己脸上狠扇了两下 你 你 见面前的人没有开口 只是缓慢地拿手 在一个看似死人排位的板子上轻轻磨缩 看模样并未生气 张向元松了口气 虽然手脚还是软的 好歹已经镇定下来 说下去 粗哑的声音再次响起 张向元咽了口唾沫 顾不得擦掉额上的冷汗 按照之前的计划 开始添油加醋地 把江峰号设计夺走富贵赌方的事 说了出来 众签不忘各种穿插 各种形容词 说明江峰号是何等的 狡诈无耻 神赠鬼呀 事情就是这样 小的也是被打个措手不及呀 要不是这样 也不会让江峰号钻了空子 双手撑在地上 张向元刚好几声 红着眼纵足的痛心惭愧的模样 富贵赌方 也有主人的心血在里面 可不能让姓江的就这么白白拿走啊 求主人 一定要为小的做主啊 江峰号 有时你在唤我好事 被称为主子的人要切齿地念叨 手一挥 手猛地将手边的东西全都扫落在地 桌上的东西坑坑腔腔落了满地 其中一个滴溜溜圆的东西就这么一路滚到张向元的面前 张向元低头一看 差点没被吓得屁滚尿流 地上那个沾了泥土的滚原的东西 一头白一头黑 居然是颗还沾着血的人一眼 闭嘴 这种没胆的蠢货 到底是怎么得到富贵赌方的 全都是废物 小的该死 求主人饶命 比起死人的眼睛 张向元更惧怕主位上所谓的主子 被他这么一喝 整个人立刻就让冷汗浸湿了 脸毛用手捂着嘴 沉浮在地 主位上的人闭了闭眼 抬手一挥 你先下去吧 有什么事我会派人通知你的 是 小的告退 张向元如是重负 脸毛朝秦汪须磕了几下 暗处的人勉强扯出个笑容 眼角却是溢满了力气 低声朝旁边的蒙面男子吩咐道 送张东家去 记住 要好生招待 千万别怠慢了 是 黑衣男人沉声应当 转身领着张向元离开了 使门再一次关上 暗处的人默得站起身 尽快把赌坊里的东西都处理掉 半点痕迹都被留下 明白 棒跪在地上的几名黑衣男子沉声应当 往后退了几步 慢慢沉入黑暗中 木官落在远处 人影坐回椅子上 双手搭在扶手上 也离上过一丝轻面 狠声道 想跟我斗 江峰浩啊江峰浩 上次让你侥幸逃脱 这次你休想继续活着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一本集 第一十九集 黑历史 十七十二 儿子音拉的老长 还带着绕了两个圈 纵孙行满失望 被允许出来 放放风的剑河公主 泪流满面 一阵风似的 冲进了风主雅院 正在厨房 烙鸡蛋饼的何小强 手里还拿着锅铲 差点没被他的熊熊一抱 给挤成人杆 放 放上 他快喘不过气了 正巧过来等吃饭的江峰浩进撞 二话不说 上前一把揪住镜河的衣领 就往后丢 完全不顾虑半点 疏直情面 出手又快又狠又准 于是刚从魔爪中 解放的何小强 就有幸目睹了 当朝长公主尖叫着 以自己的身体 在空中划出一条完美的抛物线 然后 再准确无误的 被挂到隔壁院子里 搞出一大截的油桶树枝干上 得高威喜感场面 无误 嘴角抽了抽 何小强 眩眼看向身边 正在偷吃烙饼的江峰浩 终于忍不住 将心中的疑惑 吻出口 你们两个 真的有血缘关系吗 普通人家的叔叔 也会这么拿侄女 登纸飞机丢着玩 江峰浩嘴里塞满了食物 完颜很是认真的 思考了半傻 应该有吧 什么叫做应该有 你亚国人 就是传世如心狠手辣的亲叔叔吧 放心放心 死不了人 江峰浩伸出胳膊 往和小桥肩上一挂 不以为然的 咬一口青瓜 配一口鸡蛋饼 为父让人很准的 静和他们几个都知道 所以不用担心 你到底是想说明自己投篮技巧牛逼 只追NBA国宝级悬赏 还是想表明 你们家亲戚关系各种天 随便把人扔上树 都是同胞爱的表现 何小桥默默地抬头看他 一脸认真严肃的建议 以后如果你手痒小仍然 麻烦出门左转直走 随便找一个 千万别考虑我 谢谢 他身上暂时没有像那种自挂东南枝的浪漫细胞 上树看风景这种事 他自己搬梯子爬上去就行了 走捷径什么的 果断的不适合他这种逮小怕死的人 江峰浩哈哈一笑 用手拍了拍何小桥的左肩 放心吧娘子 为父还没丧心病狂的那种地步 你现在就已经开始丧心病狂了 抬头看看还战战兢兢挂在枝头不敢乱动的镜河 在瞪眼屋子吃个不停 半点没有想要把人救下来的始作俑者 深感着世界太可怕的何小桥 长叹口气 掘开围裙走出厨房 找人搭救可怜的公主殿下去了 十七婶 早就忘了自己才被完美KO过的镜河 刚从树上下来 就迫不及待的往河小桥身边跑 十七婶 我好命苦啊 莫名其妙 就被亲叔叔扔上树挂着 确实 有些命苦 用手被镜河紧紧抱着 何小桥同情的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别哭了 你的苦我都明白 十七婶 十七婶 你让十七婶收留我吧 我不想再回去找千子文了 静河 静河泪眼汪汪的 抱着何小小的胳膊不肯撒手 啊 仙子文 哎 等等 好像有哪里不对劲 你不是在气 江峰奥把你扔 呃 挂到树上的事吗 干嘛 干嘛又生气啊 静河一脸惊奇 随后淡定非常的样子 一挥少 从小被十七婶扔到大 早就没感觉了 哦 姑娘 你真是条汉子 仿佛对何小桥震惊的模样很满意 暂时忘记了自己很命苦的静河 兴致勃勃地继续爆料 别看实际说 平时总是小咪咪的 一旦被惹毛 他可是绝对半点情面不假 说到这里 静河突然一脸欣慰 随后又压低了声音 偷偷给何小桥养耳朵 虽然小时候 我没少被实际书整过 不过皇帝哥哥更惨 听说他曾经被剃光了两边眉毛 丢到护城河里泡了半天 争着一个多月不敢出来见人呢 丝毫没有发觉自己已经把皇室秘史 都抖出来的新一代坑哥 长公主 双眼闪闪发光 似乎对江峰号的王霸之气 崇拜到了极点 至于被迫听了半天黑历史的何小桥 则是略有些无语的身手摸了摸脖子 总有种搞不好下一秒就会被宝皇党跳出来砍头 杀掉灭口的毛骨悚然感 光天化之下 谈论当今天子的各种糗事 这果断是不要命的节奏啊 那个 要不咱回去关起门来再偷偷聊个够 暗时的眼神一个接一个地抛过去 可惜兴奋过头的镜河根本没看到 受到高兴的地方还忍不住拉高了嗓门 还有还有啊 实际上你不知道 黄 黄个头啊 何小小迅速地用能自由活动的手捂住她的嘴巴 无视镜河抗议的眼神 淡定的提议 我们还是先回去把早饭吃了吧 再还有下去 我这条小命说不定就真的要交代在这儿了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一百二十集 百花游行 虽说镜河一心想落在王府里 以为不回宫就能躲避惨无人寰的伐超任务 可惜躲得了吹 躲不了食物 躲过了宫中太傅 躲不过江峰浩这个黑了心肝的十七叔 刚吃过午饭 大伙正准备去来个午睡休息一下的时候 上次来府里抓人的教学嬷嬷 再一次垫上雷鸣 从天而降 二话不说 就把整个已经实话的长公主塞进轿子 风风火火的抬回宫里去了 站在风筑雅院门口 何小小倍感无语的 看着跑到身后 都腾起一条黄烟的大部队 轰轰烈烈远去 恍惚中仿佛还能听到 镜河泪流满面的呐喊 石几婶 救命啊 你是故意的 江峰浩双手环胸靠在门口 笑得极为狡黠 将责任推了个一干二净 回复只是替太后嫂子办事而已 何小乔嘴角抽了抽 用从他那里抢过来的玉骨扇 往他肩膀上敲了一净 当心静河知道好 找你拼命 江峰浩耸耸耸肩 深深的不以为然 拼过了 结果 只是让他整得更惨而已 但我啥都没说过 何小乔分外同情静河 生在皇家神娇肉贵的金枝玉燕 却有这么个不按理抽牌 还特么开了外挂 享有免死免责 特权的黑话叔叔 这算是除了衣食无忧之外 老天爷特别给的 苦其亲至 精神磨练任务吗 对了 下个与丰收记游行 你会去看吗 三秒默哀的时间一过 何小乔立刻将话题 转了个方向 你想接 江峰浩看着他 倦眉微微上扬了扬 何小乔顶点点头 嗯 跟静河约好了 看完游行就在外面吃饭 晚上还能去猜灯迷 江峰浩岔开虎口 磨缩着下巴 想了想 伸手在何小乔的脑袋上拍了白 这样啊 没问题 到时候维夫王 一定帮你把最好看的灯笼 迎回来 啊 我刚刚有说要灯笼吗 半个月后 就在风收季来临的前几天 秋冬两季 终于正式完成交接转换 不过一夜之间气温骤降 地面上开始冒出白霜 当第一场雪在京城上空 纷纷扬扬地洒落下来的时候 风收季也如期到来了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 地上的积雪还没有融化 被阳光一照 全都反射着晶莹的光亮 彩莲将洗漱用的热水 锻到房里 回过身把门关上 这才轻声唤道 小姐 小姐 该起床了 一只手从被子里伸出来 竖起食指 在空中挥了挥 然后又刺溜一下 缩了回去 于是半课钟之后 小姐 该起床了 早就莫清楚 何小乔习惯的彩莲 很淡定地看着不远处的滴漏 岂而不舍地 将Morning Call的工作 进行到底 知道了 知道了 何小乔不情不愿地爬起来 习惯性地伸手 抓了扎乱得跟杂草似的头发 随后下意识地 又用被子将自己紧紧裹住 只露出一张 盲人的脸在外头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已经快到四十了 财莲硬了声 走到窗边 将窗户敞开了一条缝 透气 天气冷 房间里点着碳盘取暖的时候 何小乔都会要求他这么做 说是防止中毒 哦 我小动 何小乔眯着眼 浪成了尾音身影了声 把脸埋在柔软的背面上蹭了蹭 这才不情不愿地从床上爬起来 今天去看百花游行 小姐可不能被比了下去 财莲在箱子里翻了翻 悬了一件桃红长裙出来 兴奋地张开 朝何小乔的方向比了比 小姐 你觉得这件怎么样 何小乔双手拖着下巴 百无聊赖地撇过去一眼 我觉得旁边那件不错 蔡莲当即垮下脸 小姐 这么喜庆的日子 也穿绿色呀 绿色怎么了 绿色才好看啊 何小乔伸了个懒腰 用手拨了拨 垂在腰侧的黑亮长发 只是去看热闹 又不是给别人看 做人嘛 要懂得低调嘛 彩莲劝收无果 最后 只得依了何小乔 不过在梳头这方面 却不肯退让 于是何小乔 只能无奈地 放弃标志性的葱姑盘 麻花辫 和方便帅气的马尾头 乖乖地做到铜镜前 让彩莲给她打理头发 知道何小乔不喜欢 带太多的东西在头上 彩莲想了想 不但一会儿功夫 就在她头上 竖起一个随意云镜 并叫靠后一点的地方 用珍珠发垫 和珊瑚珠花压着 盘旋而起的发际尾端 则沾上了 玲蓝花流苏转 走动的时候 一晃一晃 叮叮当当地 多了几分娇俏 嗯 好像有点奇怪 何小乔望着 铜镜中的自己 有点不适应地 歪了歪头 还是觉得 有些过于隆重了 想要捡 这已经是最简单的了 按住何小乔 想要去把发垫拔掉的手 才领解之欲哭无赖 你再这么捡下去 可就什么都没有了 好好好 我不捡 不捡了 别哭丧着脸 呵呵 何小乔 黑黑笑 妥协地举起双手 做投降状 嗯 就这样吧 也挺好看的 嘿嘿 小姐喜欢就好 彩灵总算破题为笑 继续拿被子 小心地给何小乔 力顺捶在身后的长发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嘿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21集 百花游行 虽然已经放晴 不过外面的空气 依旧冷得很 匆匆忙忙吃了早饭 从暖阳如春的屋子里出来 刚走到门口的何小乔 就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脖子一缩 连忙交叉双手 搓了搓胳膊 再把手放到嘴边喝着气 好冷啊 它是收活在亚这带的动物 莫得遇见下雪天 还真的有点招架不重 一件丁香色连帽斗篷 落到自己身上 不知道何时过来的江峰浩 伸出冰凉的手指 在它领夹上捏了一把 笑眯眯的调侃 冷就多穿一件 要是冻着了 为父可要心疼了 采连健壮 抿嘴一笑 非常实实物地走开了 送给我的 暂时没空跟他计较 偷袭的恶劣行径 何小乔欢喜得 摸了摸帽子上坠着的白毛 虽然这抖蚊看着 有装弹的悬疑 不过确实好看又保暖 当然不是 江峰浩背着手 故意不去看何小乔垮下的脸 一本正经又补充了一句 这是给常宁王妃的 何小乔眯着眼瞧了她好一会儿 随即面无表情地解开忌惮 既然这样 那王爷还是拿回去的好 小女子可不敢乱用 这样就生气了 娘子 我错了 这就是送给娘子的 送给何小乔的 剑那当真把斗篷解下来 原本王霸之气到处测漏的江峰浩 就抢仙年了 江峰浩此话一出 所有躲在暗处 进着围观的影位 全都喷了 话说人都还没取进门呢 你呀 七怪眼也就算了 能不能不要表现得那么明显呢 从来脸皮无敌厚的江峰浩 才不管那些嚣张的笑声 心里悟悟自帮何小乔 把井间的鸡带系好 又忙不迭地拉起他的手 走吧 不是要去看游行吗 晚了 估计就赶不上了 走吧 何小乔眉眼弯弯 偷偷握紧了他的手 领悟到 这是已经被原谅了的节奏 将冯浩立刻薰领神会 会以亮相人眼的 倾城一笑 于是 何小乔果断地找不着北了 因为早前收到静和托人带话 说是丰收集当天会晚一点出来 所以当时候大家在太白楼会合 何小乔将这话牢牢记着 不过却没打算那么快 就去太白楼窝着 谁知道静和什么时候能溜出来 与其在里面坐着干等 不如趁着现在游行时间 去凑凑热闹 街上人很多 听说今年因为有百花游行 所以来参加风收集的人 比以往多了一倍不止 到处都是人山人海的情况 最为热闹的东大街就不说了 作为出发点的枝兰街 也是火爆飞场 站在高处一眼望过去 从街口到巷尾都挤满了人 人群分裂两旁 万头攒动的景象就跟星光大道似的 人人都争着要一堵半城花仙的美娇娘风采 小心 从熙熙攘攘的人群里 将好几次差点被急锁的何小乔捞回去 护在身前 将封号握紧了他的手 沉声道 跟紧我 千万别走散了 知道了 何小乔用手紧了紧斗篷 漫步轻心地应了声 一边随着别人的模样 努力踮高脚尖去看正要经过的游行队伍 当在面前的人太多 何小乔欺而不舍地试了几次 结果每次都因为身高限制 看不到高清现场 只能透过人缝 隐约看到前面似乎有身段 恶嫩的女子举着花篮 偏然起舞 耳边听到 除了人群时不时爆出的嬉笑欢呼 就是似乎已经乱了章法的私主演奏 漫天飞舞的新鲜花瓣 更不要钱似的铺满了整条大街 地上到处是被碾压的 皱成团的材质和花泥 从来赫离鸡群不怕被人挡视线的江峰号 实在不忍在看何小乔点着脚尖伸长脖子 却依旧什么都看不到的滑稽模样 太欣一声 伸手指了指他们身后不远处一家客栈的二楼 人太多了 到楼上去吧 何小乔早就累得勾呛 听到这话立刻蒙顶头 楼上好楼上好 二楼好啊 站得高自然看得远 而且还不用被人挤成人杆 这个才是重点 商讨完毕 两人马上就要转身离开 结果踩走不到两步 耳边只听得有人在前头高喊了句 蓝星姑娘出来了 随后整条支篮截立刻像炸了锅一样 完全失控 内心来围观的人个个都像打了鸡血一样 神情狂热疯了似的一窝蜂的往前冲 人群里不时传来各种被踩到脚的尖叫和高声咒骂 何小乔还没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紧紧拉着江峰号的手已经被人从中硬生生挤开 自己也身不由己的被人潮卷了进去 江峰号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一百二十二集花魁 江峰号 耳边传来何小乔的尖叫 江峰号反射性地伸出另一只手 结果却只抓了蛮少的空气 巨木寻找半天 奈何人潮汹涌 一眼望过去全都是疯了一样 不管不顾推紧着往前跑的人 根本看不到何小乔所在 该死 江峰号脸一沉 抬头看了看已经挤满了整条街的人 墙忍下像用轻弓飞到高处查看的冲动 黑着脸转入巷子中 放出消息招来影卫 王爷 眼前的人看着有点眼生 江峰号不悦地凑了凑眉 冷清山呢 副族前来军应的影卫甲低着头 神情很是恭敬 回王爷 冷侍卫长还在小门村种地呢 小门村 背着手 淳眼思索了好一会儿 江峰号这才想起来 因为上次冷清山带了一堆人马 闯进何小乔归房的事 他这个当时也在场的为人夫者 一怒之下 就把当天破门入的那些二愣子 全都发配到乡下 种田养猪 修身养兴趣了 怪不得最近在他跟前晃来晃去的 都是些半生不熟的面孔 感觉冷清山那个面瘫重地重上瘾 还不想回来了 想到这里 江峰号脸色又开始不好看了 马上找人沿着街道仔细搜索 务必把王妃找回来 有什么消息 第一时间通知本王 另外 再派人到小门村把那群二愣子喊过来 告诉他们 要是一个时辰后我还看不到人 这个月的历钱就都不用领了 属下遵命 有位甲拿眼兴奋地应了声 带着马脸兴奏乐乎的笑 翻身遇上墙头 转瞬便不见了人影 念妻心切的江峰号 拂袖冷哼一声 担心何小乔被有仙人掳走 自己要赶忙加入了寻人队伍 至于身为当时人的何小乔 则是被人潮带着 忽左忽右 身不由己地跟着转了好几个圈 也不知道到底走多远 等他从头晕目眩中回过神来的时候 周围早就没了江峰号的影子 眼前不断有材质和花瓣飘落 街道两旁的房子看着都衍生得很 何小乔用手搭在额头上 就目看了老半天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被人群带到了什么地方 感觉人群移动的速度慢了下来 何小乔心中一息 脸盲松了松肩膀 艰难地从人缝中钻了出来 勉强找了个人少的角落站着 这位大叔 何小乔用手拍了拍站在他面前那中年男人的肩膀 好奇地问道 你们到底在看什么 怎么个个都跟见了神迹一样激动 难道福祖显灵 或是菩萨将士了 中年男子正奋力地往人堆来挤 文言头也没回 一副理所当然的口气应道 到这里来还能看什么 当然是看蓝芯姑娘 蓝芯姑娘 她是什么人 何小乔屁颠屁颠地跟在她后头 不屈不挠地打破砂锅问到底 就喝 连咱欲称大名鼎鼎的花魁蓝芯姑娘都不知道 中年大叔终于放弃了往前冲的举动 回过头来上下打量了何小乔一番 小姑娘你是刚从外地来的吧 这您都看出来了 何小乔笑嘻嘻地睁眼说瞎话 莫了不忘附送一根大拇指拍拍马屁 大叔您真厉害 好说好说 中年男子哈哈一笑 用手摸摸后脑勺 显然被夸得心情很好 大叔您是京城本地人吗 何小乔眼珠子滴溜溜一转 突然问道 这么说来这里的事 您肯定清楚得很了 那是 我们老张家可全都是土生土长的京城人 要说京城里有什么大事小事的 问我肯定没有错 中年男子骄傲地扬起头 用手拍拍自己的胸口 何小乔等的就是这么一句话 见他正在心头上 联盟把之前的问题又给提了出来 那大叔您跟我说说这蓝星姑娘呗 一说起这个 中年男子便双眼发亮 搓着双手一副兴奋莫名的模样 没问题 小姑娘我告诉你 蓝星姑娘可是咱们京城里面出了名的奇女子 不知人长得跟天上的仙女似的 就连歌喉和武兹都是一等一的好 虽说 银家中遭逢聚变而沦落封尘 但却亲戚书画无所不通 一首好字 写得据说连汉林院李大学士都赞不绝口 沦落封尘 那不就是 何小乔若有所思 在这个男尊女卑的时代 实相全能又貌美如画的青龙女子 确实当得起一出现就万人空相的待遇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23集 花魁 大叔 你见过蓝星姑娘吗 哪能啊 我可没这个命 还在痛梦横飞说个不停的中年大叔愣了想 回顾神来 连忙摆手 蓝星姑娘可是怡红院的头牌姑娘 京城第一话魁呢 哪里是说想见就能见的 哦 那如果想要见她 是不是就要上怡红院啊 怎么 姑娘你还想去青楼红馆 亲自看看不成啊 我可听说了 要见蓝星姑娘一面 得先背上摆两银子 摆两银子呢 先不说你有没有那个真家 就算是有 那钱头还不知道有多少权贵 商骨 手捧重金在等着呢 等拍到你的时候 都不知道要猴年马月了 所以我劝你啊 还是趁早吸了这个念头为好 大叔说的对 钱可不是这么花的 何小桥配合的电顶头 开玩笑 就算他真赚到白了银子 也坚决不会用到女人身上 真有那么一天 还不如全都交给新一代赌神江峰浩同学 取利滚利 再赢一座赌方回来才是王道 这就对了 对何小桥表达了一下 如此可教的赞赏 中年男子用下巴挪了挪人群以外总结的 待会蓝星姑娘经过的时候啊 你跟大叔我一样 睁大眼睛瞧瞧过把眼引就行了 其他就别想了 费钱还费时间 何小桥末 大叔 您还真前卫 人群突然又是一阵骚动 中年男子军状脸忙激动地喊上何小桥 一手指着不远处高声道 快看快看 花碾上的就是蓝星姑娘 何小桥硬身看去 就见一顶缠绕了百花的豪华布脸 正由十二名壮汉抬着缓缓经过 脸上三面挂着白纱 唯有重重一面 没有任何遮挡 一袭素冷纱衣 身姿曼妙的女子端坐其中 乌发如云 眉目如画 鲜鲜素少 轻暗琴弦 琴声重重 如水流泻 布脸上的白纱 随风翻飞起舞 漫天落花中 只听得琴声悠扬 脸上之人在鸟鸟秋烟的衬托下 更显轻盈空灵 往这即将乘风而起 人买有多才多艺 还懂得借机造势 这才是真正的花魁啊 如果不是下半张脸 都让杀金挡住 相信何小桥对这位传说中的第一名剑 会更有感悟 不过没关系 就算现在看清楚人家具体长什么样 以后换个方式照样能看到 何小桥在心里哼哼两声 低头扯了扯 有些发皱的裙子 往后退了两步 刚感觉到脚后跟似乎踩到一个隆起的东西 一声嘀嘀的呻吟立刻响了起来 何小桥心里一惊 连忙转过身去 来不及看看是谁 就抢先开口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无妨 沙哑低沉的男中音响起 被何小桥踩了一脚的年轻男子 用手撑着额头 脸色灰白 似乎正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 何小桥有些心惊肉跳 往后嗦了嗦 踩人一脚都有这么犀利的效果 难道他已经胖得无可救药了 这位仙 公子 你没事吧 头 头痛 年轻男子似乎疼痛难忍 手撑着额头 大口都喘着气 大冷的天 他额上居然冒出了细密的汗中 见他脚下亮强了响 似乎快要站立不稳 何小桥来不及多想 便伸出手去 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走 我扶你到旁边休息一下 年轻男子微微抬头 看了何小桥一眼 眼尾微微往上挑 凤眼里像是蒙上一层薄雾 看不真情 确实什么也没说 任由何小桥又拖又拽 把人高马大的他 扶到旁边一户人家门口的石阶上坐下 旁边的人都是一副欢欢喜喜 开热闹的模样 并没有人对他们二人多加注意 却年轻男子哆嗦着手 几次想把手里捏着的瓷瓶盖子打开 却都失败 何小桥再也看不下去了 将瓷瓶一把抢过去 轻到瓶身将里面的东西都盗了出来 再摊开手 将掌心里的黑色药丸递给他看 那拿出来了 要吃几个 年轻男子的目光 从那堆药丸移到何小桥的脸上 鼻子不算高 嘴唇很健康的粉色 脸型稍显圆润了些 但看起来倒挺可爱 眼睛又大又明亮 最主要的是 眼底还带着一抹 不像造假的官妾 原来是他 眼底闪过一抹 快得让人来不及捕捉的诡异光芒 年轻男子垂下眼睫 滴滴地道了声信 勉强撑着从何小桥掌心里 取了两颗药 推下 给 一晚还冒着热气的白开水 递掉他眼皮子底下 年轻男子诧异地抬头 何小桥理所当然地 将往往他手里一塞 顺道科普一番 吃药的时候 喝些温水 效果会好一点 年轻男子不知可否 脑袋里尖锐的疼痛 已经缓和了下 略微思索了下 这才慢慢地将碗芽 凑到唇边 水是甜的 年轻男子只喝了一口 便微微皱起眉 何小桥似乎早就料到 他有这反应 乐得两只眼睛 都弯成了月牙状 那些药很难吃吧 梗得老远都能闻到 一股臭味 用手指了指 后面那户人家 我特意让这家的大婶 加了点糖 铁牵和小桥脸上 有恶作剧得逞的 狡诈神色一闪而过 年轻男子 狭长得凤眸微眯 心下虽觉得好笑 面上却不动声色地 将那碗热糖水 喝了个一干二净 多谢姑娘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 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24集 吃醋 将往还给好心的大赏 何小小刚一转身 就发现 年轻男子 已经用手 扶着墙面 站了起来 目光只盯着前方 眼里似乎有种 莫名的心痛和自责 何小小跟着探了探头 游行的队伍已经远去 只有招摇的花脸 因为所处的位置高 还能看得见 难道说 这家伙也是 蓝星姑娘的爱慕者 我说这位公子啊 何小小一副三八模样 笑嘻嘻地 用胳膊肘 撞了撞她 你喜欢蓝星姑娘吧 年轻男子 勉强扯了扯嘴角 漆黑如墨的毛子 转向何小乔 眼神怪异 似笑非笑 莫然醒悟到 自己这等于是 在刺探别人的眼丝 何小乔略显尴尬地 黑黑一笑 抱歉 抱歉 我无意刺探你的隐私 就是挺贴蓝星姑娘 可惜的 有你这么个人 在偷偷喜欢她 都不知道 没必要可惜 许久之后 年轻男子才收回目光 背着手将脸 转向正前方 声音已就没有 之前的沙哑 有种难以言喻的清冷 冬日的阳光 随随落下 在她周身 形成一道耀眼的光韵 何小乔这才发现 原来这家伙 长得也挺养眼 黑亮长发 用浴光高高竖起 露出饱满的天庭 极其魅力的 狭长凤眼 飞眯着 犹如蝴蝶翅膀的长截 在眼下 投出一片阴影 大概是受头痛折磨 她的脸色有些苍白 少了点血色的 菱形脖唇紧米 看起来略显冷漠 疏离 不同于江峰浩的 邪理邪气 现在站在她面前的 这个男人 浑身上下都在散发着 沉稳内敛的气息 就像 就像长相英俊 学习成绩又好的 林家大哥哥一样 给人一种 非常可靠的感觉 看不出来 你还挺高的呀 纯粹没话 长话的何小乔 用手比了比 两人之间的差距 在发现 她指到这位 陌生胸台的胸口 高一点的地方之后 默默地 往旁边挪了两步 年轻男子微微一饿 侧脸低头 看了一眼 令书小人鬼的 何小乔 眼底难得地 扶起些许笑意 随即隐去不见 转过山面对着她 年轻男子拱了拱手 今日多得姑娘 出手相助 在下感激不见 何小乔豪气万圈地 抬头挺胸 路径不平 拔刀相助 乃我江湖儿女 行走江湖的基本准则 公子无需多礼 既然如此 那在下 便成了姑娘这份人情 举手之劳罢了 摆了摆手 这人群已经散去 何小乔立刻点起脚尖 往前方看去 不一会儿又回过头来 看着她问道 你现在头挨头吗 没事了 既然如此 那我先走了啊 她还得回去 跟江峰号会合呢 也不知道那家伙 现在到底 给挤到哪儿去了 就这样 后会有期 丢下这么一句话 何小乔头也不回地 举高手挥了挥 不等对方回应 就选了个方向 提起裙摆 一溜烟地跑远了 若有所思地 盯着何小乔离开的方向 好一会儿 年轻男子 这才慢条丝里的 收起因见她 豪放狂奔 而忍不住 露出的笑脸 轻声道 后会有期 何小乔一路走走停停 目光不停地 在人群里穿梭 准备沿着这条路 慢慢地 找回之前 跟江峰号走散的地方 诉说江峰号的外貌 身高都是 和李基群的存在 但以她这个高度 要从密密麻麻的人群里 找到她 也是要费方功夫 还不如回去原来的地方 等一等 比较实在 虽然不知道江峰号那边 是什么样的情况 不过对于她的自保能力 何小乔还是挺放心的 这位大婶 请问福顺绸断庄要怎么走 既然有人经过 已经转得有些头晕的 何小乔 赶忙跑过去问路 贝兰州的大婶 连话都不愿意多说 摇了摇头就要走 何小乔只能挫败地 退了回去 她记得之前 和江峰号在一起的时候 从无意间看到 附近有个福顺绸断庄 如果能找到那里 估计要回去搬救兵 就容易了 唉 长叹口气 何小乔沮丧地 往后退了两步 刚想抬脚往前走 手臂却突然被扯中 接着整个人 便身不由己地 像个陀螺一样 转了一圈 在猛地 撞进一个大张的怀抱里 总算找到你了 熟悉的低沉嗓音 在头顶响起 何小乔默得一愣 正打坐往来人 小腿上狠狠 招呼过去的脚 不由自主地 僵在半空 来人趁机收紧双臂 把他紧紧锁在 自己的怀中 艰难地抬起头 目光触及那张 百看不厌的俊脸 何小乔双眼发亮 忍不住怯悦地尖叫出声 江峰昊 将他从头到尾检查了一番 还好没有受伤 抬头在他头上轻拍了下 总算松了口气的江峰昊 促瞎地瞇了瞇眼 看到为父这么高兴 当然高兴了 紧绷的精神瞬间放松下来 何小乔哈哈笑着 在原地蹦的两下 反手抱着他的膝腰 我高兴看到你来找我 还好他找来了 还好他履行了承诺来找我 不然 不然 鼻子有点酸酸的 何小乔咬着下唇 将脸埋在江峰昊的胸口 不说话 握紧双手 使劲压抑着 不让自己哭出来 虽然表面上 他一直都在 没心没肺的快乐着 可事实上 又有谁知道 他心里其实一直都在害怕 害怕会被抛弃 害怕不为这个世界所容 所以看到江峰昊来找自己 他真的很高兴 非常高兴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25集 吃醋 察觉到他的颤抖 江峰昊毛子里 闪过一丝疼心 将他搂得更紧了些 嗯 以后记得 无论如何 都要拉紧我的手 哦 鼻音浓重地应了声 何小乔克制不住地 将脸贴在他温暖的胸口上 尽情汲取他给予的安全感 只要你不带给我绝望 我就不放开 但若是触及他的感情禁区 他宁愿舍弃一切 就算再喜欢 再舍不得 也一样 虽然何小乔最后那句话说得含糊不清 但耳力极佳的江峰昊 还是听明白了 弯下腰将下巴抵在他头顶的发悬上 他收紧了双臂 笑着坚定地回应 你不会有这个机会 冬日的风打着旋儿吹过 将两人的头发轻轻了起 在空中紧紧缠绕 就像要实现不离不弃 就缠一辈子的诺言一般 刚才跑哪儿去了 温存良久之后 江峰昊这才松开何小乔 用手捏了捏 他因为憋着泪意 而胀得通红的鼻子 何小乔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 这附近他本就很少来 再加上因为丰收剧 到处都大变样了 他对自己所处的地方 根本没有概念 不过我刚看到蓝星姑娘了 何小乔略有些兴奋地说道 另外还有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公子哥 男人 江峰昊脸色瞬间有些不好看了 他对那个什么蓝星姑娘 根本没有半点兴趣 但是从何小乔口中 说出长得很好看的公子哥 这一点让他非常介意 娘子 将何小乔的脸搬过去 让他面对着自己 江峰昊很是严肃地问道 为父好看吗 何小乔有些纳闷 不过还是很诚实地使着点头 嗯 好看 江峰昊浑身的酸味立刻散了些 随后又欺而不舍地问了一句 那是为父好看 还是你之前遇到的那个什么公子哥的好看 当然是你好看 何小乔毫不犹豫地回答 然后又疑惑地蹭过头 I don't know 这对话好像有点奇怪嘛 得到肯定的回答 江峰昊脸上立刻波云渐月 顶了顶头 模样看起来相当满意 既然这样 那以后你看为父就好了 不准看为父以外 别的男人超过一刻钟 半刻钟也不行 何小乔恶然抬头看他 半晌后突然扑斥一笑 眼睛弯长两轮心愈 你在吃醋 江峰昊横了声 没有正面回答 只是用手捏捏他皮肤细腻软滑的脸颊 我就是吃醋 就是占有欲强 怎么了 不服气咬我 何小乔错愕地看着他撇开头 耍小脾气的傲娇模样 嘘里慢慢酝酿起甜蜜的感觉 有人为你吃醋 受人重视的感觉真好 走吧 主动牵起江峰昊的手 何小乔笑得格外开欢 肚子饿了 吃饭去 两人到了太白楼 在殿小儿的引导下 进了能看见 大半个军城的牡丹香房坐下 香房是荆和公主 一早派人过来殿下的 甚至连饭菜酒水 都准备好了 简直信心体贴地 让人感动 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开始飘起了雪 厢房里燃起了碳盘 暖如阳春 江峰昊在旁边喝着茶 何小乔盘起双腿 兴致勃勃地 翻着手中的玉城腐质 窗外突然传来一声清响 半场的窗户猛地打开 一连好几条黑影 随着冷风从外头窜了去了 江峰昊 似乎早就见怪不怪 没有半点反应 倒是何小乔瞪圆了双眼 受此惊吓 手中抓着的书 几乎是反射性地 就丢了出去 偏头躲过何小乔的袭击 仍旧他这一张脸 没有半点表情的冷圈衫 也名手快地 把被丢得老远的蓝皮书 捞了回去 双手递给何小乔 王妃 你的书 谢谢 何小乔善善地把书接过去 目光落到不走寻常路的冷圈衫 和他身后的几名眼卫身上 竟然他们衣服上都沾着干阔的稻草和泥土 突然兴致大发调卡了去 冷户外 你们刚从地里回来 回王妃 是的 冷圈衫丝毫不为所动的叶拱手 面他脸上波澜不腥 手下之前都在小门村开荒种地 种 种田 我靠 这大冷天的居然去种田 忍了好久 才没把你们确定出门前脑袋没让门板夹过 这句话问出口 何小乔尴尬地呵呵两声 捧取茶杯喝了口 冷户也真会开玩笑 他没开玩笑 老僧入定班的江峰号总算开了金口 放下茶中往冷圈衫那边撇过去一眼 又回过头去看何小乔 眼睛里闪着得意的光芒 是维夫让他们去的 那你 何小乔愣了下 随即扑的一声将刚入口的茶水全都喷了出去 原来脑袋让门板夹了的人是江峰号 本集完 您给我点瓶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26集 七宝流离灯 眼见江峰号手忙脚乱的去帮何小乔拍着后背顺气 冷青山还是一如既往的冷静 眷缝插针地问出最重要的问题 王爷 属相们的月凤是不是保住了 什么 什么是月凤 何小乔让茶水呛的眼泪都飙出来 却还不忘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你们深深眯眯的在说什么 呃 待会再告诉你 你先别说话 江峰号哭笑不得的把他的脸扳回去 蒲山大掌在他背后轻拍 小心又差气 何小乔很想说自己已经好了 结果嘴巴一张又是破天盖地的咳嗽 连忙捂着嘴把你扭到另一边去 冷青山几人见状已不好再开口 厢房里一时沉默去了 只有何小乔还在悲催得咳嗽不停 王爷 这冰箱何小乔刚缓合过来 眼睛又是黑影一闪 再回顾神的时候 屋子里又多了个人 哼 怎么一个个都这么喜欢从窗户外跳起来 却不能好好走路吗 何小乔嘴角抽搐 忍不住在心里吐槽了声 厢房里多了冷青山几个大男人 本来就已经很窄了 现在又来一个 几个人分居一边 恐惧立刻又变小了不少 什么事啊 江峰号头也不抬 极其自然熟练地倒了杯水给何小乔 同样身为影位 来人看到冷青山一行 虽然有点诧异 不过很快又恢复过来 恭敬地朝江峰号以拱手 王爷 陆公子现在正在府里 说是有急事找王爷商议 这是陆公子让属下交给王爷呢 说这话 又把一块看起来像是个令牌的 黑乎乎的东西递了过去 伸手接过影位手里的东西 江峰号眼底有诧异的神色闪过 眉心也少见得皱了起来 何小小挪到他身边探头去看那块令牌 怎么了 是师父 江峰号蹙着眉 脸上少有的显出担忧的神色 师父 虽然不知道江峰号到底有什么过往 不过看他的样子 这位师父对他而言肯定是很重要的长辈 既然是急事 你快回去吧 见他为难地看着自己 何小乔强忍着不露出失望的表情 笑嘻嘻地当 估计再不走 师兄就要过来抓人了 那你 江峰号正想问何小乔要不要跟他一起回去 何小乔已经抢先一步白白手 拍着胸口保证的 我还得在这等金河过来呢 不会乱跑的 你放心回去吧 那好 大概是真的着急 江峰号略为斯卡洛夏便同意了 你在这里乖乖坐着别乱跑 我处理完手头上的事情 晚点再来和你们会合 没问题 何小乔点了点头 随后又看似不耐烦的伸手 把他往门口推 快去快去 别让师兄等着急了 伸手在何小乔的头上拍了拍 江峰号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转身匆匆忙忙地走了 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楼下 何小乔才收回目光 略有些沮丧地坐回椅子上 一抬头却见冷千山跟踪门神似的 只挺挺地站在旁边 不由诧异地多看了几眼 冷户也不跟着去吗 冷千山单手扶着腰间的佩剑 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 属性留下来保护王妃 江峰号临走前特意交代的事 他可不敢办杂了 何小乔想了想 今天人确实多 他跟清禾要是想出去 最好还是有人在旁边跟着比较好 万一出点什么事 起码大家还能商量下 或者互相帮个忙 那就麻烦冷户卫了 属下职责所在 王妃无须客气 冷千山继续顶着面 他脸回话 要不是听说他常年累月 都这副模样 何小乔差点就以为 他是对自己有意见了 我说冷户卫 天天顶着这么张脸 不辛苦吗 然后兴致地用手托着下巴 盯着冷千山看了好一会儿 何小乔兴致勃勃地提 笑一个来看看呗 冷千山半顶情绪波动都没有 一本正经地对此等可以归类到 调戏范畴的举动 实行了义正言辞的拒绝 回禀王妃 属下只卖艺 不卖笑 好一个 卖艺 不卖笑 冷户卫 火真是太欣赏你了 面贪脸幽默起来 真的很要人命啊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27集 七宝琉璃灯 在厢房里坐了好一会儿 太白了的伙计 便拖着托盘 鱼罐走了进来 装在精致瓷盘里的饭菜 素香味俱全 很快摆满了整张桌子 何小桥刚想喊冷千山 过来一起吃饭 没想到嘴巴才刚张开 包厢的门又被敲响了 这次去来的是穿着藕荷色斗篷 头上还顶着几片雪花 显得有些狼狈的剑河公主 石器婶 我来了 何小桥把刚才掌柜 送过来的干净帕子递给她 示意她把头上的雪花拍掉 外面下着雪 你怎么也不撑巴撒 又探头往她身后抢了抢 哎 你那几个宫女呢 都不在 静河吸了吸鼻子 在靠门的地方把头发里顺了 才急急忙忙的跳到桌边坐下 把手伸到探盆边烤着 一边嘟囔着道 好不容易才跑出来 我才不想让他们跟着呢 一个个就只会到母后跟前 乱叫舌干 烦都烦死了 何小桥本来想告诉她 看谁不爽的话 以她的身份随时可以把人打发走 后来想想 昨天好像没那个立场 于是便换了个委婉点的说法 嗯 他们也是担心你 他们是巴不得本宫犯错 好趁机去母后跟前 打小报告领赏 何小桥偏头想了想 没有接过话 从来一根筋 凭喜好看人的她 对这方面也没半点经验 对上那种肚子里 各种弯弯绕绕的人 除了设计整上两顿 或者不要命的跟人家 拼上一拼还可以 玩阴谋什么的 就完全没辙了 吃饭吧 憋了半天 也只有转移话题这么一条路 何小桥身手将最中间 那碗芙蓉鲜汤的盖子掘开 大好的日子 别想着这些了 省得一讲食欲 使其少说得对 经合收回已经暖和过来的少 拿起筷子 用力往自己面前的 红烧提膀上戳了下去 咬着牙手的 这个时候吃饭最重要 本宫才不会去想那些讨厌的东西 何小桥哈哈一笑 对静和直爽的性子倒是越来越欣赏了 太白楼不愧是京城第一九楼 除去价格贵得离谱这一条外 做出来的饭菜 脉象味道都是一流的 不说何小桥这个土包子 就连静和这个生在皇家的精致韵液 都吃得津津有味 期间何小桥也试过 腰冷千山一起吃饭 结果毫无疑问的被拒绝了 最后没办法 只好让伙计给他另搬张桌子 单独开小葬 总不当让人家 干站着在旁边看他们两个吃饭吧 他不觉得憋屈 何小桥都觉得别扭 冷千山原本还想拒绝 让静和公主皱着眉刺了两句 这才摊着一张脸坐下 慢条丝里的吃了气 吃过饭 两人又在房里说了会儿话 一下午很快就过去了 原本说要过来接他们的江峰号 却没有出现 何小桥时不时抬头看向窗外 可惜始终没有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心里越发失望 只能默默地安慰自己 也许江峰号是真的有急事来不了 金屋西坠 还昏过后很快便是热闹的夜晚来临 屋内屋外的灯火都纷纷亮了起来 静和显得特别兴奋 根本不管和小桥是不是情绪低迷 拉起他的手就往楼下人群里钻 冷圈山不动声色的尾随其号 始终跟两人保持三米以上的距离 既能随时看着他们 又不会显得太惹人烦 大概是在宫里被关久了 好不容易能出来一趟 静和显得分外雀晕 一整天脸上的笑都没停过 从前面开始就是花灯夜市了 每年的今天都会有好多好看的花灯 走 我带你过去瞧瞧 拉着和小桥的手腕 静和兴奋的小脸通红 和小桥本来对这里的节日庆典 就没什么概念 倒是乐得静和滔滔不绝的 给他卷赏 两人沿着城中 唯一的人工河走了一路 还不到三丈宽的河面上 悬挂着应景的大红灯笼 河里偶尔会有小艇 载着游人卖悠悠的划过 周围都是一滩滩 买卖花灯和油纸散的店铺 花灯精致 纸散五彩斑斓 即使是在夜里 都让人觉得心情愉悦 原本因为江峰号没有出现 而显得低迷的情绪 慢慢恢复 何小桥脸上的漫不经心 逐渐被笑容所取代 石器婶 快看快看 那就是今年 刚显出来的花灯之王 何小桥顺着她手看过去 在她前方不远处 有一片宽广的空地 中央搭了个高高的台子 台子上选着一盏金龙宪锐 七宝琉璃灯 大概有一人躲高 中间的灯已经点着了 烛光透过周围的彩色琉璃 投射出来 再看台周围 投下一个个形状颜色 各异的光斑 花灯宝盖上 描绘着花开花落和白雪挨挨 竟是把春夏秋冬四季盛景 都演绎了一遍 大概是有机阔在其中推动 花灯上那些栩栩如生的山水人物 和花草树木都在缓慢的移动变化着 这一刻是霸气十足的金龙 踏云排旋而过 下一刻变成了百花齐放 万鸟朝凤 龙凤迅水 蜿蜒如生 哇 真漂亮啊 何小乔忍不住发出一声赞叹 如此精致的工艺 还是纯手工制作 怕是放到现在 也不一定有人能做得出来吧 古人的创造力 真是太强大了 石七婶妖水喜欢 等丰收纪过后 我就让人把它摘下来 给你送过去 见何小乔露出一蕾向往 旧和联盟 阿沙利的拍着胸口说道 仿佛那盏花灯的生死 全都由他一人受了算 何小乔疑惑的看着他 纳闷的 这花灯是宫里的东西 当然不是 这盏花灯 是由南面制灯行手 公家做出来参赛用的 宫里根本不实行用这个 那这灯夺魁之后 要怎么办 送到宫里去吗 皇帝哥哥才不要这东西呢 摆着好看而已 又没什么用 静和揪着嘴 静和小乔问得详细 立刻明白过来 他是在怀疑自己 虽然心里有些不高兴 不过还是耐心地给他解释 通常封收季结束之后 当年的花灯之王 都要是给花灯原来的主人 带回去收藏的 不过 若是实际上你喜欢 我可以跟皇帝哥哥说一声 让他把这灯赐给你 听他这么一说 何小乔总算明白了 哦 原来是想无特权 把花灯弄过去再送人 果然皇二代什么的 太刺激人了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 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28集 上官员 有灯无月 不于人 有月无灯 不算春 春到人间 人心玉 灯烧月下 月如银 满家朱翠 游村女 废地声歌 赛设神 不到方尊 开口笑 如何消得 死凉尘 下了大半天的鹅毛雪 已经停了有段时间 随着夜色渐浓 街上的游人 反而越发多了起来 有小饭挑着担子 沿街叫卖 喂番薯和热烧饼 何笑笑过去要了三个 除了自己和静和的发 连冷千山也算上了 医生人捧着味道喷香 又大个的番薯 边走边吃 既暖手又暖胃 这里的花灯集市 就跟前世的步行间一样 不同的是 这里只卖花灯 不过偶尔也会有几家 想多赚两个小钱的小贩 抢得先机挤了进来 比如刚才 沿街叫卖热食的 还有趁着人多 摆卖首饰 面具和成衣的 站在卖头花发簪的摊子前 何笑笑悠闲地 拿着一串弹香手链 在手腕上比了比 静和跟在他旁边 兴致区区地翻着头花 想了想 又不死心地问了句 石七婶 你真不想要那盏灯吗 不想 何笑笑很干脆地一口风诀 这彩灯之王得了好彩头 别人自然是要 拿回家里供着的 若真让他拿走了 知不定以后被人家知道了 要闹出点什么来 他一向怕麻烦 这种有隐患的事 就算了吧 静和威严 便弯下嘴角 闷闷不乐地嘟囔了句 这可是本宫好不容易 才想到的礼物 石七叔可是特意提醒过他好几次 想拜何小乔为师 学女工中快 除了要给师父敬茶 还得送上一份 别具特色的大礼才行 这么多天 他把自己这些年搜罗大的好东西 全都翻了出来 又去皇帝哥哥和母后那儿 巴拉了一番 结果怎么看 怎么觉得 宫里的东西俗气不改例 最后只好全都放弃掉 一个人物质 休息了好长时间 都不知道要送什么好 好不容易 刚才何小乔看中了花灯之王 他还窃喜 这一下终于可以解决送礼的事了 可惜一转眼 他又不要了 这样的话 他不是又得头疼 该送什么样的东西了吗 感动得一套糊涂的何小乔 并不知道 静何如此热衷于送她花灯 是因为江峰浩 办得威胁的耳提命面 还以为她是个乖巧 孝顺的好姑娘 忍了又忍 才控制住自己的手 不去摸摸她的脑袋 表扬一番 我很高兴 你有这份心思 静何 老是被喊十七啥 不知不觉中 何小乔就将自己摆到长辈的位置 一个忍不住 就想对静何来个尊尊教诲 不过 花灯之王还是要挂在外面 所有人一起欣赏才有趣 要是拿回去 放在家里就没意思了 静何想想也是 觉着小嘴 不知道自言自语的迭雾了些什么 随后又是一脸的沮丧 何小乔看得好笑 正巧旁边又挤进了好几个嘻嘻哈哈的小姑娘 要看头花 便放下手串 将斗棚拉紧了些 转过身去看静何 不是说有菜灯迷 迎花灯的地方吗 七宝琉璃灯我不要了 你要是有心想送我一个 就去迎回来吧 静何听到这里 已经慢慢恢复过来 听说何小乔还要花灯 简直想跳起来欢呼 二话不说再次拉了他 就再一次风风火火的往前跑 石器婶你放心 静何一定给你赢个十个八个回来 只要石器婶喜欢 那石器叔说的那什么别具特色的败施礼 就能顺利解决了 想想都激动 有没有 对了 石器婶 你喜欢什么样的花灯 要什么形状 大的还是小的 我听说今年有很多都是有转轴的跑马灯 到时候我们合力把最漂亮的赢回来 要是赢不了 咱们就花钱买 总之一定要把东西弄到手 一路上静何都在自顾自的收个不停 何小乔偶尔应上几句 想起至今没有半点音讯过来的江峰号 眼神不由暗了 看来他师父那边的事情应该挺极少 不然也不会到现在这个时辰了 还没解决 虽然他回去了也不一定有用 可实在是刻着不住好奇心 想回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或许有时候他能帮上忙也说不定 何小乔胡思乱想着 冷不防前头正滔滔不绝收个不停的镜河 突然来了个急刹车 他一个没留意 差点往人家后脑勺上撞过去 到了吗 纳闷的抬头去看镜河 去见他满脸的惊喜 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大前方 像是根本没听到自己在说什么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回家吃饭 作者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29集 上官员 何小乔好奇地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就只见前方不远的空垫上搭了个丈许长的台子 台子周围半径五米的地方 用红线在空中牵拉着 上面蜜蜜麻麻的挂满了造型不一的精致花灯 花灯下面全都垂着一张大约两指宽的小纸条 大约一尺来长 旗上提了字 大概就是所谓的灯迷了 台子周围被看热闹的人围得水泄不通 不是有哄哮声和叫好声传出来 一名销售高挑的男人正安静地站在人群后头 背着两只手 微微抬起头 似是在看头顶上的灯迷 一身银白的宽袍大袖 身子挺拔 衣美飘飘 端得是风流潇洒 渐渐和眼睛都不眨一下地盯着人家看 醒悟过来的何小乔立刻坏心眼地笑了 用手托起他尖尖的下巴 压低了声音 学着男人的语气调侃道 姑娘如此深情凝视 莫不是喜欢上本公子 想嫁与本公子为妻 让何小乔这么一捉弄 回过神来的镜河立刻张红了脸 不一地跺着脚娇撑地喊了句 十七婶 好了好了不逗你了 何小乔把手里抱着的精致暖炉挪了个位置 小咪咪地说道 看样子那位公子应该是你的熟人 难得在这里遇到就过去打个招呼呗 这这不好吧 静河为言连忙左右看了看 随后又低下头梦揪着自己的衣角 一副不胜娇羞的模样 稍稍表明了下自己也会进君情窃 可眼睛却还是一个劲的朝人家那边偷瞄 何小乔哪里看不出她的口是心扉 当即哈哈一笑 拉起她的手就往那边转 怕什么 这里可是大街上 何花还有我在呢 谁敢说你们孤男寡女败坏名声 虽然静河不是在担心名声的问题 不过何小乔的这句话还是让她很快冷静下来 即使心里依旧小鹿乱撞紧张成一片 脚步却变得轻快了不少 两人很快便到了看台前 何小乔用手推了推静河 紧没弄哑地示意她上前去打招呼 静河红着脸扭腻了一番 不过很快恢复了她身为长公主的骄傲和斗志 昂着头走前两步 钟气十足地喊了声 上官员 身材高挑的男人似乎顿了下 随即缓缓地转过身来 何小乔连忙睁大了眼去看 却只见那人披散在背后的黑亮长发 与空中划了个好看的弧度 接着一张俊逸非凡的面孔 就这么映入眼底 如上好美育之上的皮肤细腻光滑 邪飞肉病的健眉微微挑起 鼻居风情的狭长凤膜 清冷的没有半丝情愤 鼻梁高挺 少了半飞血色的薄唇紧抿着 恰逢第一颗烟花呼啸着在空中炸裂 火瘦银花灿烂了半冰天 周围的花灯仿佛都成了繁星点点 只成为背景颤托它的存在 被那双古井无波的深邃毛子一瞧 不止轻规他手的镜河整个人呆掉 就连何小乔都将捂着胸口狠狠地喘上激烤气 忠力寻他千百度 默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种情况的杀伤力还真不是普通的的 好在天天看着江峰号那张妖孽非凡的脸 已经产生了免疫力 不然猛地在灯光家气氛好的情况下 看到这么优质的一张脸 还真的难保不会出现心肌梗塞或者呼吸困难等症状 不过话说回来 这张脸看着好像有点眼熟 何小乔疑惑的偏头 刚想俗套地来上一句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去见那个叫做上官允的美男子 已经完全转了过来 目光从他身上扫过 露出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 随后朝着镜河一拱手 不卑不亢 甚至不带半点情绪地说了句 下官参见公主 免 免礼 静河两颊驮红 学着何小乔告诉她的方法 做了个深呼吸 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紧张 谢过公主 不知是不是察觉出 静河的爱慕之心 上官允有意无意地垂下眼 避开她热气的眼光 再看向依旧歪着头 使劲盯着她的脸 研究的何小乔 眼里便闪过一抹笑意 真巧 又见面了 又 一心想着心上人的镜河 此刻察觉出其中的不对劲 询问的眼神 立刻落到何小乔身上 你们认识啊 茫然地在两人身上来回看了看 目光触及上官允脸上 似笑非笑的眼神 何小乔双眼一亮 默地用手指着她 惊喜地喊了句 啊 原来是你 今天早上看百花游行的时候 那个头痛得要死要活 却还坚持目送蓝星姑娘 离去的高个子 正是在想 上官允眯起狭长好看的眸子 微微一笑 周身的清冷气质急剧褪去 温润如雅的 就连灿烂的灯火都为之黯然失色 哼 我就说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呢 原来咱俩真的见过 何小乔哈哈一笑 散发状态全开 自来熟的拍了拍上官允的胳膊 怎么样 你头疼好点了吗 上官允嘴角还一笑 声音却还是一如既往的清冷 不过是救急发作 吃过药休息一下 便无大碍 那就行了 不同于静和的娇羞 何小乔完全没有心理负担 想怎么和上官允对看都没问题 不过我听说 头痛的人最好不要出来吹冷风 所以啊 你还是注意点比较好 可别小看了头痛 有时候发作起来 可是会痛得让人生不如死的 多谢姑娘关心 在下意以后 自当注意 完全无视了夹在两人中间 差点想喷火的镜河 上官允眼尾微调 看着何小乔的眼神充满玩味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一百三十集 灯迷 镜河表示 自己有点小嫉妒何小乔 只是 有点 众所周知 上官允这个大烟巢最年轻的宰相 向来都是以冷静的头脑 和对谁都淡漠收礼的态度出名 往常无论是在宫里宫外 见到都是他先上去打招呼 可这次他居然先向何小乔开口了 而且两人还相谈甚欢 聊得起劲 虽然这里面有何小乔帮过上官允的原因 可镜河依旧觉得不平衡 怎么看怎么不是滋味 他也想有一天能帮上上官允 这样以后他看到自己就一定会是笑着的 何小乔没有凑过镜河的表情 被他拿羡慕极度恨的目光盯着看了半天 就算死人也该发现了 情窦臭该的长公主殿下正在吃醋呢 如果今儿不把事情说个清楚 估计掉进爱河里盲目游泳的姑娘 就要把他当作情敌看待了 姓何 姑娘 何小乔刚起了个话头 那边上官允也同时开口 两人错愕地对顺一眼 何小乔连忙摆手 你先叫 你先叫 上官允不自觉地又笑开了 镜河见他笑得开怀 心里又是惊艳又是激动 双手使劲把手帕拽成了一条 就差没塞到嘴里咬着泄愤 上官允可不管他到底是什么心思 虽然对镜河没有什么恶意 但也不是属于喜欢的内容 在下复兴上官 单名一个云子 早上走得匆忙 未来得及 请叫姑娘方明 不知 哦 那个啊 我叫 何小乔刚要开口 一直在旁边看着的镜河 却突然扯了他一下 抢先一步站到他面前 他是何小乔 本宫最近才认识的朋友 啊 朋友 何小乔挑挑眉 转过头看着咬牙切齿的镜河 心想 这姑娘怎么突然不喊他十七婶了 原来如此 何姑娘应该不是经常认识吧 上官允有些意外地看了镜河一眼 随后又若有所思地转向何小乔 何小乔摇了摇头 嘴巴才张开 镜河看准机会又赶过来截胡 小乔是十七皇手府上 刘管家的远亲 因为家里遭了洪灾 举目无期流浪了许久 最近才被接到府里来 刘管家的远亲 完全一头雾水的何小乔 嘴角抽了抽 根本不知道镜河这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 不过也因为目前情况未明 所以并未开口揭穿 只是默默地在上官允看过去的时候 笑了下 很自然地点点头 装出一脸的沉重哀气 公主殿下说的没错 实情就是这样 虽然还想添油加醋地 把自己的身世形容得更惨烈些 不过上官允一看就是个精明的 相片他太费劲了 还不如留点想象空间 让人自由发挥来得好 何小乔这样想着 立刻把已经打好复稿的故事 又给默默地吞回去了 免得说多错多 成悲剧 年纪轻轻就能混到宰相的位置 上官允岂是他们两个 三口两口的就能互动过去的 不过臭仪尊重 还是配合地打住了这个话题 抱歉 在下无意惹姑娘 想起伤心往事 没事 都过去了 何小乔豁达得白白手 静静何又闷闷不乐地 撅着嘴不说话 想必这信应该是演完了 于是便拉了他的胳膊 朝上官允岛 公主殿下刚刚和我说 要去猜谜把花灯都迎回来 上官公子有没有兴趣 一起去看看 刚才听上官允自称下官 既然是个当官的 又是一身斯文儒雅的派头 肚子里墨水肯定少不了 想来猜个灯笔什么的 应该难不打他 何小乔打的 就是让他出手迎花灯的主意 另外还能顺便给静何制造多点 和心上人相处的机会 可谓是一箭双雕 果然静何一听他这话 漂亮的小脸立刻亮了起来 不过很快又想到什么似的哼了声 傲娇得别过头去 上官大人公务烦吗 怎么可能有时间玩这种小儿科的东西 是 小乔 我们还是自己去吧 就不耽误上官大人了 话虽这么说 可是他那漂亮的大眼睛 却时不时的期待的 往上官允那边瞧过去 见他看向自己 又连忙欲盖迷章的转过头 装作不在乎 上官允捶了好一会儿才说他 倒也谈不上公务坟吗 不过既然公主 愈何姑娘姓妖 下官自然是确之不公 那真是太好了 何小乔哈哈一笑 偷偷朝镜河比了个OK的手势 后者虽然不太懂 不过用脚趾套也知道 何小乔这么做是想为了他 当即乐开了花 有样学样的也比了个一模一样的手势回去 上官允对他们两个的小动作只当视作不见 表面上不说 心里却对何小乔的来历越发好奇起来 眼见相谈甚欢的三人结伴往前走 奉命来当保镖的冷千山 命无表情地盯着上官允瞧了好一会儿 最终却没选择跟上去 只是喊来在附近待命的手下将这里的情况带给江峰号 自己总是默默地找个隐蔽的地方蹲守着 现在的情况由不得他出现 他这一出去 搞不好王妃跟公主还更难解释 上官允似乎有所察觉 走了两步之后 默地停下 微微侧过脸 朝冷千山所在的方向看过去 后者则是紧贴着黑暗 一动不动 本集完 您给我点瓶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31集 灯迷 上官允 快点过来 因为有何小强当电灯泡做缓冲 已经恢复豪爽个性的静和 扭头不客气地朝他喊道 这里好看的花灯都要给迎走了 马上就到 商官允硬了声 面色如常地转过头 混不潮已经挤到人群里的两个女人走去 接他靠近 清和连忙一把将他拉到最漂亮最精致的那盏花灯下面 伸手指着下面的纸条问他会不会 何小强跟商官允同时抬头去看 只见纸条上写着一句话 一家十一口 一家二十口 两家合一起 万事都不愁 一家十一口 几集 一家二十口 卫念 这两家合在一起 是个喜字 何小强还没来得及开始思考 那边上官允已经笑着 报出了答案 答对了 就是个喜字 台座上有人听到了 二话不说 拿起锣鼓锤 就在鼓面上重重打了下 随着咚一声 现场立刻响起一片叫好声 有人拿着一头 带弯钩的竹竿将花灯取下来 竟和立刻高高兴兴地接了过去 紧紧地抱在怀里 兴奋地像捡到宝一样 一旁的何小强咬着手指甲 努力想从漫天的小纸条中 找出自己能搞定的谜 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他对这些纹皱皱的谜面 完全没辙 上官允见状便关切地问了句 何姑娘可有喜欢的花灯 何小强下意识地往 最前方那盏鱼系清晰的花灯 看过去 落叶之头挂 叶半广寒宫 上官允只看了一眼 别笑了起来 原来是月季 没错 就是月季 台座上那人高声报仇答案 不忘拍马屁似的夸上一句 这位公子真是好财学 又答对了 结果台上人递回来的花灯 何小强既高兴又失落 高兴的是想要的花灯拿到了 失落的却是这花灯并非江峰浩帮他赢回来的 何姑娘 不喜欢 上官也没有错过他凝视花灯时失望的表情 没有 我很喜欢 何小强摇摇头 故作轻松地笑着向他道信 多谢上官公子 这花灯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 小强 不用跟他客气 这种举手之劳 上官大人肯定很乐意帮 待会儿 我们还要把所有的花灯都赢回去 这才刚开始呢 上官也还没来得及开口 清禾已经跑过来 抱住何小强的胳膊 在周围一圈人的注视下 像只得胜的小母亲一样 昂着下巴走到上官宇身边 仰起头看着他 上官大人 你说是也不是 一切都听公主殿下的 上官也微微一笑 好脾气地做出回应 态度亲和的 就像宠爱妹妹的哥哥 小姐之前 她目光迟迟追随 蓝星姑娘所作花脸的模样 何小强不由同情地 瞥了眼 还什么都不知道的敬和 唉 可怜的孩子 暗恋的红头尾叶还没来得及展开 前路就已经被牢牢掐死了 上官也 这边 静禾可不给何小强感叹的机会 目光在所有花灯里寻视了一圈 很快又终缺十足地使唤开了 唉 我要那个 有好多莲花的花灯 就来了 上官也眉都不照一下 满条丝里的背着手夺了过去 接下来的半个都石山里 看台周边的人全都是一脸呆滞模样 眼睁睁看着上官也一盏金一盏 轻轻松松将头顶上的灯笼都迎了下来 只看眼迷妙 下一秒就能倒出谜底 而且还是一猜一个准 这功夫龙火纯青的 就连台子上负责派发奖品的平稳都有些傻眼 有上官也这个大能赞 向来不爱念书的静和可乐呵了 完全将赢回十个八个花灯的任务 都交给了上官也 自己做事乐得轻松的 跟着何小乔去挑那些入得了眼的花灯 让他弄回来 花灯会进行那一半的时候 两人身边已经挂上将近三十来把造型割异的灯笼 兴奉过后的何小乔开始发愁了 这么多灯笼 待会儿要怎么带回去 这个容易 等下就让刚才跟着我们出来的那个大冰块 忙忙搬回去不就好了吗 清禾一双眼珠子就只差没黏到上官也身上 为言头也没回的回答 大冰块者 冷泉山冷护卫师爷 何小乔想象了下冷泉山 探着一张脸浑身挂满灯笼的滑稽模样 当场很不厚道的笑了 哼 虽然不得不承认这是个好主意 不过他后来想了下 还是决定不将所有花灯弄回去为好 因为根本没地方放 太占空间了 双眼无意识的向周围巡视了一番 目光落到附近那些渴望的看着花灯的小孩身上 何小乔眼珠子咕噜噜的转了两圈 突然系上心头 要不这样吧 我们各自把最喜欢的灯笼挑上两把出来 其余的都分出去怎么样 这样不但解决了灯笼的搬运问题 还能顺带让其他人也跟着高兴高兴 何乐而不为呢 好啊 静和倒是无所谓 反正除了一开始上官允帮他赢的那盏灯笼 其他的他都打算作为礼物送给何小乔 居然是礼物 送出去了那就是何小乔的 他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那就这样说定了 两人达成共识后 何小乔还特意去跟上官允报备了一声 毕竟灯笼是人家清新忘苦赢回来的 他们要送出去 好歹跟人家说说不是 对于何小乔的提议 上官允虽然略感诧异 不过却并没反对 大方地表示送出去的东西就是他们的 要怎么处置都可以 不用征寻他的同意 于是何小乔便高高兴兴地和静和一起 把那三十多把灯笼 都一个不漏地派给附近玩耍的小孩 还有几名穿着较为朴素的民铁少女 此举 果断赢得了一众大人小孩的好感 自是不提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32集 有大关系 将手头上的灯笼只留下两三把 其余的静数派送出去 和小乔看一眼瞬间变得空旷的周遭 感觉整个空气都清晰了不少 多亏上官公子帮忙 也会来那么多花灯 这下大伙有得高兴了 虽然一把花灯不算贵 但终归要花银子买 能免费拿到一把 那些不懂得猜谜 又舍不得出钱买给孩子玩的穷苦人家 自然是欣喜若狂 而他也不用头疼 怎么把东西运回去 可谓是皆大欢喜 眼尖小孩们全都欢欢喜喜地 提着花灯在旁边玩闹 上官员脸上一直带着笑 似乎心情很好 何姑娘不必客气 如果不嫌弃 就把这些灯笼 当场在下的谢礼吧 好啊 反正东西都已经送出去了 何小乔也不会跟他太过客气 见静和正将最后一把花灯 递给一个咬着手指头的小女孩 何小乔笑了笑 又抬头看看天 烟花已经停了 等静和回到自己身边 何小乔便看了他一眼 天色已经不早了 我们该回去了 一来确实是已经闹得够了 玩够了 二来是他想早点回去 看看江峰号那边到底出了什么事 上官员很自然地开口道 既然如此 那就有再相 宋二位一程吧 虽然上官员是处于好意 不过何小乔想起静和奇怪的举动 和一直未露面的冷千山 最后还是摇了摇头 委婉地拒绝了 不过几步路远 而且现在街上人那么多 应该没问题的 就不劳烦上官公子了 上官员目光闪了闪 面上却是不动声色 只经顺着何小乔的话往下走 那两位一路小心 后会有期 把还不舍得离开的静和拉过去 何小乔朝他点了点头 转身走了 上官员 明年记得 也要帮我迎登了 静和边走 边回头去喊 上官员狭长得凤眸半眯着 勾起一边嘴角 模样像是在笑 声音却异常地清冷 好 直到拐过一个弯 看不到上官员了 一直藏在角落里的冷千山 这才不紧不慢地跟了上来 依旧在两人身后 三四米远地走着 何小乔转头的时候看到他 便朝他张了张手 冷户外 冷千山犹豫地低头想了下 这才抬脚走过去 习惯性地一拱手 王妃 别那么拘束 我不会吃了你的 何小乔调侃道 从剩下来的三宝花灯里 分出其中一把递给他 那 该 冷千山不明就里 很顺手地就接了过去 刚想说 要不要帮他把其他的也提着 结果就听到何小乔 兴高惨烈地追加了一句 这是送给你的 冷户为劳苦功高 辛苦了 啊 送给他的 一向自认为是纯爷们的冷千山 嘴角瞬间抽抽了下 目光落到做成小白兔形状的花灯 万年不变的面探脸似乎有军烈的趋势 好不容易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 书下 谢过王妃 何小乔近传跟静和笑作一团 冷千山有种强烈的想叹气的冲动 索性最后忍住了 静和 我想问你一件事 等冷千山又回到他那三四明远的岗位上 何小乔想了想 还是忍不住把心里的疑惑问出口 刚才在上官公子面前 你为什么要说我是刘管家的远亲呢 就算他一点都不想当老师子的王妃 可是静和这种态度 感觉就像急着要把他跟江峰浩撇清关系一样 实在让人心里有点不舒服 石七婶 你别生气 我没有别的意思 虽然何小乔话说的并不冲 但静和也能听出他似乎有点不高兴 连忙给他解释 这是我答应了石七叔的 不管是谁来打听 都要告诉他们 你是柳一刀那臭老头的亲戚 越喵越害 何小乔眼睛眯了眯 说不清心里是个什么滋味 一开始高调的让人把他接进府里 他还能当自己是挡箭牌 可是当他们彼此说开 当起了真正的男女朋友关系 江峰浩却似乎有一直在对外掩饰他的身份 这一家伙到底想玩什么把戏 石七婶 你放心 我没跟别人瞎编过这种事 山官也是第一个 静和根本不知道那里的情况 还当何小乔是在担心 离母后跟皇帝哥哥 我都没说给他们听 石七叔还夸我做得好呢 虽然静和对江峰浩 这个古怪的要求似懂非懂 不过关键时刻 他也从没掉过链子 无论他的母后跟皇帝兄长怎么追问 就是摇紧嘴巴不肯透露半点口风 至于上官云 相比较起想和他亲近这件事 静和更怕自家的石七叔 不然以他的个性 早就把何小乔已经名花有主的事 说出来 好让上官云保持距离了 啊 我没担心 你做得很好 何小乔干笑两声 心里却是夸张的长叹了口气 唉 他根本就不是在意这种 下边身是骗人的事情好吗 他在意的是 江峰浩那个混蛋的态度啊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33集 有大关系 对了 两人又走了几步 静和不习惯这种突然安静下来的气氛 由时又开始找起话来 实际手 你怎么不问我山官宇是什么身份 何小桥一头雾水 我又不打算去跟人家攀亲戚 干嘛要知道他是谁 就算上官宇长得再养眼 再尊贵 那也是他家的事 他不过就见过他两面 没理由巴巴的上去跟人家攀关系吧 静和没料到何小桥居然是这种反应 一时有些傻眼 你不觉得山官员长得很好看吗 他长得好看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何小桥写腻着静和 心想 哼 这姑娘难不成还在迟能莫名其妙的错 可 何小桥完全不按理出牌的回答 已经让静和有点不知道怎么接下去了 不过不能否认 也是因为这句话让他放心了不少 总算不再担忧何小桥对山官员有什么特殊感情 毕竟他们才见过两次面 而且看何小桥的样子 也不像是会跟他抢男人的 可什么 何小桥撇撇嘴哼了声 哼 难道你觉得 这经常里还有人能好看得过你十七叔 要看男人 回去看江峰号就够了 不但超级养眼 还能认吃豆腐 不用给钱 多划算呢 说的也是 想起自家十七叔 那张风华绝伦的脸 静和瞬间沉默了 果然上官员还是不够看呢 在聊什么 说的什么也是 哇 说曹操曹操到 静和话音刚落 江峰号那张戴笑的俊脸 就出现在两人面前 目搜长发 调解一缕 已经关竖着 其余则是全束柔顺的 劈散在肩后 走动间身上的黑色披风 随风鼓动 暗紫色压筋标长袍 随之若隐若现 和小乔在心里默默感叹了声 哎 能把骚包的紫色 穿得那么自然得体 大概也就江峰号这丝了 实际说 静和率先蹦出来打招呼 估计是被打压久了 已经练成了奴性坚强金刚不坏之躯 即使被江峰号虐了那么多次 这姑娘依旧敢于乐呵呵地往他面前凑 江峰号挑了挑眉 朝清河的方向撇过去一眼 久当回应 上前两步来到何小乔面前 一脸歉意地解释 娘子 回复来晚了 也不算晚 嗯 事情都处理好了 何小乔仰头看他 顺口问道 师兄没跟你一起出来 他还在府里 江峰号似乎无意多说 也不管旁边还有两颗大灯泡在 伸手趋力地摸了摸何小乔的头发 玩得可还开心啊 还好 何小乔怂耸肩 将手里的花灯举高给他看 这是赢坏来的 江峰号往下瞥了一眼 很是顺手地 从何小乔的手里将那一盏花灯拿走 递到冷千山面前 后者做了个深呼吸 略有些蛋疼忧伤地接了过去 这花灯不好看 待会儿为夫就把最大的那把七宝琉璃灯 摘回来给你 咱拿回家挂着 如果房间里放不下 那就摆在院子里好了 见江峰号摩梭着下巴 目光不停地往他们身后张望 似乎真的有意把别人家一年的心血弄回家看着玩 何小乔嘴角不由得抽出了下 怎么我看起来 难道就是一副想法 旧霸的灯路扛回家占地方的模样 庆河这么说 江峰号也这么说 苦真是舒之一家亲 脑子里想的都一个样 不用了 我要刚才那花灯就好 花灯之类的东西偶尔看看是不错 可要天天看也会很快腻歪的 再者小小的花灯看腻了能收起来 一人高的虽然也能收藏 但实在太占地方了 还不如多囤点吃的实在 娘子乖 那花灯不好看 你要是不喜欢七宝琉璃灯 明天为父给你找别的 江峰号在心里哼了两声 收到冷千山送过去的消息 他当然知道那花灯是上官远迎回来 送给何小乔的 对于这种明晃晃抢别人丈夫工作的事情 他可是绝对的深恶痛绝 所以那站作为罪证的花灯 他是无论如何 不会让何小乔再碰到了 不动声色的朝冷千山看了眼 后者立刻回忆 很技巧的一脚踹上路边的小石子 然后再一个夸张的亮墙 一错身用自己的肩膀 像不小心被甩到墙上的两盏花灯 一起压了下去 在场的人只听到连续啪嗒两声 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冷千山已经重新站好 一派淡定的将烂雕不能再烂的两只花灯 拖高了给何小乔看 口气比之江峰号更为云淡风轻 都是属下的错 王妃恕罪 这哪里像是道歉的态度啊 我去 眼睁睁看着那盏愉悦清晰花灯 瞬间从立体造型变成平面图 在对上冷千山那张就差没选上 我很无辜 我只是尽忠职守的面瘫脸 何小乔简直哭笑不得 东西毁了也就算了 可你呀不要表现得那么刻意明显好吗 恕什么罪 还不赶快去再买两把一样的回来 顺手摸了个银定子丢过去 江峰号隔空抛给冷千山一个 回去重重有赏的满意眼神 一边脸不红气不喘的凑过去 到何小乔身边继续畅他的白两 娘子你别难过 回去啊 为父一定给你找更好的 更好的 不会是指比气暴琉璃灯更大的那种吧 何小乔嘴角冲了下 学眼看他 您还真客气 这不叫客气 这是义务 见何小乔并未表现出不悦 江峰号心中窃喜 把手往他肩上一放 手一勾就顺利把人拐到自己温暖的披风下 桃花也微眠 笑得那就一个得意 你是我娘子 咱俩可是有大关系的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34集 牛肉拉面 路上行人不多 江峰号很自然地用老母亲护载的姿势 把河小桥夹带着往回走 领到脉步子的时候 还特意扭过头去 似乎别有深意地看了眼镜盒 或者下意识地将脖子一缩 像只小鞍唇一样 自动且迅速地退到冷泉山身后 啊 这感觉不太妙啊 被推出来当等肩排的冷泉山 学腻了半点骄傲模样都没有的长公主 又慢吞吞地把眼珠子瞪了回去 迈着两条长腿 毫不怜笑心欲地往前走 至于熊童被抛去了一样的镜盒 始终危机感重重 生怕江峰号回去之后 又想出什么办法整他 最后终于下定决心 自己跑到京兆银府中 让他派人把自己送回了宫里 虽然回去后铁钉会被母后臭骂一顿 但是怎么说也好过毫无反抗能力地 在王府中被虐呀 何小乔因为被江峰号夹在胳膊底下 根本没空往后看 等他们进了王府之后 彩后之后绝地发现 曾经发现豪言壮语 要将为民玩够一百天的镜盒公主 不见了 诶 镜盒呢 江峰号头一枚抬 顺口答道 嗯 估计是良心发现 回宫请罪去了 何小乔转头 去看正从门外走进来的冷千山 冷户 黄飞放心 手下亲眼看着公主回宫的 冷千山严谨一干 有他做保证 何小乔自然不宜有他 真可惜啊 本来还打算明天 喊他一起吃火锅的 火锅 听到有吃的 江峰号立刻停下脚步 何小乔点点头 之前静和说 要送我一份大礼 就是你也说过 要送我的那盏七宝琉璃灯 难得听到自家侄女儿 跟自己有同样的想法 江峰号却一点都不高兴 声音也随之变得可怜兮兮起来 就因为他比我先说要送那东西 所以你才不要为夫的吗 哎呀 这根本没关系 无论你们谁送我 我都不太想要 何小乔怂怂肩 表情相当无奈 那东西太占地方了 江峰号挑了挑眉 没有应声 静和小乔一副对静和相当欣赏的模样 最后还是忍住没开口 跟他道出实情 如果他知道静和原本想送的是 珊瑚翡翠珍珠等值钱的东西 最后却因为俗气的原因 给放弃掉了 肯定会第一时间跳起来抓狂吧 哇 搞不好真的会啊 你们回来了 略有些耳熟的声音响起 就正一个穿着褐色短打的瘦高男人 从门外走了进来 乱糟糟的头发随意用布条扎了起来 三七分的长刘海挡住了一只眼睛 另外一只眼睛的眼皮搭了着 像是在打瞌睡 嘴巴周围有一圈青色的壶茶 走起路来一泼一泼的 整个人看起来很是颓废 何小乔歪着头上下打亮了半天 一脸的疑惑 这位是 弟妹 来人见到何小乔 呆了着的眼皮 默得抬了去了 胡子拉叉的嘴一脸 嘴角立刻跟着往上弯 何小乔让那声弟妹迷惑了很久 等前面那个只差没在腰上围圈虎皮 说明自己身份的猎人 用手拨开刘海 搂出那张看起来 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脸之后 才恍然大悟 哦 原来是师兄啊 随后又大惊失色 哦 你的脚 一个多月没见 他怎么就突然改行了 之前再穷酸 好歹还是个书生 这下子干脆进山打猎 把自己弄成残废了 这是下乡寻找极限卫国的后续节奏吗 陆子齐愣了下 默得哈哈大笑起来 一挺腰板 力索非常的在两人面前走了一圈 用伸手拍拍自己的右腿 抱歉 抱歉 前段日子都这么走路 忘记调回状态了 不是故意的 嗯 何小乔感觉自己眼角眉梢都在抽冲 怎么样 装得很像是不是 有没有感觉眼前一亮 陆子齐抬脚贴了提 得意洋洋的问道 哼 眼前一亮你大眼 哼 暗眼到这种程度的师兄 你是有多缺爱啊 还有更奇葩的是 就他现在这副模样 门房那边到底是怎么把他给认出来的 何小乔看了眼同样无语的江峰浩 回头皮笑热不笑的给了陆子齐两个字 哈哈 陆子齐自讨个没趣 只好伸手装了装论糟糟的头发 自己找了个位置坐下 抬头看着何小乔直接切入正题 弟妹啊 实不相瞒 这次维兄是想来带师弟回去的 回去 何小乔下意识的顺着他的话问了一句 表情显得有些茫然 回去哪 回去银阳谷 江峰浩抓住他的手握在掌心里 见他看过来便沉声说道 师父套了人家 最近身体不太好 我跟师兄决定明天启程 一起回去看看他 原来是这样 何小乔对这件事不是太清楚 不过自己的师父身体不舒服 为人弟子的去召开一样也是应该的 这是江峰浩的一片孝心 他当然表示支持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好啊 有弟妹出马 回兄可有口福了 陆子齐欣喜地抢答 他对何小乔的厨艺可是期待得很 行 那我现在先去厨房看看 有什么能吃的 何小乔点点头 略有些小兴奋地转身准备往外走 一边不忘抓紧时间做好沟通工作 你们是想吃烙馅饼还是韭菜盒子 或者带点比较实用的馒头包子也行 然后再片上些酱凝肉 带上两只盐酥鸡 那个味道好 而且现在天冷了 也不怕会坏掉 娘子 不用了 眼见何小乔念斗着 就要越过自己 江峰浩连忙伸手 把他拉了回去 行事瞪了陆子齐一眼 再换了副温柔的表情对着他 你今天也累了 还是早点休息吧 我们银食就要出发 干粮在路上买就行 虽然他平时爱找何小乔蹭饭没错 但这种时候 他并不想劳累他下筹准备这些东西 应是大概四五点的样子 何小乔可不管江峰浩怎么说 自己默默计算了下 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先起来 做个早餐 再回去睡回笼觉 那好吧 干领的话我就不准备了 不过明天早上 你们走之前一定要叫醒我 何小乔看着江峰浩 见他想开口反对 联邦快一步的下了结论 就这么一块的决定了 不准反驳 奇怪的声音突然传来 何小乔跟江峰浩两人对看一眼 不由而同地将目光转向旁边坐着的陆紫棋 那个 晚饭稍微吃得有点早了 陆紫棋尴尬地甲壳两声 张红了脸为自己便捷 就你那大胃口 吃再多都不顶用 江峰浩抛过去鄙视的一眼 结果话音刚落 他自己的肚子也响了起来 而且叫得比陆紫棋的含药大声 这下轮到陆紫棋兴在乐祸了 师弟 看来你这胃口也不小啊 眼见江峰浩危险地眯起双眼 甚至逗着昂扬地开始捏去了手指骨 何小乔连忙把他的手拉下来 现在刚好是休息时间 你们等一下 我去厨房煮些面 先吃一点停下肚子吧 两个男人文言都是一愣 随后全都笑得见牙不见眼 那就有老娘子了 何小乔也没空去调侃江峰浩了 这次刚刚还在贤惠地劝说他 早点休息别累着呢 一提到有吃的就变了风向了 匆匆忙忙洗了手 和小乔手脚麻利地升起火灶 很快给两人各端了碗大碗的牛肉拉面上来 学美暖和的汤汁 嚼劲十足的面条 切成薄片的牛肉上 还撒着清脆的葱花和红叶叶的辣椒 好看又好吃 一碗下肚整个人都舒畅了 鹿仔细夸张地拍了拍肚皮 既幸福又满足地长嘘了口气 怪不得我这肚子总是吃不饱 原来是想念弟妹的手艺了 连面都做得这么好吃 真不枉维兄特意赶回来这一趟 习惯良好的把网筷都收拾好 被夸得心情大好的侯小乔笑着说道 我还是那句话 只要我还在府里 师兄想吃饭了随时可以过来 那维兄就不客气了 鹿仔细笑的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 等处理完师父那边的事 一定要在这里住上十天半个月的 吃个够本 哼 你想的倒是挺美 江峰号哼了声 直接一桶冷水泼过去 很不客气地表明了自己排外的态度 本王这里可不欢迎你 想吃饭就去找自己媳妇 别老在我府中转悠 影响生活情绪 鹿仔细才不管江峰号怎么毒蛇 反正这个湿地是一贯的外冷内热 到时候他只管找时间悠闲舒服的在这住下就好 半点不用担心会被人赶走 就算赶走了 他还是会回来的 比赖皮他也是疏人不疏阵 夜宿建成 大厅里那些精致的宫灯都已经点上了 屋子里相当的宽敞明亮 按照前世的时间来计算 现在也不过是晚上八九点的时候 和小桥怀里抱着取暖熏香两用的溜机暖手炉 脚上盖着条宝毯 像只存够食物等着过冬的小松鼠一样 锁在黄花梨木制成的宽背椅子上 别喝着自己炮制的花茶 别乐呵呵的听他们师兄弟斗嘴 倒也精神头十足 半点没觉得困倦 屋外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开始飘起了雪花 和小桥把盖在脚上的毯子往上拉了拉 冷布房半眼着的门突然被推开 两条矫健的身影夹带着寒气一起走了进 属下参见王爷王妃 你们两个也都回来了 江峰浩还没开口 当时边上喝着小酒的陆紫棋 抢先打了声招呼 想必进来的应该是他的熟人才对 何小桥抱着好奇心转过头去 眯着眼打亮了那两人一番 随即压抑地叫出声来 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36集 天上掉馅饼 何小桥确定自己没有看错 近来的两个人 都是之前在随意园里见过的 除了刘海上 有座惹眼的白毛的酷哥 另外那个长了一双漂亮蓝眼的大胡子 之前在富贵赌方 还跟自己聊过好一会儿天呢 江峰浩眩眼看过去 语气里有点小惊讶 你们见过 见过 何小桥肯定的点头 任谁看到不反感的熟人 都要兴奋一下 在随意园 除了他们两位 还有一个长得很像神棍的大叔 不过看样子 他好像没在这儿 王妃自信好 军师确实没来 头发上有一座白毛的酷哥 垂着头 一般一眼地打道 他旁边的大胡子立刻点着头附和 不忘体贴地补上一句 那小子出任务去了 军师 出任务又是怎么回事 那是他的外号 江峰浩不紧不慢地接过话 顺便替三人做介绍 娘子说的那个神棍叫胡青 至于他们两个 目光扫过大胡子两人 他继续说道 穿黑色衣服的是白手 旁边的大胡子是红发 真是简单又明亮 何小乔一下子就明白了 他们跟龙护卫是一样的身份 虽然装束不一样 但气质上差不多 看起来都是有功夫底子的人 像 探不完全是 江峰浩嘴角勾了勾 却并不打算多说 只挑了重点告诉他 接下来维夫不在的这段时间 他们两个会跟在你身边 随你拆遣 红方跟白手不常在京城出现 就算跟在何小乔身边保护他 也不会太快被人认出来 这种时候他需要的是生命恐 冷护卫呢 何小乔顺口问了句 毕竟他跟冷圈山还算比较熟悉 江峰浩哼了哼 显然对自家媳妇主动提起别的男人 有点小吃醋 他还有别的事 这里用不着的 被嫌弃了的冷圈山 默默地在暗处守着 依旧面无表情 好吧 何小乔耸了耸肩 表示妥协 虽然不是太喜欢随时有人跟着 但是在普通老百姓没啥人权的封建统治时代 有两个能打能挨的保镖跟着并不是什么坏事 这件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第二天早上 因为早就给自己做过心理暗示 不用彩莲来喊 何小乔在快到银时的时候自动就醒了 历时天还很黑 何小乔自己到厨房烧水洗漱完毕之后便开始做饭 虽然昨天晚上跟江峰号保证过不做干粮 可是真到了厨房 却怎么也忍不住手痒 除了早就想做的姜米条 还炸了严肃鸡胯 本来还想顺道做一些甜不辣的 不过后来想想还是算了 小厨房里没有现成的鱼肉可用 带骨的鸡胸肉斩成小块 加入盐 白糖 米酒 葱姜丝和自制的五香粉 以及酱油一起搅拌均匀 放到一旁腌制差不多半个时辰 然后取出均匀地裹上地瓜粉 锅里加大油将鸡块分开 一个一个的下锅炸至金黄色 捞出放凉后再下锅重新炸一次 洗净立竿的九层塔同样下锅 稍微炸一下 然后和胡椒粉 辣椒粉 一起加到炸好的鸡块中搅拌 彩莲去喊何小乔起床的时候 才发现 她已经在厨房里忙活了好半天 院子里到处都飘散着食物的香气 嗯 那味道浓的 不只是彩莲 就连附近蹲守看护的饮味 都忍不住猛吞口水 诶 小姐 你怎么 何小乔不等彩莲收完 就打断她 你来得正好 帮我到房里拿些油纸过来 做好的严肃鸡还有些油 用油纸放着吸掉一些 才不会太腻 是 小姐 灯彩莲把油纸拿过来 何小乔便用筷子 加了块严肃鸡塞到她嘴里 尝尝看 好不好吃 好吃 又酥又脆 太好吃了 菜莲双眼发亮 边搅着鸡块边猛点头 何小乔自己试吃了一块 也觉得还可以 将灯芯不亮了一些 吩咐采莲帮妈把油纸铺到碗里 然后再放上炸好的严肃鸡 何小乔转到条案的另一边 取出已经筛过的玉米面 准备做发糕 往已经按照比例调好的玉面和面粉混合物里 加进白糖和酵母 和温水一起调成吸稠适中的面糊 等面糊发酵一段时间 再倒进已经铺了剃布的蒸笼里 撒上已经洗干净的红枣和葡萄干 大火蒸上差不多半个时辰就差不多了 红枣从集市上买回来 葡萄干则是他自己在随意园里 沾了风干储存的 味道都很纯正 发糕蒸好的时候 另一只锅里的白粥 也已经咕嘟咕嘟地响开了 轻装从简的陆子曲两人 刚走到丰烛雅院 食物的香气便一阵阵地往鼻子里钻 已经洗漱完毕换了身打扮的陆子奇 像狗一样动了动鼻子 感觉整个人都快飘起来了 好香啊 江峰浩抬头看着院子里亮着的灯火 微微叹了口气 心里却有股不可抑制的暖意流过 本集完 您给我点瓶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37集 天上掉馅饼 两人正想着 院子里的门正好从里面打开 彩莲从里面走了出来 见到两人似乎有点差异 不过很快就下了去了 哎 王爷 陆公子 你们来得正好 王妃已经把早饭准备妥当了 奴婢真要去喊两位过来呢 话说完便直接让开到一边 请 体妹真是太贤惠了 陆子齐咋巴咋巴嘴 摸着肚子感叹了句 也不去看江峰号 自顾自地抬脚进门去了 江峰号自小在外跟随师父长大 学得最多的还是江湖儿女 坦荡豪爽的胸怀 所以并没有像高门大院那样 实行除了男主人之外 其余雄性生物 接不准踏入内院的政策 自然也就不会去计较 何小乔在自己院子里摆饭 请陆子齐等人吃饭的上 等他也一起抬脚走进院子里 才发现何小乔早就在空出来的 那些屋子里摆好了早饭 陆子齐这家伙 已经不客气的两手并用开吃了 改 等江峰号在桌边坐下 何小乔很自然地 加了一大块切好的玉米面发糕 放到他的面前 脚不沾地的忙了将近一个多时辰 才做好所有东西 即使是在大冷天 他额头上也冒出了细密的汗珠 江峰号抬手用袖口给他擦了擦 又替他把粘到脸上的发丝绕回到耳后 眼里有着自责和怜心 辛苦你了 娘子 还好 不算辛苦了 何小乔被他看得好不尴尬 见陆子齐正笑眯眯的便大口咬着发膏 便往这边看 连忙眼神一样捧起白昭催促的 赶快吃吧 也差不多快到饮食了 窗外天色已经有点萌萌亮 江峰号也知道耽搁不得 没有再说话 只是眯着眼心求愉悦地吃起自己那份早饭来 金黄的发膏上点缀着明亮的红枣和葡萄干 咬一口酸甜软糯 配上熬得绵软的白粥 最后再来上一块爽口的辣白菜腌萝卜 好吃不腻还暖胃 看着身边的何小乔 捧着发膏像小仓鼠一样鼓着两颊 江峰号眼里全是浓得化不开的笑意 似乎连整颗心都暖了起来 吃过早饭 何小乔把盐酥鸡连同焦蜜条一起用油纸包好 另外还有一大包的炒栗子 全都装到一个垫了芭蕉叶和软不保温的包裹里 这几种东西虽说不顶饿 但好歹耐吃 当零嘴或者下酒菜都可以 听说从这里到阴阳谷 起码也要一个多月 栗子和焦米条做好好都能放好长一段时间 再加上天气冷保质期就更长了 这样就算偶尔在路上前不招村后不招店 还能勉强拿来舔下肚子 不至于挨饿 陆子齐从没见过这些东西 闻着味道不错 又听说能当干粮 而且还是整个大烟独一份的吃食 当场就眼貌绿光 不等江峰号开口 就抢先把东西都拿了过去 怎么说都是弟妹的心意 咱可不懂拒绝了 师弟你说是吧 江峰号的反应是瞪他一眼 陆子齐耸耸肩 见江峰号站到何小桥面前 明白他这是有话要说 忒暧昧的朝两人眨眨眼 冷呵呵地抱着东西 识相地走开了 彩莲见状 也识趣地找了个借口退下 屋子里一时 就只剩下江峰号 跟何小桥两个人面对面 娘子 我要走了 知道了 何小桥点了点头 神情似乎有些低落 一路上要小心 比起第一次的不告而别 这次江峰号能跟自己说一声再走 何小桥反而更沮丧 唉 没有靠山在的日子 不知道会有多难 特别是 还身处最能勾心斗角的 皇室宗亲之中 万一又是哪天 突然皇帝老儿 或是太后 和其他的什么王爷眷主的 找上门来 那该怎么办 呃 他应该不用去对付的吧 怎么说 他也就是个蹭吃蹭住的 呃 虽然跟江峰号 算是男女朋友关系 不过 这不是还没成亲吗 咱也没那个立场啊 还以为他是舍不得自己 江峰号伸出大掌 像安慰小狗似的 摸了摸他的脑袋 我很快会回来的 你怎么不自称为夫了 何小乔无精打采的抬头 看了他一眼 江峰号闻眼先是一愣 进而笑得见牙不见眼 伸出两只大掌 捧起他的脸 让他面对着自己 非常肯定的下了结论 哼哼 娘子 你舍不得为夫 何小乔脸上一红 像是被说穿了心事一样 恼羞成怒的拍开他的手 没好气的说道 谁舍不得你了 你不在王府里 我还省了做饭的功夫呢 江峰号倒是没有立刻揭穿 他的口是心扉 只身眯着眼 心满意足地盯着他 足足笑了两分钟 直到何小乔 差点被他笑得炸毛的时候 才又慢慢地开了口 牛头不对马嘴地说了句 娘子 过两天 记得到赌方里收钱 何小乔茫然了好一会儿 之后才不确定地问了句 哦 你是说富贵赌方 江峰号给他一个肯定的回答 赞赏地摸了摸他的脑袋 没错 现在赌方已经是你的了 里面的银子 你想拿多少就拿多少 要买要卖 都是你说了算 要是想为夫了 也可以到那里瞧瞧 数数银子 等我回来 听着江峰号话里话外 都像是在极力怂恿他 去败家 目瞪口呆 言语不能地何小乔 瞬间有种 被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 砸中的不真实感 哦 不 这比馅饼更夸张 那就是一整个藏宝窟啊 阿弥陀佛 上帝保佑 他一定是还没睡醒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38集 分别 何小乔感觉 自己要被这不按常理 抽牌的世界玩坏了 这种一出手 就送公司的狗血剧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就是穿越女的福利吗 哈 她果然是有女主光环属性的吧 见何小乔傻愣愣的拿手去捏自己的脸颊 试验真假 江峰浩差点爆笑出声 连忙把她的手拉回去 面上不说 心里却是爱极了她这副娇憨的模样 不用掐了 这是真的 啊 我真的成有钱人了 在江峰浩的再三保证下 手里拿着地气的何小乔 艰难的咽了咽口水 总算相信了 自己已经有一名土葱姑 瞬间计划成小富婆的事实 对 娘子啊 现在是有钱人了 比为夫还有钱啊 江峰浩存心逗着她玩的 睁眼说瞎话 见她朝自己消出两个销魂的小酒窝 何小乔呆了呆 有那么一瞬间 仿佛看到她周身都散发着无穷无尽的金光 啊 你妈 这货绝对是迪拜的白袍土豪投胎错不了 为什么突然想到送我这个 何小乔冷静下来 忍不住将心里的疑问问出来 那可是一千万两银子 难道你不觉得太过贵重了吗 不论什么时代 开赌场都是最赚钱的行业之一 富贵赌方虽说不是经常赌博业的榜首 但规模也是数一数二的 每天能赚的银子可想而知 结果江峰浩却没有自己留着 说送人就送人 真心让她受宠若惊的出了一身冷汗 要真的收下 那这人情可就欠大发了 哎 娘子你错了 那可不是一千万两 江峰浩狡黠的眯着桃花眼 摇着手指套一本正经的投换概念 为父其实只是给了你半两银子零花钱而已 何小强歪着头 想起那天去赌方换筹码的时候 江峰浩确实只给了半两银子 然后就用这半两银子利滚利翻了好几倍 赚回来这一千万两 而那一千万两最后就变成了买富贵赌方的钱 这么想想 富贵赌方等于半两银子 确实也没错 见何小强沉默的低着头 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料想他已经动摇了 于是江峰浩又笑着说道 娘子 你不是说过想要攒钱自己开店做生意吗 这半两银子就算为父的入伙签好了 想了想又补充了句 如果不想开赌方 把店面收拾收拾 换成别的也行 想要什么就跟柳叔 和现在接掌赌方的料管师说一声 他们会帮娘子打点好一切的 何小强整个思维都原理物理的跟着他绕了一大圈 等他好不容易立出点头绪来 江峰浩那边已经合作愉快的拉着他的右手大拇指 沾了燕泥往契约上按 直接一锤定音了 等等等等 何小强看着手已经盖了印章的转让气 既惊喜又烦恼的抬头去看江峰浩 小心翼翼的确认他 真的送给我 不返回 当然 等娘子你赚到钱了 为父正好可以跟着沾沾光啊 感觉到他的不安 江峰浩又习惯性地摸了摸他的脑袋 弯着嘴角笑给他看 那好 赚了钱我们对半分 这一次何小小反应倒不慢 听他这么一说 立刻就着这句话解剖下驴 我们来立个字句 赌方我就收下了 但以后赚到的钱除了本钱 我们两个一人一半 娘子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知道他爱财却并不贪心 江峰浩文言也只是笑笑 并不跟他争 这样的处理结果已经是最好的 之前是他考虑不周 现在只是将银钱对半分 就能让他心安理得地接下赌方 倒也不错 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下了 一主的事情并没有影响到赌方的生意 在江峰浩的安排下 赌方这些天还是继续开门营业 依旧保持着日进抖金的迹象不变 因为早先听说何小乔 有想要自己坐满了开店的年头 所以他在拿到地去的时候 就已经心念一动 做主将富贵赌方的所有人 改成了他的名字 当初挑中富贵赌方下刀 只是因为想要赌方里藏着的东西 另外还有利用他 引张向元后面的人露出马脚 只可惜张向元几天前被人乱刀砍死在野外 线索也跟着断了 现在潜在的危机已经解除 再加上他也不缺钱 只要将里面清理一番 换上自己手下的人就能送给何小乔去经营了 赚了钱当然好 垮掉也没问题 反正只是半两银子赢回来的 再怎么样也亏不到哪儿去 财大气粗又全是包天的江王爷 表示他什么都无所谓 记得每个月让管事 给你账本看就行 不用时时刻刻去那边坐镇 他只是想用这东西分散他的注意力 可不希望等他回来的时候 自家娘子就变心爱上赌方了 没问题 多包在我身上 解决完分赃问题 向来没啥心机的河小乔豁然开朗 危言立刻乐颠颠的就把这差事给接下了 虽然他现在有吃有喝有地方住 而且时不时也有银子花 可是这种类似被包养的感觉 哪有自己把金灿灿的银子 转回腰包里爽快自在 你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不让赌方垮掉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39集 分别 何小乔心里想着将来还要扩大赌方增加收入 拿银子进取投资去进军别的行业 他笑得是嘴都合不拢 信心满满的保证 等你回来 咱们分了钱就去大吃大喝一顿 无情客 江峰浩使劲憋着笑 配合地点了下头 嗯 那微服 就等着娘子的大餐了 行 何小乔阿沙泪的一口应下 拍着胸口发下豪言壮志 你尽管放心去吧 回来有你好吃的 两人又说了会儿话 很快就到了严实 何小乔临时想起厨房里还有晒干的腊肉 于是又风风火火地包了一些让江峰号带上 后者笑眯眯地全都接下 等江峰浩他们都走了 何小乔这才失落地回到院子里 见厨房灶台上还有一笼发膏 便喊了彩莲帮忙一块切好 除了给柳一刀送去一些 剩下的就放在托盘里 蹲到院子里的石桌上 红帆跟白手在江峰浩离开后 就过来风筑雅院 不过因为没有何小乔的同意 所以就没有进门 只是守在院门外等着 院门开着 何小乔头也没抬 只去拉开扫门就喊了一句 红方 白手 王费 两人闻声立刻走了进来 以后要辛苦你们跟着我了 何小乔朝两人笑着说道 一边将石桌上还热乎的发膏往前推了推 我没有别的东西能给你们 这些发膏是早上刚做的 快过来吃热吃吧 那可太好了 我就说跟着王费肯定有好日子 红方哈哈一笑 泛着狼光的眼镜里满是兴奋 之前才跟何小乔在赌方里分享过一顿吃的 也知道何小乔不是那种小气计较的人 当场就不客气的探手去挑了最大的发膏往嘴里塞 边吃边美滋滋的点着头 嗯嗯嗯 好吃 好吃 多谢王费 白手比红方要疏离得多 但也没有拒绝 拱了拱手才动手拿东西 他拿的是葡萄干和红枣最多的那块 何小乔本来还想给冷圈山他们也送一些 不过听说他们跟江峰号一起出去了 没奈何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倒是让彩莲跟索儿在府里的其他好姐妹高兴了好一阵 彼时太阳已经升起来 虽然没有下雪 但早上雪融化后空气还有点冷 何小乔在外面站了好一会儿 就受不住了 赶紧回屋里把碳盆升了起来 又把江峰号送的那件斗篷披到身上 这才暖和了些 彩莲到小厨房里煮了热茶带过来 索儿逐一把宫灯吹灭 何小乔捧着茶杯暖着手 想了想 再次把规矩的守在门外的两人喊了进去 虽然江峰号没有明说 但何小乔能看得出来这两个人 临头那个神棍一样的中年男子 应该都是他的亲父之类 他有点好奇 但是不准备问 现在就是纯粹的想找他们聊聊天 大家互相熟悉一下 彼此了解了解 以后才能合作愉快 请坐 何小乔招呼两个人坐下 彩莲很机灵的上前 在他们面前各放了杯茶 然后便跟索儿退到一边去了 这是什么 茶嘛 怎么闻着有点奇怪啊 毕竟跟何小乔比较熟 红芳丝毫没有半点不自在 只是好奇地用蒲山大掌 端起面前的那只带手柄的阔口瓷杯 瞧了瞧 又闻了闻味道 其实看起来也有点奇怪 他还真没见过这么奇怪的液体 看起来像加了酱油调出来的米浆 但是比米浆更加细腻 而且闻着有股独特的奶香 这是奶茶 顾名思义是用羊奶加茶叶熬出来的 试试看 何小乔朝他们的方向举了举杯 又问了句 或者你们想来点酒 虽然葡萄酒的存货让江峰浩偷偷拿去藏起来了 但米酒跟黄酒厨房里还是有一些的 很好 哼 听说还能喝酒 红芳兴奋地嘎巴嘎巴嘴 结果刚说出一个字就让白手 面无表情地打断了 好喝 红芳愣了下 低头去看杯子里所谓的奶茶 尝试着喝了口 两道粗粗的浓眉皱了下 声音默得拔高了 是甜的 何小乔有点理解他的惊讶 于是笑着给他解释 你说的没错 奶茶就是要甜的才好喝 好喝 白手复合地点了点头 依旧是那句话 他面前的一大杯热奶茶已经倦了点 彩林正在给他当第二杯 这个时代的人普遍不爱喝奶类的东西 说是香味太重 就算是江峰浩 一开始兑奶茶也是不太能接受 还是后来喝多了才慢慢喜欢上的 没想到白手如此赏脸 真是让何小乔受宠若惊 喜欢就多喝一点 做出来的食物有人喜欢 何小乔自然难掩笑意 联盟示意采连继续到厨房 把剩下的奶茶都取过来 这东西不难做 厨房里还有材料 绝对能让你喝个够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40集 赌方式茶 白手双眼亮了下 脸上有兴奋的神色闪过 随后又冷静下来 一板一眼的回答 多谢王妃 话刚说完 一杯奶茶又溅了底 红方就在旁边哈哈大笑 拍着白手的肩膀 向何小乔解释 王妃你有所不知 这小子就是蚂蚁转世 别的不喜欢 就是喜欢甜的东西 而且越甜越好 就连喝粥都要加上好几勺糖 被决了老底的板手 瞥他一眼 放在珠子底下的脚 二话不说 就往红方小腿上招呼过去 闭嘴 红方怪叫了伤 高大的身躯 异常灵活的往后击退 避开他的攻击 随后不满的 控诉 你这偷袭 谁让你话那么多 白手淡定的收回长腿 丝毫不认为 自己偷袭哪里不好 对待嘴碎的人 就应该直接手底下 见真章 暴力解决 讲道理没有用 何小乔倒是觉得 白手这属性挺有趣 虽然第一眼看过去 有点闷 但喜欢吃甜的男人 感觉就跟长不大的小孩一样 蒙 比如说这话 刘海上还有一座特别有个性的白毛 真是让人觉得越看越顺眼 彩莲 把厨房里的桂花糖糕都拿出来 吩咐索尔接替彩莲的工作继续给白手倒茶 何小乔好奇地看着他问 你喜欢吃酸的吗 酸酸甜甜的那种锅包肉 有没有吃过 白手沉默了想 锅包肉是什么东西 这么说那就是肯定没吃过了 下次等我做这道菜的时候 你们可以来试试 何小乔哈哈一笑 对自己的厨艺可是自信的很 哼 我保证 你们都会喜欢的 白手跟红方对视了一眼 两人脸上都有种捡到宝的感觉 心道 看来跟在王妃身边当护卫 确实是个女差啊 彼时太阳已经升到半空中 屋外阳光灿烂 万里无云 看来今天会是个好天气 嗯 何小乔伸了个懒腰 忽然就想起才刚接手的富贵赌方 现在他可是实实在在的老板了 怎么说也得去店里实地考察一番才是 于是等白手面不改色的 一个人将两盘子甜得逆人的桂花糖糕 全都解决完 何小乔便提出想让他们跟着自己去赌方里走一圈的事 虽说他现在是赌方的所有人 但那地方毕竟龙蛇混杂 而且估计也没什么人认得出他这个新主子 他可没胆子 空着两只手就单枪匹马地过去视察 带两个打手在身边 总归保险一点 红方跟白手 本就是江峰浩调过来保护何小乔的 听他这么一说 自然毫不犹豫地应下了 彩莲表示想跟着去 因为说不定何小乔会有需要他的时候 同为女人总是比较好沟通 何小乔想了想 觉得是这么个道理 当场就同意了 吩咐索儿在院子里守着 何小乔跟彩莲两个都换上了男装 带上地去之后 便坐上柳一刀徐来的马车 一行四人出了后门 拐个弯之后才分成两匹 低调地朝富贵赌方的方向前进 依旧是那块嚣张的黑底金字牌匾 就连满帘上的得胜彩和两边对联都没变过 今日的富贵赌方依旧是人来人往 生意比之前更为火爆 唯一不同的是 门口用来震慑来客的保镖位置 似乎换人坐了 虽然同样是魁梧大汉 但现在守在门口的人 看起来就跟之前那两个 只会用蛮力的草包不一样 眼前这两个保镖 脸上半点笑容都无 而且目不斜视 看起来沉稳内敛了许多 按何小乔的感觉来说 这两个人应该是当兵出身 身上有那种在沙场浴血奋战之后 才能锻炼出来的肃杀气质 正直且非常具有威慑力 真不知道江峰浩到底从哪找来这样两个人 难道又是动用特权 从军营里带回来的吗 见到何小乔一行人 那两人便看了过来 落后何小乔几步的白手 不找痕迹的比了个手势 那两人看到后便微微点了下头 重新退到一边 看着前方不再言语 洪方健何小乔不停的回头去看 还以为他是在担心 换了陌生人不习惯 脸盲压低声音跟着他报告 门口那两个都是自家兄弟 王妃不用担心 何小乔点了点头 他早就知道江峰浩在这里安插自诩的人 所以并没有觉得有多大惊讶 他只是好奇刚才那两人的来历而已 赌方里依旧是跟当日一样的热闹景象 刚进门立刻就有人迎了上来 何小乔定睛一看 正是上次接待他们的那个人 当下就笑开了 友好的朝他打了声招呼 又见面了 你还在这儿跑逃呢 那人文言有点纳闷 转头仔细打量了何小乔一番 随即像想到什么似的 睁大双眼 仿佛见鬼一样退了好几步 啊老天啊 那个迎走他们赌方一千万两的大煞星又回来了 你好 何小乔一脸和气生财 笑眯眯的替他把话圆上 甚至好心的加了个标点符号做结尾 带路的人又往后退了一步 结果让后头经过的人不耐烦的推了一把 整个人立刻往旁边跌坐下去 红方眼明手快一伸 像抓小鸡子儿似的揪住他的衣领把他提了起来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41集 赌方视察 虎子 旁边有人高声喊了句 随着一个人影 排开众人 窜到何小桥面前 以血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从红方手上 抢灰色色发抖的 跑堂小二 谨慎地将其护在身后 再警惕地盯着何小桥看 我劝你们最好不要惹事 我们新东家 可不是你们能惹得起的 惹不惹得起 可不是你说了算 何小桥饶有兴致地 用从江峰号那里 拿来的玉骨扇 拍打着转心 双眼在面前 互相扶持的两人身上 转了一圈 不紧不慢地问了句 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你想干什么 后头赶过来的男人 皱着两道浓眉 嘴边一圈青色的胡茶 从面容上看 大概也就二十七八岁 声音算不上洪亮 但却能让该听到的人 都能听到 别担心 别担心呢 何小桥摆摆手 一脸真成 我只是看你们 长得有点像 所以随口问问而已 那男人沉默了想 目光从何小桥身后 站着的洪芳 白手身上滑过 又转过头 却看了脸 躲在他身后的 跑堂小二 最后才重新 回到何小桥脸上 声音相当平静 虎子是我堂弟 何小桥在他眼里 没有看到半点诸如恐惧 贪婪等负面情绪 再加上他敢当着 红方白手两人的面 维护自己的兄弟 心里倒是觉得 他的这份勇气 颇令人刮目相看 仔细培养一番 估计能够成为一个 好人才 你叫什么名字 大哥 别告诉他们 贝汉坐虎子的跑堂 拉了拉他兄长的衣服 看着何小桥一行 眼里有着明显的恐惧 见何小桥看过去 连忙又往后缩了缩 胆子这么小 也好意思到赌方里 当跑堂 孩子 你还是多回去练练再来吧 何小桥将其狠狠 鄙视了一番之后 又下意识地伸手 摸了摸脸 差点以为自己 瞬间变成了 头上长脚 脸上开花的痴人妖怪 不碍事的 光天化日之下 亮他们也不敢乱来 那男人撇开虎子的手 是一塌 规规矩矩的站长 又看了何小桥一眼 何小桥从总监 心想 就是要乱来 也不会在自己 心接手的店里 这不摆明了 断自己财路吗 人群外突然插进一把 威严的声音 问发生了什么事 虎子眼睛一亮 抛开自己堂哥 就往声音传来的方向 跑过去 一边跑 一边激动地喊道 廖管事 你来得正好 有人来闹场了 你快去看看 虎子 男人低贺一声 根本来不及 抓回自己 那个不成才的堂定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 排开众人 跑去找赌方 新来的管事告状 六可是 外面那人 上次出老千 骗走了我们赌方 一千万两 这次您可得 好好地看着 别让他们 再进来闹事了 虎子狗头的声音 远远传来 带着明显的 讨好意味 何小乔 挑了挑眉 对这人的印象 简直低得不能再低 单想 没担当 也就算了 颠倒是非的 本领 也不小啊 相比较 站在他对面的那个 有胆识 又爱护家人的男人 就令人欣赏得多了 眼睛落到虎子 堂哥身上 何小乔眼里的 性味更浓 开始盘算 该怎么找人 查查他的底细 看看是否 能为自己所用 胡闹 威严的声音 继虎子之后响起 似乎有些不耐烦 但却很好地 按耐住了 也不看看 自己什么身份 这话也是能乱说的 料管是好不容易 才压住心里的怒火 看着虎子的眼神 就跟看死人一样 这祸蠢得 简直无可修让 也不看看 现在什么情况 就乱嚷乱叫 分明就是想把 财神爷往外推 自古以来 有哪家赌坊 规定客人赢了钱 下次再来 就不给尽的道理 这样以后 还有人敢上这来吗 还不快给客人赔罪去 恨铁不成钢的口气 让何小乔 对这个思维谋命的 新任管事 好感上升了不少 不止何小乔 就连赌场 那些赢了钱的人 听到这话 都觉得心里舒坦了 料管是这话说的对 开门做生意 哪有将客人 往外推的道理 要是赢了钱以后 就不改进 那以后 谁想玩两把的时候 还敢上这来 实在对不住各位 我这伙计是新来的 年纪小 有些事情还不太懂 还望大伙 多担担些 料管事又朝中人 赔了个不是 继续说道 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 今天的茶水 全都免费 大伙玩得尽兴兴兴 可别为伙计 不懂事的一句话 耽误了大伙 大富大贵的机会 这话说的 得体又不谦卑 很快就把原先 还在凤凯的赌徒们 安抚住了 各自眉开眼笑的 回到赌桌上 继续为一夜暴富而努力 等人群散去 和小乔总算看到了 料管事的真实面目 富他身材 穿着相当得体 头发梳成个简单的抓紧 两颊很有肉 笑起来的时候 眼睛整个眯成一条缝 如果忽略他下巴上 那滑稽的山羊湖 看起来就跟弥勒佛似的 一副和气生财 老好人模样 确实适合当店铺管事 那管事就是这几个人 胡子根本没有觉得 自己为赌方着想有什么错 让廖管事训斥一顿 本来还挺老实 结果看到何小乔的时候 又破功了 快看 他们还带着打手 肯定是来砸场子的 何小乔嘴角一冲 差点控制不住 当场把玉不善往他脸上甩过去 砸你没场子啊砸 认清情况好吗 笨姑娘可是这里的新老板 你顶头上司的上司 说了不准对客人物理的 你要再这样不知轻重 就给我到后院披柴烧水去 廖管事收起笑 冷冷朝胡子撇过去一眼 护着一脸愕然 似乎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又哪里说错了 连忙想要解释 廖管事 小的 不必多说 廖管事根本懒得听他废话 干苍蝇似的挥了挥傻 准头一看 正站在门口 一脸看好心似的 往里头瞧的三人 胖胖的脸上先是一愣 随后收起了笑 提起长袍下摆 快步走到何小桥面前 不等几人反应过来 就先抬起双手 深深的弯腰做了个衣 冬家 你来了 原本还在得意洋洋 等着看廖管事发威的虎子 瞬间掉了下巴 冬家 冬家 那三个人不是来咋吃汉子的吗 怎么突然就成了冬家 这 这一定是在开玩笑的吧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42集 可用不可用 料管事不必多礼 我只是一时兴起来看看而已 何小桥笑着虚拂了一把 很不给面子的向虎子证明了 这真的不是在开玩笑 没想到冬家今天会亲自过来 不然也不会无端让虎子冲撞了您 料管事说着 皮蛋已经两脚发虚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虎子一眼 何等 虎子 还不赶快过来给冬家赔个礼 虎子完全呆住了 被站在身后的堂哥轻推了一把 才回过神来 站站兢兢的看了何小桥一眼 又连忙低下头 抖着腿上前就想跪下 何小桥见状连忙往旁边闪开 人高马大的虹方 则是第二次充当了抓小鸡的角色 提着虎子的领子 不让他双膝着地 男子和大丈夫 有话好好说就行 用不着这样 事宜洪方把人放开 倦佑有人不死心地想过来看热闹 何小桥直接转过头去看料管事 门口说话毕竟不方便 有安静些的地方吗 瞧我这 都糊涂了 三位兄随我来 这边请 料管事一脸恍然大悟 随即面露惭愧地 做了个邀请的手势 何小桥点点头 正想随他一起离开 却突然停下脚步 转道去看 还处在门口没反应过来的两兄弟 虎子 和你旁边的那位 小的 罗庆 虎子的堂哥 很有眼力见地抱上自己的名字 何小桥满意地点点头 朝他笑了笑 罗庆 你一起过来吧 是 东家 两兄弟对视了一眼 再瞧瞧已经走进门里的何小桥 都不知道这一去到底是福是祸 一宿人进了内院 料管是让丫鬟上了热茶和茶点 又在屋里生了碳盆取暖 招呼得很是周当 虎方跟白手习惯性地站到何小桥身边 结果被他挥手 赶苍蝇似的赶到下手坐着去了 虎方那边还好 白手桌边还特别给送多了两份茶点 都是市面上常见的芝麻糕和绿豆糕 甜的能溺死蜜蜂的那种 白手对此安排表示非常满意 虎子跟罗庆两人就在门口进来一点的地方拘束地站着 他们两个才到赌方没多久 没想到第一次进其他伙计口中 奢华精致的内院 却没有半点欣喜的心情 特别是在冒犯了新东家之后 兄弟两个再次对看一眼 又瞧瞧似乎已经忽略了他们两个的何小桥 不约而同地垂下头 唉 看来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工作又要泡汤了 料管事可没空管他们两个 将随时的婢女小丝都潜了下去 这才朝何小桥拱了拱手 董家 小的 都是自己人 料管事不用这么拘束 何小桥打断他的话 伸手向前比了比 请坐 料管事眼里闪过一抹惊讶 却没多说什么 谢过一声 就在右边下手的椅子上坐下 料管事有什么话尽管说 这 却料管事的目光扫下门口的两兄弟 还有物质吃吃喝喝完全不知道来干什么的红方和白手 何小桥立马回应 他要说的话恐怕不太想让外人知道 不过这也让他重新注意起罗庆和虎子两人来 这两人在门边当了很久的英雄人了 虎子 何小桥放下茶钟 抬头看向差点就缩到罗庆身后去的虎子 你放心 我喊你们过来 不是想让你们卷铺盖走人 却两人同时抬起头看他 何小桥便笑了笑 坚以虎子今天的表现 热情有余却胆量不足 另外还有就是不变是非 妄下断言得罪客人 跑堂的工作我想你可能还不太适合 就先换到别的地方磨练一下吧 具体交由廖管师安排 说着话又看向右边下手 麻烦廖管师了 董家放心 小的会处理好这件事的 廖管师站起身来拱了拱手 点点头又坐了回去 谢董家 虎子垂着头 不情不愿地应了声 心里却万般不识滋味 何小桥虽然没有赶走他 可是像这样训斥一顿 又突然就把他调到别的地方 不就是说明他能力不足吗 以后他在这赌方 还不得让其他伙计笑死 想到这里 虎子心里不由开始怨恨起何小桥来 之前因为倒霉 令他和江峰浩进赌方 让他们赢了那么多钱 差点没让原来的东家张向远 给活活打死 好不容易换了新东家 勉强保住跑堂的工作 没想到今日一见 新东家居然是曾经一度 害得他差点丢掉性命的何小桥 而且他这一来还三两句话 就把他以往的功劳抹杀 训斥他什么都不懂 要将他往别的 不知道什么的地方推 虎子垂在身侧的拳头紧紧握起 努力克制着满腔的不满和愤闷 不让他们当场勋泄出来 在场的所有人中 除了有些木讷的罗庆 其他人都将他的反应看在眼底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第143集 可用不可用 行了 你先出去吧 何小桥在心底冷笑一声 不动声色的挥哨 示意他先出去 之后又转头去看罗庆 脸色缓和了不少 罗庆 你原先在这里 是做什么工作 罗庆还有些拘束 不过听何小桥说 不打算赶他们走 心里总算安定下来 回董家 小的跟虎子一样 是这里的跑堂 也是跑堂啊 何小桥阵眼了下 怎么看怎么都觉得 你罗庆的性格 完全跟跑堂这个职业 沾不上标 以他的忠厚魁梧模样 当个护院还比较有价值一些 罗庆垂着头 心里有点七上八下 他知道自己是不比虎子 机灵 也不会哄得客人乖乖进来掏钱 可是现在全家人的生活 重担都寄托在他的身上 他一个人要养活好几口人 是万万不能没了这份工作的 我看你也不像喜欢这份工作 要不这样吧 何小桥用御鼓扇拍了拍掌心 故意吊人胃口地拉长了尾音 见罗庆一反刚才的轻松 紧张得全身肌肉都好像崩解了 这才促暇一笑 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他 刚才我已经问过廖管师了 我也知道你家里困难 不会将你辞退的 但你确实不适合跑堂的工作 不如就换一下 到这内院当个护院吧 罗庆猛地抬起头 眼里竟是不敢置信 这护院的工作 可比跑堂轻松多了 而且工钱更高 还不用看人脸色 之前因为没有功夫 他除了羡慕之外 根本不敢去奢望 没想到 新东家居然会破例 让他这个只有一身蛮力的人 去当护院 这感觉简直就像是天上掉馅饼 罗庆感觉 自己已经被砸晕头了 东家 我 我 小的并不会功夫 罗庆搓着手 又是兴奋 又是担忧 虽然很高兴 能获得东家的青眼 可他也没忘记 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 没关系 何笑笑白白爽 表示自己对这种事并不介意 那院里还有别的户外 到时候你跟他们学两招就是 赌方里大多被江峰号安插了眼线 其中就有不少取代了原有护院的位置 只要有白手他们冲面斡旋 让罗庆去跟他们学点基本的拳脚功夫应该不是问题 但是 我有一点需要你注意 见罗庆一脸欣喜 何笑笑又慢条丝里的补充的 不只是内院这边的安全 赌方外头有什么动静 你也要随时关注着 能出手解决就解决 解决不了的 就先别打草惊声 暗地里告诉廖管事一声就好 明白吗 小的明白 罗庆深吸口气 脸上是眼不皱的喜色 从明天起 你就是这里的护院 记得好好工作哦 何想瞧了想 重新端起茶中免了一口 我跟廖管事还有别的事 你先下去吧 小的告辞 罗庆脸上竟是感激的神色 飞快地行了个礼 毫不拖泥带水地转身离开 眼见他走远了 何小乔这才侧转逃 看向一直在安静喝着茶的廖管事 廖管事有什么话 现在都可以说了 廖管事何等机灵 见何小乔没有让红方跟白手出去 又听他这么一说 就知道他们两个应该都是自己人 当下立刻改了态度 也不啰嗦地直奔主题 小的借账付给赌坊 已经有一些日子了 这段时间也已经听王爷的吩咐 理清了账目 东家是否现在 要把账布过一遍呢 看账本这会儿 何小乔根本没想过 不过听他这么一说 却突然来了兴趣 既然如此 那就麻烦廖管事拿来我瞧瞧吧 就算现在不看 以后也得看 不如趁这个机会先练习一下 免得越堆越多 会更手忙脚乱 廖管事应了声 尽到那时将账本拿了出来 连同整齐装钉在一起的欠条 一并递交给何小乔 就只有这两本吗 随手翻了翻最上面的那本 何小乔惊讶于这账本的担保 富贵赌坊自开业到现在 起码也过去好几年了 没留账本只有这两三本这么少 这个确实是有原因的 廖管事似乎有些尴尬 顿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之前的账本网友说没什么用 虽然小的都烧了 只除了这一本 还有一些数额较大的前条 原来是这样 虽然奇怪江峰浩为什么这么做 不过他并不想去追究其中的原因 廖管事这么说 他也就没有再问下去 廖管事看过账本 可有发现里面有不妥的地方 小的愚钝 并无发现任何不妥 廖管事朝他拱拱手 低声打 这里的账目记得都还算清楚 除了前几个月的收入 和少许小额赔付 这段时间都没再出过什么大问题 何小小从未接触过这些 看着账本就跟看天书一样 不过他可不想在廖管事的面前表露出来 即使他是江峰浩信得过的人也一样 那好 我待会儿再看看 廖管事有事的话就先去忙吧 何小乔把账本放到桌面上 转头朝廖管事笑了笑 委婉地表达了自己想送客的意图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会再喊你的 小的随时听候东家差遣 听出他话里的意思 廖管事依旧是那副好脾气模样 眯着眼笑了笑 失去地退了下去 你们觉得这里的人怎么样 拿起账本翻了翻 又无趣地放回去 见周围没有其他人 何小乔索性盘起双腿 调整了下姿势 舒服地靠在椅背上 廖管事是王爷派过来的人 他应该信得过 白手将最后一块糕点解决完 端起茶杯瞎了一口 罗沁这人还算忠心 为人也正直 可以常识笼络过来 不过他的堂弟明显心术不正 王妃要小心 这个人不能留 是这么个理 王妃尔尽快寻个理由 让他离开这里为妙 不然以后说不定就是个祸害 洪芳将一只脚高高架到桌面上 用手抓了抓下巴上的胡子 虽然这种小人一根手指头就能解决掉 但怕的就是他被有些人利用 到时候发作起来才是真的防不胜防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44集 变身土豪 我知道 何小乔用扇柄抵着下巴 眯起眼睛说道 不然你以为 我为什么要把罗庆安排进来当护院 洪芳跟白首对视一眼 彼此都有些讶异 没想到何小乔居然想到了这方面 让堂兄去看着堂弟 倒也是个不错的主意 以罗庆的正直忠厚 虎子若是想使计耍华 估计逃不着好 好了 不说这种扫兴的话 何小乔伸了个懒腰 目光落到洪芳身上 突然想起一件事 嗯 对了洪芳 你那二十万两银子 拿回去没有 江峰浩迎来的那一千万两 已经被拿去换了富贵赌方 不知道洪芳得到的银子 拿去做什么了 洪芳满脸密集的大胡子抖了抖 眼圈一红 声音像是在哽咽 拿到了 何小乔嘴角抽了抽 拿到了还不开心 话说这如丧烤笔的表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 提及伤心事 洪芳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要不好了 那二十万两银票 那银票我就看了一眼呢 啊 这么严重 何小小想了想 关切地问了句 丢了 洪芳那双泛着蓝光的眼睛 整个都暗淡下去 垂着头一脸欺然地到处真相 王爷说这银票来历不明 给拿走了 嗯 何小乔默了话 只觉得胸腔里有一万匹草拟马 轰轰烈烈地并排跑过 捡起漫天烟产 然后你就认他拿走了 实在忍不住又补了句 就算来历不明 江峰号那家伙要拿走 你起码让他给你打个欠条 或者重新换一张都可以吧 对对对 还有欠条 洪芳一脸地恍然大悟 何小乔伸手扶额 好歹是人高马大 二十好几的成年人了 你敢不敢不要表现得那么呆蒙蠢 王爷那是在耍你 白手淡定地到处两人都不知道的事实 那二十万两 他早就交代军师 帮你存进钱庄里了 骗人的把戏 也就只有洪芳这种 大脑没掌权的家伙会每次都中招 王爷不嫌不好玩 他们几个当人下手和同伴的都看腻歪了 真的存心钱庄了 不止洪芳 就连何小乔都是一脸惊讶 白手确定地点点头 又转过去看看洪芳 神圈里稍微有那么的一小激动 有空去看看你钱庄里的银子 保准吓你一跳 这些年 洪芳老是哭自己存不到钱 娶不到媳妇 其实那些被骗走的钱 全都让江峰浩这个好心的老大 糊弄去钱庄 省利息了 再加上才刚存进去的二十万两银票 现在这小子就是个实实在在的大地主 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要有钱 这是真的吗 老白你没骗我 我有钱去媳妇啊 洪芳两眼无神 念如地问着 还有点接受不能 前一秒还是个穷得连饭都差点吃不起的苦逼屌丝 后一秒突然得知自己华丽转身 成了超级土豪 这感觉真是太不真实了 除了你自己之外 其他人都知道这件事 连一眼都懒得失手给洪芳 白手招手换来盲外的丫鬟 让人给他继续上甜点 一边淡定地输出差点让洪芳吐血的真相 只不过你从来没问过罢了 所以他们那一伙人就全都有致一同把这件事给忽略了 想看到底洪芳什么时候能自己发现 结果好几年过去了 他还是一根筋到底 单纯的让人不忍直视 何小小忍不住丢了个万分同情的眼光给洪芳 被江峰浩蒙在鼓里撞弄了这么久 真不知道他这些日子是怎么活过来的 可惜洪芳现在没空去接受空气里的同情点拨 五子双眼发亮的 掰着手指头自言自语 十两银子一个媳妇 二十万两银子 那不就是 话说到这儿 单纯的大个子突然热泪盈眶 滑下凳子 双膝着顶 抬头对着屋顶哽咚 爹 娘 孩儿终于那位咱们老红娘开枝散叶了 被他这么生情并茂的一番演绎 何小小忍不住好奇的 你赚那么多钱 就是想娶媳妇 而且看样子 除了正亲还想连带 抬进十几房的小妾 这目标还真伟大 王妃有所不知 洪芳家中从他曾祖爷爷开始 就一直是一脉单传 所以在取亲方面 就难免心急了些 无所不知的善良小天使 白手公子 再一次也跟冷千山 一个母子映出来的面摊表情 跳出来替众人解惑 所谓不像有三 无后为大 就因为从小被灌输 一定要多生娃 为家中增添人口的种娃概念 所以长大后 胡芳对娶媳妇这方面特别执着 一个媳妇生不了那么多娃 那就多娶几个帮忙生 总之一定要帮他们老红家 读下数量大于一的种苗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45集 变身土豪 哦 原来如此 何晓晓点了点头 表示了解 不过很快就有些不齿的撇了撇嘴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娶那么多妻子 你们不觉得这样 对那些女人很不公平吗 这年代的人对紫色问题相当执着 何晓晓表示 虽然同情红芳 但却一点也不支持她 想欺人之福的想法 毕竟没有哪个女人会大度导 肯真心和别人共享自己的丈夫 以夫多妻的制度 到头来只会惹得家宅不宁 极飞狗跳而已 具体可能发生惨绝人寰的 请参考后宫某某传 这 白首跟红芳秘密相去 两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何晓乔的问题 毕竟在他们的脑子里 以夫多妻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 根本没有人会觉得有什么不妥 特别是那些豪门大虎 没有计方小劝什么的 根本就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 何晓乔一见他们的表情 就知道这事没那么好说 心想要把他们对待婚姻的正求观念 扭转过来 大概还需要老长时间 故人也只是哼了哼 没有再追问下去 好吧 看来你们并没有想好答案 吩咐丫鬟到厨房 重新热了茶端过来 何晓乔顺手翻开账本 那这件事就暂时先到这儿吧 以后有空再讨论 虽然这件事似乎还没完 不过见他转移目标 不再咬紧他们要答案 红帆跟白手都松了口气 这问题简直就是个天坑 怎么回答都不讨好 如果何晓乔只是单纯的朋友还好 他们倒是可以百无尽弃地 发表一番高论 关键是 他现在是他们顶头上司的未婚妻 这样一不小心说错话 让人家小两口生的嫌隙 那他们两个到时候 还不得让江峰浩把皮都给包了 大厅里一时有些安静 偶尔能听到木炭在炭盘里燃烧发出的清响 红方眉开眼笑地手指手指头 想象被一堆媳妇和小孩包围的美妙场景 白手继续默不吭声地把茶点一盘接一盘地往肚子里扫 仿佛根本不会溺似的 何晓乔逼着自己静下心来 看了一会儿账簿 虽然以前念书的时候数学挺慢 但好歹也学到那么一点知识 仔细看还是勉强能把里面的东西看明白 两本账目都很清晰 一路看下来倒也真如廖管事所说 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账面很清楚 按账也做得漂亮 看来做账的人确实有一手 能让江峰浩调到这边来接掌赌访的 肯定不会是一般人 账访的事江峰浩没跟他提过 看来应该是廖管事请来的人 清明的人能请来的账房 肯定不是个草包 将账本还给廖管事继续收着 何晓乔朝他笑了笑 真诚地道了声谢 廖管事辛苦了 东家不必跟小人客气 这是小人职责所在 廖管事接过账本 依旧笑咪咪的模样 何晓乔对此人的好感度 又上升了一些 东家应该还没看过 独房里其他地方 不如随小人一起去看看如何 看出何晓乔的无聊 廖管事笑着邀请他 何晓乔用手指着下巴 想了下点了点头 也好 总归是自己的产业 熟悉一下周围环境 也是很必要的 不然以后要是一问三不知 那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 赌方比何晓乔设想的还要大 五间的超大院子 真正用来做生意的只有前面一小块 用围墙和前方隔绝起来的后院 大多是精致的园林 到处都是花卉跟假山树木 第三间的花园里 甚至还有一个栽了荷花的人工湖 湖上有曲折的回廊 通向湖心精致的凉亭 如果是在夏天 荷花全都盛开 坐在湖心亭里乘凉 肯定是很惬意的 只不过现在是冬天 湖面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 荷花都枯萎了 亭子周边一片冷清 何小乔把身上的斗篷解了紧 心里却慢慢地冒出个想法 或许可以将这个亭子和这片人工湖好好利用起来 到时候扩大赌方 可以把这里设置成一个专门的贵宾室 夏天的时候除了纳凉 还可以当成一个独立的空间 保有客人的隐私 至于冬天要怎么做 到时候只要把亭子四周围起来 底下通了地热 同样是一处绝佳的赏雪场所 见何小乔一直盯着亭子看 擅长茶阳观色的廖管事 忍不住便多问了句 东家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何小乔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一边将自己的计划收了出来 廖管事捋着山羊湖听完 再一看前方一派衰败的人工湖 在心里默默地计算了一番 发现如果按照何小乔的要求去做的话 倒也不会太过费钱 而且通地热的事情 只要将陶管巧妹的伪装一番 贴在曲狼边上 再在两边栽上一些耐寒的梅花 不仅美光而且还暖和 用来招待贵客非常适合 当即就投上了赞同的一票 东家心思细腻 这主意我看能行 何小乔很高兴 有六管事的支持 这事应该很快就能有着落 既然如此 这件事就拜托廖管事全权负责了 小的明白 一定不让东家失望 廖管事一口硬下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46集 立威与成算 花了半天时间 将整个赌方参观了一番 何小乔对整个布局 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 除了即将进行改造的湖心亭 还有别的地方 他也有个模糊的规划 不过这些 他暂时没有跟廖管事说 打算等回府详细计划后 再提出来 大烟民风开放 朝廷并不限制赌博行业 只要向当地的官府 做了备案 且不做什么杀人放火的恶事 让人查出来 基本不会有被查封的危险 这也是江峰浩 为什么会放心地 把赌方交给何小乔的原因 有鉴于此 他完全可以大胆地 根据自己的需求 将赌方进行改造 在配合前世的经营模式 说不定真能夺下 京城第一赌方的宝座 也说不定 因为时间比较仓促 所以医生人是在赌方吃的午饭 吃过饭 廖管师还体贴地找了丫鬟 让他们领着何小乔 到一间较为安静的房间 稍作休息 听说房间里的东西 都是重新换过的 并非前任遗留 略有些小洁癖的何小乔 登记满意的点点头 谢过廖管师的好意 领着彩莲一起进房去了 一大早就醒来忙活着准备早餐 和给江峰浩他们两人 路上吃的干粮 现在一放松下来 困意就一阵阵往上涌 喝气更是一个接一个 彩莲帮何小乔把头发解下来 又亲眼看着他 拖了斗篷和外袍爬到床上 等他闭着眼睡熟了 才把摊盘端到离床边较远的地方 关上门退了出去 昏天暗地地睡了一觉 醒来的时候 太阳已经偏西了 何小乔抱着被子 在床上坐了好一会儿 才从昏沉中回过山来 彩莲在外倦听到响动 便熟练地 让着后院的丫鬟 领着自己到厨房 去拿了洗漱用的热水 等何小乔洗漱完毕 又帮他把头发挽了回去 重新贴上假侯结 装男人 走出房间的时候 廖管师正候在外面 何小乔这才发现 他在极短的时间内 已经把赌房里的伙计 和内院伺候的丫鬟小丝 以及护院都一并集中了起来 此刻将近三十来人 全都一头雾水地 站在二郡院子的空地上 就等着他这个新东家训话 也可以说是给大伙认认脸 免得他们不把他当回事 何小乔不想多心 但这幅阵势 看起来比较像是 要给他个下马威 下意识地看了廖管师一眼 却嫌他还是那副 笑眯眯的模样 并无任何不妥 何小乔在心里冷吼了声 哼 存心不想让人看低地 搜长瓜肚了一番 在心里打好副岗 这才慢慢冷静下来 面对底下三十多双 或好奇或默然的眼睛 何小乔深些口气 学着以前在电视里 看来的大老板讲话 说了一通鼓励的话 之后又恩惠病师地 挑明了 背叛和不认真工作 将会有的下场 见那些伙计全都抬头看他 眼神里有了多少的敬畏 这才接着把工作态度好 年底还有更多 风红的诱惑抬了出来 以此笼络人心 只要大伙好好工作 别想着偷金耍华 和背叛赌方背叛我 那么除了年底的风红 以后还会有更多更好的福利 给大家 何小乔微微拉高了嗓门 目光从所有人的脸上扫过 都记住我的话了吗 虽然大伙对赌方易主的事并不关心 不过何小乔这个新东家的许诺 还是让他们多了一丝期待 心里想着年底的风红 对他也慢慢的变得敬畏起来 脑子出问题了 才会去得罪自己的衣食父母 记住了 冬家 众多人的喊声 差点没将树枝上 未融化的积雪震落下来 很好 何小乔面带微笑的点了点头 这才推有领导范的一挥声 外面天冷 大伙都散了吧 回去喝口热茶暖暖身子 准备上工了 等所有人都依次离开 廖管事这才端着张不变的 迷乐佛笑脸迎上来 东家果然好魄力 何小乔朝他一笑 眼里却没多上笑意 廖管事 我不管之前江峰号怎么对你 但你既然已经认我当了东家 就别再搞这种 会让人误会的试探马戏 不然我真的会很伤脑筋呢 他是没心没肺没错 不过这不代表 他会随意任人欺负 廖管事脸上的笑几乎僵了下 这才垂下头 拱着手恭敬地说道 东家说得对 是小人考虑不周了 希望以后我们能合作愉快 而不是让彼此都不好办 丢下这句话 何小乔深深看他一眼 转身就走 彩莲 回去了 小人送东家一程 廖管事虽然没有明说 但任谁都看得出来 他想修复彼此的关系 何小乔不置可否 那就麻烦廖管事了 既然已经决定要做生意 那以后就免不了要与人沟通合作 学会给对方一个台阶 是件很必要的事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47集 立威与成算 从赌方回到王府 何小乔一路都在回想着前世的赌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除了赌博之外 美艳性感的兔女郎和同样长相出众的男女合观也是一大特色 女合观可能是个突破点 不过若是要加上兔女郎的话 与现在的保守社会风气可能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这得慢慢来 然后也可以在吃的上面花点心思 比如酒水跟点心 开赌场的大多是背后有靠山的有钱人 并不会在乎这点小钱 套机到澳门的赌场里 矿泉水就是免费认领的 当然现在没有矿泉水 但免费提供茶水给客人或者过路人也不是大问题 或者还可以因此广结善缘也说不定 脑子里忙着思考 回到府里后 何小乔整个人都处于放空的状态 经常是采连喊他好几声才回应一句 就连晚饭都是胡沦着吃完的 红方还以为他这是撞邪了 已经偷偷的在跟白手商量着 是否要请道士或者神婆来做法跳个大神 结果被白手直接一个白眼比试回去 信不信你前脚把道士领到王妃面前 下一秒他就能让人把你绑起来 让道士换成给你做法 连王爷都会挨揍 红方这种小族子更不用说了 以何小小的尿性和正常人的思维推理 红方这犯贱的举动一旦被发现 不被整掉一层皮才怪 红方当然行 所以他很快就打消了这个荒唐的念头 改而想着去请大夫了 不过这想法最终也没有付出行动 因为何小乔吃完饭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里 他们可没那个脸去敲门 小姐 你画的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 奴婢一点都看不懂 将主火移到桌面上 彩莲一边帮着何小乔摸摸 一边好奇地看着自家主子 一种奇葩的姿势握着毛笔在纸上涂鸦 嗯 何小乔嗡了声 依旧埋头致力于自己的创作中 你当然看不懂 你要是看得懂 你家小姐我就不用出来混了 是是是 我们家小姐呀最厉害了 彩莲笑着奉承了一句 见何小乔在铺好的宣纸中间 画上几个排领整齐的方块 也没再问下去 何小乔挑眉哼了哼 看着自己画出来 实在不能称之为话的 歪弃扭扒的线条 自己却忍不住心笑了起来 哼 这图别人可以不用看懂 但里面的东西一定要顺利做出来 它可是有大作用的 按照自己的印象坚持着画了二十多张图 何小乔放下毛笔 甩了甩酸痛的肩膀和手腕 用伸手揉了揉眼睛 灯光太暗了 她实在不习惯在油灯下作炎 眼睛受不了 她连体贴的过去帮她揉着手腕 一边心疼的 小姐 要是困了就先睡吧 想画画啊 明天也可以的 别看坏了眼睛 何小乔想想也对 好吧 那就明天再继续好了 奴婢去厨房打些热水回来 小姐洗一下手先 好 何小乔半眯着眼硬了声 站起身 动手将那些画好的图纸 一张张地摊开 小心地拿东西压着 等墨迹晾干 之后才伸了个懒腰 在彩琳端来的热水里 洗掉手上粘到的墨汁 擦干双手之后 离鞋子都不脱 直接张开双臂 就朝柔软的棉被扑过去 然后像只被压扁的青蛙一样 摊开四肢压在上面 脸颊在有些冰凉的背面上蹭了蹭 嗯 冬天果然还是赖在床上 最舒服啊 小姐 鞋子 虽然早就习惯了何小乔这种 滚上床的节奏 但彩莲还是忍不住 想开口提醒 要不是何小乔曾经 勒令她不用帮忙 她早上前替她把袖鞋脱下来了 脱了 脱了 何小乔嘟弄了两声 两只脚在空中抖了抖 直接把鞋子甩出去 自己总是掀起被子 蹭溜一下 缩到里面去了 彩莲简直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 任命地帮何小乔把鞋子捡回去摆好 把房里的灯火都灭了 带上门退了出去 晚上没有下雪 一轮明月悬挂在夜幕里 脚洁的月光透过半场的窗户 绕进房间里 周围很安静 只有偶尔风吹过的声音 何小乔卷着被子将自己缩成一团 半趴在床上 抬头去看天上的月亮 想起不知道此刻已经到了哪的江峰号 心里空落落的 也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跟之前一样 还习惯在野外露宿 现在可是大冬天 万一冻感冒了 可就麻烦了 不过听说习武之人 身子底子都不错 再加上他之前有吩咐彩莲 往两人的行李里 偷偷放了一些生姜炒制的 预防感冒的药 应该会没问题吧 心里这么想着 何小乔又重新躺回床上 闭上眼将被子拉高 盖到自己的头 慢慢地睡了过去 分别的第一天 窗外寒风萧瑟 屋内却是一片宁静祥和 与此同时 在通往阴阳谷的路上 江峰号等人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雪锁阻 不得已 只能被迫在一处破庙里稍走休息 等待风雪过后再重新启程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48集 丰功合作 破庙的门已经掉了一边 剩下的一边只能勉强合上 江峰号把掉的那扇门抬起来 靠在门上 将就着挡一下风雪 空地上篝火烧得正旺 漏风的屋顶也让陆子齐 拿稻草堵住了 两人坐在稻草堆上 边烤火边就着烧酒 吃着迟来的晚饭 两匹草红马 则是被拴到边上 此刻正安静地低头 肯是地上堆积的干稻草 偶尔甩甩脑袋 打个响鼻 证明自己的存在 这鬼天气 陆子齐感叹了声 拿起水袋喝了一口 热辣辣的烧酒一进肚子 胃里立刻就像被点着一般 整个人都暖和了起来 江峰哈没有接过话 只是默不吭声地 从马背上取下包袱 从里面拿出用油纸和大片树叶 层层包裹的食物来 栗子 姜米条 盐酥鸡 酱牛肉 还有已经冻得硬邦邦的 玉米面发糕 发糕是不能再吃了 酱牛肉也有些冷 倒是栗子跟姜米条这两样 冷热都能吃 而且估计是何小乔打包的仔细 盐酥鸡虽然凉了些 但是还是能吃的 江峰哈把盐酥鸡 重新地包在树叶中 放到火对边加热 等感觉不那么冰冷 才将何小乔另外准备的 胡椒粉跟蒜泥 撒在上面搅拌起来 辛辣的味道传来 鹿子齐眼睛一亮 伸长胳膊就要去抢 江峰哈也明手快 把树叶移了个位置 于是鹿子齐的筷子 就直接往泥地上戳了下去 小乞鬼 这是我的 江峰哈 瞥了一眼不甘心地 拍掉筷子上泥土的鹿子齐 淡定地宣示所有权 鹿子齐撇撇嘴 被自家铁公斤师弟 表达了最高程度的鄙视之后 也跟着起身到马背上 把自己那一份晚饭拿了过来 学着江峰哈的模样 放到火堆边 先烤热了 再淋上香辣酱 鹽酥鸡的口感 跟两人之前吃过的 任何鸡肉都不同 虽然是鸡肉 可是却完全不像 记忆中的那个味道 外面因为裹了一层 红薯粉炸过 而更香更浓 一口咬下去 先是酥脆香辣 然后便是软糯弹牙 鸡肉中还带着 更具口感的脆软骨 让人忍不住 就像一口就这一口 根本停不下来 何小乔把严肃鸡 切得比较小块 炸出来后 差不多只有一包丸子大小 两个大男人 一口一个 很快就将各自的那份吃完了 弟妹的手艺真不是盖的 鸡肉都能做出 这么多花样来 鹿子奇扎巴扎巴嘴 以油味尽地拿筷子沾了书页上残留的酱汁吸水 江峰昊放下筷子拿去水袋喝了口 神情相当得意 那当然 也不看看是谁的娘子 鹿子奇万分极度地看了他一眼 顺手将另外一个包裹打了开 发现里面都是小拇指粗细的条状东西 闻着像是糖的味道 这又是什么 说着话 已经迫不及待地拿起一条咬了一口 咔嚓一声脆响 又酥又甜 鹿子奇当即双眼一亮 忍不住脱口的 好吃 江峰昊更加嘚瑟了 旧茶梅昂起头 翘着尾巴绕破庙走一圈 我家娘子做的吃食当然好吃 鹿子奇连鄙试他都懒得了 吃了好几个姜米条之后才转了话题 看这天气 明天早上估计雪不一定会停 也不知道师父那边 现在到底什么光景 江峰昊也沉默了下来 好伴上才到 总归是要去看看的 如果不是真出了事 老不死的应该也不会让我们回阴阳谷 这么说也没错 可是你说师父那么结实的一臭老头 平时装得跟头牛似的 怎么突然说病就病了 该不会又是一时兴起 设了什么陷阱 想考验我们吧 依旧一身破烂的猎人装扮 鹿子奇伸手摸了摸 长满胡茶的下巴 有些不确定的问道 江峰昊捡了两根树枝 折断了丢到火堆里 腾起的火焰将他最美的面孔 整个笼罩在一片诡异的红色当中 不管到底是什么情况 等到了阴阳谷就知道了 那老不死的 最好不要出什么馊主意来整人 不然 目光悠悠地盯着面前的篝火 江峰昊嘴角勾起一抹邪气至极的笑容来 周围的空气莫得下降了好几度 陆子奇看着自家那只仿若妖妞一般 笑得善人的师弟 净凌凌地打了个冷战 和弥陀佛 但愿师父是真的要视少我们 不然他老人家这以后的下场可就不太妙了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49集 丰功合作 差不多盖到吃午饭的时间 何小乔才拖着满头蓬松的乱发 从床上爬了起来 昨晚上画的那些图 墨迹都已经干了 早上彩莲俊来的时候 把他们全都收拾好 重新放到了桌面上 还细心地拿阵纸压住了纸上空白的地方 就怕进门的时候风大给吹落到地上会弄脏 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那些还没画出来的图和小乔就暂时割下了 只把画好的放到一边收了起来 盘算着把计划中的所有东西都画出来后 再一并交给廖管事去处理 拼了保暖的斗篷走到床边 就外面天阴沉沉的 也就没了心思出门 大雪天还是窝在屋子里嘴舒服 喝过彩莲送过来的热豆浆 何小乔捧着空杯子 砸把砸把嘴儿 觉得肚子里的蝉虫 似乎让豆浆给唤醒了 当今喊了彩莲和索儿 一起到厨房准备午饭 出了门 就看到红芳正背靠着树干 往树冠上看 嘴角里的老大 似乎是在跟人聊天 说到开心处还忍不住眯了眼儿 白手则是默默的 坐在凳子上发呆 见何小乔出门 两人都立刻回过神来 有志一同的朝他拱了拱手 见过王妃 啊 你们都在这儿呢 何小乔愣了想 看着白手就是双眼一亮 正好 我准备去做午饭 待会儿做了个包装 你们都来试试吧 有的吃当然是好事 红芳一副喜笑颜开的模样 皮颠皮颠地跟上来 说要帮忙烧水 白手低头想了想 最后决定要自高奋勇去洗菜 菜连撅着索儿 让他们不准抢了他和索儿的工作 何小乔倒是不以为然 笑着同意了 古人崇尚 君子远袍厨 除了厨师之外 基本很少有男人会去厨房做菜 他们两个这个时候 能主动提出要帮忙 那是好事 起码能证明 他们两个并非大男子主义 这是好现象 值得鼓励 因为有江峰浩的吩咐 负责采买的 每天都会把最新鲜的食材 送到丰烛雅院 何小乔在厨房里绕了一圈 发现案板上摆着 没有完全剃光肉的大骨 并一大块新鲜的猪肉 菜篮里 则有好几根水淋淋的大萝卜和番茄 往下翻了翻 居然还有带着泥土的嫩冬笋 和两只粗的胡萝卜 看来除了做锅包肉之外 还能顺带熬个大骨汤 洪芳人高马大 何小乔当然不会让他真的去烧火 因为看着手劲大 所以他被分配去将大骨剁成块 白手则是默默地接过何小乔递给的木盆 提着一篮子萝卜番茄到屋外清洗去了 彩莲有些茫然地站在厨房里 一圈常做的事让人给抢了 他这一时半会儿 也不知道要做些什么 小姐 彩莲 过来帮忙把这个肉切了 何小乔抬头看他一眼 玛丽地从那一大块猪肉中 剃了里脊肉放到砧板上 菜刀就是塞到彩莲手里 一边给他比活着 就这么横着切成片 一片大概有手指头那么厚 剑洪芳好奇地看着他自己的手指 眼光不时地往这边砧板上瞧 一副蠢蠢欲动的模样 何小乔嘴角抽抽了下 非常重重地叮嘱彩莲 嗯 就按你自己的手指大小来切 千万不要比照别人的 特别是 一只手指能比一根胡萝卜的红芳 不知道自己被嫌弃了的红芳 非常得心硬手地多多几下 把洗干净的大骨砍成几段 何小乔宽了他两句 让他把冬笋和葱拿到外头 给白手一起洗了 等红芳出了厨房 总算能活动开的何小乔 连忙把大骨加水 和少许黄酒烧开抄了一遍 洗干净血沫之后 重新加清水 和拍扁的生姜黄酒 一起放进瓦罐里架在灶上 往灶堂里扔了一把柴火之后 又匆匆忙忙地准备去做锅包肉了 结果因为走得太匆忙 没有注意脚下 差点被一个装了水的木桶绊倒 好在他闪得过 只让水泼湿了一点裙脚 倒没什么大碍 哎 小姐 彩莲听到响动 连忙放下菜刀跑了过来 见何小乔瞪大双眼 呆呆地看着木桶 还以为她是下掉活了 焦急的伸手在她面前挥了两下 小姐你怎么了 是哪儿撞疼了吗 红芳跟白手听到喊声 也跑了进来 何小乔被彩莲这么一晃 总算挥过神 喜笑颜开地指着水桶 对他们三个说 你们看 有鱼 站在门口的红芳两人 都有些不明就里 就连彩莲也是一头雾水 这鱼啊 是早上柳总管让人送来的 说是看着新鲜 小姐肯定喜欢 原来是柳叔送来的 何小乔想起 那个总是神龙剑手 不见尾的轻聚老人 脸上有一瞬间的恍惚 说起来这段日子 他一直都在跟江峰号鬼混 虽然有好吃的好喝的 都会让人送一封过去 但却从未亲自去找柳叔 听说自己每次出府 都是他老人家特别关照的 而且怎么说 也是江峰号的长辈 打好关系是必须的 当下便喊了索儿过来 吩咐他去请柳姨刀 中午到风烛雅燕来吃饭 索儿脆生生的硬了 一溜烟朝门外跑去 小姐 这鱼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 扶着何小乔的手臂 采连好奇的问道 以前也不是没有鱼送过来 但小姐可没有这次这么高兴 何况他怎么看 怎么觉得木桶里那两条鱼 比一拳送来的都要丑 一口立牙不说 身上还有好多不规则的斑点 看着就让人不行 也不知道会不会咬人 以前那些都是普通的鱼 这种可不一样 小心避开鱼身上尖利的背鳍 何小小伸手捞起其中一条 看了看 想得见牙不见眼的给他解释 这个是鲑鱼 鱼肉很嫩 而且没有那么多小刺 能做出好多种好吃的 好玩的菜式呢 比如最简单美味的 青城桂鱼 柴把桂鱼 茄汁三丝桂鱼卷 松鼠桂鱼等等 啊 想想都让人流口水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50集 松鼠桂鱼 厨房里有江峰浩特别让人找来的和虾 何小乔把包虾壳的任务交给已经切好肉片的彩莲 终于已经干完活的洪芳和白手两人 则因为厨房人太多的原因被轰了出去 彩莲手下不停地包罩虾壳 抬头看着宽敞了不止一倍的厨房 油然而生出一种终于找回厂子的心酸感 何小乔好笑地拍拍她的肩膀当作安慰 这瓦罐里的大骨汤已经沸腾起来 连忙把灶堂里的火压了压 又往瓦罐里滴了两滴醋 盖上盖子小火继续炖着 从木桶里把桂鱼捞出来 用菜刀拍晕熟练的去鳞去腮 剖去内脏后洗干净磊干 用手按着桂鱼的鱼身将鱼头斩下来 块刀把两边的鱼肉贴着骨头片开 去掉鱼骨和带刺的肉片 只留下尾巴的部分相连 处理鱼肉是个技术活 好在何小乔前世为了吃 没少在这方面下功夫 倒也没出现把自己手指头给切掉的悲剧 转头吩咐彩莲将洗好的冬索和蘑菇 连同去壳的虾肉一起切成丁备用 何小乔手下不停 将去骨的鱼肉皮朝下弹开在砧板上 用斜刀在上面切出伸至鱼皮的菱形花纹 之后再用料酒胡椒粉和盐 调匀抹在鱼头和鱼肉上 咸入一下味 灶堂里生火 炒锅烧热后下大油 鱼肉滚上干淀粉 等过来的油烧至七成熟 再用手拎着鱼尾抖掉鱼粉 提着鱼肉把锅中烧热的油从上往下浇在上面 这样可以让鱼身上的菱形当花纤定型 上盘后会更好看 将鱼肉分开两片 放到油锅中炸至金黄捞起 鱼头也入锅炸成金黄色 放到大盘中和鱼肉再拼成一整条鱼的形状 调整了下鱼头和鱼尾让其翘起来 为了让造型更美观 何小乔还就地在一颗番茄上 撇了两块指甲盖大小的果肉下来 贴在鱼眼的位置上营造出喜气洋洋的感觉 彩莲 把笋丁和蘑菇都递给我一下 何小乔喊道 一边快手快嚼地将新鲜的番茄切成丁过一边热水 捞起后和之前做好的番茄酱一起加鲜汤糖香醋酒和酱油 淀粉加温水调浅勾匀 彩莲把装着笋丁的碗地过去 何小乔抽空接过去放到条岸上 将锅里的油都起出来放到一边 只留下少许在里面 加热后放葱段冰箱 老厨葱段后再加少许的酸味进去 和笋丁香菇丁和虾仁一起炒熟 最后下调味汁用大火烧到粘稠起泡 淋上麻油 起锅后浇到盘子里已经炸好的鱼肉上 热气腾腾的酱汁已接触到鱼身 形容松鼠的棍鱼便发出吱吱声 把一旁看着的彩莲惊奇到不行 小姐 这鱼还会学老鼠叫呢 不是老鼠 是松鼠 何小乔哈哈笑顺口纠正他 刚回来的锁儿踩到厨房门口 就冲着小鼻子嚷嚷的 好香啊 进了门之后双眼更是一刻不停的盯着那盘红艳艳的松手鲑鱼上面 见何小乔看他 连忙站直了身体 默不歇视地说道 王妃 奴婢已经照您的吩咐把柳总管请过来吃饭了 在府里绕了一圈没找到人 没想到刚想放弃的时候 却正好遇到柳一刀办完事从外面回来 见他拄着拐杖进门 锁儿立刻机灵地跑过去 一字不漏地将何小乔教的话都念了一遍 柳一刀文言只是伸手捋了捋山羊湖 二话不说就乐呵呵地跟着他一起过来了 现在人正在屋里坐着 锁儿现在就是来要拿茶水去招待他 坐得好 何小乔被他一脸蝉毛样给逗乐了 从盘子里加了个香仁塞到他嘴里 现在还不能吃饭 这个新奖励你的 锁儿办事真是越来越可靠了 酸甜可口的家人立刻俘获了锁儿的心 十三四岁的小女孩正是天真的年纪 让何小乔夸了两句 清秀的小脸立刻笑成一朵花 高高兴兴地取了热水泡好茶 跟在端着松鼠桂鱼的彩莲身后 一起到房里去了 何小乔这才想起 碗罐里的大骨汤 掘开盖子一看 汤汁已经变成浓稠的白色 骨头上的肉已经炖得酥烂 正是时候下萝卜 伸手在菜篮里翻了翻 何小乔哭笑不得的发现 原本胳膊醋的大白萝卜 已经让热鲜的白手给消成了胡萝卜大响 要不是颜色不同 他差点以为是胡萝卜家族出了新成员 将瘦了一圈的萝卜洗干净切成滚刀块 放到烧开的清水里抄了一遍 捞出来后放进瓦罐里 加上一些盒里捞回来晒干的小虾米和大骨 一起炖到酥辣 出锅后撒上一点葱花就行了 这样炖出来的大骨汤虽然材料简单 味道却是很鲜甜地道 搞定松鼠鲑鱼 接下来还剩一道锅包肉 指挥着彩莲桃米下锅 和小桥敲开个鸡蛋 只取蛋清和面粉 一起调成粘稠适当的面糊 锅里下油烧到六成熟差不多 用筷子夹着肉片放到面糊里滚一圈 再一片片放到油锅中 中火炸熟后捞出放到一旁 然后改成大火 将炸过的肉片再炸一次 直到肉片变得金黄焦脆再取出带肉 同样姜油取出只留少许在锅里 将切好的葱丝姜丝 萝卜丝和香菜一起下锅翻炒均匀 和小桥油中的庆幸白手手下留情 为把胡萝卜也一并削皮处理 不然这会儿估计他能找到的就是现成的胡萝卜丝了 用铲子在胡萝卜丝上按了下 确认已经变软后再把肉片下锅 加上由酱油盐糖白醋混合调成的调味汁 一起翻炒入味 又酸又甜的味道弥漫在整个厨房里 何小桥吸了吸鼻子 用铲子把锅包肉取出来放到盘子里 彩莲很顺手的接了过去往屋里送 何小桥刚想洗干净手 不过转念一想 考虑到桌上都是男人 胃口肯定会很大 于是又临时架起了两口锅 一个打算用来做最受欢迎的红烧肉 另一个则是浇油彩莲自由发挥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51集 松鼠桂鱼 彩莲跟了何小桥这么久 天天都往厨房里钻 然而是从未做过饭 也硬生生地被练出了一手炒菜的好手艺 虽然做出来的饭菜不一定有何小桥的好吃 但笔上不足笔下有余 也顾得上到大厨房里当厨娘的资格了 彩莲没有推脱 在厨房里绕了一圈 最后决定做一道最简单的速炒三丝 桌上都是大鱼大肉 来一道清淡点的倒也不错 于是主播两人各自开火 何小桥将五花肉切成方块 彩莲附责削肖土豆胡萝卜和窝瑟 等何小桥把肉炒出糖色 往其中加上葱姜八角调味准备焖肉的时候 彩莲那边已经快舍快舍的将速炒三丝出锅了 将红烧肉放到锅里焖着 主播两人整理了一下仪容 重新回到屋里 柳姨刀正坐在桌边 红芳跟白手没敢坐下 只在旁边站着 白手还好 只是垂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红芳则是毫无形象的顶着桌上的肉菜猛吞口水 燕猪子都要吐出来成凉了 见何小桥进去 两人不约而同的一拱手 何小桥朝他们点点头 又转向柳姨刀笑咪咪的喊了声 柳叔 黄飞 柳姨刀脸上同样带着笑 拄着拐杖就要站起来行礼 何小桥连忙事宜他坐下 柳叔不用客气 今天没做好周前的准备 就贸然喊你过来吃饭 希望没耽误你正事才好 柳姨刀笑笑 也没推死地坐下 看一下何小桥的眼神相当和蔼 王妃 柳叔 你又忘了 之前不是说好 喊我小桥就可以吗 何小桥哈哈一下 动手咬了一碗大骨汤 放到柳姨刀面前 来 外面天气了 先喝碗热汤暖一下身子吧 好 好 都听小桥的 都听小桥的 柳姨刀看着何小桥笑容洋溢的脸 一块严肃的脸上 默得露出正松的表情 嘴唇颤抖了两下 差点不可抑制地红了眼 脸忙端起汤碗喝了一口 好喝 很好喝 厨房里还有呢 待会柳叔可要多喝一些 都说冬日萝卜晒人参 大冷天喝上一碗萝卜汤 不禁暖身滋补 而且骨头汤还能补充钙质 不管柳姨刀的脚是怎么破的 喝多点 就算没有好处 估计也坏不到哪去 话说完 何小桥又转向红方跟白手 招呼他们两人一起坐下 你们两个也一起坐下吃吧 在这里没有什么主仆不同桌的规矩 谢王妃 当两人坐下 彩莲跟索儿在美人面前摆上一碗热汤之后 也依次在何小桥身边落座 只是些家常小菜 大伙别介意 睡到中午才醒来 中间没有半点东西下洞 何小桥早就饿得很了 招呼一声 便不客气地捧起汤碗 喝了起来 虽然桌上又柳一刀 这个平日里相当威严的王府总管在 但毕竟是在何小桥的地盘 而且红方跟白手 也不是那种没胆子的人 他这边话音刚一落 那边两人便同时把筷子伸了出去 红方看重的是刚出锅 还咕嘟咕嘟响 鲜红油亮的红烧肉 而白手的目标则更明确 他选的是酸酸甜甜的锅包肉 浓油赤酱的红烧肉 用的是带皮的三层五花肉 闷出来后色泽红亮诱人 肥而不腻 入口酥软极化 而相比较红烧肉的偏甜和软糯 锅包肉就是因为加了番茄酱 而酸甜可口 脆脆的肉片 每咬一口都会有嘎吱嘎吱的清香 好吃又好玩 不仅红方跟白手 恨不得把饭菜都往自己碗里倒 就连彩莲跟锁儿都不甘示弱的护起石来 柳鱼刀则是对自己面前那盘 有色有香有香有声的松手贵鱼情有独钟 即使他向来不爱吃甜的 也满面带笑的吃了不少 看着一大桌子的人都吃得满嘴流油 红番跟白手 甚至还为了最后一块红烧肉 差点大打出手 何小乔心中一股自豪感 油染而上 随后又下意识地感叹了句 唉 还好江峰浩不在 不然 这伙肯定把整桌菜都包圆了 不给别人碰一下 到时候 大家就只能干当眼了 远在十万八千里之外的江峰浩 突然控制不住地连打了两个喷嚏 差点没一个猎血从马背上栽下去 陆子齐见状关切地瞟过一眼 我说师弟啊 你这莫不是染上风寒了吧 江峰浩眼皮都没抬一下 只是郁闷地捏了捏高挺的鼻子 没有作声 因为自己猜中了结果 陆子齐脸上的同情一扫而光 瞬间咧着嘴 幸灾乐祸地拍着大腿 狂笑出声 活该 谁让你把弟妹给的干粮都都吞了 这下遭报应了吧 哦 江峰浩眼睛一眯 看着陆子齐嘚瑟的模样 突得扯住缰绳 故意落后两步 并持着有难要同当 独乐乐不如重乐乐 要报应大家一起来的最高行动准则 等他走到自己前面的时候 摸得扬起手 一鞭子结结实实地甩在他胯下那匹早红马的屁股上 早红马吃扁 仰头思眠一声 随即疯狂地撒开四体往前冲 马上的陆子齐虽然及时反应过来 扯住缰绳 没被摔下来 但也无可避免地被带着冲进了风雪中 后面的话全都让塞进嘴巴里的雪花给堵回去了 多谢夸奖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52集 伤自尊 洪芳幸福地就这红烧肉 爬了好几碗的白米饭 心里除了对何小乔滔滔不绝的景仰 就是对江峰浩的各种羡慕嫉妒恨 有王妃在身边 怪不得老大看起来比之前胖了 话说这小日子也过得太舒坦了吧 不过现在好了 十年风水轮流转 老大不在 总算也轮到他们顾上天天有好酒好菜相伴的美满生活了 洪芳跟白首对视一眼 都在彼此的眼中看到一种满足和激励 来来难得今天高兴 彩莲去把之前酿的梅子酒拿出来 大伙都喝一杯 何小乔话音刚落 其他人被逗乐了起来 饶是索儿这个不会喝酒的也兴奋的娃娃叫 彩莲应了声 笑着离喜到放杂物的小房间里拿酒去了 柳一刀看着一桌子人齐了融融 眼神闪了闪 望向何小乔的眼里满是柔和的光芒 如果我的宝贝女儿还在 应该也跟何小乔一样 懂事朝人喜欢吧 一顿午饭吃得大伙满嘴流油 吸满意足 虽然算上大骨汤也就四个菜 但剩下分量够足 绝对的管饱 趁着大伙吃饭的空档 何小乔又去厨房里煮了百合莲子银耳羹 吃完饭后又是一人一碗 爽口还去腻 吃过饭大伙就都散了 梅子酒酒精浓度不高 然后是何小乔不善饮酒 也喜滋滋地喝了两碗 虽然有些微醺 但除了脸红之外 脑袋里还是挺清醒的 东彩莲和索儿把饭桌上的碗盘撤了下去 柳一刀看她一副 眼睛好像有些睁不开的样子 喝过几口茶便准备告辞 何小乔晃了晃脑袋 笑着站起身准备送她回去 柳一刀笑着婉拒了 天气冷 不过急不露的距离 小乔都不用送了 何小乔是个有心的孩子 他知道 不过乔他现在脸颊通红的样子 怕是待会儿酒醒就要头疼了 那让红方带我送你吧 何小乔吸了些鼻子 用两只冰凉的手贴着热烂烂的脸颊降温 歪着头笑得有些憨 柳一刀腿脚不方便 现在外面还下着雪 露滑 有个人在旁边跟着 还是比较靠谱的 那也好 见何小乔不着痕距地 看了她那双脚一眼 脸上还有着担忧 柳一刀不由一笑 一口应下她的要求 红方本就是派来任何小乔拆遣的 现在吃饱喝足 更是觉得浑身都有力气 何小乔这么一说 他当即就拍着胸口的 王妃放心 属下一定把刘管家平安送回房里 说着 霸弯选妖 做事就要给柳一刀来个销魂的公主棒 结果让后者不着痕迹的一拐杖打到手背上 熬叫了一声 立刻挺着了腰背 不敢再去恶作剧捣乱 柳一刀写眼看着她 扬了扬眉 笑骂了句 小兔崽子 站边儿就行 我人上了年纪 但腿脚还利索 就算拄着拐杖 也能行走如风 答应让洪方送自己回去 不过是不想让何小乔担心罢了 送走柳一刀 何小乔到厨房里看了看 见彩林他们已经手脚利落地 把网块都收拾洗干净了 拿点热水洗了把脸 皱着眉 捏了下自己的脸颊 最后还是抵不过周公的召唤 回到房里倒头就睡 醒来的时候 外面天已经黑了 何小乔懊地垂着有些疼的脑袋 嘟弄了两声 冬天一到 他这爱睡懒觉的毛病 越来越严重了 晚饭是彩林操刀 一个葫芦布丸子汤 和一盘焦白炒肉 主仆三人吃了个八分宝 到外头溜了一圈之后 何小乔又开始琢磨起 赌方的未来规划 在纸上画好了 现代赌场那种专用的 弯月形赌桌 拿起来就着烛光看了看 虽然线条看着有些扭曲 不过整体造型还是看得出来 何小乔表示很满意 除了堵桌的模式 还有高脚杯之类的东西 虽然肯定不会用透明的玻璃做 但用木料做也是一样 就是图个新鲜 两天后天气终于放晴 何小乔拿上画好的图纸 依旧换了男装到富贵赌方去 红方跟白手一不一去的跟着 这次采连忙着收拾屋子 倒没有跟上来 廖管师听到火炬来报 连忙放下手中的茶钟 到门口接人 何小乔也没想跟他废话 喝了几口折茶之后 就直白的将堵桌 八台和高脚杯的设计图纸 交给他 大体说明了一下之后 让他找个可靠的工坊 做出来 不知东家 准备做多少套这种东西 廖管师爱不释手的 捧着那几张图纸 看了又看 越看越觉得 这东西做出来 肯定能吸引客人的注意力 但说那高脚杯 光是看图纸 就很纤细优雅了 若是用上好材料的浴石做出来 就算没有任何花纹图案 应该也不会收给 宫中贵人用的翡翠酒壶 还有做成半月形的堵桌 桌檐上 加了高桌面两寸左右的 一盏宽木板 正好能让客人随意将手 搁在上面 既美观又实用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53集 商自尊 这个吗 何小乔沉引了下 说实在的 他没想到这件事 只过着一头热的画图 画完图就来找料管事 根本没想过 要去计算数量的问题 桌子和配套的椅子 先打五套出来 至于高脚酒杯 就要12个 雕花的茶杯 再要26个 到时候不够再打 低头想了想 何小乔又补充的 高脚杯 一定要用没有味道 又耐摔的木材做 这方面我不懂 到时候 还要麻烦料管事 帮忙把关 懂者放心 小人知道 有一家木匠活 做得特别好 选材跟制作方面 应该都没问题 虽然之前 因为自己的鲁莽 得罪了何小乔 不过今天看来 他并没有多记憾 料管事总算放下心来 对他刮目相看之余 也不由得 为江峰浩 能找到一个 闲内助而高兴 那行 这事就全钱交由 料管事负责了 到时候东西做出来 我会再来看看 何小乔点了点头 将重责大任交出去之后 心里果断轻松不少 对了 以料管事来看 这批东西 能在年前 赶制出来吗 如果全力赶制的话 应该是没问题的 料掌柜收好图纸 用手捋了捋胡子 说道 我跟那家的掌柜的 也有些交情 这些也不算太大件的东西 半个多月 应该就能赶出来了 如此甚好 脸上挂上满意的像 何小乔抖开 玉骨扇扇了两下 随即一个机灵 被迎面而来的冷风 冻得缩了缩脖子 连忙把折扇收了起来 大冷天拿着扇子装门面 果然不是明智之举啊 离开富贵赌坊 何小乔并没有直接回王府 而是没事人似的 在街上晃着 打听着 哪里有铁匠铺和木匠铺 询问 谁家的活计 做得更好之类的 红方跟白手两人远远跟着 两人都是一脸莫名其妙 红方看着前方 正在跟一跨着菜篮子的大娘 相谈甚欢的何小乔 往白手那边拼拼头 压低声音问道 你说王妃到底想干什么呀 刚才不是已经把东西 都交给廖管事去做了吗 难道是信不过他 你管那么多 白手举脸上一片漠然 目不屑似的 用剑柄把红方靠近自己的 那颗碍眼的大头推开 王妃想做什么 自然有她的成算 我们无权过问 红方用手抓了扎大胡子 显然有点受不了白手的一百亿眼 不过鉴于她说的也有道理 也就没再开口问下去 只是默默地跟在何小乔身后 今天她又换了个年轻姑娘搭讪 红方心里不由得 各种羡慕嫉妒恨 只是女班男装 都能有这样的待遇 为什么她这个货真架实的 纯爷们就没人看上呢 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落腮虎 想起之前 每次找人问路 那些大姑娘小媳妇 都把她当成土匪响马来看 一个个 恨不得用尖叫声 和惊恐的眼神 把她赶走 在一对比 受女人欢迎各种吃香 还游刃有余的何小乔 红方就忍不住 悲从争来 哦 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搞定 收集够了想要的信息 何小乔从容地 突破妇女包围圈 砍悬而归 一手拿着折扇 一手提着个六条篮子 里面除了新鲜的蔬菜跟水果 还有好几个红皮鸡蛋 显然都是刚才搭讪 得来的战利品 红方一双牛眼 当场就红了 哦 好嫉妒啊 将篮子交给白手提着 何小乔一转眼 就看到隔壁的红方 正红着眼 一脸悲愤 下意识地就问了句 红方 你变密了 瞧那张脸臭的 都快赶得上 毛坑里的石头了 何小乔正没追蓝的话一出 白手的嘴角 便失控地抽出了几下 那张万年不变的酷脸 都有些扭曲变形了 至于当事人红方 则是默默地咽下一口老血 坚决不承认 自己是因为看见 何小乔这个伟难 比自己更受欢迎 而惨伤自尊 属下只想起一些 不愉快的往事 所以心情有些低落 还是娶媳妇的事 何小乔想了想 觉得也就这件事 能让红方 这个豪爽的大个子 纠结了 话说 你的钱不是都存在 钱庄里了吗 想娶媳妇 就拿了钱 事人家姑娘家里提亲去呗 说着话 何小乔又很鼓道热肠的建议的 要是你不好意思亲自去 来 跟我说说 你都看上哪家姑娘了 本姑娘 帮你提亲去 这事不提还好 一提红方更想凸显 难眼悲伤地看了他一眼 红方默默地垂着头 看地板 神情比之前更加沮丧 看得何小乔 各种莫名其妙 现在是怎么了 难道他说错了什么吗 超白手抛弃一个求真相 求解惑的眼神 后者反应过来后 第一时间给了个 言解一概的解说 老红昨天去过钱庄了 钱庄的管事说 没有老大 就是王爷 他亲手所说的放行条 这钱是没办法取出来用的 换言之就是 红方的全副身家 依旧在江峰号的掌控之下 他若是想拿回去 就必须得先从江峰号那里 拿到放行条 不过 以江峰号的个性 红方要拿到放行条的道路 肯定会各种屈指 且遥遥无期 就算江峰号肯大发慈悲 放过他好了 他人现在还在圈里之外呢 这招果断 见到一个境界去了 难怪 得一向天然呆的大个子 要摆出那一副苦逼的模样 这事要是换了他 造抓狂先捉了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54集 好机友 一辈子 同情地拍了拍 红方的肩膀 何小乔都不知道 该怎么安慰他才好 怎么说人叫江峰号再见 那还是他自己名义上的男人 总不好意思让他胳膊周往外拐 教导别人去把他麻袋一套 揍一对泄愤吧 再说了 以江峰号的身手 到底最后被揍的是谁 还真不好说 除了钱拿不出来 还有另外一件事 白手 一手提着长剑 一手毫无违和地 垮着菜篮 板着脸 一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模样 将自家同伴的老底 全都起了出来 老红从来没有跟年轻姑娘接触过 每次轮到他去问路 都会把人吓跑 见红方张红了脸 咬扑过来捂他的嘴 白手淡定地往旁边躲开了 两片博城开开合合 继续静止地卖老友 这么多年来 从来没有一个姑娘 能跟他待在一起超过两克钟 说着话 又看了口小乔一眼 借他挑着眉听得认真 突然牛头不对马嘴地 做了个总结 老红很嫉妒王妃的好人缘 不 更直白点来说 应该是女人缘才对 你个臭小子 大概是见蓝不周白手了 被见了窗疤的红方 泪眼汪汪地 褪开到一边 明媚的阳光下 他神情阴郁 周身阴暗地 快要长蘑菇了 何小乔一头雾水 忙人了好一会儿 才明白过来 白手指的是刚才自己调戏了 一大堆的大姑娘小媳妇 最后还得了人家 快赠的赏 哦 感情红方是在究竟这个 不过话收回来 这算不算 在变相地夸他 男装扮相 英俊潇洒 魅力无敌 丝毫不知道 何小乔已经想多了的白手 见他没开口 突然又来个神捕刀 求王妃给老红 介绍一门好轻事 属下自当感激不尽 前面说的都是铺垫跟废话 这一句才是重点 正在自愿自意的洪方一愣 回过神来 脸上立刻阴转情 表示瞬间被感动了 好兄弟 就连何小乔都忍不住 想感叹一句 这才是真正的好君友啊 都快被这样的真爱 感动了有没有 虽然从来没试过 不过当月老 前红线这种事 他还是很乐意去做的 抬头看向同样眼巴巴 等着他回答的洪方 何小乔被他大型犬样的表现 给逗乐了 只要你不要老想着 取大堆大小老婆回家放着 这个忙我就帮了 绝对帮你找一个 温柔体贴 又善解人意的好媳妇 还要会做饭 洪方下意识地补充了一句 不过很快又反应过来的 瞪大双眼 脸上满是难以置信 王辈 你真的答应了 当然是真的 何小乔点点头 推货两步跟他拉开距离 让偷看他神清严肃 不过 我刚才说的那个前提 你必须得能遵守才行 生长在义父义妻制度下的他 就是不喜欢看男人坐拥三妻四妾 那实在不公平 如果要我帮你找媳妇 那成亲之后 你就得好好带人家 至于孩子的问题 你怎么就知道你的正房媳妇不会给你生上好几个呢 这 见红方有些动摇 和小乔叹了口气 又劝说似的补上一句 唉 如果过几年之后 你们还是没有小孩 而你妻子同意你再娶别人的话 那我也不会反对 给双方牵线之前的事情 他可以提意见 但成亲之后 别人的家务时 他就不太好插手了 红方低头想了想 两道粗粗的浓眉紧皱着 好一会儿才下定决心一样 眼神坚定地看着何小乔 府下都挺枉费的 他现在依旧穷得叮当响 而且这副大老粗的长相 走到哪儿都是被人嫌弃 再加上家中也没个女性长辈 能给他的婚事张罗 没人给他千桥搭线 都不知道何年何月 才能找到个姑娘 肯死心塌地地跟着他 他总不能巴巴地 就这么上门去问人家 家中有没有未出阁的闺女 肯嫁给他吧 真要这样 说不定媳妇没讨到 还得被人用棍棒扫把 招呼一顿 但是何小乔肯出手 这件事就好说了 以他的人缘和眼光 到哪儿不能找到个好姑娘 给他当媳妇 这样一想 脸上的笑容就再也掩饰不住 泛着蓝光的眼睛 差点眯成一条缝 很好 见他总算松口 不再死抱着 要娶一阵子媳妇的想法 何小乔欣慰地拍拍他的胳膊 有你这句话 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 也得给你抢回个完美娘子回来 有了王妃了 等找到媳妇了 属下一定给王妃包个大红包 红方伸手摸了摸后脑勺 一巴掌拍在白手背上 哥俩好的勾着他的肩膀 笑得见牙不见眼 同时不忘向何小乔 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小时候娘亲就跟他说过 长大后娶媳妇 一定要给 帮自己牵线宝媒的人 包个大红包才行 显得喜气庄重 这话我记着了 到时候记得给多点 哈哈 何小乔哈哈一笑 眼角看到难得地露出个笑容的白手 心脸一动 顺口就问了句 胡方的事情我应下了 白手你呢 要不要你让我赚多个大红包 反正姻缘这种事 圈一条线是圈 圈两条也是钱 他不在乎多促成两段 闲得没事做的时候 纷纷鸯谱打发时间 亲信成功 说不定还能积功德呢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一百五十五集 好君友 一辈子 白手没料到 何小乔会突然把炮口转向他 虽然依旧没啥表情 但脸上耳后却慢慢红了起来 让红方调侃似的拍了把肩膀 才拱了拱手 空吃着 说了一句 如此 就麻烦王妃了 行 帮我身上 何小乔打了个响指 心情大好地拍着胸口保证的 只要有好姑娘 我都给你们留着 至于能不能互相看对呀 那就更不用担心了 大家都知道 相亲这种事 多试几次总会成功的嘛 开导完了情绪低落的红方 顺便包揽下两人的婚姻大事 何小乔昂首阔步 买着八字布往前走 打算到成东 醉去口碑的木匠铺走一趟 只顾着装潇洒的何小乔 根本没留意到 迎面而来的一顶轿子 等一人一叫 错身而过的时候 轿子里突然传出一个 男人低沉的嗓音 带着点清冷 但更多的是满满的 欣慰跟笑意 何姑娘 忘了自己还穿着 男装的何小乔 猛地停下脚步 反射性地扭过头 那点看起来 似乎有些眼熟的蓝色轿子 也随之停下 一只修长白鞋的手掌 撩开轿脸 并不陌生的高挑身影 从里面走了出来 俊美的容颜 像是发光体一般 瞬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第三次见面了 目光在何小乔身上 快速地转了一圈 尽他一脸正松模样 头戴雨冠 一身银白便斧的上官云 不由轻笑出声 这身装扮很适合你 何公子 连江峰号都说 他扮成男人 是完全大变样 没想到 上官云眼睛这么多 居然隔着老远 就能认出他来 何小乔脑子里 有一瞬间的短路 好扮上才挑挑眉 笑着回了一句 比不了上官公子的 竹竹光滑 大灯泡人样的银白 足以亮瞎人眼 红方跟白手 对上官云的突然出现 保持了极高的警惕 两人目光一冷 走快两步 以一种守护的姿态 站到何小乔身后 和对面的上官云 形成一种对峙的状态 大街上人来人往 不时有人往这边看过来 其中优以女性居多 不只是因为上官云的出现 还有不少是冲着 看起来就很讨喜的何小乔 和一脸酷相的白手来的 至于长相不佳 身高还挺吓人的红方 他被自动屏蔽了 完全无视身为 保镖的红方跟白手 上官云对两人的冷眼 淡定已对 嘴角微挑 只看着何小乔 也并不废话 直切入主题 自封收记一别 你我已是多日不见 难得今日正巧 在街上遇见 如果何公子不介意 就让在下坐东 一起到太白楼 吃顿饭如何 好啊 何小乔眼珠子转了转 几乎没怎么考虑 就点头答应了 红方两人想拦都拦不住 上官云瞧见两人 不善的神色 眼底幽光一闪而过 快得让人无法捕捉 面上却依旧是一派 温润儒雅的模样 不知这两位是 我大表哥跟二表哥 何小乔头也没回 笑眯眯的给两人 编了个新身份 当初我们是一起 到京城来的 红方跟白手文言 都有些恶然 不过还是很配合的 点了点头 虽然是假的 不过能当一回 老大的表舅 这感觉还真不是 普通的爽 上官云的目光 在两人手上的兵器 转了一圈 也没有揭穿何小乔 说谎不打草稿的事实 仅如此 那两位也一起吧 白手便点了下头 依旧是一脸酷酷的模样 红方则是别过脸 在心里哼了声 哼 就算你不请老子 老子飞也要飞过去 敢靠近王妃的 一切雄性生物 都必须赶尽杀绝 以除后患 特别是 某些背景不单纯 长得还颇有几分姿色 这种生物 更要直接捏死 严防死守 将封号临走前吩咐他 现在也差不多到了 用膳时间了 何公子 真是抱歉 上官公子 何小乔满怀 歉意地打断他的话 伸手指了指前方 按照原定计划 我们还到东城的 双喜木匠铺 去他才行 何公子想打家具 上官云挑了挑眉 非也 非也 何小乔 脚侠一笑 故意卖了个关子 我要打的东西 可比家具有趣多了 见上官云那双 似乎能看透人心的 漆黑毛子看过来 何小乔便咧了嘴 用傻笑回敬过去 原来我现在 还不能透露 那是什么东西 不过呢 等过些日子做出来 一定找人送一副 到府上 给上官公子把玩 好 那在下就拭目以待了 见何小乔不愿多说 上官云也就识趣的 没有再问 只是扮明着漂亮的凤眸 嘴角微微勾起 脸上的笑容清澈和煦 让人如沐春风 在下会先到太白楼 何公子忙完要事 再过去就是 没问题 有吃有喝 还有美男做陪 脑子短路了才不去 本集完 您给我点瓶菜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56集 蹭饭是门戒术活 跟上官云分道扬镳之后 何小乔一行 慢悠悠地晃到了双喜木匠铺 木匠铺店面不大 就一个普通的小院子 靠墙边摆了个雕刻精美的木匠 旁边还有好些常见的木制品 比如桌椅和木桶之类 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师傅 正坐在椅子上抱木板 边上掉了一地满满的木屑 另外两个像是学徒一样的年轻人 也安静地各自寻了个角落坐下 一个在边竹篮 另一个则是拿小刀 在一块条形木头上做雕刻 见何小乔进门 那个边篮子的年轻人率先反应过来 放下手头上的东西 拍了拍两只手迎上前来 几位是不是想打东西 但凡您说得出来的 我们这都有 哦 我们是 何小乔刚起了个话头 那边抱木板的老师傅就直接抢断了 开口就忠气十足地把人训斥了一顿 酒精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这话不能乱说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别总想着夸大海口 大包大揽 能做就是能做 不能做也别逞能 省得到时候耽误了别人的事 还回了名声 叫酒精的年轻人 让训得有些不好意思 滴滴地应了声 卷和小小几人看着他 就有些不自在起来 这位公子 您看 和小乔看了那老师傅一眼 也摸不准他是人实在呢 还是脾气怪 不过看他模样 也不像是会坑人的 便放小心来 笑着说道 哦 我这里有些小玩意 想让郑师傅帮忙打出来 木匠铺的主人姓郑 是自家产业 看刚才那老人熏化的模样 大概就是手艺出名好的 郑老师傅了 何小乔猜得没错 他这话一出口 那老师傅就抬起头来 朝他们这边看了一眼 脸上虽然没啥笑模样 倒也不是一副 巨人圈里之外的样子 还算是个好说话的 什么东西啊 这位公子 先跟老头子我说一说 何小乔便咧了下嘴 把画好的图纸递过去 郑师傅一看 两条灰灰的眉毛便皱了起来 何小乔便指着图纸给他解释 这些图案都是到时候要刻上去的 一共要五十四个板子 每个板子大约两寸多长 宽度是长度的一半 还有别的要求吗 虽然不清楚这东西的用处 不过看着的确是小东西 郑师傅便没了亲自操刀的心思 想着丢给哪个徒弟去练练手 何小乔倒也不觉得他心高气傲 听他这么一说立刻接口道 有 我的要求是 这些板子要越薄越好 打磨光滑后 最好能跟这架盖差不多 而且用来打着东西的木料 一定要柔软有韧性 不能一下子就折断了 郑师傅的神情还是没有半点改变 只是翻看图纸一张张看过去 似乎何小乔的要求并不算要求 还有呢 呃 还有 何小乔挑了挑眉 略有些诧异 表情如此淡定 难道他见过这种东西 不过诧异归诧异 该说的还是要说 除此之外 所有小板子做出来后 内侧的图案全部要上色 至于具体要上什么颜色 还请郑师傅按照里面著名的颜色来做 最后再上一道清漆就行 上期能防止掉色 摸起来也会更加光滑顺手 何小乔要做的是前世最为流行的扑克牌 除了大小薄厚之外 四种花色也都照弯前世的红星 红方 黑刀 黑眉来设计 至于最后的两张鬼牌 他本来小化小丑的 但考虑到这年代没有 所以使用了门神代替 当然以他的烂画功 门神是肯定画不出来的 所以何小乔让彩莲到外面买了好几张门神贴纸回来 比对着找了最顺眼的两张一起拿了过来 准备让人直接刻到木板上 要求不算过分 图样也挺简单 要做出来倒也不难 就是用料部分得好好斟酌下 这样吧 我先看看取柳和拓木 明天公子可以亲自来看看哪种更合适些 这样也好 何小乔点点头 反正他平时也没事 就当出来逛逛了 那这件事就麻烦郑师傅了 做得好的话 银子方面好商量 郑师傅就看了他一眼 只是笑笑 倒也没说什么 或者来个狮子大开口 何小乔觉得这老头子个性还挺可以的 心里便琢磨着 要把别的东西也一并交给他试试 比如大富翁转盘 离开双喜木匠铺 英雄人按照约定晚回早 准备上太白楼赴约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一百五十七集 蹭饭 是门技术活 白手依旧酷着一张脸 洪峰憋着口气 一路都在皱着眉 偷偷打量何小乔 被他发现后 又急急忙忙地转了回去 假装很感兴趣地 看着一株长在街边的野草 我看见了 何小乔挑了挑眉 不知道洪峰这又是准备闹什么幺蛾子 也不啰嗦地直接开门见山 干什么那么看着我 我脸上开花了 还是头上长脚了 没有没有 没开花也没长脚 都很好 洪峰反射性地摆着手 见何小乔一脸不信任地携腻着他 便摸着后脑勺黑黑一笑 随后才小心翼地问了句 王妃啊 你待会儿真的要去太白楼 跟那小白脸吃饭吗 小白脸 何小乔忍不住笑声来 上官允的脸色的确有些苍白 倒是担得起这个称号 不是我 是我们 何小乔纠正的 难得有人请客 又是在太白楼那种高级地方 当然要去吃一顿才行啊 再说了 他去见人家上官允 只是为了看美男能更下饭 又不是去出馆 有什么好担心的 洪峰听他这么说 想想似乎也有点道理 于是就闭紧嘴巴 不说话了 而神游太虚模样的白手 则是默不吭声地 在旁边边走 便屋子琢磨着 到了太白楼后 要点点什么 反正有人请客 不吃白不吃 甜品之类的 当然要全部点下来 至于其他的菜 就算不吃 也全部都点一轮好了 最好是 不管好坏 只点最贵的 给上官允放放血 天天赌 应该也很不错 怀着这样的心思 三人总算到了太白楼 哟 三位客官 外面天冷 赶快里面请 门口的伙计眼尖 看和小桥三人身上 一勺料子不差 立刻弯着腰 热情地迎上来 端着满脸的笑 问道 三位可有预定位子 太白楼是京城第一酒楼 那就跟现在的全国连锁五星级酒店一样 专走高端路线 都里没个上十两银子 或者在城里没有几分薄面 午膳时间根本就没位子坐 现在楼下早就人满为患 楼上的雅间更是被占得满满的 店里的伙计都很机灵 见何巧乔这三人是信不走过来 不像已经定了位置的模样 故而秉着不得罪客人的原则 自然先要询问一声 免得耽误了客人的时间 还落个招呼不周的妈咪 如果有定位置的话 自然是热情招待迎进去 如果没定位置 那只能说声对不起 还请下回赶早 何小乔愣了下 抬头往里看了一眼 并没有在楼下看到上官允的人影 不过准内想也是 以上官允那满身贵气的模样 怎么可能在楼下被人围观 就算要吃饭 也应该是在楼上哑肩膀 何公子 我们少爷请你们三位过去 说人人道 一个小丝模样的人下了楼 站在楼梯间朝何小乔 比了个群的姿势 殿小二一看 原来是和人有约的 也就不再多话 笑着朝三人咕咕声 回头又到门口招呼去了 何小乔就抬头往上看了看 果然见楼上东边雅间 正对着楼下的窗户 已经打开了 一身白衣儒雅非凡的上官允 笑着朝他点了点头 当下也不再多想 小眯眯的和尚扇子 跟着小丝上了二楼 红方跟白手 一步一驱地跟着 上官公子久等了 进了门 和小乔就先笑脸相迎 来了这么一句 不久 上官允嘴角微勾 又伸出手比了个请的手势 和公子请 多谢 何小乔也不客气 自己找了张椅子 在他对面坐下 随后又去看正准备 站在他身后的 红方跟白手 上官允肩撞 眼里有悠光一闪而过 慢悠悠地追加了一句 两位表哥 也请坐吧 白手点了点头 道了声多谢才坐下 红方则是什么话都没说 只眼观鼻鼻关心地坐着 正好何公子来了 看看有什么想吃的 等殿小二将菜牌送上来 上官允便看看何小乔 慢条丝里地将装丁精致的菜牌 都推到他的面前 多谢上官公子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何小乔笑嘻嘻道了声谢 几股菜牌翻了起来 走了一早上 他确实有点饿了 不过想着自己 也没可能吃那么多 就只点了剁椒鱼头 翡翠太极羹 水晶肘子 红烧蹄膀 和酱爆牛肉几个菜 至于红方跟白手 他们可就没那么客气了 一个是把甜品全都点了 另外一个则存心不让人好过的 准条贵的点 便宜的放一边 何小乔嘴角有点抽 估摸着他们点的菜 再加张桌子都已经放不下了 连忙在桌子底下 贴了红方一脚 示意他够了 转头却看见上官允 去见他脸上并没有不悦的神色 只是笑意更深了些 不由觉得有些尴尬 心想待会要不 还是由他付钱买单好了 反正现在有富贵赌方撑着 一顿饭的钱 他还是出得起的 虽然亏大发了 不过总好会让商官允觉得 他们三个都是饿死鬼投胎 以后见了都要绕道走 就算是饿死鬼 也要饿得有个性 为了朝员打算 可不能现在一开始就展现大胃口 把人给吓跑了 不然以后上哪儿找人蹭饭去 没有诸如上官允这样长得帅 又有钱的冤大头支持 以后想上太白楼吃饭 可就真得自己掏钱了 不划算 不划算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58集 重则大刃 色香味俱全的精致菜肴 一道就一道上来 羊群里很快弥漫起食物烹调后 特有的香味 面对着一道桌子菜 爸爸等着甜食的白勺 几乎没怎么动过筷子 胡方则是每道菜都尝了口 然后皱着眉 一副难吃得不得了的模样 上官云看着就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 除了喝酒之外 也只是偶尔动几下筷子 一大桌子人里 只有何小乔是真心在吃饭的 这顿饭一直吃了将近一个时辰 因为有两个大灯泡在 上官云也没怎么能和何小乔说上话 通常都是他说一句 何小乔答一句 偶尔唤他问他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 之后等甜品一上来 饭桌就变成了白手的战场 他一个人把十来盘 甜的能溺死人的点心全吃了 看得何小乔只择舌 没想到除了江峰号之外 还有人这么能吃 关键是 他们还都是同一类瘦子体质 吃多少都不会胖 这一点非常让人嫉妒 吃完饭 上官云让人送了热茶消腻 点的是上好的碧螺春 这可惜何小乔几人 是纯粹的牛角牡丹 没一个喝得出来 当然也就没有 倍有范的来一句好茶 好在上官云并不介意 倒是觉得何小乔这反应 才叫真实 何公子 表妹 我们该回去了 上官云刚要开口 角落里的白韶 却突然不声不响地 冒出一句话 何小乔差点一个没忍住 把茶都喷了出来 是啊表妹 今天也出来得够久了 再不回去 估计咱老叔会着急了 红方紧随其后 从容淡定地附和 老叔者六一刀饰饮 现在什么时辰了 何小乔扭头看眼窗外 竟天色果然暗了下来 在看向上官云的时候 脸上有些犹豫 上官公子 没关系 上官云当然知道他要说什么 于是笑笑地打断他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积雪 天黑不好走路 早点回去 也是应该的 眼见上官云给自己 铺了个台阶 何小乔马上就下了 再感激地看他一眼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告辞了 嗯 在下送何公子一程 上官云点了点头 就要站起身来 何小乔连忙来一下 不麻烦上官公子 我们直接回去就好 他还要到楼下去结账呢 让上官云看见 难免有做作的嫌疑 虽然他真的很想 让上官云看到之后 大为感动 然后再自己抢着付账 不过显然那不现实 见何小乔坚持 上官云也就没有再说 要送他们的话 站在雅街门口 目送何小乔一行下楼 才嘴角含笑转了回去 何小乔就是等这个时候 等他一转身 立刻松一声 跑到柜台前 掌柜的 刚刚楼上 牡丹房的消费是多少 正在拨着算盘珠子的掌柜 文言抬头看了他一眼 既他不是鬼鬼祟祟 往楼上看 眉头便皱了皱 但依旧好脾气地解释 这位客官 除非是客人同意 不然客人消费的银钱多少 小店是不能说的 什么破规矩 不就是怕他是来八卦的吗 何小乔撇撇嘴 从怀中拿出好几张银票 拍到桌面上 掌柜的 你放心 我就是刚才牡丹房里的客人 赶快结算一下吧 我好付钱走人 此话一出 跟在后头的红方和白手 差点同一时间掉了下巴 原本是想着 让商官云请客 要给他放放鞋 所以他们两个 才专挑最贵的菜店 但要是现在何小乔把钱付了 那他们不就等同于 是偷鸡不成十八米 直接坑了自己人吗 表 表弟 红方咽了咽口水 实在很想伸手 把何小乔拉回去 人家都说请客了 你还自己傻不愣愣地 去给饭钱 这是犯的哪门字据啊 没事 看我的 何小乔回头 给他们两人 一个安抚的手势 又转过去看着掌柜 掌柜的 麻烦你快点结算一下吧 我们赶着回去呢 掌柜的似乎有些差异 再看了眼 撅着嘴 昂着下巴 装阔气的何小乔 莫得笑了起来 这位公子要求的事 小店怕是办不了 啊 何小乔瞪眼 为什么办不了 给个钱也犯法吗 这推托的态度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太白楼掌柜 捋了捋胡子 呵呵一笑 看着何小乔的眼神 就跟看闹脾气的 小屁孩似的 公子 你有所不知 牡丹房一直以来 都是上官大人的 专属雅间 他在这里的所有花费 都是送到府上 一并解算的 小店从不另行收费 哦 还好 这钱还是算到 上官允的头上 洪方夸张地呼了口气 白手眼里 有着明显的庆幸 就连何小乔 都忍不住在心里 擦了把冷汗 刚才过着头脑发热了 现在回想起来 人家上官允什么身份 请客吃饭都在太白楼 还认点不变脸 家里肯定丰厚 哪里是他这个半路 让馅饼砸到的 小土豪能比的 虽然这顿饭的钱 最多也就几百两 咬咬牙还是能拿出来 但那可全是白花花的银子 要是跟前世一样刷卡 也就算了 但现在是当面 收钞票给别人 想想都超心痛的 有没有 要知道 钱可是很难赚的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 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59集 重责大任 出了塔牌楼 天色更暗了 眼看着又要开始下雪 三人不育儿童地 加快脚步往回赶 总算赶在雪花 纷纷扬扬 落下来的时候 进了门 这场雪来得突然 而且一下 就是好几天不停歇 中间何小乔冒雪 去了一趟双喜木匠铺 确认了一下 做扑克牌的木料 交代郑师傅 做上六幅牌 赴了定军之后 便匆匆忙忙地回去了 彩莲担心她受寒 非要熬了姜汤给她喝 听说这里感冒严重点 都会死人 何小乔很乖巧地 妥协了 原本还想着 隔两天再到富贵斗方 去一趟 谁想天不遂人愿 大雪没停不说 就在计划好的前一天 何小乔那位 从来不太准时的大姨妈 这次居然也准时来访了 彩莲跟索儿 见她捂着肚子 痛得脸色苍白 都有些不知所措 最后还是彩莲临时想起 何小乔之前来院室 都会喝红糖水 这才连忙去厨房 熬了给她灌下去 又在屋里 添多了两个碳盘 不让她着凉 索儿偷偷地去问了 府里的其他人 回来的时候 就带了两个汤婆子 让何小乔抱着 能舒服些 屋子里面暖如阳春 屋外大雪一直没有停过 虽然已经睡过一觉 肚子总算没那么难受 但依旧避免不了 手脚发软 晚上的时候 何小乔坐在灯下 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 翻着书 大概是来大姨妈的时候 女人都会特别脆弱 书没看进去 倒是时不时地 想起江峰号 想着那家伙 不知道现在到哪了 路上遇到下雪下雨 该怎么办 要是他路上 背着自己劈腿了 自己又该怎么办 乱七八糟地 想了一大堆 然后就一个人 开始泪眼汪汪了 财莲跟索儿手忙脚乱地 逗了他老半天 结果他居然哭得更厉害了 我 我就神心里躲得慌 你们让我哭 哭一下就好了 伤春悲秋的某人 边下大雨边说道 自己去扯了手帕 胡乱再在脸上擦了擦 还没缓过气来 又开始趴在桌面上 各种抽烟 财莲跟索儿秘密相去 最后决定一个留下来陪他 另外一个到厨房去烧些热水 方便等会儿和小乔缓过来 可以擦把脸 这样的状态维持了两天 第三天的时候 那个差点把自己忧愁到死的女人 总算反应过来 卸下心理包袱 又开始活蹦乱跳 两个婢女连同红方白韶 都松了口气 之前几个月都没什么大问题 何小乔这次大反常 真的把他们吓得够呛 连带柳一刀都被惊动了 差点没赞同红方的提议 去请人来跳大神 做法是驱邪 好在在最后的关头打住了 盖尔去请了大夫 这天早上天才刚放晴 眼看着年关将近 柳一刀一早过来 问何小乔 府里要做些什么准备 或者买什么年货 他好吩咐下面的人去办 虽然府里很少跟别人走动 但也得准备好必要的东西 比如给皇上和太后的年礼 还有其他大臣 来百年时的回礼之类的 另外还有府里几百下人的 年底分红以及福利 如果不想安排诸如 尺头肉类等东西 你可以直接给银钱 具体多少就由小乔你来定 等等 剑柳一刀一副 摆明了把自己当主母的样子 被那些什么年礼啊 分红之类的东西 绕得头晕的和小乔 惊恐无比的 比了个暂停的姿势 二话不说赶紧拒绝 柳叔 你也知道 我跟江峰号还没成亲呢 这种事现在就找我商量 不太好吧 说着话 又一脸真诚的看回去 您是府里的长辈 这些年来 府里都是您在操持 我看这事还是用您老人家来办 最妥当了 开玩笑嘛 别说他现在跟江峰号还清清白白的 就算是真的成了亲 他也不是那种能主持中会的量 未免最后把整座王府给管得一团糟 这种超级死脑细胞的事 如非必要还是别找他了 富贵赌方那边他都没有搞定呢 虽然何小乔死活都不肯接这活 柳一刀却很坚持 这是本来就已经商量好了的 小乔你不用担心 会有人说你一句 尽管放心大胆去做主好了 现在不是放心大胆与否 现在是他没那个兴趣管啊 不是这样的 柳叔你听我说 我相信你可以的 柳一刀笑眯眯的打断他的话 端起茶中 用杯盖掀去浮沫 吹凉之后喝了一口 现在先学着 等你跟封号那小子打婚之后 就不至于手忙脚乱了 先祖险胜皇帝跟大太妃都已经先去 朝宁王府已经没有宁主人太久了 一直以来都是他这个老头子在奔波 现在总算找到个接班人 他是无论如何不会放过何小乔的 简直油盐不尽呢 坚硬的不行 何小乔只好磨了磨牙 硬扯出个微笑 嗲着声音尝试来软的 柳一刀淡定的 看了眼挂在自己手臂上摇啊摇的 像是撒娇的两只小手 朝和小乔送去一个没得商量的笑容 彻底杜绝了他想推脱的各种借口 赌方的事有料管事接手不用操心 至于府里的各方面问题 我会慢慢敲给你 有什么不懂的 问我就行了 请求再次被驳回 何小乔整个人都念了 不知道现在跟江峰号分手还来不来得及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60集 八卦再起 临近年关 天气虽然冷 却也阻挡不住 年味越来越重 自从被抓杖钉 拉去学习 大家族主母是怎样练成的地狱课程 何小乔就没一天不是在抓狂的 每天从睁眼到闭眼 都在焦头烂额的 忙着解决柳一刀丢过来的各种问题 自己的私人时间完全没有了 没空踏出门口半步不说 因为翻看府里下人的花名册翻太久 导致现在每天晚上做梦 都在不断地重复着 张三李四 刘五方六 纠结的他都想打着包袱 换换 趁也逃走 事实上 他还真的事故两次 但是每次都是刚出了风筑雅院 就被逮当 然后面对柳一刀笑咪咪的表情 和府里下人疑惑的目光 泪流满面的 脸皮发抖的 重新爬了回去 类似这样的魔鬼训练 持续了将近十来天 后知后觉的柳一刀 总算是善心大发 给了他一天的酱 觉得自己已经快要精神分裂的何小桥 泪眼汪汪的 只想买个猪头 摆上香啊 感谢老天开眼 傍晚的时候 廖管师派人来说 双醒木匠铺那边 何小桥交代的东西已经做好 总算想起来 自己还有东西没拿回来的何小桥 连忙让白手到郑师傅那边付清围款 顺便把另一副扑克牌拿回来 白手脚长筷 半个时辰不到就回来了 手上拿着一个方形的大盒子 说是郑师傅送的 方便装扑克牌用 何小桥翻开看了看 木盒里又分了六个小格 每个格子大小刚好装下一副扑克牌 格子上方还有个能够自由活动的木杠 可以拦着东西不让掉下来 设计虽然不算特别精巧 但确实非常实用 每张卡牌上花色图案 都是完整地按照它的要求做的 牌面上了清漆 看得很光滑 背面则是统一打磨光滑 再叼上繁花团促的团 目的是为了防止 有人从卡片背面的纹路 认出牌出老千 将六幅牌都检查了一遍 何小桥非常满意 当即决定 下次再有东西要打 还是交给双醒木胶铺去做 人家这心思 确实值得长期合作 彩莲从厨房里端了热奶茶过来 加上红方白手 人手捧一大杯 窝在屋子里取暖 等索尔亮起灯 何小桥也正好来了兴致 于是便抽了一副牌出来 摆好架势 准备教他们斗地主 几个人都没见过这种东西 听何小桥口干舌燥地讲解了半天 还是一头雾水 白手跟索尔算是好学生 白手够冷静 索尔年轻记性好 听何小桥说了两遍 就大体记住了 至于彩莲跟红方这两个 能凑上一对的 则是死活认不准 从一到九 那几个阿拉伯数字 二跟五还勉强地认 轮到六跟九 就开始各种颠倒了 折腾了半天 总算勉强记住了一些 轮到他们出牌的时候 有各种出错 何小桥这边打出一段 那边红方立刻豪穷万丈 啪一声砸下来两条四 彩莲考虑半天 最后数了三条六出来 企图以数量取胜 旁边看着的索尔 则是焦急地 让他把牌收回去 换上三条五就好 白手完全状况外 物子神有太虚 眼看着天色越来越黑 何小桥拢着斗篷 坐在一边 看他们几个完全 无规则的出牌套路 最后只能捂着脸 宣布放弃 打算等哪一天特别有空了 再给他们重新讲解一次 等其他人依次离开后 何小桥打了个喝起 散了头发 就往床上扑过去 卷着被子 直接睡了个天昏地暗 第二天自然也有安排 除了去富贵赌坊 例行桥桥之外 被关了好长一段时间 总算逃出生天的何小桥 还打算到久违的东大街 去狂吃庆祝一下 这次除了采莲 索尔也被允许一起出门 只不过除了何小桥之外 他们两个依旧是做女装打扮 京城府衙下属 设有专门负责街道清理的地方 每到冬天都会有人带头铲雪 去保整条街都能通行无阻 当然也不是全部都清理的一干二净 有时候他们也会留下街边一小块不去动 算是特意给小孩子们一个堆雪人玩乐的地方 因为快要过年的关系 街上部分时间到处都是人挤人的盛况 卖队联 窗花跟门神的摊位 摆了一长溜 生意火爆非常 就连卖囊括 吃喝住行的行业 都延迟了收摊的时间 大伙都在赶着在年前好好地转上一把 然后回家过个好年 路过东大街的时候 几家在固定位置卖熟食和汤面火烧的摊子面前 正排着长队 香喷喷的味道只往人鼻子里钻 不过大伙都是在府中吃过东西出来的 并没有觉得都嘴馋 到了富贵赌方 正好碰上有人送了做好的高脚酒杯过来 和小桥兴致勃勃地左右翻看 又装水摇晃了一通 总觉得这酒杯像是拿来喝味增汤的小碗 不过好在用来做酒杯的木料纹路很漂亮 算是弥补了原木的不足 交代廖掌柜将木质高脚杯先收起来 和小桥琢磨了下 心想下次还是尝试着做成银制酒杯算了 或者烧成半透明的薄胎瓷去更好看 虽然不耐摔 但拿来装酒应该会合适些 赌桌因为比较大价 大概还要过几天才能全部做好 所以和小桥并没有特意去看 酒人在赌坊里坐了一会儿 就出门逛街去了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61集 八卦再骑 王府里所有人的衣裳 都有指定的绣装提供 所以和小桥很少去成衣铺 只是偶尔经过 会去看一看 其他比如卖头花 还有珠宝玉石的铺子 也没多大兴趣 大多数时间 他都只会往有食物的地方操 受他影响 跟在他身后那一串粽子 也很好地继承了吃货的体质 195人从街头一路狂扫到街外 看到什么吃的都人手一份 除了在路上吃 还要打包一份带回去 有的是给柳姨刀带的 有的则是打算留着过两天吃 毕竟不是天天能出来 先囤点货 总好过想吃的时候 吃不到 各种劳心劳肺 吃过了炸臭豆腐和炸面鱼 五个人找到小饭馆坐下 和小桥看着菜牌 给美人点了一份 还冒着热气的酒酿丸子 就着驴肉火烧吃 考虑到白手的特殊嗜好 又加点了一大份 甜的能溺死蚂蚁的甜米肠 殿小儿很快把东西送了上来 何小桥吸了吸鼻子 将手掌贴在热乎乎的碗背上取暖 彩莲和索儿也是如戳一辙 白手全部注意力都摆在甜米肠上面 就没看过别的地方 轰芳两三口把酒酿丸子吃完 转头又让伙计弄了一碗上来 怎么一到节庆 那帮臊娘们都开始玩把戏 上次是游行 这次还搞什么抛锈球 此刻正是午饭时间 周围人来人往并不安静 但是因为两张桌子间离得较近 何小桥还是听到 背对着自己那一桌人的谈话 见他们提到游行和抛锈球 当即来了精神 数千耳朵将注意力全都集中起来 准备接收八卦消息 而显然那一桌子的人 没有让他失望 哎 李兄 这你就有所不懂了 就是要会玩才有人去捧场啊 另外一个年轻的声音 接过话 笑得很是猥琐地说的 这篮机的嗓娘们 要是不想象花招讨男人欢心 你以为他们是怎么过火的 对 对 就是这么一回事 紫贵兄说得好啊 这话一出 其他同座的男人 立刻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彩琳姐姐 为什么嗓娘们 就要讨男人欢心才能过火 索尔显然也听到这话了 大摇眨了眨 很是不解地 凑到彩琳耳边 压低了声音好奇地问道 什么是嗓娘们 哎呀 小孩子不要乱听些 有的没的 彩琳张红了脸 伸手揪去吴索尔的耳朵 又急急忙忙地 看向何小强 小公子 我们还是赶快吃完回去吧 这些误会的话 可不能让小姐听到 没事 我们吃我们的 何小强耸耸肩 表示自己早就百度不亲了 这点内容 连黄颜色的标边都没够上 她完全不看在眼里 我这彩琳 你先把索尔带回去 待会儿我还要去买点别的东西 公子 彩琳有些为难 至于被捂住耳朵的锁儿 总是好奇地左右看了看 一头雾水 就这么定下了 知道彩琳是放心不下 她一个人在外面 何小强将手一挥 不容智慧地下了命令 待会儿你们两个吃完东西 就回府里去 我这边有洪方他们在 不用担心 通常何小强一旦做了决定 就不太会改变 彩琳想了想 也就没再开口 安静地吃完东西 带着满腔的担忧 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 而何小强早就把频道 调回刚才那一周人的八卦上 好在处理得快 并没有错过太多 瞧你们这小姐 话都没听全 就在这里乱喊乱叫 一个下巴上长了颗 大黑质的男人 端起酒杯抿了口 长出口气之后 才继续鄙夷地说道 告诉你们 抛锈球的节目 可不是所有直篮街的姑娘 都会参加 那是专门为人家 蓝芯姑娘举办的 蓝芯姑娘 经常低花魁的那个 这话一出 立刻有人满是讶异的街上 这时候抛锈球 难道是攒够 输身钱想送粮了 这明显是讽刺的话 当然又引来一阵呼啸 哪能啊 刚才开口那个 长了大黑质 将双手揣在拢袖里 吸着鼻子说道 要是有这种好事啊 怕是整座城的人 都要挤着去抢锈球 把他取回家了 这话说得在理 想想看 那娘们长得可是 一等一的了人 光那长相都不吃亏了 要是在青楼里 打滚那么多年的 家当肯定不少啊 谁要是娶了她 那不就等同于 取了个藏宝窟吗 没错 没错 一整桌的人都笑了起来 要是这样 那咱们就拼死也得挤进去 把锈球抢回来 要知道 那可都是白画画的银子了 屁 你当你自己什么身份 都没看过告示是不是 有机会去抢锈球的 可都是些贵人 咱这些穷重地的 哪有那个命啊 说着话 又夸张地竖起三根手指 你们不知道 抛锈球当天 想要进怡红院的 那可是每个人 都得先交三百两 三百两啊 什么 此话一出 连何小小都控制不住的 想喷饭 更别说那几个正讨论的 津津有味的男人了 在这种小饭馆吃饭的人 一年顶多 挣个十两银子 已经很了不得了 谁会那么傻 花三十年的存款 去看一场 根本连下场机会都没有的 老实子抛锈球招夫 那绝对是稳亏 没得说的好吗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 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62集 全机宴 那照你这么说 那蓝星姑娘 她不是想从梁 搞这什么抛锈球的节目 又是为了什么 隔了会儿 隔桌总算 有人出声打破了沉默 我可只听说了 人家那是准备招的恩客 恩客你们懂吧 听说蓝星姑娘 从多亏到现在 一直都没接过客 只是偶尔弹谈曲子 隔着窗帘 跟人家喝杯酒而已 所有人都知道 她还是个实实在在的清官 大黑志说着 伸手在桌上点了点 一脸激动 你们想想 蓝星姑娘的初夜呢 哪一个男人不想要 怕是现在城里那些贵人 都已经准备好大把银子 等着进他的相规 成为第一人呢 京城第一花魁的守卫恩客 这么有面子的事情 要是说出去 还不得让其他人羡慕呢 满桌子人又开始各种唏嘘 小国之后又开了别的话题 何小乔便没再听下去 一转头 却发现坐在自己对面的红方正皱着眉 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 连东西也不吃了 就在那儿盯着碗里的酒酿发呆 喂 白手 白手 过来点 何小乔用手撞了张旁边的白手 朝他勾了勾手指 示意他靠过去 白手思考良久 最终还是迫于无奈 微微倾斜了下 好让何小乔能说上悄悄话 何小乔才不管 他是不是在纠结男女受受不侵 老大的女人更不能亲近的这种事 直接伸手 拽着他的胳膊拉了过去 一边指着红方 哑地声音问他 你看看 红方现在的样子 除了熟米粒 连饭都不吃了 难道是又想起什么伤心事了 是不是他之前 被甩 被女人拒绝过 白手想了想 很认真地回答 应该没有 但凡正常女人看到红方过去 基本都会跑得跟学了轻功一样快 被当面拒绝这种浪漫的事情 根本就来不及发生 那你觉得 他现在是在干什么 何小乔用勺子搅拌着自己碗里的酒酿丸子 顺口问道 缅怀过去还是个小白了时 受欢迎的美好时光吗 许年前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就长这样了 白手坐直身体 眉都不皱一下地哭哭回应 很直白地告诉何小乔 红方这话 根本没有所谓的小白了时期 他就以彻头彻尾的高黑状 嗯 好吧 何小乔怂怂间 宣布悄悄画环节结束 现在是寻求真相行动时间 红方 对面的人继续神游太虚 丝毫没有发现 女主人正在喊自己 何小乔看了白手一眼 再回过头看向红方 忍不住拉高嗓门 红方 近他依旧没有反应 白手脸上表情未变 直接拿起剑柄 往红方头上砸了下去 后者虽然在闪神 但凭着本能反应还是避开了 并且听话地立刻魂魄归位 个人 何小乔拿手指鼓 往桌面上敲了敲 提醒他眼睛该往哪里看 红方同志 看这儿 我表弟 什么事 红方纳闷地转头看他 干嘛一副臭眉不展的样子啊 何小乔也懒得做铺垫 直接开门见山 笑眯眯地调侃 嘿嘿 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啊 说出来 让我们开心一下呗 白手差点没被一块甜米肠呛的 红方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脑门很快让一大碗黑米线覆盖 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吧 大不了我们帮你想办法 白手撇探一眼 用手捶了捶 被呛疼的胸口 他可不想再让何小乔的冷笑话 下一次了 红方文言有些不好意思的 黑黑笑了两声 之后才腼腆地说道 其实我刚才是在想 要不要找人借个三百两 借三百两干嘛 啊 难道说 何小乔眼珠子转了转 立刻想通了前因后果 你想去看抛秀桥 红方用手抓了抓头发 略有些不好意思的点点头 正在将甜米肠 往蜂蜜里泡的白手 文言看他一眼 一针见血地指出 你确定能借到 三百两 可不是小数目 谁能毫不眨眼的 一下就拿出来 红方立刻把期望的眼神 投向他 白手嘴角抽抽了下 我身上就二十两 全者充满期待的火热眼神 立刻暗了下来 红方 何小乔觉得 有必要问清楚 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开始的 老实说吧 你是不是对那个什么第一花魁有兴趣 你们之前见过 没有 红方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长叹了一声 说出自己的真正目的 我就想进去看看 哦 这是单纯的想去凑热呢 嗯 那行 何小乔想了想 随即一拍手 到时候我们一起去 一起去会不会有点 红方垂着头 扭腻了好一会儿 突然睁大双眼 我 表弟 你刚说什么 啊 刚才他是说 要一起去看的吧 他耳朵应该没问题 没听错吧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63集 全机宴 你的心情我懂 贺小乔把凳子挪到她的旁边 一副知心姐姐的模样 拍拍她的肩膀 放心 到时候 如果你真的看上了 那什么姑娘 我一定尽量帮你说服人家 张文克跟下架 完全没冲突 如果到时候 红方抢不到绣球 那就直接把人抢走 好好地培养感情 然后再找个好日子 拜堂成亲就行了 这主意好是好 但我们两个人 一共有六百两呢 红方虽然有点小心奋 可一想到 要改银子又有些犹豫 谁说我们要给钱了 何小乔齐的 钱那么难赚 我才不会花三百两 去看人家抢绣球呢 那样 还不如自己在家里 找几个人 去丢着玩 更热闹 红方瞪大双眼 有些结结巴巴地问他 不给钱 我们要怎么进去 白手同样 转过头看向何小乔 他也想听听 有什么办法 当然是从后门 溜进去啊 何小乔一副 理所当然的模样 你们想想 人家是开门做生意的 收钱的地方肯定是正门 到时候所有伙计都在前面招呼客人 我们只要偷偷从人家后院里翻墙进去 不就可以了 逃票这门一手 干好了 可是很有前途的 一定要翻墙 红方跟白手都是一脸便秘的模样 心想 难道这是 这是要我们去做贼的前奏 翻墙怎么了 咱们就是进里面看看 凑个热闹 又不是去偷东西 到时候要是里面一位分赃不均 啊不对 要是因为抢修球打起来 我们还能帮忙维持秩序 避免伤亡呢 这可是功德意见 何小乔哼了哼 就只差没在脸上写上 终于正值四个大字 红方跟白手秘密相去 两人思索良久 最终还是让好奇心 以半分之差战胜了良心 毫不犹豫的 以三票全中的结果 通过了何小乔的提议 于是翻墙逃票 去看第一花魁选对象 玩一夜情这件事 就这么定了下来 晚上当三人组 在外面搜落了一大堆 好吃好玩的东西 回来的时候 柳一刀便笑眯眯的 把一个写着 娘子亲戚的信封 递给了何小乔 封号那小子的信 我想您该比我更着急 看到这个 谢谢柳叔 何小乔强忍着雀跃的心情 把东西丢给下人拿着 顾不得先回封主雅院 当着所有人的面 快速地拆开信封 看了起来 信封里一共有四张信纸 何小乔看得仔细 发现江峰号这伙 居然比他还能抱怨 除了稍微提到 他们已经快要到达 目的地的事 其他大部分都是在吐槽 路上的东西有多难吃 还有他自己有多想念 他做的饭菜 最后甚至用迎头小凯 写了满满一整页的菜名 特别著名 这是他回来后 要吃的东西 当然也有别的交代 比如信中就还提到了 他可能赶不回来陪他过年 让他好好照顾自己 把自己养胖点的话 放下信纸 何小乔叹了口气 脸上明晃晃地写满了失望 其他人一看就知道 是怎么回事 柳一刀用手捋了捋胡子 小眯了眼明知顾问道 那小子说了今年 赶不回来了是吧 嗯 何小乔无精打采地点点头 将信纸点好塞回信封里 他们现在还没到呢 肯定是赶不回来了 看来是那小子没口福啊 听洪方说今晚有全妻艳职 我老头子可是馋得很 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面子 可以跟着蹭顿饭呢 柳叔什么时候来吃饭 我都欢迎 何小乔文言总算是破题为笑 想起刚才在街上买到的新鲜山鸡 心里的失落立刻减了不少 又跟柳一刀说了会儿话 就起身到厨房准备全妻宴去了 索儿烧火 彩莲洗菜 还从大厨房里找了个手脚快的厨娘 帮忙杀鸡退毛 一顿晚饭 四个人足足忙活了快两个时辰 等饭菜上桌的时候 天已经全黑了 洪方笨手笨脚的 跟白手一起 将屋里的烛火全都点亮 彩莲跟何小乔 还有那个临时被喊来帮忙的厨娘 一起合力把八道以鸡为原材料 做出的菜肴端上来 除了香菇炖鸡 白切鸡 辣子鸡丁 干烤鸡块 三杯鸡 棒棒鸡 最后 还有作为特别嘉宾出场的 虎皮蛋和双胶炒蛋 然而是见识广阔 如柳一刀 也不知道原来除了炖鸡 闷鸡之外 还能有这么多 用鸡肉做出来的菜肴 特别是还全都色香味俱全 真是开了眼 戒了 洗干净双手 回到屋里的何小乔 猛然想起没有酒水 于是便让彩莲 把硕果仅存的一坛葡萄酒 拿了出来 大伙就着别有滋味的红酒 吃了个满嘴溜油 一顿饭吃完 所有人都有种 快要撑死的错觉 红方两手搁在桌面上 猛打嗝 连带他隔壁的锁儿 也被传染了 彩莲脸色通红 估计是醉得不浅 至于何小乔 要不是还固着点形象 他早就扶着肚子 弹到地上去了 小乔 你跟我来一下 哦 好的 何小乔应了声 撑着椅子的扶手 站起来 虽然一头雾水 不过还是很自觉地跟了上去 本集完 您给我点瓶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64集 你不会 有两名小丝 在前面掌灯 柳一刀带着一头雾水的何小乔 拐过好几个弯 来到一个有些陌生的院子 天色很暗 何小乔眯了眯眼 并没有看到院门上有任何牌匾之类的东西 可以说明这里是什么地方 王妃 柳总管 院门口正有两名小丝手掌 见了来人 连忙起身行礼 柳一刀灰灰手 示意他们把门打开 其中一名小丝应了一声 拿出钥匙取下门锁 推开院门后 便退到一旁 何小乔有些好奇的 探头朝里看了看 院子里没有半点灯火照明 黑漆漆一片 只有借着朦胧的月光 才能勉强看清楚里面的情况 看起来不像是有人住的模样 院子里空荡荡的 唯一的那栋两层小楼 上下两扇厚重的大门都紧锁着 同样紧闭的门窗 没有半点光亮 可以想见里面应该也是一片漆黑 先前掌灯的小丝 很有眼色地提着灯笼先行入内 柳一刀随后 何小乔想了想 也抬脚跟了上去 到了房门口 柳一刀接过灯笼照明 又从怀里拿出一把造型古朴的 长柄钥匙给他 小乔 把门打开 周围静瞧瞧的 只有风吹过的声音 柳一刀手中的灯笼 让风吹得摇摇晃晃 里面的烛火好像随时都会灭了一般 何小乔有点战战兢兢的接过钥匙 转头看一眼紧闭的后周木门 忍不住有点手抖 身处这种鬼故事频发的诡异场景里 他只能说 他的心理承受能力还是有点不够强啊 万一硬是门一开 扑出来一只僵尸怎么办 柳 柳说 之前喝下去的葡萄酒酒精 早让冷风给吹跑了 何小乔坚纳的咽了咽口水 转头朝柳一刀 裂开一个比枯还难看的笑容 这 真的要开啊 能不能换个人去执行这个任务 他狠惜命还不想死啊 柳一刀一脸古怪的看着何小乔 见他一脸纠结 而且还有意无意的往后退了两步 跟大门保持距离 总算明白过后 差点没忍住爆笑出声 哼 他当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这丫头害怕了 之前看过他好几次追着江峰浩达 还以为他天不怕地不怕 没想到居然是怕黑奸怕鬼 忍着笑接过钥匙去开门 见何小乔庆幸地松了口气 抢过灯笼就往他的后面躲 柳一刀嘴角忍不住地抽抽了下 门开了 并没有何小乔想象中的僵尸鬼怪扑出来 也没有渲染恐怖气氛的阴风阵阵 两名小司得了柳一刀的示意 拿出火折子走上前 将里面的烛火全都点上 屋子里一下子亮堂起来 刚进门的何小乔定睛一看 差点没让满屋子的烛光宝气 两瞎狗眼 当然 那是在柳一刀把下人前退 并随手打开 里面并排了好几只大木箱之后 屋子里很宽敞 柳一刀打开的那几只箱子 就放在离门口不远的地方 里面满满装着 全都是值钱的东西 除了成串的珍珠跟翡翠 戴帽等常见的东西 还有一个个拳头大小 马放整齐排了好几层的金元宝 银元帝 这该不会就是传说中 王八侧漏的 惹得天下动荡不安 江湖血雨腥风的藏宝枯吧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65集 你不会 见何小乔眼睛瞪的老大 显然很满意 踏着反应的柳一刀 笑了笑 用手捞起一把 总有拇指指甲盖打响 光滑流转的东中 举康了手 摊开五指 任他们从指缝间 往下掉回箱子里 就着月儿的碰撞声解释道 这些都是最近几个月的手艺 暂时还来不及放到内室里 What 这只是几个月而已 就能捞到这么多 江峰浩这活 是暗地里干起土匪的扛荡 抢劫钱庄了吧 别说那什么内室里 还有更多更好的东西 他是知道江峰浩很有钱 但是有钱到这种 已经可以形容为 复克敌国的地步 还真伤人 有种毛骨索然的感觉 何小小嘴角抽抽了下 目光在将近七八个 能把他也装进去的 木箱上拐了一圈 最后只能回忆 这两个字 来祭奠自己心中 那被一万匹草逆马 狂奔践踏而过 已经死到不能再死的 穷屌丝心理 虽然惊讶 何小乔居然没有扑过去 反而一脸的皮笑肉不笑 好像并不开心 柳一刀只是挑了挑灰白的眉 却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按照原定计划 又拿了另外一把钥匙出来 连同包裹着钥匙的西部 一起塞到何小乔手里 这是内室的钥匙 先收着吧 如果怕黑的话 就明天再来看 或者等你有空了 随时想来都可以 等一下 反应过来的何小乔 连忙喊了咔 企图把手里的烫手山芋 扔回去 刘叔 这钥匙我不 以后这里 就交由你负责了 柳一刀笑眯了眼 心情大好地打断他的话 年后会让账房那边把这几年的账本都拿过来给你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同样可以问我 说着话 又在靠近内室门的地方翻出来把蓝皮书递给他 这里面记载了内室里所有的东西 你拿回去看看 里面应该有好些能拿出来当年礼的 屁的年礼啊 何小乔感觉有点热血上容 差点忍不住想尖叫 柳说 想封号他知道这件事吗 那家伙又是再不回来 他的家顶就要被他看光了 当然知道了 不然你以为我这老头子 怎么可能会有库房的钥匙啊 柳一刀笑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 这些都是封号那小子 临走前让我交给你的 不过当时他说的事循序渐进 免得吓跑何小乔 柳一刀倒把这茶给忘了 找到机会就一股脑的都塞给他 也不管他到底能不能接受 他让你给我的 何小乔这次真的尖叫了 妈蛋 那可是满屋子的金银珠宝啊 拜托 不要搞得好像底摊上两三毛钱 就能买到的廉价品一样 随便甩个手就可以丢给别人 你就是自己完全不心疼 也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啊 这么突然 又是送赌方 又是让他看光所有家财 会让人心脏超负荷的好吗 他就像当条吃完睡睡完继续吃的 零负担的米虫 让江峰号这么一闹 他心里简直就是各种不安啊 有没有 柳叔 你也是府里的元老了 我可还是个外人呢 何小乔深吸口气 试图以礼夫人 你就这么放心 把藏宝 库房的钥匙给我 难道不怕我把东西全都拿去换钱 然后远走高飞吗 你不会 柳一道依旧眯着眼笑 语气相当肯定的 表明自己十分看好他的为人 啊 不会个毛线啊 他到底哪里不会了 何小乔一脸的便秘模样 很不能抓着柳一道的肩膀 使劲晃上两句 再高声咆哮 为什么每次问这个问题 他都会得到同样的回答 江峰号是这样 现在连他柳一道也被传染了 难道他真的就长了一脸 忠心耿耿 连后脑勺都打上了 仅具不会坐肩犯科的标签 何小乔很想吐血 柳叔 等等 我突然觉得肚子好像有点不舒服 气色好得不得了的 就差没显出满面红光的柳一刀 突然用手拍了下肚皮 再一次打断何小乔的话 我想我还是得先去毛房一趟 小乔你应该不会 拦着我这把老骨头吧 我 我就知道小乔是个好姑娘 一定不会做这种事的 小秘密的再次抢过话头 柳一刀脚步奇快的打开门往外走 完全不给何小乔开口的机会 那就先这样了 早点回去休息啊 柳叔 眼睁睁看着柳一刀耍赖的越走越远 何小乔手里抓着钥匙和贵重物品清单 忍不住跳脚 不带这么赶鸭子上架的呀 柳一刀一走 屋里便只剩下何小乔一个人 半场的门外有风吹进来 屋里的烛火便一跳一跳的 气氛重新诡异起来 何小乔缩了缩脖子 手懵脚乱的把箱子全都盖上 飞一般的冲出门去 七手八脚的把门锁上 让跟着一起来的小丝 把自己送回了风竹雅院 洗完澡 夜已经很深了 何小乔边打着吼去 便让蔡莲帮自己擦干头发 回头一见 那本作为江峰号财产清单存在的蓝皮书 还是忍不住拿起来翻了翻 结果这一翻就翻出了大问题 虽然只是无意中瞄了几眼 但他当天晚上作梦的内容 还被强行替换了 没有张三李四的人名 和那些转来转去的陌生面孔 而是全部变成了 清洗圣尊白玉观音 蝶木兰亭珊湖屏风 童心血雨龙凤壁 八宝流利夜光碑 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无限循环 当第二天早上 顶着两颗熊猫眼醒来之后 他还不死心的 想找柳一刀把东西还回去 谁想到 柳一刀去向早就猜到了 他会这么做一样 竟连两天都不见人影 连监督他怎么当个主母的事 都给忘了 于是 何小乔突然意识到 这也许是件好事 比如 他终于可以不用被逼着 看账板 看人民和烦恼 办什么年货 背什么回礼了 正巧 蓝星姑娘抛锈球招夫的日子 就在这两天 何小小转念一想 当即换好全套的男装 拿上银子 趁着柳一刀还在玩失踪 兴高采烈的招进了红方白手 一路风风火火的朝怡红院杀过去 结果到了墨地地才发现 他们来早了 人家订好的节目要明天才举行 而且 因为女主角蓝星姑娘身体为样 怡红院为了不打扰到她休息和保持神秘感 今天甚至连生意都不做了 大门紧闭 让所有人集体休息一天 这下 那些等着抱得美人归 或者看别人抱得美人归的男人 更加的心仰难耐了 隔得老远的 看一眼在怡红院门口徘徊不去的人群 何小乔不得不感叹 怡红院的老宝也太有经商天赋了 吊人胃口的手段 简直堪称一绝啊 本集完 您给我点平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66集 黑刀 看来今天是没热闹看了 何小乔耸了耸肩 略有些失望的拿扇饼抵着下巴点了点 小嘴觉得老高 没事 明天再来就有了 洪方淡定的说道 同事也是自我安慰 反正他随时都可以出来 就是三百两巨款有点让人纠结 好吧 明天再来 何小乔给了大拇指 对他的话表示赞同 顺便提出自己的建议 现在先去赌方看看 洪方跟白手自然没有半点意义 艺雄人正准备离开 结果就在刚要转身的时候 白手却突然停了下来 目光看向前方不远处 随后 顺一几人先往旁边站 何小乔顺他目光看过去 就见一顶颇为眼熟的蓝色轿子 卖悠悠的在银弘院斜对面的巷子里停下 脚连垂着没有动静 好半赏后 一直显得有些苍白的修长手掌 才慢慢地掀开架子侧边的小窗 何小乔几乎可以肯定 里面坐着的人就是上官员 而他现在就在注视着怡红院的方向 这不是上司那冤大头吗 红方把长剑包在怀里 撇撇嘴不懈地撇过去一眼 他在这里做什么 难道也想进去抢袖球 对于上官员这种家底丰厚 又长相出色的万人迷 他除了羡慕嫉妒恨之外 没有别的感想 那是明天的事 白手面无表情地纠正他 谁知道他是不是现在 就想翻墙进去偷看啊 这次轮到何小乔提醒他 那是我们明天要做的事 红方嘴角抽出了下 挠挠头皮不说话了 于是一群人继续跟傻子一样 躲在巷子里 盯着山观云所在的蓝色轿子看 直到两刻钟之后 轿子的窗帘才被放下 教夫重新抬起轿子 沿着来时的路慢慢离开了 目送着蓝色轿子走远 何小乔肉影所思地挑了挑眉 用手摸缩着下巴 再看一眼依旧大门紧锁的宜红院 总算想起他到这儿来的理由 以他对蓝星姑娘的一片痴情 听说他要公开招呼 不抓狂才怪 好吧 他没抓狂 至少现在没有 估计他今天就是来踩点 找逃跑路线 准备明天当场抢亲 这么想着 何小乔更加坚定了 明天一定要来现场 凑热闹的想法 本年度最佳痴男怨女 爱情大片 可是绝对不容错过的 特别是 在带上了青楼恩怨 缠绵匪策 催人泪下等关键词 而且 还是由京城 挑选最佳俊男美女 连妹主演 一大堆权贵 跟着去打酱油 跑龙套的情况下 从芝兰街离开 一羞人到了富贵赌方看了看 何小乔设计的赌桌 已经全部做好 送了过来 至于追加定做的 宝瓷高脚杯 只要年后才能出成品 因为 慈咬里的手艺师傅 回老家过年了 还有六天就是小年夜 这个时候 将赌方重新装修 并不是个好主意 但要往里加一点东西 还是可以的 早在几天前 何小乔就将做好的扑克牌 拿了两副给廖管事 连同德克萨斯扑克牌的玩法 也一并交给他 和几个新招进来当和官的伙计 而且要求他们务必尽快学会 并将这种东西推广出去 让更多的人知道 富贵赌方里除了骰子和麻将排酒之外 还有他们从没见过的新奇赌具 廖管事虽然人到中年 但人精明 记忆力也不是盖的 很快就掌握了其中的窍门 那几个伙计头脑也相当的灵活 虽然是第一次接触的新奇事物 但何小乔今天再过去的时候 他们已经能很好地掌控出牌规则 并且区分大小 以及计算相应的排率 将扑克牌的图纸交给廖管事 让他找双醒木匠铺的郑师傅 再打上时来付备用 何小乔又到后院 去看了一下哪批做好的赌桌 扇形带圆弧的桌面 用藏青色绸布定着 桌檐跟桌角都漆成了黑色 虽然看起来有点怪 但是不妨碍何小乔看着他们 怀念前世怀念的各种热泪盈眶 有麻将 有扑克牌 还有骰子 筹码和特制赌桌 这才叫赌场啊 地窖里的梅子酒 差不多快酿好了 何小乔开了一坛 让大伙试试问道 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后 又跟廖管事说了过几天 会过来发年底分红的事 这才和洪芳他们一起离开 天色还早 不想太早地回府里窝着 一行人又习惯性地往东大街走去 天冷的时候掌掌标来保暖 是可以被原谅的 何小乔这么安慰自己 一边左看看右瞧瞧 转听那些只能现做现吃的食物下手 同位肉食动物的红芳紧随其后 至于不知道是蚂蚁还是蜜蜂投胎的白手 就只专看甜品摊子 接下来吃什么 喝完新鲜热辣的鱼面汤馅 何小乔拍着肚子问洪芳 我记得前面拐角那儿 有家新开的饼店 听说是用辣肉和鲜花一起做的下 可好 话还没说完 何小乔突然发现 自己面前的路上出现一道金光闪闪的墙壁 然后有个红亮的嗓门 仿佛炸了一般在他头上响起 这位公子 你能借我十文钱买包子吗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67集 黑刀 啊 包子 何小乔还没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胡芳跟白手已经速度极快地拿起兵器挡在他面前 白手更是沉着脸喝道 离远一点 别担心 我不是坏人 我只是有点饿了 脸上有一圈沧桑青色胡茶的金发男人 眼神忒无辜地举起双手表达善意 又伸手指了这不远处买包子的小店 那边的老板说不买包子就憋打着他做生意 我想买包子 可是我的钱找不到了 男人连笔带话 表示似乎有点尴尬 但更多的是交集 何小乔抬头仔细打量他一番 一开始刚看到那头比金子还要灿烂的短发的时候 还以为是外观有人乱入 没想到往下一看 才发现这个身高绝对超过两米 铁塔样的金发大汉 居然长了一张绝对东方人的脸 哦 这可真是稀奇啊 难道现在就有染发技术了 伸手按下白手的胳膊 示意他不要激动 何小乔走上两步 不无好奇地仰头看着他 你的头发天生就这样吗 头发 穿着怪异护胸铠甲的高壮男人 下意识地伸手抓了抓乱糟糟的短发 显然没有发现何小乔问的是他头发的颜色 一副见怪不怪的模样大道 我不习惯把头发扎起来 那太麻烦了 所以我未婚妻就帮我把头发剪成了这样 你未婚妻手艺不错 这才是引领时尚的潮流典范呢 男人威严黑黑一笑 一副相当自豪的模样 我也这么觉得 我叫何小乔 你呢 难得遇到个个性跟自己差不多 何小乔对这突然出现的鸡发男人印象还是不错 你叫什么名字 他们都叫我黑刀 鸡发男人咧嘴一笑 习惯性的又用手抓了抓头发 何小乔这才发现 他背后似乎还背了个很巨大的东西 用黑色的布条包着 一直延伸到他膝盖往后的位置 尾端有个缺口 看起来像是某种兵器 眼角余光看到徘徊在不远处全副戒备的官差 何小乔挑了挑眉 收回目光看向黑刀 不是说要吃包子吗 朝他张了张赏 何小乔率先抬脚走向包子铺 走吧 我请你 一星四人在包子铺里坐下 之前才鄙视过黑道的店老板 脸色有点不大好的走过来 几位 想吃什么包子 你这里都有些什么东西啊 价格怎么算 新面馒头是两文钱一个 素菜包子三文钱一个 猪肉包子五文钱两个 杂面馒头最便宜 只一文钱一个 店老板顺流地爆出价格 何小乔看了黑刀一眼 估摸着这家伙食量应该也不小 于是顺口朝老板喊道 朱朱的来上二十八个 再加十个素菜包子 好嘞 几位稍等 马上就来 店老板高兴地应了声 麻利地揭开蒸笼的盖子 快手快脚地 捡了三十个包子送到桌上 包子来了 客官请慢用 何小乔摸了块 大约一两的碎银子丢给他 麻烦老板再帮我们叫些馄饨面 和两只烧鸡过来 剩下的就不用找了 不用找的意思就是 剩下的钱都是小费 或者也可以说是跑腿费 店老板没有想到 还能遇到这种好事 谢过何小乔后 小得见牙不见眼 到隔壁买馄饨面和烧鸡去了 是吧 将包子往黑刀的面前推了推 何小乔笑着比了个请的手势 多谢何兄弟 自打丢了银子 山穷水尽的黑刀 已经整整一天没吃东西了 此刻看着热气腾腾的食物 也不跟何小乔客气 一手抓了一个就往嘴里塞 边吃边说道 等我 等我找到未婚妻 拿回的银子 一定请你打吃一顿 你未婚妻在这里 何小乔也抓了个包子 慢悠悠地看着 好奇地问道 你们不是这里的人吧 黑刀摇了摇头 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师父让我们出来游了一晚 见见世面 三两口姐姐弯一个包子 端起碗灌了一大口茶水 又补充道 我们已经出来好几年了 等找到咪咪 我们就要启程回去了 咪咪就是你的未婚妻 是啊 黑刀露齿一笑 炯炯有神的眼睛里满是怀念 师父说了 等这次过万年回家 我就能把咪咪取过门了 真的 那先恭喜你了 这可是好事 隔壁摊子的老板娘 利落地将馄饨面端了上来 何小乔立刻放起包子 转而拿起汤勺喝起来 一边笑颜颜地看着黑刀 对了 我好像听你说过 你跟你未婚妻是在半路走散 无凭无据 你怎么知道他就在这 不要告诉他 这就是所谓的身无彩凤双飞翼 心有灵心一点通 真心相爱的两人 会有比雷达定位更准的心电感呀 可别逗了 不会错的 我的知觉意想很准 黑刀放下吃了一半的包子 眼神相当坚定 而且我能闻到咪咪的味道 虽然很淡 但是它就在这座城里 肯定错不了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68集 蝴蝶香 喝笑笑一口汤面全喷了出来 同桌的红芳和白勺 也不由自主地扭过头去看 用看神经病院的眼神 看着黑刀 靠味道找人 哥们 你这鼻子行啊 你 你确定没搞错 何小小以为 心有灵犀一点通 已经够奇葩了 没想到 这奇葩的回答 竟然更挑战它的底线 黑刀忙着吃饭 头也没抬得硬当 你们别不相信啊 咪咪身上有师父帮我们做的蝴蝶香 无论距离多远 我们都能找到彼此 就是速度有点慢而已 不然他也不会找了两个多月才找到这里来 原来是这样 何小乔低头琢磨了下 很快双眼发亮 如果真能做到千里追踪 那这个蝴蝶香确实是个好东西啊 喂 黑刀 兴奋地朝他招了招手 何小乔咧着嘴笑得分外馋 那什么蝴蝶香的 你现在还有吗 有啊 黑刀应了一句 见红方他们也在吃馄饨 下意识地也少了一个到嘴里 结果烫得差点没跳起来 好烫啊 何小乔连忙让老板 舀了勺凉水过来 让他收口 一边给他解释 馄饨里面有汤汁啊 吃的时候要小心点 还好他们现在吃的不是灌汤包 不然被烫这么一下 估计黑刀的舌头就要费上两三天了 等黑刀重新坐下来 何小乔安静了会 又想起刚才的话题 那个黑刀啊 将整只烧鸡推到他面前 何小乔满面笑容 亲切无比地提出建议 如果你身上带着的蝴蝶香垢的话 卖一些给我行不行 或者他可以尝试着 让江峰浩一来个圈里飘香 到时候无论这货躲到哪 他就能随时找到它了 嗯 这果然是个好主意 我可以给你银子 我出钱买 然后你 不用银子 你要的话 我可以现在就给你一些 这东西不难做 就是材料比较难找 只有我们那里才有 黑刀说着 很是慷慨地摸出来 一个两指宽的扁平盒子 打开看了一眼 用盒上盖子 整个叠给何小乔 现在只剩下三颗了 我用不着 全都给你 谢谢 何小乔如获质宝 兴奋地打开盒子强了强 发现里面只有三颗 指甲盖大小的黑乎乎的药丸 凑近闻了下 似乎有种若有似无的香味 这个药怎么用 吃下去就行了 黑刀拿筷子 把面条卷了起来 吹凉了 再吃溜一声 吸到嘴里 一边含糊地补充道 记得滴上你自己 还要跟踪哪个人的血 不然没有效力 听到还有滴血 洪峰下一时地就觉得 这是邪教的仪式 连忙开口 想让何小乔把东西丢了 王公子 这东西有些不妥 还是别带回去了 仅有三颗的药丸 不用想 何小乔肯定会将其中一颗 用到江峰号身上 到时候 要是江峰号出了点什么问题 那事情可就大条了 洪峰的声音不响 黑刀当然也听到了 当下白他也嘟囔着 害心不信 被洪峰这么一说 何小乔确实有些犹豫 不过面上却半点不鲜 依旧笑眯眯的 我信 两道粗粗的眉毛 往上挑了挑 黑刀有些意外地 看了何小乔一眼 只是一愣 脸上立刻戴上笑意 还是何兄弟好说话 够爽快 洪峰文言 脸色立刻有些不好了 心道 这是在赤裸裸鄙试 我不够纯爷们吗 你这个 洪峰 进他突然站起来 何小乔连忙伸手 把他按住 坐回去 别激动 可他 冷静点 白手面无表情地说道 屈指将洪峰拔剑的手 打了回去 现在可是在大街上 闹起来不好看 晚上回去吃红烧肉 何小乔又补充道 成功把洪峰的怒火 全受压了回去 看在自己最爱的 红烧肉面子上 洪峰那双 快要瞪到黑刀脸上去的 大眼珠子 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 收了回去 不过大概是觉得 还是很不爽 气呼呼地 拿了包子端起碗 坐到隔壁坐去了 何小乔松了口气 转头去看黑刀 却发现 他什么反应也没有 屋子淡定地 吃着自己的饭 看不出来 他的情绪控制这么好 相比之下 同样五大三粗的 洪峰就显得冲动多了 对了 黑刀 你说你是在找 你的未婚妻吧 何小乔单手 撑着下巴说道 要不 你描述下 你未婚妻的长相 我们几个都是住在这的 说不定谁以前见过呢 对啊 我怎么没有想到 黑刀双眼发亮 换了大雾似的一排大腿 随着一脸甜蜜模样的 圆木 我的未婚妻米米 是最好看的 你们谁在这里看到 长得最好看的姑娘 就是她 何小乔满头黑线 艰难的给她解释 这城里 好看的姑娘多得去了 你总得给我们一个特征吧 不然 要从哪儿去找 总不能看到个姑娘 就上去问人家 请问你是不是 黑刀的未婚妻 如果那样 不为当成神经病才怪 这样 黑刀皱着眉想了下 有一口没一口的 吃着包子 我想想看 米米的眼睛很好看 鼻子也很好看 嘴巴也 想了又想 最后还是不忘 坚持地补上一句 反正在我眼里 它就是最好看的 何小乔感觉 气血一阵翻涌 开始后悔提起这个话题 这城里最好看的 就是蓝星姑娘 红方不怀好意地插话 何小乔嘴角抽抽了下 转头瞪向红方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 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69集 蝴蝶香 黑道纳闷地问了句 蓝星姑娘是谁啊 红方黑黑一笑 唯恐天下不乱 蓝星姑娘是京城第一话魁 一红院的头派姑娘 她可是公认的京城最好看的女人 什么 黑道愣了下 随即脸色大变 怎么可能有人 能好看得过秘密 难不成 没有难不成 见她 见她双眼瞪的老大 和小桥连忙安抚的 你跟你未婚妻 不是才十三两个多月吗 而据我所知 蓝星姑娘可是一年前就在这里 所以肯定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也觉得不是这样 秘密不是那样的人 黑道松了口气 这件事就这么结过了 没人敢再提 大伙都安静下来继续吃饭 有红方跟黑刀这两个战斗力超强的人在 三十个包子很快就结局完了 于是何小桥又招手 让店老板送了一盘过来 黑刀感激地看了何小桥一眼 什么都没说 拿起包子继续往肚子里填 气氛一时有些冷 已经吃饱了的何小桥 捧着面摊老板娘免费赠送的热汤 一口一口地喝着 目光落到黑刀背后 肚子里的好奇宝宝又开始闹腾起来 你背后背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一直背着不觉得难受吗 你说天国 黑刀顿了一下 反手碰了碰 黑色布条缠着的巨大包裹 兵器就是侠客的伙伴 背着怎么会觉得难受呢 你的兵器叫天国 听说是兵器 何小桥兴奋的脸上 简直能放出光来 我能看看吗 当然可以 黑刀点了点头 站起身将背后的包裹卸下 拆掉粗布条露出里面的东西来 那是一把巨大又诡异的刀 刀柄做成骷髅的形状 骷髅的鼻孔上挂着个硕大的铜环 刀身很宽阔 大约有三十厘米 通体呈黑色 只有两指宽的刀背上有一条耀眼的金线 穿着怪模怪样 又带着这么大一把兵器 无怪乎人家官兵要随时盯着他看了 天国可独一无二的 黑刀眼里闪过温柔的光芒 单手提着那把名为天国的大刀比划了下 寒光闪闪的刀尖在青石板上划过 火花四射过后 一道深深的刀痕立刻显现出来 周围的人见状都惊呆了 包子弟老板等即抱着头 惊恐地躲到了椅子下 其他客人则是尖叫着四散逃窜 见刚才一直跟在他们后面的官差 已经朝这边赶了过来 何小乔连忙示意他收起刀 向跟自己离开 黑刀显然也看到那些一路跟着自己的人了 眉头一皱 行动迅速地重新将天国打包好 二话不说跟在何小乔身后 往最近的小巷子里钻去 好了 现在他们应该追不上了 一直跑出好几条街远 何小乔这才是一大伙停下 自己扶着墙面猛喘气 太久没运动 才跑这么一段路身体就有点吃不消了 反观其他三人 脸不红气不喘 模样悠闲得就像刚散完步回来似的 果然有功夫底子 就是不一样 真是让人嫉妒 今天真是多谢几位了 黑刀转头看了一眼 随即转过身 朝何小乔三人抱拳说道 大安大德 黑刀改日再报 不用客气 何小乔有气无力地挥了挥手 单手插腰 勉强挺直了呗 刚才拿了你的蝴蝶香 我都还没报答你呢 何兄弟客气了 不过是三颗不值钱的小东西罢了 又不能当饭吃 不值一提 黑刀哈哈一笑 是手将那把巨大的天国又挂到背后 好了 趁着现在天色还没暗 我还要继续去找我的未婚妻 几位 就此别过 等等 何小乔像是想到了什么 连忙喊住他 黑刀又转了回来 眼里闪过疑惑 何兄弟还有事 你不是说银子掉了吗 没有银子 接下来你要怎么生活 何小乔说着 据下荷包 把里面的几十两银子 全都一股脑袋塞给他 我身上就剩下这些了 你先拿着 好歹能买些吃的 何兄弟 这 黑刀看着手里的银子 有一瞬间的愕然 随即感动得无以复加 没想到不过是一面之缘 何小乔居然能想得如此周全 甚至直接倾囊相受 这个朋友值得交 多谢何兄弟慷慨相助 今日这些银子 我黑刀日后 定当加倍奉还 黑刀双手抱拳 往何小乔的方向 深深弯了下腰 以后 若用得找我的地方 还请何兄弟 直言不要客气 消失一场 自然是能帮就帮 银子只是小意思 不必计划 而且我现在 也不太需要什么帮助 何小乔想了想 开玩笑似的补充了一句 当然 如果以后路上 遇到身上有蝴蝶香的人遇险 还请黑刀 你不利于伸手帮上一把 这个当然没问题 黑刀顶着头 右手握拳靠在左胸上 神情严肃地说道 我黑刀发誓 以后若是遇到身上 有蝴蝶香的人遇险 不论是敌是友 一定竭尽全力帮忙 既然又说了一会儿话 黑刀便心急火燎地 踏上了寻妻之路 何小乔他们在街上 买了做红烧肉的材料 也慢悠悠地 转回王府去了 回到屋里后 何小乔将从黑刀那里 要来的蝴蝶香 随意找个地方放着 之后便匆匆忙忙地 到厨房里准备晚饭去了 至于跟黑刀的约定 他更是没当回事 当时以为只是开玩笑一样 说过就忘 却没想到 在以后的某一天 这个约定真的救了 江峰浩一命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现在的何小乔 还在王府里洗手做汤羹 努力学着当个贤区良母 而江峰浩 依旧臭着脸 奔波在 看望自家师傅的路上 谁都没有预言能力 能看到将来 不过好在 黑刀许下的这个诺言 还是有效的 本集完 您给我点瓶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 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70集 翻墙怡红院 何小乔早上去厨房里 开烟黄瓜 做好了没有的时候 发现案板上 不知道是谁 送来了几节 只有成人巴掌大小的莲藕 莲藕上的淤泥 已经清洗干净 一节挨着一节 躲在菜叶下 白胖水灵得很是可爱 彩莲见她盯着看 便告诉她 这是洪芳在街上买的 看着稀奇 而且听人说 煮了吃味道很不错 所以便直接送到厨房来了 呃 何小乔真不知道 应该夸洪芳 孝顺懂事呢 还是该骂她 只长了痴心眼 不过这个误导不撞 倒是很让她满意 之前她还在想着 过年要做些什么 糖果灵泽 现在倒是有了材料了 莲藕片 蘸上糖霜 做成桂花糖莲藕 好吃又耐储存 怎么想 怎么觉得怀念 另外莲藕 还能做成凉拌藕片 酥炸藕盒 米汁糯米藕 椒盐藕 夹等等 家常菜 冬天端上一碗 热腾腾的莲藕排骨汤 撒上香葱圆碎 味道喷儿香 好吃的 让人恨不得 连舌头都一起 吞下去 总之 红芳把莲藕买回来 送到厨房这事 还是值得夸奖的 厨房里前几日 做了烟黄瓜 已经做好了 和烟萝卜拌在一起 吃起来又辣又脆 终是昨天晚上 做完红烧肉后 装在瓦罐里 埋进灶糖 利用余温熬出来的 比丹丹加水 在大锅里煮的 更香更糯 何小乔在厨房里 简单收拾了一番 菜莲跟索儿帮着 唠了几个玉米饼 主步三人连同 红芳白手 将分吃得一干二净 红芳还直嚷嚷着 说烟黄瓜好吃 可连细细地求何小乔 以后一定要教教自己的 媳妇是怎么做出来的 被白手毫不留情地 吐槽了一句 先找到媳妇再说 那粘头粘脑的模样 逗得所有人都乐了 晚上吃过饭 何小乔习惯性的 又是一身男装打扮 贴上假猴截 磨了折扇就走 趁着现在天气好 他们还得去医护院 看热闹呢 为了避免待会儿 混进去之后 有人起疑 所以红芳跟白手两人 也都被勒令 不准穿短打 白手没有二话 混了一身 衣角绣着翠竹的 黑色长袍 头戴玉冠 腰束玉戴 再加上那张 没有表情的俊脸 往街上一站 回头率绝对的百分百 红芳是个大老粗 别扭了好久 找到一身 不知道多少年做的 早就已经发黄的 长袍穿上 何小乔先是看他 乱糟糟的大胡子 再瞅瞅那身 完全不搭尬的长袍 当场就不厚道的笑了 最后还是在路上找了家 成衣铺 让店老板重新给他找了一件 藏青色的幻赏 这才感觉正常了些 红芳摸着新衣服 感觉是既别扭又满足 自打搁了何小乔 火车质量提高了不止一个档次 连生活水准也跟着往上 哗哗的涨 红芳不知道白手心里是怎么想的 总之他自己很庆幸 还好被调回来的人是他 而不是胡青那只老狐狸 不然哪有这等滋润的好日子过 今天好像有点冷清 何小乔左右看了看 皱皱眉嘟囔着 虽说街上行人不算少 可是比起昨天来就有点不够看了 现在街上除了做买卖的小摊上还有人 其他大多是晚了发际的妇人和小孩 男人根本看不到几个 红芳也在纳闷 还是白手一句话道出了真相 那些人都在一红院门口 日子过得太无聊 就算没那个资格进门看现场 在外头站个靠近的位置听听几时八卦也很过眼 于是何小乔跟红芳瞬间大悟 兰心还真是那么的好本事 到哪都能引得万人空向啊 信不得到芝兰街 身边经过的人开始多了起来 到怡红院门口就只能用人潮如涌来形容 今天的怡红院整修过了 门口张灯结彩 喜气洋洋 距离门口三米远的地方 有好几名壮汉集体站着 圈出一个距离 不让看热闹的群众 站了给客人行走的车道 跨着篮子 叫卖瓜子 和桃点心的精明小贩 穿梭在人群中 不时吆喝上两句 整条吃篮街人生典费 比过年过节看大戏还热闹 何小乔站在一旁看了话 直接招呼红方白嫂往后巷走去 爬墙嘛 当然不能走这么了 怡红院占地颇大 四合院一样的双层高楼 群出了中间天井 除去主牢 后院也相当的开阔 石桌石椅和秋青架都一应俱全 靠近院墙的地方 种了一排长青树 即使在这种冷天下 也依旧知凡夜貌 白首提去跳上墙壁 见后院的门敞着 一辆载着好十来个 坛子的牛车停在门口 两个归奴打扮的男人 双手插在袖子里 手在门口 一边跺着脚取暖 一边高声吆喝着 让来送酒水吃吃的人 赶快把东西搬进门里 怎么样 能溜进去吗 何小乔蹲在墙边 抬头看向白首 墙上问道 没问题 白首从墙上跳下来 用手拍拍衣服下摆 现在手门那两个 都在盯着门口 其他人在厨房里 我们只要从厨房另边绕过去 就能进入主楼了 那还等什么 赶快走吧 何小乔心下一喜 将折扇插在腰带上 站到红方跟白首两人中间 张开双臂手的 按原定计划行事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71集 翻墙移红院 红方跟白首对视一眼 一人一边架起和小小的胳膊 脚下同时用力 轻飘飘地直接从墙上翻了过去 再悄无声息地落到后院里 那两个闺奴还在门口骂骂咧咧的 偶尔有一两个厨娘模样的女人 出来打水洗菜洗锅 从厨房边上让了过去 何小乔黑黑笑得得意 躲开折扇 大摇大摆地买着八字布 越过平日里供一红院姑娘们住的地方 走向主楼 因为要装有钱人 所以红方跟白首都没带兵器 倒是被何小乔威胁着 人手一把折扇 白首没有拿着扇子装的爱好 所以只把折扇拿在手里 背着手 目不斜式地跟在何小乔身边 红方见何小乔拿扇子扇得欢 自己也笨拙地把折扇拿了起来 学着他的模样甩了甩 一次没甩开 皱着眉又拉了回去 继续甩 谁知道一不小心用力太大 着扇脱手而出 啪的一下 重重脚在不远处 一个正和别人说话的中年胖子头上 那胖子嗷了一声 捂着脑袋回头来看 就是一声破口大骂 哪个王八蛋杂老子 旁边的人都跟着看了过来 红方连忙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 左右看了看 连折扇也顾不得拿了 二话不说 朝何小乔那边跟了过去 一红院的主楼很是开阔 中间有很大一块地方是没有二层的 一眼望去就能看到屋顶的横梁 梁上挂着红红绿绿的飘带 成环状的二楼分出了许多包间 四面有回廊可以通行 回廊边上装有雕刻精美的围栏 两架带着转折的红色宽梯 分布两边衔接楼上楼下 正对着门口的地方设有一个半米高的表演场地 台上铺着红毯 几名院师站去了灯光交暗的地方 吹吹打打 一楼大厅里人很多 都是各自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 手里端着酒杯谈笑风声 有各别男人身边还揽着一个到两个花枝招展的年轻姑娘 让那些姑娘们打情骂俏似的喂上一杯酒 沉上两句 就觉得全身骨头都麻酥酥的 恨不能成全了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这句话 终于一片婴声艳雨 何小乔歪着头在旁边看得起信 正摩拳擦掌 准备也去试试微香软玉抱怀的感觉 没想到刚迈出不到两步 一个比自己高了大半个头的女人 突然窜了出来 二话不说 甩着手绢就上来招呼的 哈哈哈哈 有 三位公子长得可真俊呢 哈哈哈哈 说这话的时候 还特别看了洪方一眼 朝他抛弃一个含糖量十足的魅雅 洪方脸色苍白反应无能 何小乔抬头一看 差点没让来人那张条色牌一样 浓妆艳抹的脸给吓到 就连白手都忍不住倒抽口气 这长相也太挑战人的心理底线了 徐娘半老又满头周翠的女人 见他们三个瞪大了眼 突然像是明白了什么似的 无比娇羞的用手摸了摸脸 随后又拿香的让人打喷嚏的手绢 往何小乔面前引挥 讨厌 干嘛这么直勾勾的看着人家 白手那张酷脸瞬间崩裂 胡方则是当场吉林林打了个冷战 何小乔则是一副挖到宝的惊喜表情 简直恨不能冲上去紧紧握走她的双手 这位大 姑娘 请问您贵姓 真人版的石榴甲 多么让人感动于怀念齐飞的相遇 大概是从何小乔惊喜的模样里 得到了对自己外貌的肯定和满足 浓妆艳抹的女人忍不住咯咯笑起来 三位公子是头一次来吧 要是以前来过 肯定知道我春十三娘的名号啊 春十三娘 好名字 好名字 何小乔回忆呵呵一笑 春十三娘见状又挥着手绢说道 别人都喊我十三娘 你们也这么喊我就成 十三娘 何小乔立刻从善如流地喊了句 哎 春十三娘喜滋滋地侧过身 拉着何小乔到一旁的椅子上 把她按坐在椅子上 一边拉过了嗓门喊道 银花儿 银花儿 你这丫头又跑哪儿去了 还不快给客人们把好酒好菜端上来 知道了 十三娘 门帘后 有个模样颇为娇俏的年轻姑娘 叹出头来 脆声声地应了声 不多时 便端了个托盘上来 将一壶酒 并两盘子小菜 放到桌面上 三位公子请慢用 多敬意花姑娘 何小乔朝她点了点头 那姑娘似乎有些赫然 飞快地看了何小乔一眼 回忆一个善意的微笑便退下了 公子您真是客气 春十三娘笑着说道 因为脸上涂得粉太厚 这一下把眼角的皱纹都逼出来了 看起来比之前更为吓人 要不是一红院里灯光够足 怕不是人人都以为活见鬼了 来来来 你们先坐着 让十三娘我给你们招几位姑娘过来作陪 保管个个温柔又好看 春十三娘说着 又拉高嗓门喊了去了 牡丹 桂枝 丁香 还不快过来陪几位公子说说话 来了 不远处三位打扮的艳丽妖娃的姑娘笑嘻嘻地应了声 扭着小妖风情万种地朝这边走了过来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72集 抢袖球 这是十年沉酿的莲花白 漱口很是香醇 公子 上牡丹敬你一杯吧 白首一副坐怀不乱的模样 完全无视了身边人风情万种的羡媚 一直得不到回应的牡丹有些尴尬 过了一会儿 又端起笑脸 柔柔无骨的 趴到白首肩膀上 吐气如蓝的唤了声 公子 白首淡定的 推开他拿着酒杯的手 眉头皱了皱 有些不耐烦的说道 我不喝酒 旁边正在啃着鸡腿的何小乔 瞥他一眼 刚想开口 束缚他别那么不解风情 那边牡丹眼珠子就转了转 突然将手一松 眼看着杯子里的酒水就要倒到白首大腿出 白首神情不变 数得站起来躲过了 而原本扒在他肩上的牡丹也因重心不稳 尖叫一声狼狈地跌坐在地 周围的人都被那一声尖叫吸引过来 何小乔眉头皱了下 见白首还是酷着脸不为所动 脸盲换一脸心疼模样 走过去伸手 把牡丹拉了起来 牡丹姑娘 没摔着哪儿吧 没事 牡丹不胜娇弱地扶着何小乔的手 重新坐回去 眼里还泛着泪花 拿手绢按着眼角 刚才是牡丹一时失误 还好没弄脏公子的衣服 不然牡丹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何小乔眼神闪了闪 笑道 我这位兄弟是第一次了 突然看到像牡丹姑娘这样的美人 难免会有点失神紧张 牡丹姑娘千万别跟她计较 说着话又看向白首 后者倒也很配合 冷着脸抱拳的 刚才抱歉了 牡丹原本就让何小乔一息话 哄得重新笑开 现在见白首也道了歉 并不好再说什么 何小乔又斜向着 在她下巴上摸了一把 牡丹便柔柔地靠了过去 重新端起酒杯 想要喂她喝酒 白首才刚松了口气 一见这情况又开始捧着脸 想把牡丹给丢出去 何小乔根本不会喝酒 再让这女人喂下去 要是醉倒了还了得 这样一想 就转头想去喊红方 结果却见她浑身僵硬地坐在那 动都不敢动一下 让身边那个叫桂枝的姑娘 一杯接一杯地灌着酒 脸色涨得通红 显然也有点不知所措 哦 看来这一个也靠不上了 不过好在何小乔机里 也知道自己喝不得酒 所以喝了两口以后 便以胃不舒服为药 让人到厨房 重新换了一壶热茶出来 三人坐了一会儿 大厅里的人越来越多 几壶京城里 能说得出名的达官贵人 都到场了 大家见了一面 开始是有点尴尬 寒暄两句 转过头就是一副不屑的模样 听旁边的人说 蓝星姑娘已经准备要出来 何小乔便给那三个姑娘 一人一块碎银子 把他们打发走了 等那三位姑娘 欢欢喜喜地离去 何小乔便用手抵着下巴 大趣地看着红芳 哎 第四个姑娘靠这么紧 有什么感觉没有 总算松了口气的红芳 依旧红着脸 我这胸口喘了好一会儿 才抹掉额上热出的汗 结结巴巴地说道 太太娘的刺激了 何小乔差点没笑差气 就连白手都忍不住跟着摇头 不过被人喂了酒而已 用得着那么激动吗 瞧着出息 今天到场的基本都是大户人家 人人都耗面子 所以即便人多 却也没有出现闹哄哄的争吵场面 大家都只是安静地找个地方坐着 要不就找自己有意攀截的人恭维两句 差不多过了一炷香的时间 站在门口的闺奴将名单核对了下 确认该来的人都来了 随即让人把门关上 台子上的乐师停下演奏 已经换了身衣服的 怡红院保姆春时三娘 摔着手绢走到台子中央 面带笑容地拍了几下掌 各位各位 安静你一下 先听我说 见所有人都停下交谈 看向台子的方向 春时三娘满意地笑了起来 各位老爷 各位公子 让大家久等了 现在咱们蓝星姑娘呢 已经做好准备 等她上了二楼 各位就可以开始抢锈球了 好 已经自发汇聚到台群的达官贵人 纷纷出声叫好 二楼的回廊上 便有人高声喊道 从咋等到现在 十三娘你倒是快让蓝星姑娘出来啊 咱们可都等急了 哎呀 别急别急嘛 春时三娘挥着手绢称了一句 蓝星姑娘这会儿啊 应该已经到楼上了 马上就会和大家见面 大伙都别急呀 哎就是啊 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都等了这么久了 也不在乎多等一会儿 这边话音刚落 那边有人笑着说道 何小乔抬眼看过去 竟说话的是个长相颇为儒雅的中年男人 不由撇了撇嘴 亏了那一身书卷气 长得这么正牌 居然也到青楼来 也不知道这人到底什么身份 来了来了 蓝星姑娘出来啊 前方突然有人激动的喊了声 此话一出 楼上楼下瞬间都沸腾了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回家吃饭 作者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73集 抢锈球 蓝星姑娘 蓝星姑娘 何小乔也跟着抬头往上看 就见表演 抬着往上的二楼 一将用屏风 刻意隔开的厢房门 已经被打开了 两个挽着双压计的小丫鬟 提着熏香的香炉 掀出了门 随后一道鲜细的身影 也慢慢地 从门内走了出来 一身飘逸出尘的白衣 无法挽起 盘了个精致的飞天计 脸上依旧蒙着薄纱 只轮一双盈盈美目在外 顾盼生辉 蓝星姑娘 蓝星姑娘 底下喊叫声 越发响亮起来 春十三娘连梦伸手 示意他们安静下来 大家静一静 静一静 见底下 勉强安静下来 春十三娘 才又笑着说道 大伙别急 马上就抛锈球了 现在我们蓝星姑娘 要先敬大家一杯 来人呐 把酒端上来 春十三娘拍了拍手 话音刚落 立马就有小丫鬟 端了托盘 把酒水送了上来 何小潇三人 也顺手拿了一杯 楼上那位 一直装神秘的蓝星姑娘 从丫鬟手中 接过酒杯 美目往楼下一转 声音仿若 黄鹰出谷一般动听 今日多谢各位到场 蓝星敬各位一杯 愿各位福寿安康 心想事成 蓝星先干为敬 说着话 将指着酒杯的手 探尽薄杀之下 微扬起头 一口喝光杯中水酒 随即将杯子倒扣 朝向众人的方向 请 请 龙下等候的众人 听到这里 都分外热血沸腾 二话不说 将酒饮尽 再与他做出同样的姿势 以示尊重 红方也是如出一辙 白手则是老早 就将酒喝光了 至于何小强 他无意喝那些希腊的白酒 只是象征性的 用杯眼碰碰嘴唇 哈哈哈哈 好 春时三娘喜笑颜开地喊了声 又转过去看了蓝星一眼 后者朝他点了下头 便又转回身大声喊道 各位 酒也喝过了 人也看见了 接下来 就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让我们有请蓝星姑娘 把绣球泡下来 最后一句话 无疑又成功地点燃了众人的情绪 楼上楼下再次不约而同地沸腾起来 泡小强 泡小强 有人过来将何小强一行请到边上 一边解释 说那些留下来的 都是预先交了两千两白银的人 能抢绣球的就只有他们 还请其他人给他们腾出空间 何小强耸了耸肩 表示自己能理解 转过头 却偷偷跟红方和白手两人说道 大伙绣球一丢下来 肯定会有人趁火打劫 你们两个要看好机会去抢 就算抢不到 也一定不能让绣球太早被人抢了去 明白吗 明白 姑娘 这边楼下还在闹哄哄 那边楼上小丫鬟 已经手捧着托盘 送上坠满流缩的大红绣球 蓝星只是微微侧头看了一下 眼里闪过复杂的光芒 犹豫了好一会儿 才伸出鲜鲜玉手 将那个绣球捧了起来 楼下等候的众多权贵 都屏住了呼吸 不由自主地伸出双手 一副势在必得的模样 何小乔背靠一个狼柱 舒服地站着 双手还胸 用折扇轻拍着下巴 眼里满是欣慰 看来这个蓝星姑娘 应该是个有故事的人 或许是心里早就有了喜欢的人 却迫于压力 无法相少 不然去拿绣球的时候 也不会眼里 有不尽的无奈和忧伤 这样的狗血情节 在电视剧和小说里 并不少见 蓝星捧着绣球 往前走了两步 站在围栏旁边 微微举高手 露出一截浩腕 目光盈盈地往底下 等着抢绣球的那些男人脸上 看了一圈 底下立刻有人高声喊道 蓝星姑娘 看这边 这边 不对 是往这里扔 往这里扔才对啊 蓝星看着楼下 互相推挤的人群 垂下长劫 眼掉眼里的失落和厌恶 闭了闭眼 一抬手 将绣球往前推了出去 大红绣球在空中滑过 这一瞬间 空气好像都静止了一般 直到那绣球落到人群中 才再次油炸开了锅一样 沸腾去了 我抢的绣球了 我的 是我的 差点就扭打成一团的人群 突然有人高声喊道 结果还没等大伙 看清楚说话的是谁 那红色的绣球 就再一次高高的飞了去了 同时有人呸了一声 呸 什么你呢 那是老子的 眼见的绣球在空中 不断地飞来飞去 始终没个着落点 被拦着 站在两边看热闹的人群 也都开始激动起来 就连看台上的春十三娘 都忍不住拽紧了手卷 反倒是身为世界女主角的 来心 一副漠不关心的模样 仿佛那绣球落到谁的手中 对她而言 根本没有半点关系 何小桥心里 不由对她更好奇了几分 那边抢夺绣球大战 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 眼见周围的人 都已经开始忍不住 推挤着 由十来名大汉 一起手拉手 搭建起来的临时封条 白手撇了还在空中 乱飞的绣球一眼 看准机会 将手中的花生米 急射出去 正好撞在 刚要再次飞起来的绣球上 那绣球滴溜溜地转了个身 姿态优美地 划出一条高高的抛物线 眼看着就要往无人处落下 绣球要掉到地上了 快抢啊 也不知道是谁带头喊了一声 被困在两边 只能看热闹的人 再也忍不住了 推开那些护院 就往大厅中间冲过去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其他人立刻也跟着冲了下来 大伙一窝蜂似的冲进了战局 连那些正陪着客人的一护院姑娘 也被迫拉下场去凑热闹 现场闹哄哄一片 就差没闹得人养马翻 鸡飞狗跳 春十三娘健壮急得不得了 也顾不得继续在台上站着了 挥着手绢开始跳脚 直至那些护院高声尖叫 哎呀 还傻站着干什么 快把绣球给我抢回来呀 哎呀 乱套了乱套了 全都乱套了 站在楼上的蓝仙 虽然也有些错愕 不过很快便平静下来 低声对楼下说道 十三娘不必了 让他们去抢吧 那怎么可以 他们中有些 可是只交了三百两入场费而已 并没有抢绣球的资格 春十三娘说着 便将手帕往绣口一塞 亲自往人群里挤了过去 哎呀 都停一停停一停 大伙儿听我说 听我说 先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 这一次不算 我们要重新 声音逐渐被别人起哄的声音掩盖下去 何小桥勾唇一笑 抬头看一眼 毫无半点焦急神色的蓝星 用手推了下还木认地站在原地的红方 示意她赶快也过去玩一玩 赶快把绣球抢回来 说不定今天这里最好看的姑娘就属于你了 红方却依旧愣着没动 好半赏才跟着脖子 张红了脸 吭吃倒 王妃 我不敢 何小桥一口茶全喷了出来 差点没呛个半死 你 你 这有什么好不敢的 只是想个绣球 又不是让你上断头台 恨铁不成钢的瞪她半上 何小桥获得转向白手 白手 你去 白手很淡定地双手抱胸摇了摇头 目光始终没离开过 隔壁桌那盘造型精致的梅花糕 我对那女人没兴趣 嗯 何小桥嘴角不由地抽抽了下 放着大好的美人不去看 偏只盯着田时看 这家伙对唐芬的执着 简直到了走火肉魔的地步 哎哟呗 差点急死小爷了 一条狼狈的身影 从人群里艰难的挤了出来 还来不及喘气 便先用手 理了理有些乱的头发 随即又回过头去 双手差腰 不愤地朝人群竖起一根中指 挤挤挤挤 挤什么挤 不过是个小美人 这么多人抢着 你还不稀罕了 哎 何小桥扑斥一下笑出声 这人还真有意思 嘿嘿 大概是没想到 自己一方马后炮的动作 会被人看到 那个长相有些女气的家伙 尴尬地笑了笑 见何小桥三人 只是站在旁边看着 并不参与抢袖球 于是便好奇地凑过来 相当自来熟地 做了个自我介绍 我叫唐初 荒唐的唐 初一十五的初 你呢 个性十足地自我介绍 让何小桥备有好感 当即也笑着揍出回应 我秀何 何小桥 小桥 唐初摸着下巴 琢磨了下 嘿嘿 你这名字真像个娘们 彼此彼此 何小桥笑了笑 目光在她耳朵和脖子上 溜了一圈 心领神会地眯了眯眼 不客气地反击回去 名字娘妈 总比你长相娘们来得好 你也觉得我长得像娘们 唐初立刻伸手捂住脸颊 一脸惊恐地 摸了摸白嫩的脸皮 等看到何小桥脸上 细续地笑之后 又开始跳脚 不对 你才娘们 小爷我可是真汉子 真汉子可不会像女人一样 一发怒就跳脚怒骂 何小桥再次不客气地指出 而且声音也不会像你那么尖 唐初脸上一惊 随即又欲盖迷章地咳了两声 小爷我只是最近有些上火 所以声音才有些不同罢了 何小桥怂怂肩 好吧 我相信你是上火了 并不是你把男装混进来的 你说什么 唐初大惊失色 声音比原来又拔尖了些 你 你是怎么看出 后面的话总算后知后觉地 自己吞了回去 但立在一旁的红方跟白嫂 连通何小桥可都听了个一清二楚 没有啊 我们什么都没看出来 何小桥将两手一摊 笑得非常无辜 唐初淹了下 见何小桥笑眯眯地盯着他看 不由心虚地摸了摸鼻子 哼 反正你们什么都不准说 小爷我没空陪你们玩 我要找东西吃去了 话说完 又格外刚傲地甩了下头发 脚底抹油飞快地朝别的方向 溜了过去 唐初的出现只是个小插曲 何小桥并没有多留意 笑过之后又将注意力放回到大厅中间 看了一眼还没着落的绣球 招招手让白嫂复耳过去 嘀嘀咕咕说了一头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75集 花落谁家 白首听完她的话 微微点了下头 走前两步 重新在桌上捡了一颗花生米捏着 眯着眼看向盘旋的绣球 一边计算着出手的最佳时机 不过 还没等她有机会出手 那颗绣球却突然像长了脚一般 在人群里蹦了两蹦 突然猛地拔高跳到半空 随后以一种相当诡异的飞行方式 往楼上一间大厂的包间飞了进去 绣球在楼上 赶快去捡 众人闹哄哄地挤着一团 正要冲上楼去继续抢 去见那大厂的门里 突然走出来一位面生的年轻男人 手里用托盘 拖着那颗已经被众人摧残的 看不出原本不样的绣球 何小乔不由挑了挑眉 扳手便低声给她解释 这里还有别的练甲子 恐怕刚才就是他们出手的 先看下去 何小乔兴威十足地 掌了张椅子远远地坐下 打算看完后续发展再做评论 原本还在哄抢绣球的人群 瞬间冷静下来 春十三娘劈头散发地 从人群中挤了出来 既绣球已经被捡到了 脸色就有些发黑 脸盲出声说道 哎呀 这位公子 麻烦你把绣球还回来 刚才那个不 各位 拿着绣球的年轻男人 丝毫没有理会春十三娘的话 甚至连看也不看她一眼 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底下 神情有些茫然的众人 公事化地宣布道 孝秋秉承天已落到了 我们家公子手中 我们家公子就是蓝星姑娘 要选的人 为了感谢各位促成这段良缘 我们少爷说 今天晚上大伙的酒钱 全都由他保了 另外再出十万两银子 赠予蓝星姑娘 此话一出 全场哗然 春十三娘 嘎巴嘎巴嘴 心里对那十万两银子 着实有些心动 却要有些拿不定主意 只好回头去看蓝星 后者沉默了下 随即点了点头 又朝着对面 俯了俯身 轻声道 说此 奴家便谢过公子 底下的人听到这话 简直各种激动 有好几个人 更是摩群擦掌 恨不能冲上去 把那个幸运的家伙 揍上一顿 泄愤 请容奴家先行告退 今夜子时 奴家会在房中略被薄酒 等待公子到来 蓝星略有些冷淡的僵话说完 又俯了下身子 看一不看对面一眼 转身在贴身压棍的搀扶下 又回到了房里 听他这么一说 那就是同意了 此次引起广泛观众的抛锈球招呼活动 总算可以就此圆满结束 于是春十三娘便喜笑颜开地举高双手 重新爬回到台上 高声宣布的 各位各位 我们今天晚上抛锈球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能获得我们家蓝星姑娘尾身相陪的 就是那边楼上那位小哥家的公子 这话一出口 底下众人反应各一 有人遗憾 有人唏嘘 有人是跟着瞎起哄的 还有人愤愤不平地跳出来维护正义 十三娘 里面的人是谁你都还不知道呢 我们可是交了两千两银票才有机会过来抢锈球的 你说锈球是他的就是他的 他有那个资格吗 对对 要看看交钱了没有 没交钱的就不能算 我们公子两天前就已经预先交了五千两银子 不信可以请宝妈妈看看参选名单 是不是有位无极公子交了这么多银子 楼上代表发言的年轻男人脸色不变 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春十三娘便连忙命人把参选名单拿了过来 子讯一对 还真在上面看到了这个名字 有了有了 就是这儿 无极公子的参选保证金一共是五千两 没错 既然锈球已经被抢到 人家也完全拥有参赛资格 这事情便立刻变得明朗而合理 没有抢到锈球的人 除了朝楼上那个好命的家伙 竖起终止骂上一声 踩了狗屎运的王八蛋 表示一下内心的愤慨 也就没有别的能做的了 当下各自散开 有女人陪着的继续回去喝酒调情 美女人陪着的就甩了袖子走出院门各回各家 又那好奇心重的还在原地等着 看到底是谁那么好福气 今晚能抱得美人归 可是等了将近半个时辰 包间里的人始终没有露面 等着看稀奇的人也渐渐没了兴致 各自埋头做自己的事去了 和小乔张开双手伸了个懒腰 也没了继续等下去的欲望 现在已经很晚了 还是回去睡觉实在 至于那房间里的神秘公子到底是谁 以后总会知晓 也不在乎这一时半刻 哦 好戏看完了 我们也回去吧 走出怡红院大门的时候 何小乔又回头看了眼 里面的纸醉金迷灯红柳绿 心里却不由得想起了昨天停在斜对面的蓝色轿子 也不知道上官允今天到底有没有出现 是依旧默默地在门口看着 鼓足不前身藏满腔爱意 还是干脆就在家里眼不见违禁 再或许 那包厢里的神秘人就是他也说不定 摇了摇头 笑自己想得太多 何小乔用手紧了紧衣领 开始后悔 之前为了方便没有多待见斗篷出来 这下肯要一路顶着寒风冻着回去了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76集 倔强 男性一直在房里安静地坐着 沐浴完毕 只披着一件薄薄的纱衣 神经有些漠然的 裹着斗篷坐在同镜前 让贴身丫鬟给他擦拭着一头如铺长发 同镜里映出一张不太清晰的脸 弯弯的柳眉 细长微调的凤眼 卵鼻高挺 唇乳点将 小姐 你真好看 小丫鬟看着童镜里的倒影探道 手里拿着干净的手帕 小心翼翼地将微湿的黑发一点点分开 洗掉水分 好看又有什么用 还不是 全部都有老天摆布吗 男性默默地伸手 摸了摸自己的脸庞 目光显得有些空洞 小丫鬟便没敢再说下去 怕惹她不高兴 屋子里一时有些沉默 直到门上响了两下 有人推开门走了进来 心儿 依旧浓妆淹没的春十三娘 扭着腰走进门内 身后跟着捧了托盘 有些心不在焉的银花 听到声响 蓝心抬起头 目光朝镜子里一看 站在她身后的小丫鬟立刻灰意 联盟伸手扶了她一把 再转身一同看一下门口 十三娘 轻声唤了一句 蓝心勉强笑了笑 你怎么来了 银花这丫头要送酒过来 正好我也有点事想跟你说 就一起过来看看 春十三娘笑眯了眼 上前抓住蓝心的手 拉着她到桌边坐下 银花也朝蓝心点了点头 目不吭声地将酒壶酒杯 一同摆到桌面上 随后又安静地退了出去 春十三娘见状 朝小丫鬟挥了挥手 小月 你也出去吧 铭叫小月的丫鬟 下意识地看向蓝心 见她微微点了下头 这才抚了抚身子 应了一声便退了下去 临走不望江门河上 劲直地守在门口 现在没有别人了 十三娘有什么事 尽快说吧 蓝心低声说道 脸上波澜不腥 我知道 你并不是真心想把自己的身子交出去 既然没有外人在场 春十三娘也就直接开门见山 星儿 如果你不愿意呢 现在后悔还是来得及的 十三娘 蓝心有些愕然的抬眼 见春十三娘正一脸疼惜地看着她 比较一酸 眼里便泛出了泪光 好半赏才轻轻摇了摇头 十三娘 答应便是答应了 蓝心儿 不后悔 你别觉得对不住我 我也是过来人 你心里有人我是知道的 将心比心 当年的我也比别人都渴望 能清清白白地嫁给心上人 可惜最后 还是迫不得已 哎 罢了罢了 不说这些老话了 你呢 是我看着一路走过来的 只要你不愿意呀 十三娘就帮你去说 一定把这件事给推了 十三娘 蓝心听她这么一说 也知道她是真心为自己着想 心里扛不住的难受 再也忍不住一把扑到她怀里 更一直说道 这一年多以来 你一直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 对待星儿 星儿心里一直都明白 今天的事情 我已经考虑了许久 我不想反悔 也没有拒绝的余地 她身上 紧紧抓住 春十三娘的衣袖 就像抓住 救命稻草一般 蓝心咬着嘴唇 放任自己 宣泄心里的苦闷 十三娘 谢谢你 要不是你来看我 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办才好 傻姑娘 说什么谢不谢的 你都说 我把你当亲闺女一样看待了 又有哪个当娘的 不疼自己的闺女呢 春十三娘感慨地说道 伸手摸了摸她柔软的长发 神情很是温和慈祥 完全不似一圈的风骚势力 蓝心只是将头 靠在春十三娘腿上 轻轻戳去着 没有出声 从决定抛绣球的时候 她心里就一直都在害怕 害怕没了清白身子以后 要怎么过 害怕过了今夜 就什么都回不去了 再也没有脸面 去见心中那个人 可是这时候 根本不容她去多想 走到这一步 她已经没有回头的余地了 现在她能做的 只有咬着牙忍下去 直到那个人 能达成愿望 直到那一天 那时候 她应该就能够自由了 想到一片空白的未来 蓝心心中苦楚 泪水又忍不住 从脸上滑落 将春十三娘的衣裳 紧湿了大片 好了好了 十三娘懂你的心思 快别哭了 仔细眼睛受不了 春十三娘掏出手绢 轻轻地替她擦掉脸上的泪水 又是心疼 又想叹气 既然已经决定了 那就勇敢地走下去 过了今晚啊 你还是我们 怡红院的花魁蓝心姑娘 还是我春十三娘的好闺女 说完话 又轻拍着她的后背 给她顺气 以便低声哄道 唉 别怕 啊 在她的开导下 蓝心总算收拾好了自己的情绪 十三娘不用担心 星儿知道该怎么做 你能想开啊 那就最好了 见她脸上总算多了丝笑模样 春十三娘也跟着松了口气 看看你 好好地把眼睛都哭肿了 今天怎么说 也算是你的好日子 当然要漂漂亮亮的才行啊 拿手绢在蓝心的眼下 轻轻擦拭了下 春十三娘皱着眉手 不行 我得让小玉拿点凉水过来 好好地给你敷上一副才行 十三娘 蓝心拦住她 摇了摇头说道 不用了 可你这眼睛 蓝心自嘲地 用手摸了摸依旧湿润的眼睛 那些男人 不就是喜欢这种 离花带泪的感觉吗 春十三娘便叹了口气 想了想 还是从袖带里 拿出一个掌心大小的木盒 并一只小小的瓷瓶 拢在一起递给她 第一次的时候啊 女人总是受苦些 这两样东西你收好 瓶子里的药丸是助性的 吃了之后呢 能让你感觉不那么难受 至于木盒子里的枝高 事后如果依旧觉得疼痛难忍 就涂一些杀去吧 毕竟是未究人事的姑娘家 听她这么一说 蓝心不禁仗红了脸 就连耳唇也跟着一阵阵发热 不过考虑到接下来会发生的情况 还是强忍着修意 把那两样东西都接了过去 星儿 谢谢十三娘 春十三娘伸手拍了拍她的手背 叹了口气 转身离开了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77集 倔强 蓝星在原地站了许久 这才转过身 默默地躲到窗边 伸手将窗户打开 银白的月光 立刻透过窗帘照进来 从窗外吹进来的寒风 让屋子里的烛火晃了两下 烛光下蓝星纤细的身影 被拉得老长 大街上 庚夫边拿着酒壶 喝着酒 便醉醺醺地拿小锤在帮子上敲了三下 预示着午夜子时的到来 走廊上传来沉稳的脚步声 蓝星心头一阵恐惧 晃晃晃晃地坐回窗边 门外很安静 脚步声不出意料地停在门口 听到门推开的声音 隔着屏风的蓝星不由紧张地拽进了手中的瓷瓶 一狠心 拔出瓶扇到了两颗药丸进嘴里 随后赶紧把瓶子藏到枕头下 终究 还是到了这个时候 蓝星深吸了口气 将枕头重新摆好 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整理了下衣裳 缓缓绕过屏风 蓝星见过 你哭了 头顶上突然响起一把耳熟的低缠男生 正要弯身行礼的蓝星心下意惊 猛地抬起头 正好撞进一双深不可测的墨色眸子里 少主 面对近在咫尺的那张俊美容颜 被他仿佛洞悉湿湿的漂亮眸子盯着 蓝星仿佛有些喘不过气来 连忙别过头 退开两步 你怎么会在这 一身白衣 从容飘逸的上官云 没有正面回答他 只是伸手抬起他的下巴 簇着眉 用冰凉的手指 轻触他因为哭过 而红肿未消地眼下皮肤 蓝星下意识地偏过头 狠心逼自己不去看他 声音里有些慌乱 少主 这 这里是是非之地 你还是快些离开吧 为什么不敢看着我 上官云直起身 眉心皱起 形成个穿子 梳得伸手 拉住蓝星的手 不让他转身 又从身后桌面上 拿出那个面目全非的绣球 深邃的毛子 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他看 玩泡绣球出卖自己 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 蓝星别过头不说话 上官云健壮 不由收紧右手 被他拉住手腕的蓝星 皱了皱眉 感觉手像是要被掐断了一样 连忙出声的 少主 你 星儿 我当初是怎么跟你说的 我把你从那么远的地方带回来 并不是想要你为我做任何事 更不想看到你为了那些什么该死的理由 在这里作践你自己 就算我是作践自己 又怎么样 蓝星心里一阵针扎似的刺痛 二话不说 狠狠地甩开他的手 强忍着泪意 冷声道 少主不要忘了 我已经离开上官家 现在我做任何事情 都跟少主和上官家无关 这话说的决绝 上官与眉心又是一昼 大概是意会到是自己口气重了 引起他的反感 神色便有些无奈 道歉 我无意伤害你 这一声道歉 让蓝星的心软了下来 却依旧不肯低头 固执地竖起满身的刺 来保护自己 少主说得对 我的确是在作践自己 用不着说对不起 上官允卿叹了声 上前两步再次拉几他的手 像对待任性的小孩一样 低声劝挡 星儿 别再胡闹了 跟我回去吧 我 蓝星几乎要被他从所未有的温柔说服 可是才刚跨出一步 又猛地想起自己来这里的目的 心里一阵挣扎过后 还是咬了咬牙 用力挣脱他的智库 往后退了两步 转身背对着他 我心意已决 少主还是请回吧 今天他始终明王不灵 上官允似乎也动了真气 心中更是无奈 星儿 你以前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个性柔弱如他 就像一朵善良 就带点羞怯的结语花 从来不懂得去拒绝别人 对他更是千一百顺 他要他做的事 他从来没有二花 记忆里的蓝星 从来都是笑颜荣华 荣盛乖巧 而现在 站在他面前的人 却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不仅学会了离家出走 还学会了忤逆他 而且个性固执倔强的 让人恨不能敲开他的脑袋 看看里面 是不是都让稻草塞满了 这样的来心 还是他摆在心底 真心疼惜着的 那个小女孩吗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78集 围炉吃火锅 到底从什么时候起 他们之间 居然变得如此陌生了 神总是会变的 蓝星咬着下唇 拼命忍住眼泪 不让自己懦弱的 在上官云面前哭出声 更加糟糕的是 因为药性发作 她的身体 已经开始一阵热过一阵 陌生的感觉 冲刷着全身 那种像是被小虫 啃咬一样的麻痒 让她忍不住 抱紧了双臂 瑟瑟发抖 怕自己会控制不住 回转身 渴求她的温暖 蓝星僵直了后背 几乎是用挪的 逃离上官云的 一大段距离 这才背对着她 故作认定地说道 如果没事 还请少主赶快离开 我要休息了 记住我的话 只要有我上官云在 上官服 就永远是你的将 上官云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说完话 人也跟着转过身 你好好保重吧 听到身后传来的关门声 蓝星再也控制不住 我也顿在地 闭上眼睛 放任眼泪直至流干 身体如被火烧一般的感觉 让她倍感煎熬 但再怎么难受 也痛不过心里 某块地方 一寸寸崩塌的声音 少主 对不起 药效发作 让她全身 就像霍了水的吸尼一样 绵软无力 蓝星驮红着脸 拉扯前肩 抓住桌布 小站起来 却没想到 反而把桌布连头桌上的东西 一起扯了下来 磁漆碎裂的声音 接二连三地响起 就连酒壶也不能幸免地 碎成好几块 上流着余温的酒水 溅到毫无防备的蓝星脸上 脸头衣经和袖子 也一并打湿了 短暂地清醒过后 让人疯狂的火 再次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 蓝星狼狈地趴在地上 死死地咬着下唇 无声地啜泣着 一边紧扯着自己的衣襟 一边将脸贴近冰凉的地板 企图控制住那陌生的火 一双修长的手臂将它从地上抱了起来 蓝星眼前迷蒙一片 只是直觉地往来人身上贴了过去 呜咽着低声说道 是 下意识地伸手揽住她的腰 不让她软倒在地 缺而复返的上官云神色复杂地看着她 半赏才伸手在她脸上轻拍了下 星儿 星秀 蓝星脸色通红 伸手贪婪地抱着上官云汲取温暖 鼻端闻着来自她身上那股熟悉的味道 整个人都有些恍惚了 对她的声音根本没有半点反应 只是不停地喊热 星儿 见她伸手叫解开自己的衣服 上官云眉心醋地死紧 连忙抓住她的手阻止她 你到底都吃了些什么东西 快醒醒 我不要别人 我只想要少主 蓝星低声说道 也不知道是药效的关系 还是心理难受 眼泪一直没有停过 我不要别人 我害怕 少主 即使不想让上官云看到自己的不堪和狼狈 可是现在的她 却毫无反抗能力 只能在她面前无所对形 听着她一声声地抽气 上官云将薄唇抿成一条直线 心里却有种微妙的感觉在发酵 犹豫了下 还是伸出手 请拍她的后背 低声安慰她 我在这里 别怕 在她的安抚下 蓝星似乎冷静了些 你先坐一下 我去让她打电水过来 蓝星垂着头 没有反应 可是就在上官云打算 把她扶到床上休息的时候 一直都很沉默的人 却突然激动起来 一把将上官云推倒在炕上 自己也跟着扑了过去 床上扑着软背 上官云虽然有些错愕 但并没有撞到那里 借蓝星迎面扑过来 连忙伸手接住她 星儿 对原始本能的渴求 支配了她的所有理智 蓝星根本想不起来 之前还想跟上官云保持距离的事 死命抱紧她流泪 上官云不是死人 她也有属于男性的天性 被蓝星这么一直在身上蹭 就算是柳霞慧也会有反应 狼狈都抓住蓝星的手 不让她继续 上官云双眼微眯 气息不稳地问道 你知不知道 你自己在做什么 我知道 雷星眼角泛着泪光 哽咽的 我想要 少主 如果是少主 星儿愿意 说着话挣脱开她的双手 颤抖着想继续刚才的努力 你 上官云心里虽然气蓝星乱来 但见她脸色潮红 神色痛苦 训斥的话却一句也说不出来 千言万语最终只能化作一声长叹 罢了 如果这样 那你放弃继续做这种蠢事 上官云说着 其身吻上她 那就这样吧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 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直视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79集 围炉吃火锅 日子过得飞快 一转眼就到了小年夜 早上的时候 何小乔神清气爽地到富贵赌方 把近两个月赚的钱数了数 完成向赌方里所有伙计的许诺 给大伙按照职位不同 发了各自的分红 又跟廖掌柜商量好 在年初三到元宵节这段时间加紧推出扑克牌的新玩法 这才匆匆忙忙地回到了府里 点击人数开始准备小年夜的饭菜 顺便也为除些夜的宴席做些小准备 例如腌肉 腌菜 发面和做糖果等等 虽然糖果这些东西 下面的人办年货的时候都会买回来 但毕竟只是些果干果谱之类常见的东西 有些是外面没有卖的 比如糖莲藕和饼干这些 那就只能自己做了 因为江峰浩不在家 再加上他现在也没有子嗣 所以小年夜这天 继灶王的时候 是由柳一刀捧着江峰浩的贴身玉佩 带为熊的礼 女人是不被允许参与 送灶王爷上天这件事的 所以何小乔和其他厨娘的工作 就只是负责煮面条和饺子 再熬一些麦芽糖 好粘住灶王爷的嘴 让他上天之后 熏甜嘴也甜 之后便只会挑好听的话 跟玉帝说 小年夜的晚饭是吃火锅 铁浆铺的人 早几天前 就把特别定制的大和火锅 送了回来 为了照顾到所有人的口味 火锅是特别隔开两边用的 刚好用来做铅铅锅 一边是加了姜片和白萝卜 熬成乳白色的香浓大骨汤 另外一边 总是加了花椒 辣椒 葱段 红红火火的香辣汤底 以红一白 敬味分明 新鲜的牛羊肉和五花肉 全都片成半透明的薄片 放到冰上冻一下 然后卷成卷就可以摆盘上桌 怕到时候肉不够吃 所以何小乔把这三种肉都各卷了三大盘 吃完一盘 再上另一盘 鸡肉跟鸭肉 胃头方便都是直接斩成小块 贴掉骨头而已 大厨房那边为了迎合何小乔的口味 把猪肝和猪心也一并片成片送了过来 猪肚在用面粉和醋清洗过后 也被切成条送上了饭桩 除此之外 还有切片的鱼肉和剃掉长线清洗干净的新鲜和虾 至于素材 则有白菜 焦白 冬笋 玉米 香菇 豆芽 笔器 金针菇 莲藕 冬瓜 和莴笋 几样 同样该切块的切块 该切片的切片 然后全部摆盘上桌 豆腐是从外面买回来的水豆腐 炸面筋和腐竹 就是家里先做的 分量都很足 摸好的花生和芝麻 混合加水 煮熟调成酱 加上酱油和少许辣椒 自然调和 并是大众口味的火锅酱量 何小乔甚至把上次在七婆婆那里 拿回来的香酱也拿了出来 让大伙按各自喜好拌着吃 英雄七人在屋里坐定 除了何小乔主仆三人 当然还有红方白手 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柳一刀 以及被江峰号以重任 所以得了机会混进来吃饭的廖管事 当知道原来自己的新东家 同时也是江峰号内定的媳妇 常宁王府的未来王妃之后 廖管事倒也惊奇了一会儿 不过随即就了然的笑了 宠老婆这种事谁不会呀 想当初她年轻的时候 也曾为了讨自家媳妇欢心而大手比过 虽然现在来说都已经是陈年旧时了 但每次老妻想起来的时候 还都是一脸娇羞幸福的模样 连带她也觉得心情畅快不已 他们夫妻二人成亲将近三十多年 一直都是恩恩爱爱和和美美 顺少有过大声争吵的时候 心情好了工作自然带劲 连带着她接管的生意 也是蒸蒸日上成绩斐然 所以说家和万事兴啊 桌子上火锅里的高汤 都已经开始沸腾翻滚 两张桌子拼在一起 才勉强放下所有的配菜 每人一副网块 配一个香酱碟子 想吃什么 只管加了往锅里涮熟了就行 考虑到白手的特殊喜好 何小乔甚至还炸了一大盘的南瓜丸子 糯米磨成粉和蒸熟的南瓜拌匀 和成面团 蒸熟后滚上一圈烤饼干剩下来的碎屑 里面包的是红豆馅 和花生芝麻馅 又香又脆又甜 而且还非常筋道 以后每当板手回一起 被调来受和小乔差遣的日子 哪张哭哭的脸 都会不由自主地 浮上幸福的微笑 这绝对是他这辈子过得最舒坦 最有口福的时间 没有质疑 廖管事是第一次吃火锅 还没开吃就连壶惊奇 吃过之后更是赞不绝口 等知道这些都是何小乔想出来的 又秉着生意人的头脑 开始游说他 去开个火锅店 甚至连怎么安排门面 和招揽顾客都安排好了 柳一道在旁边听着也是连连点头 甚至还包下了去找店面和招伙计的活 何小乔被夸得飘飘然 去也没一时兴起就硬下 只说等江峰浩回来 问问他的意思 廖管事听完 除了感叹何小乔贤疏之外 还特别高兴 江峰浩浮刚有阵 而事实的真相 其实就只是何小乔自己犯了 不想去给自己招太多麻烦的事而已 屋外冷风呼啸 屋里大伙则是骂悠悠的 边顺着火锅边说笑 一顿饭吃得热火朝天 准备好的超大份量配菜 冷是半点不剩 大胃口的洪芳还喊着不够饱 于是何小乔只好 把厨房里剩下的小半卷拉面 拿出来让他直接煮了吃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欢迎收听轻松爆笑穿越剧 娘子回家吃饭 作者 皮蛋二少 领先演播 魅影 执事 追马等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80集 过年 过了小年夜就是除夕 家家户户都要开始准备辞旧迎新 府里内外已经清洗干净 门口和回廊下也早早地挂上了大红灯笼 大厨房里塞满了人 今年的年夜饭还跟去年一样 在大厨房里做 丰州雅院自带的厨房太小了 施展不开 年夜饭讲究各种各样的好彩头 所以和小乔一共做了三道 以鱼为主题的菜 一道红烧鲤鱼是年年有余 一道连鱼头熬豆腐是红韵当头 另外还有一道陶巧的鱼月龙门 是用面团裹着鱼肉捏成小鱼的模样 蒸出来的 鱼头的位置用红豆点进去当眼睛 活灵活现非常可爱 除此之外还有糯米八宝鸡 红烧肉 如意蛋卷 四起丸子 葱烧排骨 清蒸鲁鱼 粉蒸肉 煎酿三宝 油焖大虾 蒜蓉豆苗 上汤白菜和速炒芥兰 甜品则有拔丝地瓜 反杀芋头 另外还有一道蜜汁山药 唯一的一道汤 是熬得非常入味的酸梅老鸭包 好喝还解腻 当然饺子也是必备的 不过因为大家前面都吃撑了的原因 饺子就被留着当成了夜宵 受碎的时候肚子饿了 可以吃点点点肚子 煮粘椅饭是个大工程 何小桥没空包饺子 并把这工作交给了索儿和其他厨娘 大伙们忙忙碌碌的包饺子又下锅煮 确保府里好几百人 每人能有一碗新鲜热乎的 饺子汤吃 为了讨个好彩头 饺子里还有好大部分包了铜钱 府里有好些人不知情 吃的时候差点崩了牙齿 不过听说这是来年有好运气的象征 立刻又喜笑颜开地往碗里扒了 看看能否再多来几个 一文钱也是钱 别说还是能带来好运气的铜钱 自然是有多少捞多少 这一整天 长宁王府的上空都在飘着各种食物的香 丰富非常的年夜饭摆了三十来桌 何小桥一个人忙不过来 所以只整着了他们自己要吃的那一桌 其他的都由府里的厨娘仿照着做出来 当然按照规定 除了主桌之外 其他做的年夜饭就没那么丰富了 往年这时候 江峰浩都会一早进宫 参加祭祖 然后留在宫里吃年夜饭 不过今年因为他不在 宫里那位也曾把主意打到何小桥身上 江峰浩早就料到这种情况 所以让府里的下人一律对外宣称没有王妃 就算宫里来人也是同一套说辞推掉 为的就是不让何小桥被吓跑 当然这话柳一刀没有跟何小桥说 就怕给他造成不必要的心理负担 傍晚的时候 天还没黑 年夜饭就已经上桌了 鉴于今年的年夜饭 有好多是从来没吃过的菜式 大伙都吃得满嘴流油 表示非常满意 吃过饭 扬唤仆父们开始收拾桌子 小僧们去准备 磁碎用的鞭炮和糖果吃食 至于今天有大半时间 都在握着锅铲翻炒 早就累得双手抬不起来的何小桥 总是甩着酸痛的手回房去了 两名壮实的仆父 把热水提进房间里 把其他人都赶出去后 眼睛早就困得睁不开的何小桥 用手试了试水温 脱了衣服 勉强做散了花瓣的浴桶中 身体让热水浸透 周身的酸痛似乎减缓了些 用手揉了揉肩膀 何小桥打了个喝起 眼皮很快搭了下来 彩莲跟索儿在屏风外 守了好一会儿 都没听到里面有任何动静 彩莲尝试着喊了两声 何小桥都没有反应 两人对视一眼 索儿也跟着喊了一声 屏风里却完全没了声音 就连水声都没有 彩莲有些慌张 想了想 还是小心翼翼地 绕过了屏风 结果才刚进去 就发现何小桥趴在浴桶的桶檐上睡着了 石鹿鹿的头发披散在光滑白皙的肩膀上 将半边的脸都挡住了 小姐 小姐快醒醒 这儿不能睡 当心着凉 彩莲简直哭笑不得 伸手探了探水温 又在浴桶边轻声地唤荡 何小桥没有半点反应 彩莲便伸手轻推她的肩膀 小姐 水都冷了 还是回床上睡吧 我怎么 何小桥脑子里混沌一片 半蒙半醒地揉了揉眼 滴滴撞撞从浴桶里爬了出来 顺手扯过一旁大毛巾裹住自己 彩莲蒙使个眼色 和屏风边探头探脑的索儿一起 上前替她把衣服穿上 等索儿到柜子里拿了干帕子 和彩莲一人一边 细心地替她把湿漉漉的长发擦干 已经困得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哪的何小桥 站起来后直接往被窝里一钻 眼睛一闭立刻睡死 彩莲原本想告诉她 除夕不能睡着 又等到第二天早上为长辈守岁 不过转念一想 她和江峰浩两人 现在头顶上也没什么长辈还健在 再加上何小桥这两天 天天在厨房里 确实累得够呛 也就没去寒醒她 子时的时候 红方兴冲冲地找了两大串鞭炮过来 说是要在风筑雅院放了好瓷碎 彩莲在院门口把她拦了下来 不让她吵大河小桥 红方原本还有些扫兴 不过听说了具体情况之后 便了然地点点头 捏手捏脚地走了 本集完 您给我点评赞 我就能吃饱饭 娘子 再来一碗 还要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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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